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290章 我要学节全道 站台上 汪婷婷面前站着一名身材高调火爆的女生 但一张脸却长得惨不忍睹啊 不光有麻子还到处都是斗坑 宁小凡扑笑一声 哎呀 我总算知道了 为啥这个洛东梅会贬低婷婷师姐了 女人哪 女人的嫉妒心呢 在那洛东梅的脸上看了一会儿 宁小凡心里只有仨子 辣眼睛 这名女选手跟汪婷婷比起来 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啊 一张脸比车祸现场还要惨呢 受下败将 洛东梅一脸讥讽的冷笑 望着汪婷婷的目光犹如在看一只可怜虫一般 上次她一记旋风腿让汪婷婷倒下 今年依旧会是如此 而且她或许会让对方输得更加难堪呢 这次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鞠躬完毕 王婷婷摆好了出腿的架势 神色沉静如水 你们镇堂除了会成口舌之力 都是一群废物 除了那个宁小凡 洛东梅嘀咕了一句 又是冷笑暗骂道 不过就靠一个宁小凡 你们也走不了多远 因为你们这群废物太能拖后腿了 哈哈哈哈 比赛开始 随着主持人的声音落下 洛东梅目光从汪婷婷那张绝美的脸蛋上飞驰而过 心中却燃起了腾腾嫉妒之火 这一次他要一脚碾在那张脸上 泰拳讲究勇猛精进气势如虹 不逼逼太多 上去就是干 洛东梅信心十足 比赛刚开始便是一记彪悍的横踢出腿 然而 王婷婷眼眸清亮 眉宇间流转着傲人英姿 前几日洛东梅还飞快着动作 此时在他眼中 却慢了一拍 哼 他一声娇和 一个漂亮的后旋踢出腿 点光火石之间 王婷婷闪躲过洛东梅的攻击 而后一脚却踹在了他的胸口处 啊 洛东梅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 身子如折了翼的鸟儿倒飞了出去 狠狠摔在了圈腕 随着汪婷婷双脚轻点地板 这位身材绝妙的杰拳道美女 英姿着力 轻巧而立 宛如降临凡事的仙子一般 不惹尘安 令场中所有的年轻男人都是心动不一样 哇 好美啊 王冒都是看傻了 哼 听见他这话 一旁的叶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脸颊通红 伸手狠狠地掐了他一下 哎哟 叶子 你发什么疯啊 宁小凡往旁边瞥了一眼 嘴角缓缓一掀 王冒你个傻叉 你还看不出来吗 场中 主持人都是微微一愣 旋即快速宣布 镇堂无关 汪婷婷胜 卧槽 好帅好美啊 这你妈就是仙女啊 怪不得狼川师兄都在追汪婷婷 这脸蛋 这身材 完美比例的融合 我的女神呢 谁要是娶了这小美女 三个月就得精进人亡啊 还有这招候选梯 貌似有一脚超人的真传啊 观众席上 躺下了一大片哈喇子 极限武馆 陈郎川敲打桌椅的手指木然一停 神情呆了 怎么会这样 天天的速度和力量比昨天高出了一大价 一旁的王旭也是点了点头 那小姑娘的后旋梯有点火候了 陈郎川的眉头紧锁 奇怪 太奇怪了 对战场中 骆东眉双手撑着地板 一张长残了的脸上 布满了惊骇和难以置信 嘴里还神经质地呢喃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王婷婷从她身边走过 连不一指 声音清冷地说道 任何人羞辱我可以 但侮辱镇堂 我就会狠狠地打倒她 丢下这一句话 王婷婷飒爽离去 谦谦身影 美若天仙呢 听那世界 太棒了 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 几个小师弟小师妹们 立刻围了上去 满眼是崇拜之色 王婷婷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啊 那个 昨晚突破了 听到昨晚上晚上这俩字 宁小凡坏坏一笑啊 而在这时 萧妇却被萧允儿 吵得不可开交 爷爷 我不管 我要学节全道 我就要学节全道 哎呀 萧祖宗哎 你又受什么刺激了 萧妇感觉这身老骨头 都快要被他咬散架呢 萧允儿呢 艳寒不甘 紧咬阴唇地说道 我 我就是想学 不得不说呀 王婷婷刚才那一技后悬梯 确实精彩绝艳 让人眼前一亮 凌空一顺 所有人都有一种窒息的上午眉感 虽然不甘心 但萧允儿必须承认 自己被深深地叱寂到了 萧允儿啊 这节全道有什么好学的 要学呀 就给陈爷爷学行一拳 这才是华夏无处的精髓所在呀 陈学吉傲然出声 我不 学行一拳慢吞吞的 没意思 萧允儿相塞鼓起 刁蛮任性 那就跟你霍爷爷我 学习八级拳吧 每招每事都是快准狠 说着 萧战国双手还掩饰了几下炮拳 空气呼呼作响啊 我才不要呢 练八级拳会变壮的 我才不要变金刚八臂呢 萧允儿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这金刚八臂是个什么玩意儿 萧战国挠挠头 看向一旁的林玄 后者也是苦笑摇头啊 他的太极拳那更是慢吞吞 估计这小祖宗也是懒得学 行行行 明天我给你找个道馆啊 萧夫无奈的摇摇头 不用了爷爷 我已经有人选了 小允儿突然巧笑倩兮 漂亮的大眼睛紧盯着宁小凡 小凡 这一场你可得注意点啊 对方是松山寺的武僧 练金钟罩的 我看过他的比赛 你马硬的简直像个乌龟壳一般 王某拍了拍宁小凡的肩膀 语气颇有些凝重 放心就算他是钢铁侠 我也给他踢爆了 宁小凡淡淡一笑 王震堂却是皱起了眉头 沉稳的说道 小凡啊 根据资料显示 这个袁龙从十岁开始 练了整整九年的金钟罩 防御力极强 在此之前 他的战绩和你一样 无一败计 你要小心点啊 知道了 宁小凡随意的摆了摆手 依旧是用那种慢悠悠的步伐 向站台走去 观众们马上就沸腾了 快看 一脚超人上场了 他这局对战的是 袁龙 你马 就是那个出了一身 防撞的死光头 耐操王 人家可是从小就练 少林绝技尖中招 一般的攻击对他根本无效 反而浪费体力 这一场有好戏看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291章 一脚超人对耐操王 观众们的视线 随着宁小凡的步伐 缓缓走上了站台 面前 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七 却全身布满 岩石般恐怖肌肉的光头 闭眼而立 只是这么静静地站着 便仿佛一座山岳总立 给人一种无法撼动的 无力感哪 当宁小凡脚步 踏上站台那一瞬 袁龙突然睁开了双眼 紧盯着宁小凡 宁小凡心头微知 旋即嘴角缓缓掀起 终于有点意思了 站台上 宁小凡和袁龙对视着 一个面目严肃 浑身散发着昂热的战意 而另一个 则是拉拢着双眼皮 好像还没睡醒 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 在观众的心目中 这两个人都是此次选拔赛 多冠的大热门 是有实力跟陈狼川 一脚高下的角色 不知道 这一脚超人的攻击犀利 还是这个耐操王厉害 爆炸期待呀 当下不少观众都是搓了搓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中 陈狼川脸上露出一抹凝笑 宁小凡还真是个蠢货 他以为这个袁龙 还像之前那些对手 一样不堪一击嘛 就算是我 一时半会儿都无法取胜啊 在他眼中 此时态度懒散的宁小凡 宛如一个智障一般 比赛开始 话音未露 宁小凡出手了 犹如闪电 那双原先还慵懒散漫的毛子 在一瞬间锋芒毕露 锋锐如刀 袁龙心头大骇 感受到面前破人的气势 连忙运功 全身死死地绷紧了起来 刹那间 宁小凡抬起了脚 一记普普通通的前提踹了过去 别看这一脚 轻飘飘的似乎很普通 但是 却把观众们的心揪了起来 因为在此之前 这记普通脚 可是完败过各大武馆 十几个高手呢 一声温响 宁小凡协力板印在了 袁龙盾牌一般厚实的胸肌上 众人呼吸都是为之一致 至少不少人 直接从位子上是站了起来 然而 这个解除的动作 维持了两三秒钟 袁龙依旧是稳如泰山 没有丝毫要飞出去的迹象 哦 众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 硬小凡貌似没法一脚KO掉袁龙了 终于要有一场龙争虎斗可以看了 一脚超人 VS耐操王 哦 防御力还不错嘛 不愧是金钟招 宁小凡目光微微一愣 旋即浮现上一抹笑意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要使出认真脚了 一念一动 宁小凡又是一脚踹出 一缕细弱的灵气 缓缓灌输了进去 看一脚超人又要出招了 有人突然起身伸手一指 没用的 袁龙的防御力那是很恐怖的 再让他踢十脚都破不了袁龙的金钟招 有人抱起手臂 丝毫不看好宁小凡的攻势 陈玄吉也是摇了摇头 金钟招铁布山 卫裂少林七十二绝技 修炼到大成境界 狙击枪的子弹都破不了 除非宁小凡能找到罩门 否则他输定了 他的声音沉稳刚进 仿佛高下力盼 萧云儿心中不由的担忧啊 虽然他不懂什么金钟招铁布山的 但他心里也明白 宁小凡的攻击应该比不上子弹的威力吧 那岂不是说这场他要输呢 虽说这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但萧云儿习惯了宁小凡 一路碾压的爽感 若是失败了 他心里都不怎么舒服 太痴 陈郎川也是畅快笑骂 屁股都从椅子上绊坐了起来 这个宁小凡真是白痴 明明已经试过了 破不了元龙的防御 他竟然还要再试 我之前还真是高看他了 随着陈郎川不屑的嘲讽 一帮极限武馆的学员 看向场中 只见宁小凡第二脚出腿 再次印在了与第一脚相同的位置 元龙呢 低头一笑 笑容中也夹杂着一丝淡淡的不屑 但下一刻他脸上那抹笑容却是彻底的凝固住了 元龙的身体依然纹丝不动 仿佛是老树生根稳如泰山 但他的脸色却一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两颗圆珠子瞪得溜圆 其欲从眼眶中爆出来 宁小凡是不是傻辣 还真当那元龙与他之前交手的货色一样 真是个傻叉 看吧 元龙身子动都没动 我看呀 宁小凡的攻击在元龙的金钟罩面前 就他们是个渣 看看看看 宁小凡傻眼了 观众席上 见宁小凡第二脚失利 许多原本不爽宁小凡的家伙们 都一个个跳出来痛骂一番了 正在鄙视和嘲讽声音浪潮般卷起时 元龙突然嘴巴一张 一大口鲜血疯狂地喷了出来 在众人一片懵逼的眼神中 元龙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来 他双手撑地 面带巨大的痛苦 脸色惨白的如同白纸啊 身体微微颤抖 似乎随时都可能倒下 原本一个金钟赵猛汉 一瞬间变得仿佛脆弱不堪 这一前一后的强烈视察 让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那些黑拧小凡的喷子 更像是嘴里被塞进了一坨香啊 面色铁青 半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 我 我认输 元龙用极度虚弱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 如果不是此时体育馆内 竟得连根真落地都能听得清楚 主持人根本捕捉不到元龙这一丝声音 这 这唐狐馆 宁小凡胜 伴随着主持人都是颤抖的声音 现场鸦雀无声 没有欢呼 没有呐喊 有的仅仅是死一般的寂静 第一脚还未造成任何伤害 但这第二脚啊 直接将对手踢得当场吐血 当场人输啊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很多人都是眉头紧皱 用力揉着揉太阳穴 感觉脑袋挂子都不够用了 陈炎呀 你好像又猜错了 这 这 这 那 那个 我 我 我口误了啊 我 我口误啊 陈玄吉一张老脸是无处安放啊 只得裴笑一般的连连摆手 他缓了缓倒抽了一口凉气 阎露精光 先是看了看面如纸色的圆龙 再看了看一脸轻松愉快的宁小凡 他的心中不由涌出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小子竟然让我两次看走了眼 陈玄吉震撼的神色中夹杂着惊恶和绝艳 那种眼神就像是发现了一处宝藏一般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维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维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二百九十二章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场中 袁龙被抬上了担架 宁晓凡朝他们走了过来 几个医疗人员 立即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这家伙昨天将一个人踢飞到了观众席上 今天又把一个人踢吐血了 整个一暴力狂啊 当下一个护士小妹妹便吓得花容失色呀 颤抖地问道 你想干什么 他已经输了 宁晓凡淡淡地笑道 尽量用和善的语气 他说道 放心 我不会再出手了 只是想帮他看看伤势 有什么好看的 他都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了 护士妹妹是气愤不已呀 真不好意思 我出手中了 宁晓凡挠了挠头 面露歉意 不过比赛嘛 受点伤是在所难免的 对了 忘了说了 我其实啊 也是一名医生 医生 护士妹妹微微愣了一下 玄机一脸狐疑 显然不太相信宁晓凡的话 来 让我看看再说 宁晓凡直接绕过他 来到元龙身边 望见他的伤势 不由苦笑啊 自己确实出手太重了 刚才那一记认真脚 他用上了先天灵气 灌入元龙体内 将他震出了不轻的内伤啊 即使他苦练过九年的金钟照 但毕竟还是凡人之躯嘛 在先天灵气面前脆弱如渣呀 再者元龙也没像昨天的张超凡一样 对他冷嘲热讽 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对手 想着这些 宁晓凡将手覆盖在元龙的胸膛上 输入了较为缓和的灵气 缓缓治愈着他的伤势 灵气既能用来杀戮 也能用来救之 就像是水呀 有温柔的一命 也有凶猛残忍的一命 将体内灵力输入了小半之后 宁晓凡撒开手 喘了一口气 脸色有些发白 好了 他差不多没事了 休养三四个月就行 说完这句话 宁晓凡潇洒离去 元龙是目光复杂呀 在担架上 扭头看着宁晓凡的背影 不由想起下山前 师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这 这怎么可能 陈郎川是目资欲猎 双手死死抓着椅子的扶手 咔嚓一声 竟然生生将其掰断 显然呢 他心底的怒火 已经积压到了极限 犹如火山即将爆发 这个宁晓凡 手段很不简单呐 郎川 你要小心呐 王旭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透着浓浓的担忧 放心 教练 决赛上 我会拿出十二成的实力 绝对不会让他进我的身 必要的时候 我会使出内一招 陈郎川眼神 鹰鹿深沉 伸出舌头 狠狠地舔了舔嘴唇子 他冷冷地笑道 那可是我用来对付 武则天的必杀技 颖小凡 你足以自豪了 王旭眉头紧领 他告诫说道 郎川 你要放宽心态 你现在这个样子 非常不利于比赛呀 没事 那小子越强 我碾牙起来越是爽快 一抹阴毒从眸中闪过 陈郎川倒是有些等不及 把那张脸踩在脚下了 第三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观众和选手陆陆续续地散去 无论走在什么地方 都能听到一些亢奋激烈的议论声 而议论的对象 自然就是宁小凡 这匹横空出世的大黑马了 哟 宁小凡 恭喜你啊 路旁 镇堂的众人刚准备去吃饭时 一辆粉色的马沙拉蒂 缓缓驶来 身穿露肩 性感短袖的萧云儿 戴着褐色的墨镜 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朝宁小凡挥了挥手 笑容热气 露出白白的牙齿 在这炎炎夏日 宛如一道清凉的微风袭来 令人眼前一亮 我嘞个靠 小凡 牛拨呀 这才刚来松山几天 你就泡到妹子了 王茂愣了两秒 给了宁小凡一拳 由于萧云儿今天穿着很时尚 又戴着墨镜 王茂几人一下子没认出他来 嘿嘿 小凡师兄啊 老实交代 这谁啊 叶子也嬉笑着说道 镇堂众人都是一脸默契的轻笑 唯独汪婷婷 脸色尴尬 被齿轻咬嘴唇 心里像是堵着一块大石头 很不舒服啊 再加上 这女孩清纯可人 又略带妩媚性感的脸庞 和不属于她的曼妙身材 还有这么一辆豪华的坐机 这种委屈难受的感觉 仿佛被放大了十倍 云儿 你怎么来了 宁小凡诧异一笑 怎么 宁大高手功夫这么厉害 记性这么差呀 上次你说要请我吃饭的呀 小允儿嬉嬉嬉一笑 柳眉清扬 哦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宁小凡这句话 直接让汪婷婷眼眸暗淡 哎呀 你先上来呀 我还有东西要请教你呢 小允儿见她为难的模样 直接下车将她推上车去 然后对镇堂的众人挥了挥手 以示歉意 最后啊 这辆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马沙拉蒂 绝尘而去 王冒站在路边不由叹息一声 叶子呢 直接从后边给了她一拳 交骂说道 你贪个什么气呀 你有什么好贪气的 你要是有小凡师兄一半的本事 也能泡到这种妞 不不不 不是 我说叶子 你他妈这两天吃错药了吧 你干嘛老是跟我过不去呀 王冒啊 被他打了一个咧去 皱眉疑惑道 叶子呢 脸色怒红 愁促了半天 这才憋出一句话 白痴 说完 他纷纷离去 只留下一头雾水的王冒 段红星待在一旁 只是摇着头笑了一笑 小允儿今天很开心的样子 一边开车 一边哼着当下最流行的歌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了一家会公馆餐厅前 停好车 一同走了进去 在他们进去之后 一辆奥拓缓缓的停在路边 嘴里叼着根烟 一脸的音效 他拿起手机 快速拨通一个号码 老爷 现在带人过来 对 那小子刚进会公馆 挂断电话后 他谈了谈烟灰 自言自语地笑道 臭小子让你断我财路 看老子今儿不整死你 餐厅中 小允儿点餐完毕 试着款款退去 他端起一杯柠檬汁 抿了一小口 然后笑道 恭喜你 大半圆龙 想不到你挺厉害嘛 陈爷爷他们都说 看走了眼了呢 宁小凡看了他一会儿淡淡地笑道 你不是说 有事请教我吗 说吧 喂 你这人真没见 哪有人吃饭 直接就说正事的 至少要点前夕嘛 小允儿不满地说道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二百九十三章 古董碰瓷 浅谢 宁小凡嘴角抽出了两下 这小丫头骗子说话还真豪放啊 他姗姗一笑 我这人呢 一向喜欢开门见山 你就直接说吧 我们现在是朋友 能帮上忙的 我尽力 好 小允儿豪爽地把杯子 往桌上一砸 豁像个女侠呀 我要学节全道 啥 宁小凡一下子傻了眼了 这丫头脑子是哪根筋 打错了 我说我要学节全道 你不会这么一点小事 都不答应我吧 刚才还说朋友呢 小允儿憋起了小嘴 一副楚楚可怜的眼神望着自己 我 我说小大小姐 你整天不愁吃不愁穿的 出门开豪车 没事玩古玩的 日子不是过得挺难意的吗 你学节全道 又苦又累 你练他干嘛呀 呀你管 我就是想练 小允儿眼睛一瞪 旋即又软了下来 可怜兮兮的说道 小凡 小凡 你那么厉害 连金钟罩都能破掉 你教我一招办事吗 好不好啦 那揪滴滴 妩媚的声音落到耳朵里 宁小凡狠狠的打着个含着 全身鸡皮嘎的都掉一地呀 好不好嘛 这这这打住 宁小凡一白手 赶紧喝了口八二年的柠檬汁 压压惊 他又说道 云儿 你要搞清楚 任何武术和技能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想要功夫身 贴触磨成针 别看那些武道高手 表面上风光无限 但背后流下的血汗 那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你就比如我来说吧 宁小凡挺直的腰背 开始胡扯了 我练节拳道不足三年 刚开始是为了加强体能 每天五百个俯卧成 一千个仰卧起坐 三千米挖跳 一万米长跑打底 这样魔鬼式训练一年后 我才正式开始学习腿法的 五百个俯卧成 一千个仰卧起坐 这 小允儿一张漂亮的脸蛋 立马能拧出了枯水来了 宁小凡喝了口柠檬汁后 继续扯逼道 学习腿法之后 我练横踢 每天至少要踢破一个纱带 我给自己定下死规矩 哪一天不完成 就不准吃饭 说完后 小允儿翘嫩的小嘴大大地睁开 一脸惊恐地盯着自己 带着一些崇拜和恐惧 宁小凡心中暗笑啊 嘿嘿 小党小姐 你还是太嫩了 无管理沙袋 哪有那么容易被踢破呀 哈哈哈哈 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如何 你还想练吗 我 我 这个 萧允儿支支呜呜起来 半天说不出话了 说实话 他的确被吓到了 要知道他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简直就是萧家的小公主啊 别说是自个儿洗衣服了 小的时候 就算是挤牙膏都是用人帮忙弄好的 现在长大了稍微好点了 却也从来没干过什么重活呀 但是他突然又想起 今天白天的比赛 汪婷婷的一招酷炫拉风到哭的后悬梯 英姿萨爽精彩绝艳 他咬了咬嘴唇子 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 露出了深深的渴求 小凡哥哥 那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宁小凡翻了个白眼 身子往后一靠 有啊 是什么 小允儿眸子猛的一亮 回家睡觉 做个好梦吧 宁小凡微微一笑 小允儿怀着无比胶着的心情 吃完了这顿饭 他在想自己到底要不要学节全道呢 学了很酷 但听起来真的好累呀 五百个俯卧撑 天呐他连半个都做不起来好吗 一箭杀了他吧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宁小凡突然说道 让他呢给自己的锅锅葫芦找个买家 他可以教他几招女子防身术 小允儿自然满口答应 他们肖家在古玩界地位颇高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轻松的很呢 吃完饭后两人是一边说笑一边往外走去 此时正是六七点钟 夜幕出林 路上行人很多 小允儿到车的时候啊 突然从后边传来一片 噼里啪啪啪啪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碎了 然后一个愤怒的哀嚎声 便赫然响了起来 哎哟 我的大清乾隆至青叶 缠真花瓶 哎 我操你妈的 你们两个给老子下来 宁小凡扭头望去 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 站在小允儿的马沙拉第车后 爆条如雷呀 大爆粗口 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看 这么回事 小允儿柳眉微皱 走到车子后边这才傻眼了 只见马沙拉第车后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团瓷器碎片 看样子 貌似还是个古董 古董碰瓷的 他心中马上就闪过一个念头 中山装男人指着小允儿 又扫了一眼宁小凡 脸上透着痛苦和愤怒 咬牙痛骂道 小丫头骗子 我告诉你 我这乾隆瓷器 起码值三百万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钱拿出来 就别想走 不可能 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这放着古董啊 小允儿大声争病 宁小凡也是点了点头笑道 没错 还有大叔 你这骗术也太low了吧 就是 想钱想疯了吧 小允儿冷哼 再说了 你干嘛没事抱古董到处转悠 还放在我车后面 你不是找状吗 神经病啊你 好啊 好啊 你们这两个小东西 倒是牙尖嘴里挺能推脱责任啊 中山庄男人一脸阴沉的冷笑 我前些日子联系到买家 今天过来验货 刚才是鞋带散了 蹲下来系个鞋带 没想到你一到车 就把我的宝贝撞碎了 这不是你们的责任 是谁的责任 我告诉你 三百万 一个字都不能少 随着他一声冷哼 周围路人中 窜出了几个彪形大汉 穿着背心满脸横肉 你们 萧允儿气得苏兄俱烈起伏 他这才知道 这伙人是专门来找茬的 看着几个彪形大汉怒目而视 萧允儿不由心声畏惧 一边向宁小凡那边靠来靠 他一边说道 你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 我是萧家的萧允儿 你们敢动我 一定会死得很惨的 萧家 哼 中山庄男人眼中透过一丝阴语 心中却骂道 傻屌 老子火车票都买好了 赶完这一票 直接远走高飞 萧家势力再大 少能伸到天边去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二百九十四章 挡棍 想好了吗 是跟我们走一趟 还是拿钱出来 中山庄男人 接过小弟递过来的一根甩棍 在手里颠的颠 露出一脸残忍的冷笑 不远处的街角 留大麻子抱着手臂 歇靠在墙上 宁小凡 即使你认识 小姐大小姐又怎么样 老子赶完这票 就去燕京 消洒快活去了 萧允儿的马沙拉地旁 围着不少行人 支支点点 七嘴八舌 但看到这些人 如此嚣张 手里还拎着家伙 便没人敢上前说理了 等等 宁小凡一伸手 赶忙叫停 随后 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 那所谓的大清乾隆制 青叶缠着花瓶的碎片 打开火眼金睛 随意一扫 妈的个拨的 狗屁的乾隆瓷器 半丝灵气都没有 整个一现代工艺品 最多不过一百块 宁小凡冷哼几声 将碎片递给了萧允儿 允儿 你不是对古董 很有研究吗 你看看 萧允儿接过 仔细查看一番 顿时恼怒不已 太过分了 这哪是乾隆年间的瓷器 造型不正 包姜不纯 青叶花枝 画得歪歪扭扭的 连底款都印错了 乾隆皇帝要是看到这样的破瓷器 还不得气得 从土里爬出来 将那烧制瓷器的家族 满门抄斩呢 周围行人都被逗乐了 发出一阵的哄笑 笑什么 笑什么 都他妈给老子严肃点 一个飙行大汉 见情况不对 恶狠狠地朝旁边扫了一眼 然后看向中山庄男人 老阴哥 怎么办 妈的 一不做二不休 两半 手握甩棍 狠狠瞪了一眼萧允儿两人 别给老子逼别 老子说真的 就他妈是真的 烦什么烦 三百万拿不出来 老子就让你们 做一顿亡命鸳鸯 说着他嘴角露出了一丝 残忍的笑容 给几个手下打了个手势 五个彪形大汉 立马围了上去 这破烟品 一百块 哎呀不要 宁小凡从钱包里 抽出了一张粉红的毛爷爷 对着老烟直接扔了过去 操你妈的个波长 看到一张百元大钞 飘了过来 老烟嘴角一阵抽搐 他感觉自己被深深的侮辱了 哥儿姐哥 干死这小子 一声令下 俩壮汉一窝甩棍 直接向宁小凡头上招呼去 终于暴露出真面目了吗 宁小凡冷冷一笑 目光中 这两人的动作慢如归宿 他飞起二摇 两个重达一百八十多斤的壮汉 静直到飞了出去 一旁的萧允儿 突然尖叫一声 眼看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甩棍 就要落到他那娇嫩细消的香肩上 他抱起头 顿时慌乱无比 点光火石之间 宁小凡只来得及 将他横抱过来 沉重的甩棍 却狠狠砸在宁小凡的背上 发出令人心悸的沉闷响声 就连宁小凡 都是不免闷哼一声 面露痛苦之色 虽然他现在的躯体堪比钢板 但钢板被重器 顿器砸中 也会弯曲啊 你 小允儿一瞬间慌了 心神大乱 这不是害怕 也不是恐惧 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似乎是为了一个人担忧 同时有万分的悔恨 这是心疼的感觉呀 壮汉见宁小凡挨了自己一棍 身体竟然只是微微一抖 啥事也没有 他刚想再来一棍 却被飞速转身的宁小凡 握住了甩棍 然后在惊恐万壮的目光下 生生的给掰断了 金属嘎嘣一断 让他彻底傻了 一根甩棍竟然被活生生的斑断 这这你马是怪物吗 滚 宁小凡重重一剑耳光抽他脸上 肥瘦的身躯顿时犹如一发炮弹一般 足足被抽飞十几米远呀 两百斤的体重 飞越人群头顶狠狠地摔在地上 脸颊肿的比鼻子还高 直接昏死了过去 嗡 所有人脑袋都是一张 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跑 跑 快跑啊 见宁小凡大发神威 剩余那俩壮汉 甩棍遗料地上 撒丫子就跑啊 老燕哥也是支支吾吾放了句狠话 慌忙逃走 见几个闹事离去 宁小凡呼出一口气呀 玄机转身问道 小凡你没事吧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两个人一口同声 四目相视长达五秒 两人才撇开头 脸色微红啊 萧云儿心跳加速 面色通红浑身躁热 天哪 我这是怎么了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呀 当宁小凡为他挡棍子的瞬间 他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 挥过神来的时候 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给我看看你的伤 萧云儿走过去 心疼的就要掀起他的衣服 不是吧 这么多人看着呢 宁小凡连忙抓住 他欲情不轨的手 扫了一眼 还处于呆滞状态下的路人一眼 我带你去医院 萧云儿一咬嘴唇子 将他拉上了车呢 云儿真的不用 我没受伤 宁小凡一个劲的解释 可惜萧云儿根本听不进去 你当你是钢铁侠吗 刀枪不入水火不接 那么重的棍子砸在身上 光想想都疼 说着说着 萧云儿的眼泪出来了 好像要哭了 宁小凡无奈苦笑 白天比赛的时候 你又不是没看到 就那几条杂鱼 根本伤不到我 宁小凡 你当我傻子吗 你练的是截拳道 又不是金钟罩铁不删 好了 别说了 听我的 马上到医院 从医院出来 萧云儿拿着检查资料 一脸的惊起 奇怪 你怎么一点都没受伤 没道理呀 不如啊 你巴不得我受点伤是吧 不是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这么厉害 萧云儿突然一脸崇拜的看着她 两只眼睛都要冒出小星星了 她回想起来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感觉就是个小屌丝 还挺喜欢装逼的 那现在呢 宁小凡笑了笑 萧云儿翘脸突然飞红一片 在路灯下 显得是妩媚动人 如今的宁小凡 完全符合她心目中 男友的形象 实力强大 顶天地地 又不失风趣幽默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295章 奇怪的感冒药 今天谢谢你啊 宁小凡 那个 我 太晚了 我要回去了 丢下这句话 萧允儿小脸红透了 快速跑向马沙拉地 然后直接开车抖人了 只留下宁小凡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 什么情况 这 这 这小牛有点神经病吧 被丢在医院门口 人生地不熟的 宁小凡整个就蒙圈了 回到酒店 宁小凡看到汪震堂 将一群人召集在大厅里 似乎在讲些什么 见宁小凡回来 王冒直接把他拉了过去 这么晚他回来 是不是开房去了 王冒皎洁的笑道 去你的 那可是萧家大小姐 你以为公交车 想上就上啊 宁小凡翻了一个白眼 我去 萧家 可以啊 萧家可是松山豪门 你搭上这条线 以后就留下来当金龟婿吧 你妹的 小爷像吃晚饭的人吗 你妈 太香了 两人相互调侃 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王震堂招呼他一声 继续说道 明天上午是半决赛 下午直接决赛 目前咱们震堂的积分排在第四 哇 真的假的 第四呀 小凡师兄 红星师兄 听令师姐 你们三个人太棒了 我们震堂要崛起了 震堂的学员们欢呼雀跃了起来 为三个杀进半决赛的英雄加油助威 突然 王震堂颇有深意的望了一眼断红星 红星 你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你的对手很可能是秦也 突然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秦也 段红星双拳紧紧一握 目光变得冰寒一片 十几秒后 他长呼出一口气 神色严峻 放心吧 这次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嗯 见段红星情绪比较稳定 王震堂放下了心了 随即 他又扭过头看向王婷婷 婷婷 你今天发挥的也很好 击败了骆东眉 为我们震堂立了大功 同时 你也是唯一杀进半决赛的女选手 还没等王震婷笑呢 王震堂又继续说道 但明天的比赛 全部都是男选手 而且实力 全部高出你两三个层次 爸 没事 走到这一步 我已经很自豪了 哈哈 不愧是我王震堂的女儿 笑了笑 他最后将目光 转向了宁小凡 小凡啊 我对你 也没啥好说的 能拿冠军就拿吧 拿不了 也不怪你 其实这次 我们震堂都拖了你的后腿了呀 哎 官长 你太严重了 大家都是朋友吗 宁小凡顿时有点尴尬 王震堂也是笑而不语 他当然知道 宁小凡加入震堂的真正目的了 只是 他觉得这小子还很不错 如果把女儿交给他 自己也能放心 此时 萧家大宅 萧允儿坐在豪华的梳妆台前 看着镜中绝美清丽的脸蛋 脑子里却始终徘徊三个字 宁小凡 小凡 突然 宁小凡没来由的打了个喷嚏 然后嘴里嘀咕 哼 哪个孙子在骂我 一旁的汪婷婷连忙紧张了起来 关切的说道 小凡 你怎么了 感冒了吗 师姐 你想多了 就我这体格 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感冒过 嘿嘿嘿 宁小凡呵呵一笑 但是下一秒 啊 又是一个喷嚏 你看看 果然是感冒了吧 汪婷婷不由分说的拉起了她 明天就决赛了 小凡 你这样怎么行 快回房休息 我去前台问问 有没有感冒药 师姐 真不用 听我的 王婷婷突然就强势了起来 一双美眸瞪着宁小凡 宁小凡只得露出一丝苦笑 回房去了 王婷婷走向前台 对一个妆容精致的女服务员说道 您好 请问你们这里有感冒药吗 我朋友感冒了 请您稍等 服务员礼貌一笑 谢谢 王婷婷扼手轻点 前台的女服务员转身走进一个房间 一般稍微高端一点的酒店 都会必备日常药品 以备不时之需 在药价上找了找 女服务员拿起一瓶药 借着昏暗的灯光 皱起眉看了看 应该就是这个 然而他没看到 这药价后面摆着一瓶相同的药 上面贴着一个标签 万爱可 房间里 宁小凡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 汪婷婷拿着一瓶药和一杯热水走了进来 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 宁小凡坐起来 嘴角露出笑意 婷婷师姐 你真是贤惠 以后谁娶了你 肯定是上辈子在佛祖面前 教坏了几百个墓鱼 翻烂了几百本经书啊 就你贫嘴 王婷婷娇嗔嗔地说了一句 然后帮她把药拿了过来 师姐 不用了 我真没有感冒 你喝不喝 王婷婷柳眉一醋 仰装怒道 好吧 我喝我喝 宁小凡无奈 拧开小药瓶 倒出了两粒模样熟悉的胶囊 一股怪味冲进鼻子 天天师姐 你确定 费什么话 赶紧给我吞下去 王婷婷失去耐性了 直接夺过那两粒胶囊 扔进了宁小凡嘴里 然后端起一杯温水 捏着她的鼻子 就往她嘴里灌去 咕咚一声 宁小凡两眼一瞪 感冒药 顺着食道滑进了胃里 天天师姐 其实我是想说 你确定这玩意儿是感冒药 宁小凡拿起了药瓶 一脸狐疑的看了看 他以前跟那些地痞流氓混的时候 貌似见过这种药 他们好像是伟哥吧 不过宁小凡不确定 所以也不敢乱说 总之汪婷婷 应该不太可能拿伟哥来给自己吃啊 应该不会 这尼玛哪是感冒药啊 根本就是伟哥好不好啊 天天师姐 你为什么会为我吃伟哥呀 宁小凡一头雾水 难道他在暗示我吗 不对 他没必要用这种方法呀 那天晚上 他明明见识过自己的战斗力了 王婷婷拎着一包打包好的红糖浆汤 正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汉庭酒店 经过前台的时候 半个小时前递给他要的女服务员 一脸胶着的跑到了他面前 猛的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 王婷婷你马直接愣住了 现在的服务员 见到客人都这么热情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 订阅支持 第二百九十六章 控制不住洪荒之力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美女 我刚刚整理药价的时候才发现 我给你拿错药了 我把万艾可当成感冒药了 对不起 你能不能别投诉我 我们经历知道 一定要炒我鱿鱼的 服务员一个劲的 鞠躬道歉 满脸通红 眼中带着渴求之色 万艾可 那是什么 王婷婷 炸了炸 纯真的美眸 他似乎在哪儿 听说过这种药 这 这 就是魏哥 服务员羞红满面 嗡 汪婷婷的脑子顿时一蒙 看着服务员的心急如焚的脸色 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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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 他的心跳都漏了一盘了 他丢下红糖姜汤 连忙向宁小凡的房间跑去 小凡 小凡 冲进房间中 直接宁小凡 以一个极奇怪异的姿势 背对着自己 汪婷婷银牙一咬 一脸羞红的将门锁上 小凡 你没事吧 王婷婷捏手捏脚的照过去 小心翼翼的调整着视角 胸腔内仿佛有一头小鹿在乱撞 师姐啊 你想害死我不成啊 宁小凡盘膝坐在床上 头顶着被子 两排牙齿丝丝的摇在一起 脑门上汗如雨下 王婷婷深吸一口气 毅然转过了身 呀 王婷婷两只美眸紧紧盯着宁小凡 一瞬间 大片匪红 瞅她脸颊弥漫至血白的脖子 白嫩的肌肤 犹如血染一般 她突然想起那天晚上 宁小凡求她帮忙卸火 虽然隔着裤子 依然让她脸红心跳 一晚上没睡着啊 不知为何 王婷婷感觉自己的双眼像是被磁石洗牢了一般 死死的盯住了宁小凡的那里 口中还诗神般的呢喃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这时啊 宁小凡艰难无比的抬起头 炽热的双目 看向王婷婷 下一刻 她一个恶火扑石 冲了上去 随着一声女人的尖叫 宁小凡 将王婷婷狠狠压在身下 两只白嫩的手腕被她摁在床上 修长双腿也被压住 紧接着 王婷婷便感觉一对火热的唇 吻上了她的嘴上 近乎粗暴的索取一番后 开始沿着脖子往下侵犯 路径之处 无不宜留下湿热 既让她感觉难受 又有一种深深的依恋 天天世界 这可 这可是你的错 宁小凡故意没有用鬼谷医术 除去体内违隔的药力 而是任由药力在体内发散出来 疯狂冲击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 将潜藏在骨髓中的兽欲 一点点的释放出来 不行 不行啊 王婷婷的脑袋处于一片混沌 但王婷婷明显能感觉到 那双活着的唇 已经到了胸前了 她正在撕自己的衣服 王婷婷心神慌乱 手足无措 想不顾一切将宁小凡推开 可是只凭她的力量 根本连宁小凡一根手指头 都无法撼动 宁小凡感觉那两颗尾根的药力 已经彻底刺激了她的大脑皮层了 她的眼中只有王婷婷 其他的事情一概跑开 突然间 王婷婷哭了起来 在这种既难受 又带着一丝享受的痛苦折磨下 女孩几乎要崩溃了 师姐 我 听见女孩的哭声 宁小凡突然停下嘴上的动作 不舍得从那香甜白皙的皮肤上离开了 将她衣服撕烂的冲动 也逐渐的消散 对不起 师姐 我不是人 宁小凡突然放开汪婷婷的手 猛地转过身去 食指深深插紧黑发 用力往外撕扯 似乎在街里人受着体内 那喷勃的欲望 汪婷婷如获大赦 手忙脚乱的从床上爬起来 本能的就想立刻逃走 但瞥见痛苦无比的宁小凡 她的心又软了下来 无论怎么说 她都是因为自己吃了那种东西 师姐 你快走吧 我快要控制不住了 宁小凡浑身瑟瑟发抖 她快要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 抽搐半天 王婷婷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 而是转身走向应小凡 师姐 你怎么还不走 你 小凡 其实 我本来是想给你拿感冒药的 结果酒店服务人员拿错了 那种药 对不起啊 王婷婷美眸含着泪 满脸羞脑和歉意交杂 突然她银牙一咬 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小凡 你这样的话明天是没法比赛的 我帮你吧 就像上次那样 说到后面 王婷婷的声音变得跟蚊子一样小 几乎听不见了 宁小凡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一向纯洁清纯的听听师姐 能说出这样一番话 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妈 是哪个服务员拿错了尾哥呀 我要感谢你八倍注重啊 伴随着内心的咆哮 宁小凡就看见 王婷婷轻轻咽了口唾沫 然后有些害怕的 走上前来 伸出了两只白玉般的小手 一日一早 宁小凡面色虚浮地从床上爬起来 站在镜子前 看着两个又黑又大的黑眼圈 傻傻地咧嘴笑了 想起昨儿晚上 王婷婷足足帮她从晚上八点弄到凌晨两三点钟 她才终于将尾哥的药效给散发掉 她只记得结束后 王婷婷累得瘫倒在地上 满身相悍临敌 像是做了那种剧烈运动 幸好宁小凡给她两只手灌输了一道治愈灵气 疏通累积的乳酸 否则她今天别说比赛了 连个杯子可能都拿不起来 洗漱完毕 宁小凡调动全身灵力 很快将两个大大的熊猫园给去除 重新恢复了英俊帅气的面庞 出了门正好碰见王婷婷 愣神之间宁小凡视线下移落到她的手上 她呵呵一笑 天天师姐 你的手还好吧 没 没事 王婷婷脸色一红 陶也似的跑开了 哎呀 师姐 这副模样真是太可爱了 宁小凡满心欢喜的追了上去 渐行体育馆 半决赛即将开始 镇堂武馆只有宁小凡 汪婷婷和段红兴进入 红兴啊 看来我昨天没说错 你今天的对手果然是他 汪震堂皱起了双眉 目光撇向不远处对方的坐席 秦也见到嘴角咧开 拇指向下一冲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嚣张无比呀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297章 段红星冷哼一声 目光犹如刀锋 丝毫不惧 宁晓凡在一旁 瞅瞅了半天 想想还是算了 他本想啊 给段红星的身体内 注入一道灵气 凭借着这道灵气 补充体能的消耗 段红星绝对能战胜秦也 但是这样一来 他就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获胜的 既胜之不武啊 王婷婷是个女人倒无所谓 可惜段红星是个爷们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 段红星和秦也体型相差无几 两人对立而逝 周围人都是感到一股隐隐的压迫感 这二人能给人一种龙争虎斗的精彩 期待感 比赛一开始 段红星便发起了 疾风咒语般的攻击 横踢前踢后旋踢 下批旋风腿 大批斩 秦也吃力的抵挡 丝丝咬牙 汗如雨下 但是比起自己 段红星的体力显然消耗的更多 糟糕 这样下去 红星师兄如果不KO企业 体力耗尽就输定了 王冒站在一旁焦急的说道 宁小凡面四严峻 看向场中 比赛才刚开始 别这么早下节目 我相信红星师兄 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哎 这时汪震堂轻轻叹了口气 红星啊 他果然还是选用了这种方式 顿了一顿 他继续说道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红星被秦也击败 杀鱼而归 这件事 让他整整在阴影的笼罩下 生活了一年 秦也成了他的心魔 这心魔不除 功力不得寸进啊 小凡 你还记得上次比试 你一招击败红星吗 他扭头问道 宁小凡愣了一愣 点点头说道 管长 怎么了 就是你那一脚 打开了红星心中的欲结 让他终于突破桎梏 功力更上一层楼 王震堂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而今天 红星想要彻底亲手击碎他的心魔 否则日后 他还会继续生活在阴影中 这一生 恐怕都无法突破了 原来如此啊 宁小凡恍然点头 心里头突然有些后悔了 他是不是应该给段红星一点帮助呢 如果他失败了 那种生不如死度日如年的日子 岂不是又要重来一年 但是此刻 目已成舟 他后悔也没用了 只得默默在心中给段红星加油了 哼 一记凶狠的下屁 宛如侧刀一般的大腿 狠狠落在秦爷的手臂上 秦爷一咬牙 嘴角滑起了一抹宁笑 段红星 你就这么想赢我吗 你今天输定了 用了一抬手 秦爷将段红星的攻势卸掉 一记重拳朝他面门砸去 段红星连忙闪躲开 紧接着 秦爷又是一记下烟腿 抽向段红星的小腿 再闪 看到对方的反应 秦爷心中冷笑 段红星你个蠢货 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吧 我可还是满状态呢 呼吱呼吱的 段红星脑门上汗如雨下 不得不说呀 秦爷的攻势十分刁钻 每一招虽然不致命 但却能最大限度的消耗自己的身体 一旦体力到达一个界限 神经反应和力量就会大度的下滑 到那时候他必输无疑呀 不 这一次我绝不会输 段红星狂吼一声 目自欲立 运足了全身的力气 再次冲了上去 什么愁什么愿呢 竟然这么拼命 观众们看的是心惊肉跳 段红星实在太拼了 太猛了 不过这样看起来倒也带劲啊 眨眼之间 段红星又发起了十几次攻势 全部被秦爷一一化解 同时他的体力也达到了极限 哈哈哈哈 段红星你输了 突然秦爷大笑一声 原本蜷缩的躯体 挺立笔直 一直潜藏在体内的力量 也是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守死吧 看着喘气如牛的段红星 秦爷一声宁笑 一气残暴的高边腿 狠狠抽了过去 他有信心 这一招便能让这个蠢货挠震荡啊 完了 红星师兄要输了 叶子神情萎靡了下来 不一定 随着宁笑凡的话 段红星眼中突然爆发出一道炽热的惊光 机会终于来了 说是迟那是快 在秦爷的高边腿袭来之时 段红星闪电般的侧过身 然后曲腿一跳 整个人凌空跃起 这 这是什么 所有的选手观众都惊了 他们从来不知道 节拳道还有需要起跳的招式 逆转乾坤 段红星几乎疯狂的压榨出体内的力量 双腿以血泪不及掩耳之势夹出了秦爷的头颅 接着段红星的身体急躲而下 高大一米九的身躯猛然扭转 哇 整个观众集都响起了一片惊呼啊 陈玄吉霍战国几个评委的眼睛也突兀的亮了起来 普通秦爷这感觉天旋地转 紧接着脑袋重重的砸在地上 耳边传来一阵风鸣 他脑僵仿佛都被摔动了 炉内一片空白 场上只剩下段红星 那可怕的喘息声还有秦爷下意识挣扎的声音 可惜呀 在比赛结束之前他绝不可能站得起来了 段红星这一招逆转乾坤乃是他独创 经过了大量的实战练习 他甚至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地下拳弹 却打黑拳 主持人愣了半声 见秦爷几次挣扎都爬不起来 这才走上前去 举起了段红星的手 镇堂某管段红星胜 哇红星师兄你太牛逼了 那招太帅了 镇堂学员欣喜若狂的欢呼雀韵 然后一个个冲下观众心 去迎接已经虚弱不堪的段红星 王震堂也是后怕的擦了擦冷汗 反观巨龙武馆 就像全体吃了三斤热香一般 一个个脑袋涨得通红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怎么可能 巨龙武馆间教练李中祥 眼眸死死盯着躺在地上的琴影 心哪瞬间跌着了谷底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像是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一般 段红星归来 脸色惨白 但却露出了难得的阳光笑脸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 看得出来 他心魔已出 心情大好啊 日后在节泉道上的造诣 会越发的高深的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二百九十八章 挑衅整个极限武馆 恭喜啊 宁小凡淡淡一笑 小凡 你也要加油 我只能帮震堂走到这里了 段红星苦笑一声 打完这一仗 他的体力和精力被抽空了 起码三天都没法动手了 这个放心吧 宁小凡伸了个懒腰 慵懒得神色中 是让人难以忽略的锋芒 过了一会儿 汪婷婷灰溜溜的回来了 他败给了极限武馆的二师兄 韩火金 他吐了吐小舌头说道 我输了 汪震堂欣慰的大笑 拍了拍爱女的肩膀 田田 你已经很棒了 段红星也是笑了一笑 田田 那个汉火金 连我都要占他半天 你输给他 再成长不过了 王婷婷嬉戏一笑 突然又撇到了 宁小凡的目光 微微一致 然后羞涩的移开了 师姐 下场 那就是我和那个汉火金的比赛了 好好看着啊 师弟给你报仇 宁小凡呵呵一笑 下场准备去了 喂 你小心啊 汉火金的鞭腿速度非常快的 王婷婷出言提醒 哈哈哈哈 放心吧 小凡师弟神不可测 一个小小的汉火金 还拦不住他 哈哈哈哈 王震堂笑着说道 王婷婷深吸一口气 轻轻点了点头 谋中啊满是气的 极限武馆 韩火金恭恭敬敬地站在陈郎川的面前 他身高一米八七 肌肉结实 是极限武馆的二号人物 伙计 我不需要你赢他 你只要尽量让他拿出底牌来 我感觉这小子 一定还藏着什么东西没用呢 陈郎川的目光阴沉 用命令般的口气说道 是 神秀 韩火金眼中划过一道不甘 但却不敢违逆陈郎川的意思 因为那样的话 他会被陈郎川以陪练的名义打到半死 宁小凡和韩火金的比赛 很快就开始了 韩火金摆出了防御架势 看着宁小凡 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 为什么 这个家伙明明没有任何气势 看起来懒懒散散 但为什么能强到那个地步 让郎川师兄都是忌惮不已呢 呃 喂 你叫什么什么霍金吧 呃 就是你欺负我师姐的 宁小凡出言问道 我叫火金 韩火金心头微怒 这该死的家伙在拐弯抹角地骂自己摊子吗 他冷笑一声 你想激怒我 然后找到我的破绽 啊 宁小凡一愣 旋即摆摆手 不好意思 你貌似还没这个资格让我用激将法 可恶 比赛开始 主持人手持话筒大喊道 跟他拼了 韩火金心下一沉 几步踏上前去 一记最拿手的鞭腿狠狠抽了过去 嗯 迅猛有力的鞭腿 犹如一根铁棍子 狠狠抽在宁小凡的手臂上 击重 我提重你了 韩火金眼中掀起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精光 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 什么击败一脚超人 强势扼杀黑马呀 然而下一刻他就发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 眼前之人竟然连一厘米都未曾移动 依然是那副风轻云淡 泰然自若的神情 仿佛自己使用的不是鞭腿 而是轻轻拍了他一下 玄机 他便看到宁小坟嘴唇掀了起来 三个冰冷的字眼吐出 太弱了 话音未落 宁小凡招牌攻击 普通一脚便印在了他的用堂上 一秒过后 他趴在站台外边捂着个肚子 吐着血脑袋更是一片懵逼啊 哇 观众们立刻沸腾了 无敌 一脚超人无敌 我男神无敌 太弱了 这句话简直是帅气吊炸天 我要去改成我的KK肩命 这动作这其实怎一个霸气了得 男神 我要给你生猴子 但随着浪潮跌宕起伏般的呼叫 宁小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动作 他豁然转头 看向极限武馆的方向 对着他们的大师兄陈郎川伸出了大拇指 然后猛然朝下一指 我操 一脚超人宁小凡竟然在挑衅陈郎川 不对呀 他做出这种动作 明显是在挑衅整个极限武馆 霸气威武 观众们更加沸腾的 各种欢呼谩骂声充斥着整个比赛现场 让工作人员都流出了一身冷汗了 十几年来 他们还从没见过观众这么激动的 他场 陈郎川一掌拍在铁栏杆上 顿时空心的铁栏杆就像泄了气的啤酒一般 飞速瘪下去一大块 他眸中的神色 阴沉愤恨到了顶点 牙齿咬得嘎嘣作响 恨不得将宁小凡撵碎在脚底 宁小凡 很好 你很好 我很期待把你撵在脚底下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 陈郎川仿佛入了魔了 露出两排森然的白纸 眼中只剩下那个站台上对着自己挑衅的瘦小身影 三天前他第一次见到这家伙 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炮灰 但他现在能走到这一步 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样的话 游戏才有意思吧 在近乎疯狂的观众热潮中 宁小凡依旧迈着悠闲的步子 风轻云淡的走回看台席 直到此时 众人才突然发觉 宁小凡简直就是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一般的角色呀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连那庸庸蓝蓝散散的步调 此刻都变得具有魔力 小凡师兄太霸气了 小凡师兄你剪着太棒了 卧槽小凡 你是不是剪到啥戒指 里边蹲了个超级强掌的藏魂呢 最近怎么这么猛啊 王冒爷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 一脸狐疑的说道 听到这句话 宁小凡心头大害呀 心想王冒倒也挺能猜 虽然自己没有见到什么神秘戒指 但也得到了近乎逆天的机遇呀 可以说 自己走到今天 所创造的奇迹 完全公归于三界淘宝店 王震堂走了过来 虽然他接力压制 但宁小凡依旧能看得出他眼底的激动 小凡 干得好 快休息一下吧 下午就是决赛了 宁小凡点点头 旋即 目光落在了汪婷婷身上 皎洁一笑 他走了过去 嘴里突兀地说道 哎 腰酸背疼手抽筋 好想找个人按摩呀 最好是个美女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二百九十九章 决赛到来 顿了两步 王婷婷这才娇羞地说道 好了 过来 我给你按摩 嘿嘿嘿 听到这句话 宁小藩一个剑步蹿了过去 坐在了他的身前 随后 王婷婷那双白嫩牵引的小手 便唠叨了宁小凡的肩膀上 轻轻地揉捏了起来 哎哟 舒服啊 太舒服了 宁小凡闭上双眼 享受了起来 我靠 凡哥真是无耻 我给跪了 王茂等一众男学员 都羡慕得双眼发红 哈拉子留了一地啊 那不如我也给你揉揉吧 叶子活动了一下手腕 紧接着 王茂便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啊 相比于震堂轻松欢快的气氛 极限无管 却是死气沉沉呢 麻了个逼的 宁小凡这小子竟然还在搞女人 哼 再让他装会逼 等会儿遇到咱们大师兄 让他哭都哭不出来 大师兄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一帮师兄弟们纷纷加油助威 然而 陈郎川眉头一皱 厉声说道 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 一语即出 所有人都是戛然而止 陈郎川的目光阴沉到了极点 待在周围的师兄弟 都是感受到了温度下降了一大截 冷嗖嗖的 相比较他平日里春风般的和煦微笑 此时的他宛如一头被惹怒的野兽 拼临暴走啊 下午吃过午饭 两点钟开始比赛 加油啊小凡 你这场的对手是灵山武馆的大师兄 宋好名 宁小凡上场 一脚KO 小凡啊 你这场的对手是烈焰道馆的大师兄杨青 听说是练红拳的 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宁小凡上场又是一脚KO 小凡这场叫赵德纲 练了十二年的三打 重腿五百七十二公斤 宁小凡上场一脚KO 新疆人格尔汉练巴西柔术的 然而还是一脚教他做人 无论是谁 打杀四方 宁小凡一路披肩斩肌 同时啊 陈狼川也是一路连胜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 越发的浓重了起来 那小子脚法太厉害 你不能让他踢到你 否则 就算不被当场击败 也会战力大损 教练王旭忐忑地说道 放心吧 他蹦打得越狠 我猜起来就更爽快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使用那招 陈狼川握拳 双眼并发出两道刀锋般的精脑 王旭微微吃惊啊 随后点了点头说道 哎 只能这样了 你苦苦钻研那一招长达两年 本来是用来对付 武家的武则天 可惜呀 还没进国武大赛 就要被逼出来了 该死的小子 我会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今日 陈狼川的眼神 仿佛来自九幽深渊一般 各位观众 我们即将迎来 本届江南区国武选拔赛的最终决赛 大家请看大屏幕 随着主持人一挥手 所有观众都抬起了头 只见体育馆悬挂的大屏幕上 清晰标注着各大武馆的积分和排名情况 截至目前排名第一的 依旧是我们的极限武馆 而排在第二位的 则是本年度最大的黑马 来自清江的镇唐武馆 下面就请各位观众 好好睁大眼睛 观看今日最后一场龙争虎斗 由镇唐武馆的一脚超人宁小凡 挑战极限武馆的大师兄 陈狼川 这场武道的涛贴盛宴即将开始 随着主持人的尾音落下 现场响起了观众们的疯狂欢呼和雷鸣般的响声 这主持人傻播吧 王冒不爽的骂道 什么叫小凡挑战陈狼川 我靠 最后赢的肯定是我们小凡 小凡师兄加油 放心吧 宁小凡丢给他们一个放心的笑容 下了台 王震唐深深吸了一口气 两只眼睛竟是隐隐有泪花闪现 没想到啊 我们震唐也有这么辉煌的一天 很快 宁小凡便站在了陈狼川的面前 慵懒的目光对上了他刀锋般锐利的双眼 空气的火药味已经浓厚到了一个顶顶 只等一个细小的火星就能彻底的引爆 知道吗 宁小凡 命运真的很奇妙 三天前我第一次见你 认为你不过就是一个泡花吧 你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确实令人炸蛇 陈狼川笑着开口说道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宁小凡嘴角微微一扯 不由笑道 陈狼川 你知道我这人最讨厌什么事吗 什么 就是我在装逼的时候有人比我还能装 懒得跟你废话 陈狼川冷笑了一下 沉静心神 老鹰般锐利的双眸 不断观察着宁小凡的破绽 下盘不问 忠心后勤 栏栏散散破绽百出 陈狼川 陈狼川不仅纳闷 这样的货色 他不吹不黑的 一记鞭腿能横扫五六个 但是这家伙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把宋浩鸣 阳兴 元龙他们一个个击败的 难道 他们都被喂了屎吗 不能答应 不能答应 陈狼川不断提醒着自己 右脚在地上缓缓旋动 寻找着出腿的最佳时机 猛的陈狼川出手了 一记截拳道中的高边腿 试探性的扫向宁小凡的脑袋 哪知那宁小凡不闪不躲 反而举起了手臂 朝着他的边腿 狠狠的砸了下去 陈狼川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他突然想起那些惨败的 各大武馆高手 不能硬刚啊 他立马撤 令宁小凡的攻击砸了个空 感受到那股攻击的空荡感 宁小凡诧疑了 没想到他还挺机灵 刚刚那一下子 如果他不撤腿 估计现在正抱着腿 疼得在地上打滚呢 陈狼川面色严峻 脸若冰霜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这时啊 主持人又好死不死的开始捣乱了 陈狼川竟然撤退了 难道是害怕了吗 哈哈哈哈 怂猫 一脚超人啊 虎去一阵 一同江湖 千秋万代 脚哥 我想给你生猴子 现场的气氛又热闹了起来 所有矛头都指向陈狼川 骂他是个怂蛋 不敢和宁小凡正面硬刚 看他一点都不过瘾 纯狼川此时真是气得要吐血了 这小子就是个变态呀 能随便硬刚吗 当老子是个白痴吗 哼 再过一会儿 脑子就让你们叫不出声来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章 你再干啥子哒 蒙虎推山 金龙线爪 态势顶膝 飞龙踢 陈朗川依靠身体的灵活性 不断细耍着宁小凡 呼和双行拳和接拳道的各种招式 是层出不穷 但是都未给宁小凡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就连体力都没消耗多少 但他在试探 不断的试探 为自己的必杀一招 做仆地 逐渐看来 宁小凡倒是处于 比较被动的一方 像一只被耍的猴子一般 加油 你们两个都加油啊 高台上的萧允儿 嘴上不知道该给谁加油了 心里啊 却隐隐的偏向宁小凡 大师兄 加油 弄死他 大师兄 发绝招 废了这土鳖 陈朗川最帅 我们永远支持你 极限武馆的众人 开始带起节奏了 不断侮辱宁小凡 连带着许多脑残的女粉丝 也是扯着嗓子 疯狂地叫喊 这群白痴 乱我心神 陈朗川心头震怒 听见那些加油柱微声 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有一种热了狗的心态 宁小凡呢 眼睛微眯 嘴角始终挂着一丝弯味的笑容 小样 在寻找我的破样 想给我致命一击 哎 还是太嫩了呀 不过 即使我卖你一个破绽 你又能如何 一念至此 宁小凡突然高高抬起了腿 主持人眼眸暴争啊 激动无比地对着话筒喊道 快看 一脚超人又要出腿了 毕沙认真腿 宁小凡眼中爆发出两道精芒 一道凶狠的鸭皮 朝着陈朗川狠狠地劈去 这一刻 这条腿就不是腿了 而是一把恐怖的镰刀 太好了 这就是机会 陈朗川眼中精光爆闪 激动得全身发抖 多年的鼻眼都痛了气了 就是现在 趁着宁小凡下批的瞬间 他单脚独立 防御力是最为薄弱呀 陈朗川齐身向前大不留心 刹那间与宁小凡 错身而过 然后使用了一记简单的肘击 陈朗川的手肘轻轻撞击在了宁小凡 腿下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 那里是控制人半边身体行动能力的重要学问 哈哈哈哈 宁小凡你没想到吧 我跟一名鼓舞高手苦练了一年变血手机 只要攻击到你的极拳血 你的半边身子就会在十分钟之内处于瘫痪状态 我看你怎么跟我打 陈朗川内心在兴奋的咆哮着 呲牙咧嘴 极度的纤细啊 然而 宁小凡微微一漏 被攻击的瞬间 他的半边身体的确有麻痹的迹象 但也仅仅只是一瞬间 第二秒 他就飞速点了几个穴道 将瘫痪解除了 只不过这个动作陈朗川没有看到 呵呵 有点意思啊 宁小凡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 他没想到 陈朗川竟然还懂点穴 而且点的是如此致命的穴位 一旦让他得逞 那自己可就是人为刀足我为鱼肉了 场中 攻击的节奏突然慢了下来 陈朗川背对着宁小凡 宁小凡也不攻击 呆呆地站在原地 小凡怎么不进宫了 王冒诧异地问道 好像出了点问题 王震堂也是眉头紧皱 陈朗川缓缓转过身 嘴角掀起了一抹近乎病态的狂笑 望向宁小凡的目光中充满了戏虐的神仓 宁小凡 你进宫了 你怎么不进宫了 你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呢 他故意用一种很疑惑的神态问道 被逼小人 宁小凡仰装气氛 咬牙骂了一句 既然演戏嘛 就要演到位嘛 别硬撑着了 我知道你现在恐怕连战都站不稳了吧 陈朗川放肆大笑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道歹毒的寒光 这你病要你命 他不敢浪费过多时间呀 唯恐夜长梦多 见不上前 一气普普通通的横踢 爆燃出手 支揣宁小凡的胸口 宁小凡被踢了个正着 身体微微弯曲 眼珠子隐隐有暴突出来的迹象 小凡师兄 他怎么了 怎么也不躲开呀 叶子激动的大叫 我靠 陈朗川这家伙不会耍炸吧 王骂怒鸡大骂 小凡加油啊 汪婷婷在心里是 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默默为他祈祷了起来 感受着脚掌传来的接触感 陈朗川的心中 一块重重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了 一切都结束了 宁小凡 你败了 陈朗川的嘴角划过一丝虐笑 神情似乎又重新恢复了 那种高傲的不可一世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不是什么跳梁小丑 都能有资格挑战自己的 武折天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在国武大赛上等着我吧 这一刻 陈朗川想到了很多 击败一脚超人的荣誉 扼杀年度最大黑马的快感 但他唯独没有想到一件事 你在干啥子在 宁小凡突然开了具四川枪 望着那踹在自己胸口的一角 眉头微扬 然后用一种看傻逼似的眼神 淡淡撇着他 怎么 怎么可能 你不是应该 陈朗川傻了 完了 完全的傻了 按理来说 宁小凡被他攻击到了极拳血 应该失去了半边身体的行动能力 几乎就如同一个废人了 这种时候 别说是他了 你就算拉上一个三岁小孩来 实时劲都能推倒他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是个中医 所以学到什么的 随随便便就解开了 宁小凡微微一笑 这 这不可能 陈朗川的瞳孔在一瞬间 缩制了针眼大小 充斥着深深的难以置信 这一刻 站台上的时间 仿佛都静止了 宁小凡傲然而立 陈朗川勾搂着身躯 张大了嘴巴 一只脚压在宁小凡的胸口 眼睛死死暴争 如同一个劈头散发的疯子 醒了 结束了 宁小凡眼中划过了一道冷意 他失去了 在跟他玩的兴趣了 于是 闪电般的手 握住了陈朗川的脚 下一个 一记漂亮的过肩摔 陈朗川那张 英朗俊秀 令无数少女 方兴暗动的脸庞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与地面 来了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此刻 陈朗川的脑子是一团浆糊 只是不断回想这一句话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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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足足安静了十秒钟 随后爆发出一团巨大的喜悦 大批观众都沸腾了起来 疯狂的欢呼声中 也夹杂着一丝懊恼 和深深的失望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零一章 五神山的传说 一脚超人冠军 牛逼 卧槽 这个国间帅太帅了 我黑转鹿 鹿转粉了 我那个操 这一气不帅呀 帅下了我24K碳和金狗眼呢 男神 鹿家是你的人了 鹿家彻底被你征服了 男神 弱弱的问一句 你还缺女奴吗 怎么会这样 王旭双眼通红 双手用力的抓着栏杆 双眼更是气得并发血色 死死的盯着场中 那个拼命挣扎 却根本爬不起来的身影 哇 笑反应了 太厉害了 小允儿两只毛子 笑成了弯弯的月眼了 不断鼓掌 欣喜无比呀 小父也是意味深长的笑着 他从小看着萧允儿长大 还从没见过他对一个男人这么伤心的 奇了怪了 奇了怪了 陈玄吉也拍桌子 气得个半死呀 同时心里也很疑惑 难道狼川没有攻击到他的集权学吗 估计是失误了 陈爷爷 怎么样 小凡他很厉害吧 小允儿跑过来一脸得意的笑道 是个好苗子 陈玄吉无奈呀 摇了摇头 其实他早就料到狼川会输 只是没想到会败得这么快 宁小凡哪 倒真是一匹横空出世的大黑马呀 小允儿此刻的小脸啊 都笑成了花儿了 这姓宁的小子 今年才十六岁吧 这等实力 能真是妖孽之丝啊 霍战国也是色色称奇 谁说不是呢 我看哪 就是比起武神山上那些天才 也不成多让啊 宁玄淡淡点头 谈起武神山三个字 陈玄吉和霍战国的瞳孔 微微一缩 露出了恐惧之词 小允儿呢 却捕捉到了这三个字 偏着小脑袋问道 林爷爷 武神山是什么呀 一语问出 三人巨呆 就连肖父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也皱着眉头问道 老陈 罢了 老肖啊 你不是我们武道中人 对一些东西自然也不了解 林玄摇了摇头说道 武神山呢 隐藏在茫茫万里的喜马拉雅山脉 中印边界之中 传说 那里是武神居所 也是全天下的武学圣地 武神 武神 萧颖儿来了兴致了 抱着林玄的手臂问道 林爷爷 那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武神吗 他们的武功有多高啊 哎呀 这个东西有没有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毕竟也都没见过 霍战国 摊了摊手说道 我们也都是道听途说的 这武道界中流传着天下四节的名号 林玄悠悠讲道 武神 刀神 力王 剑仙 此乃 华夏四大巅峰强者 每一位 都是武真神迹 通天彻地的人物啊 哦 三位爷爷 加起来也打不过吗 萧允儿 天真的问道 萧父听到了这话 摇头苦笑啊 陈玄吉也是哭笑不得 哈哈哈哈 云儿啊 你把我们三把老骨头看得太高了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我们不过是一只可悲的蝼蚁呀 霍战国和林玄两人也是点头叹息 萧允儿美眸立即露出了神网之色 在他的心目中 陈玄吉三人那已经是很厉害了 那什么武神和刀神的 又会是怎么样的绝代风资呢 小凡 你太棒了 宁小凡回到了看台 镇堂一帮的学员扑了上来 围着宁小凡乱蹦乱跳的 最后还把他高高举起 然后啊 没接住 我靠 你们这群 你想摔死我呀 宁小凡从地上爬起来 一头黑线呢 太好了 镇堂第一了 王婷婷双手合十 看着大屏幕上 镇堂的积分已经位列第一 将极限武馆的这个巨头 强势碾压了下来 这一刻 观众们都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了 因为自打比赛开始 极限武馆就稳坐第一名的宝座 这一下子被人替换了 还倒是很不习惯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无聊的讲书 祝贺 最后还让宁小凡上台领奖 由陈玄杰给他挂上了一枚奖牌 握着手合影留念 一旁已经醒过来的陈郎川 站在了第二名的位置 那气得是两红脖子出啊 一口牙几乎要咬碎掉了 第三名呢 也是被宁小凡击败的杨青 他只是无奈一笑 淡淡地摇了摇头 小伙子啊 你很不错呀 跟陈玄杰合影的时候 宁小凡面对满眼的摄像机 露出一口大白牙呀 然后听到了这句话 宁小凡眉头一蹴 这句话 看似是夸奖 但实则夹杂着一丝淡淡的怒气 哦 想起来了 陈郎川 貌似是他孙子吧 孙子输了 自然也是打了爷爷的脸面 宁小凡乐乐随口说道 啊 还凑合吧 小伙子 送你一句话 人万有人 天万有天 陈玄杰半眯着双眸 与其尽是训斥之意 宁小凡依旧没有将这句话放在眼里 只是淡淡一笑 您老说的没错 希望您自己也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说完呢 宁小凡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迎上了震堂的师兄弟们 猖狂的小子 陈玄杰气得眼皮一跳 等到了真正的国武赛场上 举目皆是天才 我看你还能不能像今天这般嚣张呢 陈玄杰冷笑一声 佛秀离之 周济酒店 来来来 为我们的英雄 干杯 王震堂是满面春风啊 举杯站了起来 干杯 一桌人兴奋无比 酒足饭饱后 他们准备再回酒店睡一晚上 明儿一早再走 王震堂去付钱的时候 宁小凡突然跟了过来 刷我的卡吧 宁小凡从钱包里 抽出了那张黑龙至尊卡 微笑地递了过去 小凡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还没穷到哪个地步 王震堂顿时有些不高兴 宁小凡笑着笑说道 馆长 你看 我这是天雄霸业的至尊卡 只要是天雄霸业旗下的企业 我就能随便消费 不正好不刷白不刷吗 至尊卡 王震堂愣了愣 旋即眼中掀起了一股骇色 小凡啊 我听说过这个黑龙至尊卡 那是极其罕见 你 你不会是 放心吧 我还能拿假的骗你不成 宁小凡直接把卡递了过去 那原本态度散漫的服务员 一下子来了精神 检查完毕后 恭恭敬敬的又递了回来 王震堂呢 王震堂呢 只得苦笑啊 收回了自己那张额度 只有五千的农行扑卡 看着宁小凡回房的背影 他莫名的有点好奇了 这宁小凡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啊 开着一辆价值数亿的科尼赛格幽灵 武功又高成这个样子 莫非是武道世家的某位大少爷吗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02章 演技派 哼 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 松山沧海遗书 某个火警房内 一位紫衣美女正坐在落地窗前 看着大屏幕上的投影 正是白天宁小凡和陈郎川的比赛 人山人海的呼啸中 一记漂亮的过肩衰 解决战斗 紫衣美女相守脱三 淡淡凝视着视频中的宁小凡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不多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魁梧壮汉 开门走了进来 恭敬地到了他身边 唐总 玉金香集团的代表马歇尔先生 询问您计划的进度 知道了 唐紫渊随意地答道 想了想又说道 告诉马歇尔 血清炎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还差一些测试数据 让他准备好钱 是 魁梧壮汉微微俯身 轻声走了出去 宁小凡 你貌似是个很不错的测试对象呢 唐紫渊红唇一勾 啊 啊 去 宁小凡正躺在床上 打王者荣耀呢 突然间又打了个喷嚏 妈的 最近怎么老是有人念叨我 他不满地嘀咕两声 又玩了一会儿后 他扔掉了手机 取出了远古罗生门来 来到了百蛮山中 想起上次的事 他就气得不行了 辛辛苦苦好几个月种的攀桃 竟然被一条小青蛇给偷吃了几十个 他很怀疑啊 他那点小肚子是怎么装下的 诶 等等 我好像在种植基地附近 撒了一圈龙粪 其他猛兽和昆虫都不敢靠近 这小蛇是怎么进来的 宁小凡很困惑 严谨来说 龙乃是万圣 地位游在狮虎之上 其恐怖的血脉微压 使得任何生物在他们面前 都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 除非 这种生物的生命层次高于龙 怎么可能呢 宁小凡笑着摇头 一条小蛇除了跑得快点 根本没啥用 随后宁小凡在淘宝店内购买了一批陷阱 放置在先知种植基地附近 就等着这小偷上钩了 在盛开这千瓣血帘的湖边洗完手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拉起来一看 是萧允儿 这丫头 上次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丢在医院 让自己问了半天路才回到酒店 宁小凡接通电话就问道 我说大小姐 你又想干什么 萧允儿的声音刚开始带着歉意 但话说完一句 强行地心洗了起来 恭喜你啊 打败陈兰川 一战成名 宁小凡是开了免提的 把手机扔在床上 继续擦头发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小允儿又扭捏了起来 嬉嬉笑道 没什么事 就是想找你出来玩玩玩 就当陪我行吗 我说允儿 这都十点多了 我这刚洗完澡准备睡觉了呀 宁小凡叹了一口气 小允儿跺了跺脚 气愤地说道 是你妈逼呀 出来嗨 年轻人睡什么觉 当你死了的时候 想睡多久睡多久 我这 宁小凡就无言以对 只能答应 好吧 真的 小允儿很高兴 反正明天就要回去了 宁小凡随口说道 什么 小允儿的声音突然颤抖了起来 宁小凡 你要回去呢 是啊 比赛完了 我自然要回青江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问题 小允儿似乎有点落寞 又说道 就在上次的古董24条街路口碰面吧 好 说完 宁小凡穿上衣服 拿着车钥匙出门了 说起来这几天他都没开过他的新车呢 哇 可你赛格呀 帅哥 咱我一程行吗 帅哥 我们加个微信吧 我想认识认识你 嘿 酒店门前 几个打扮暴露的女子 看见宁小凡不仅人掌的帅又开着豪车 立即是风骚的抛媚眼啊 不好意思啊 我约了人啊 宁小凡露出礼貌的笑容 幽灵跑车绝尘而去 十几分钟后 宁小凡在古董24条街前停了下来 夜晚的古董街异常热闹 人来人往 游人如之 比白天都多了一倍多 很快 宁小凡就在一个摊味前 看到了那柳眉紧锁的萧云儿 他正轻咬嘴唇 目光琢磨不定的 看着一个精致漂亮的石浮雕呢 面前 穿着黑褂子的古董摊老板 正在唾沫横飞的跟他讲着什么 宁小凡微微一笑 打开了火眼金睛走了过去 小小姐 我跟你说 这个寿山田黄石浮雕 可是我花了高价收来的 您要是喜欢 八十万您拿走得了 黑褂老板说的是唾沫星子之飞呀 还装出一脸肉疼之色 可惜呀 萧云儿从小接触古董 耳濡目染 哪能轻易上他的当呢 他一脸狐疑的扫了黑褂老板一眼 继续观察着 这尊田黄石浮雕 心中难以下定论 因为从表面上看 这尊田黄石没什么问题 颜色鲜嫩如同鲜橙汁的颜色 其上附有萝卜纹 石皮以及红金红格 符合他所认知的一切特征 怎么看怎么真呢 但是多年养成的谨慎风格 又让他小心翼翼了起来 再加上 这是松山出了名的雁平 二十四条街呀 在这种地方逃到真货的概率 那是少之又少 这里的老板在古董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了 都是有的不能再有的老油条了 如果有真货 他还能摆地摊卖吗 哎呀 小小姐 你看看这烟子 这手感 这叫什么什么萝卜味是吧 黑瓜老板笑眯眯的说道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宝贝我花了一百多万收的 您也知道今年这田荒石的价格那涨得比房子都快 我这镇子手里呀 也正好有些闲钱 就买了过来坐等升职 哪知道这天有不测风云呢 我老娘得了白血病了 那现在正躺在医院里等着换骨髓呢 哎呦 你说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说着黑瓜老板眼角竟然泛着泪花 小允儿却是心软了 老板 你别伤心 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 你妈妈一定会很欣慰的 黑瓜老板一把鼻里一把泪的说道 大小姐呀 您要是真想安慰我 您就把这田荒石收了吧 就当做做好事 击点得吧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零三章 一锤便真假 这 好吧 萧允儿最终叹了一口气 反正这东西怎么看 也都像是真的 嘿嘿 搞定 黑瓜老板眼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 皎洁光芒 白血病 我老娘从我出生就死了 屁个白血病啊 宁晓凡却将这一切 都看在了眼里 摇着头笑了一笑 突然 他听到一阵热闹的声音 为了庆祝本店开业 现在举行 砸金档活动喽 百分之百中奖 原来呀 一家超市开业 正举行着砸金蛋活动 宁晓凡眼珠子一转 静止走去 五秒钟后 一个气愤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 喂 你干嘛抢我锤子呀 还给我 神经病啊 宁晓凡不鸟子 静止走向萧允儿 就在萧允儿掏出银行卡的瞬间 宁晓凡一颠小铁锤 小铁锤在宁晓凡惊人的臂力下 灌入毁灭性的力量 直接将那尊寿山田黄石浮雕 砸成了一地碎块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萧允儿和黑卦老板都惊呆了 三秒钟之后 街头响起了一个爆跳如雷的声音 你在做什么 你疯了吗 只见那黑卦小老板 气得是吹胡子瞪眼呢 恨不得拎把刀把宁晓凡大谢八坏了 小 晓凡 小允儿愣住了 古董街头发生了这么戏剧性的一幕 顿时就吸引了大批游客观看 宁晓凡把小锤子一扔 刚害了两声说道 老板 别激动 你先别激动嘛 我日你娘的 你砸了老子的东西 老子能不激动吗 黑卦老板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 他指着宁晓凡的鼻子就大骂道 小的 我不管你发了哪门子的疯 今天你要是不拿出一百万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听见对方暴怒的声音 宁晓凡淡淡一笑 老板 恐怕今天吃不了兜着走的人是你吧 你什么意思 呜呦 好嚣张的小子 快看看 看地上 人群众有眼睛尖的 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盯着地上碎掉的填黄石 立马瞪直了眼珠子 黑老板是眉头一皱 旋即低头一干 也傻了眼了 只见这一地碎块 除了表面附有一层黄色的填黄石外 其他的竟然都是红砖呢 对啊 没错 这里边包着的竟然全部都是分文不值的红板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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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卦老板脸色瞬间惨白了 心也是跌到了谷底了 整个人都懵逼了 他知道这是假货呀 但一直不知道假在哪儿 今天到你马上毛色顿开了 你 你 你个混账 小养儿愤然起身 欲指指着黑卦老板 胸口不断起伏 肺都快气炸了 这个该死的东西 竟然敢拿假货骗自己 估计他们得白血病的事 也是他编的吧 嘿嘿 露馅了吧 他惹怒萧家大小姐 九条命都不够他死的 天荒石包板砖 真他们有创意 脑洞共大呀 老板 话说 这小伙子也是厉害呀 人家萧家大小姐 看半天没看出真假 他就这么一锤子下去 傻子都能看明白了 由于萧家在松山市 有一定的地位 再加上萧允儿 没少抛头露面 所以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 黑卦老板见情况不对 立即就想开溜啊 但被宁小凡 拎着厚窝领子 声声地拽了回来 老板 刚才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吃不了刀子走吗 宁小凡轻松地将他拎了起来 然后丢在了萧允儿的面前 见宁小凡那力气大的 拎他跟拎鸡仔一样 黑卦老板顿时服软了 啪通一下 跪在了萧允儿面前 这这 大小姐 我该死呀 我不该骗你 我 我就是个畜生啊 啪啪啪的 一边说着还一边扇自个儿耳瓜子 你这个无耻小人 笨小姐 差点就上了你的当 小允儿颜面尽失 气得咬牙顿足 小姐 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我上游老下游小 老娘得了癌症 直接还躺在病床上啊 黑卦老板又开始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了 什么 癌症 你 你 你妈不是得了白血病吗 小允儿气得是银牙紧咬啊 差点没两眼一翻晕过去 对对对对 白血病 是白血病 行了 你滚嘛 宁小帆直接踹了他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上 黑卦老板是刺着牙爬起身来 朝着宁小帆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落荒而逃啊 小帆 你干嘛放他跑啊 这个人渣敢骗我 老娘要他好看 小允儿来到宁小帆身边 脸色消怒 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好了 一个女孩子这么凶干嘛 不怕嫁不出去啊 嫁不出去又怎么样 要不你娶我啊 小允儿一撇嘴抱起了他的手臂 嗯 可以考虑啊 宁小帆想了想说道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小允儿美眸瞪大 眼底深处充斥着震惊和一丝惊喜 嗯 假的 宁小帆无嘴一笑 戏虐地看向他 我有女朋友了 你 你也是人渣 小允儿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哼 谁让你那天把我就丢在医院门口了 去 宁小帆冷哼一声 看着两人庞若无人的打情骂笑 嘿 那周围众人都是一阵惊恶呀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我嘞个劝 我没看错吧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维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维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04章 小油条对老油条 小凡 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里人太多了 小允儿温柔地说道 好啊 我车停那边呢 应小凡带她走了过去 小允儿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 然后一转头 对着嬉笑的众人冷冷一瞪 似乎在说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然后那张娇俏的脸蛋一回头 便又恢复了温婉的模样 众人松了一口气 这才是小家大小姐该有的样子吗 来到街头 当小允儿看到那辆科尼赛格时 眼中爆发出一团惊艳 立马跑了过去 哇 科尼赛格幽灵 小凡 这是你的车吗 她的美眸中一彩连连 啊 宁小凡点了点头 但突然 小允儿嘴唇一抿 用一种歉意的语气说道 小凡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啊 不用哪样啊 宁小凡有点纳闷 这丫头说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借朋友的车来骗我 只要你人肯过来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不是 这辆车真是我的 宁小凡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呢 这明明是她自己嗝的车 怎么到了人家嘴里成了戒的了呢 哎 小允儿悠悠一抬 坐在了车头上 那个 其实我偷偷让人调查过你 你从一个小山村出来 初中就到了青江那么个大城市 一个人打拼生活 日子过得很困苦 你吃饭都成问题吧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样的好车呢 小允儿心头微微失望了一分 但总体上 并不影响她对宁小凡的好感 哎呀 怎么这么多人喜欢调查我 宁小凡有点想翻白眼的冲动啊 看来以后她又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的信息了 哎 是啊 我出身农村 可是我现在已经换好了呀 宁小凡撇撇嘴 她知道这小妞没有看不起自己的意思 也就没生气 行了 小凡 你别骗我了 不过你能为我借车 我已经很开心了 得 这丫头是吃定我是借的车了 宁小凡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随即招了招手 行吧 就当我是借的 小大小姐 上车吧 好呀 克尼赛格我还没坐过几次呢 宁儿黑黑一笑钻进了车里去 宁小凡颇为无奈的摇摇头 随后刚准备上车 目光从一个古筒摊上扫了过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 鬼使神差的 她就打开了火眼金睛扫了一下 但就是这么一扫 却让她站在了原地 呆落木槿 只见在火眼金睛神通的笼罩下 前面不远处的古筒摊上 竟然有着树缕白色气息飘舞 如梦似幻异常诡异 白色的灵气 她从没见过 宁小凡心跳开始加速 说不定自己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了 咽了口唾沫 她怀着激动的心情 走了过去 喂 小凡 你干嘛去啊 宁儿见她没上车 不由气愤 还说不是借的车 开都不敢开 说着她也下了车 追了上去 这位帅哥要点啥呀 古董摊后 一个留着山羊湖的小老头 搬着一张小板凳 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一听这话的口气 宁小凡就知道 绝必是个老油条啊 他露齿一笑 挠挠头说道 我也看不懂 就随便看看 说着 宁小凡堆下身来 用手拨弄起了这二十多件古董 眉头时而筋锁 时而舒缓 看来是头肥重 今儿要开昏了 山羊湖心中冷冷一笑 他刚看着宁小凡 从一辆黑色跑车上下来 估计是个富二代 老子今儿不宰你个百八万的 都对不起我八辈祖宗啊 小凡 这些都是艳品 有什么好看的 小允儿眉头一皱 你要是想买孤董 我介绍你几家大店面吗 山羊湖一见小允儿 先是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 随即又说道 小大小姐 您这话说的 我就不赞同了 上次祝墨宣的事 您知道吧 习老打了眼了 花了七百多万 买了一副王安石的自贴 后来请小老爷子一长眼 完全就是个赝品 哎呦喂 可赔惨喽 所以说呀 这大店面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咱这小地摊 也不见得都是假货 您老说这话 我赞同 宁小凡抬起头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金光 你们这些老油条 一个比一个能撤 小允儿冷哼一声 这时啊 宁小凡拿起一个漂亮的鸡血石摆件 呵呵问道 老板 这玩意看着挺漂亮 多少钱呀 哈哈哈哈 这位帅哥严厉不错呀 这鸡血石乃是称化鸡血石 这质量没得说 您看这表面石鹰沙粒 粒粒分散且不均匀 呈现较大面积出现 这就是昌化鸡血石最明显的特征 这个您要是想要的话 您就出这个数吧 说着山阳湖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啊三百万 宁小凡愣了一下 面露苦涩 这也太贵了吧 老板能不能便宜点 三百万 山阳湖老板差点一口血没喷出来 眼睛珠子瞪得老大了 连忙摆手 不不不不不 一块鸡血石哪能要三百万呀 我是说三十万 山阳湖抹了把脑门上的冷汗 心中却是窃喜呀 嘿 这傻貌估计也不会还价了 哈哈 二十块钱买来的东西卖三十万 哎呦 三十万 好 那就三十万 宁小凡也哈哈笑道 像是捡了个极大的便宜 伸手就从钱包里抽出了银行卡 宁小凡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这东西明明就是假的 你 你傻不傻呀 萧允儿摁住他的手 着急的说道 这 这 山阳湖顿时慌了 这位可是萧家大小姐 他可不敢挠火 宁儿 你别管我 我心里有数 宁小凡朝他眨了一下眼 然后爽快的把银行卡递了过去 山阳湖立即一脸狂喜呀 哎 对了老板 再搭上这串手串行吗 这破破烂烂的 看起来也不是真货嘛 突然 宁小凡捡起一串 蒙着陈的佛珠手链 一脸嫌弃的说道 哎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山阳湖老板一双小眼睛转了起来 这小子不会是在声东击西呢吧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零五章 天珠手链 我靠 这样都被发现了 宁小凡心中一礼 不得不感叹古董街老油条们的厉害呀 心思缜密 实在恐怖 眼中的诧异一闪而过 宁小凡露出一丝不爽的神色 直接就把那串佛珠扔了 拍拍手说道 那么小气 哎呀 小凡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这百分百是假货 你赚钱也不容易的 小允儿这边都快急死了 那千若雪莹的手臂 想将宁小凡拉走 别见呀 不就是一串手链吗 好商量 山羊虎也急了 煮熟的鸭子 要是就这么飞了 他不得哭死呀 说着 山羊虎赶紧将那价值二十块批发的鸡血石 摆件给他包装好 和那串佛珠手链一起递了过去 脸上不断陪下 这还差不多 宁小凡嘀咕咕了一声 旋即在炮磁机上刷了卡 付款成功 然后拿着这俩东西喜滋滋的离开了 哈哈 大声音啊 带宁小凡走后 山羊虎激动的 胡子都要竖了起来 二十块钱的东西 转手就卖了三十万 翻了一万倍都不止啊 我还是赶紧收手东眼溜吧 狠狠载了宁小凡一刀 山羊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自己也待不久了 一旦那宁小凡反应过来 必然会带着一帮人上门 到时候不揍死他才怪呢 宁小凡带着萧允儿上了车 科尼赛格幽灵扬长而去 宁小凡嘴角的笑容 一点一点的扩大开了 宁小凡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我说话 你听不到是吗 副驾驶坐上 萧允儿嘟呐这小嘴 气成了包子脸了 哈哈哈哈 萧允儿啊 今天哥哥转大了 宁小凡始终笑着 显然心情大好啊 你还转大了 萧允儿此时很怀疑啊 宁小凡是不是脑子 受过什么刺激 要么就是小时候 在乡下放牛被驴踢过 那三十万是你全部身家吧 我告诉你 你赔惨了 内裤都赔掉了 你等着哭死吧 我才不管你 宁小凡淡淡一笑 然后取出那块鸡血石 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往车子后边一扔 萧允儿双眼猛然瞪大 你疯了 几十万的东西 说扔就扔啊 验品都算不上 顶多流水线上 生产出来的小百件 留着干嘛呀 你 你知道 萧允儿有点无语了 你知道 你还买 你很有钱吗 哎呀 行了 算了啊 不逗你了 宁小凡看他那副样子 不由感到好笑啊 那些东西啊 就是用来遮掩的 真正宝贝 是这个 说着他腾出一只手 从怀里摸出那串 用破布包裹起来的佛珠手链 一粒粒的佛珠 从那破布里露了出来 在月光下显得朴实无华 但却有一种异样的魔力 佛珠成生褐子 磕磕饱满圆润 散发出一股温润的光子 在每颗单独的佛珠上 都仿佛有好几只眼睛一般 每颗佛珠之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隔珠 想必是为了防止佛珠 相碰而受损 静下心来 还能闻见 那一股淡淡的檀香之气 令人心旷神疑 咦 萧允儿终于发现了不对了 他从宁小凡手上接过来 仔细查看一番 眼眸子逐渐瞪大 这是 这是天珠 宁小凡听出了 萧允儿说话的语气 都在剧烈颤抖啊 天珠 也就是佛教中俗称的舍利子 乃是各大寺院高僧元祭 活化后遗留下来的 汇聚了一身佛法精髓 拥有莫大的至善法力 人若佩戴 可以消灾简难 驱邪必上 甚至传闻说 由活了数百年活佛设立 穿成的手链 具有篡改气韵的可怕能力 当然 这些只是传说而已 一般人也就当个笑话听 萧允儿那俩毛子瞪得老大了 突然感觉手中这串佛珠 重如千金 让他两只手啊 都是微微颤倒 他口中呢喃说道 我以前听爷爷说 西藏大招寺的方丈手上 带着一串天珠手链 多少富豪出天价 他都不愿意出让 他说只赠有缘人 小凡 这串不会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天珠手链吧 八九不离十 宁小凡的声音很沉闷 让人有一种幸福的力量 这串手链上的佛珠 是不是天珠 他不敢确定 但一定价值连城啊 否则也不会散发出 那么精纯的乳白色灵气 萧允儿深吸一口气 看向宁小凡的目光 渐渐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他原先以为 宁小凡不过就是个 会点功夫的穷人 想要努力赚钱 却始终欲而不得志 但他刚才把他们见面的过程 发生的所有事 仔细的梳理一下 他惊讶的发现 这个人哪 太神秘了 第一次在梧桐镇 宁小凡看破那个赝品 顺着龙门大观 到后来 简露那三颗留的锅锅葫芦 今儿晚上 有破着寿山田黄石浮雕的骗局 和简露一串 可能是天珠的佛珠手链 这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 终于让萧养儿感觉不对劲了 一个人的身上 怎么会发生如此多的歧视呢 当下 连看宁小凡的眼神呢 都越发的古怪了起来 哇 你看着我干什么 宁小凡也是露出古怪表情 玄机势然一笑 好吧 被你发现了 其实我是个健保大师 健保大师 萧养儿严重表示怀疑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世界上 没有我鉴定不出来的古董和赝品 萧养儿先是一愣 玄机笑喷了出来 娇称的说道 真是不害臊 我爷爷八岁接触古董 生平健保无数 都不敢说这种大话 那是你爷爷水平不够 空口无凭 锅锅葫芦 寿山条黄石 这串活佛天主手链 还不能证明 宁小凡撇嘴说道 这 这串手链 还不能确定呢 我得回家 拿回家给我爷爷看看 萧养儿小声说道 突然又觉得这样说不妥 两忙改口说道 我是说 你可以拿回去 给我爷爷张张眼 我爷爷在古玩界 享誉圣明四十多年呢 行啊 好 那就去你家逛逛 啊 你真要去我家吗 听到宁小凡真说要去 萧养儿小脸逐渐浮现了烟红 他呀 还从没带过男人回过家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06章 剑宝琉璃展 怎么 不欢迎吗 欢迎 当然欢迎啊 萧允儿嬉嬉一笑 我家有很多古董 顺便考一考你 看你是不是在吹牛 宁小凡一耸间 火眼金睛在手 护爬护啊 萧允儿的家 位于松山市风景 最秀丽的一处地段 背考青山 风水极好 而且是一座巨大的庄园 应小凡将车子 停在紧闭的铁门前 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掀起了一抹骇人 我说 允儿 你们家也推大了吧 怎么样 敢不敢进去 这 这有什么不敢的 总有一天 我也会拥有 比这更豪华十倍的庄园 宁小凡豪气万丈的说道 萧允儿 白了他一眼 行了 不吹牛逼 你会死啊 随后 几个佣人出来迎接 将高大的铁门打开 宁小凡将车子开了进去 心中感慨万千呢 还好哥们开的是科尼赛格幽灵啊 要是开了辆马兹达克鲁兹的 还真没脸进去 幽灵跑车 缓缓行驶在白玉石铺城的道路上 两旁葱龙的绿树一片连茵 面前是一幢城堡般欧式房 打得离谱啊 让人有一种进入西欧奇幻电影中古堡的感觉 宁小凡把车开进了停车库 随便扫了一眼 劳斯莱斯法拉利 帕加尼夜营 兵力沐上等等 几乎世界上所有顶尖名牌的车 这里都能见到 而且 这停车库的装修也是极尽奢华 下了车 萧颖儿像是拖了笼的鸟儿 拿着宁小凡走进了家门 沿着旋转楼梯上了二楼 大厅内 装修物那简直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啊 摆放着诸多古董 简直就像个小型博物馆一般 宁小凡连忙打开了火眼金睛一扫 乖乖弄低端 九成九的都是真品啊 在明亮的灯光下 表面附着淡淡的灵气光芒 对于爱好收藏的人来说 这里就是天堂啊 爷爷 萧颖儿拉着宁小凡走进了一间书房 只见高大明亮的落地窗下 有一位白发老者 带着老花儿镜 拿着一个颜色艳丽的琉璃盏 在细细观察呢 听见萧颖儿的声音 萧富脸庞上出现了一抹笑意 抬头一望却愣住了 萧老您好 这么晚还来打扰您 真的不好意思啊 宁小凡歉意一笑 是小凡来了 来来来来 快坐 小富将那琉璃盏放在椅子上 连忙笑着招呼 我呀 看了你今天的比赛 厉害 太厉害了 练过几年而已 宁小凡很谦虚 仅仅练过几年 就能把蝉联江南区国武选拔赛 三年冠军的陈郎川 给打败 你这话我可不信啊 萧富哈哈一笑 宁小凡也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旋即目光落到了那个琉璃盏上 火眼金睛悄然打开 小老 这个琉璃盏 貌似是假的吧 话音刚落 萧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小凡 你别乱说 这可是我爸从美国拍回来的 花了一百多万呢 还请了专门的鉴定师鉴定过 萧允儿轻轻瞪了他一眼 哦 那你爸这一百万 可算是打水漂了 宁小凡 耸了耸肩 你 萧允儿刚要反驳 却被萧富叫住了 他和颜一笑 用审视的目光 看着宁小凡 淡淡开口了 萧凡 没想到你也懂些古玩 啊 学过一些皮吗 哦 那你不妨说说看 这个琉璃盏夹在哪里呀 萧富淡淡的说道 但心中 已然泛起了一丝丝不悦 宁小凡点了点头 随即走上前去 将那琉璃盏拿在手里把玩了起来 口中说道 古法琉璃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采用古代青铜托腊制造技术 纯手工加工制造 工艺极为复杂 其色彩 流云理彩 美轮美奥 其品质 经营剔透 光彩夺目 自古以来 一直是皇室专用 对使用者 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 所以 民间很少见 一般鉴定 从六个方面入手 色 透 君 行 敲 照 宁小凡说话的时候 沿路精盟 浑身透着一股自信之气 令萧允儿的心跳啊 都微微加速了 这个流云展 显然完美通过了 这六个方面 表面上看上去 颜色鲜利 还透着一丝古朴的气息 可见 这制作者的记忆高超啊 达到了造假的巅峰 一甲乱真 真是可惜啊 这人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这好的流云制品啊 它是活的 它自成品之后 就独立存在于天地间 自有灵性 一天四十一年四季 时时在变化 它不仅要透出自然界的光 还要透过人心的光 正在萧富和萧允儿 满头雾水之时 宁小凡在一旁书桌上 拿起了一个健保专用的小手电 并又说道 借用一下 强力手电筒 发出白光 穿透琉璃盏 在纯白色的墙体上 折射出了五彩斑斓 煞是美丽 你们仔细看 这些色彩的渐变连接处 明显存在几处 青黄不接的地段 这是因为造假者太急于求成 否则我也很难看出啊 一语落地 两个人都傻了眼了 足足愣了十几秒 萧富才反应过来 脸色变换无数次 最终定格在了震撼上面 他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丝笑容 小凡啊 你对古董很有研究吗 这个还好吧 宁小凡依然在把玩着那个琉璃着 抬头笑了笑 看过两本书 算是自学吧 看过两本书 萧富是一头黑线 随便看了两本书 就能说出这么多东西来 难道你看的是天书啊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零七章 萧贯南 呵呵一笑之后 他又说道 小凡啊 这个琉璃斩 你要是喜欢 就拿去好了 反正也不是真品 宁小凡愣了一下 玄机将东西放了下来 还是算了 我不喜欢太花哨的东西 这时 萧允儿对宁小凡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将那串 活佛天珠的手链 拿出来给他爷爷看看 萧贯察觉到 便问道 允儿啊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吗 萧允儿走到萧贯身边 神秘一笑 嘿嘿 爷爷 萧贯今天捡了个漏 在二十四条街 捡漏 萧贯微微一愣 旋即胡一道 二十四条街那边啊 那边没什么好货的 基本上都是赝品 行内人从不去那边 那些小贩子 也只能骗骗外地游客 是真的 爷爷 萧贯花了三十万遮掩 捡到了一串 天珠手链呢 哈哈 允儿别逗爷爷了 萧贯笑着摇了摇头 天珠手链 那可是传说中的无价之宝 每一颗佛珠都凝聚着一位高僧毕生的修为 那可是价值连城 哪有那么容易简陋啊 说着 萧贯摆了摆手 根本就觉得两个孩子在瞎闹呢 这时啊 书房门外传来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 允儿啊 你爷爷说的没错 所有能被称为天珠的舍利子 都会在活佛作画之后 被严密地收藏起来 别说一串了 一颗都不可能流出去呀 爸 萧贯尔听见这个声音 立刻欣喜无比扑了过去 在男人身边撒起了娇呢 应小凡随着看去 只见 这男人穿着一身身色骨齿西装 背脊挺得笔直 面目俊朗 犹如刀刻 透着文重和老链 让人感觉 他是个惊于人情世故的男人 叔叔 你好 迟一半秒 宁小凡立即问好 萧贯尔啊 这是你的 萧瓜男问的 爸 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叫宁小凡 他可厉害了 萧贯尔立即向萧贯男 眉飞凤舞的介绍了起来 新认识的朋友 就往家里带 见自己女儿这般反应 萧贯男不由多看了 宁小凡两眼 除了长得帅点 也没什么 浑身还透着一股土气 这就是萧贯男 对宁小凡的第一印象 小凡是吧 你刚才说 你有一串活佛天诛 这种话 以后可不能乱说 会被人削掉大牙的 萧贯男微微一笑 与戏中的嘲讽意味 已经很明显了 小凡 你快拿出来吧 你看 他们都不信了 萧贯尔又气又急呀 好吧 见自己这句话 是如此的拉仇恨 宁小凡无奈苦笑我 随即从怀中摸出了那块破布 一串浑原佛珠穿成的手链 露了出来 萧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了 双眼死死盯住宁小凡手里的破布 似乎在脑海中疯狂寻找着什么 萧贯男望见宁小凡略显猥琐的动作 不由笑了几声 摇头说道 不得不说呀 你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太嫩了呀 以为什么老旧的玩意儿都能说成是古董吗 话语间 萧贯男眼神里流露出了淡淡的笔 太奇怪了 云儿怎么会结交这种朋友 不行 明天得找人来查查这小子的来历 宁小凡彻底无语了 萧贯男貌似只看了一眼就妄下结论 未免也太孤傲了吧 要不是早就知道那个琉璃展是他打眼交的学费 还以为他多厉害呢 爸 你在看看吗 萧映儿撒娇说道 哎 没什么好看的 映儿啊 以后注意点 别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特别是这大晚上的 让人看见了多不好啊 萧贯男沉下了脸色 一脸教训的模样 正在这时 萧负上前用一种很激动 但是不确定的目光 看了看见小凡 萧贯啊 你那串福珠能给我看看吗 萧贯男不由诧异 爸 我看过了 那就是一串假货 没什么好看的 你给我少说两句 哪想 萧贯突然回首瞪了他一眼 这个年纪还被父亲训斥 萧贯男顿时觉得脸上无光 心中啊 对宁小凡的厌恶感也就又多了几分 行了 你想看就看呗 宁小凡长舒一口气 总算碰到识货的人了 随后 他便将那破步倒露出来 露出了那串散发着淡淡弹香的天珠手链 萧贯啊 几乎是以虔诚的表情揭在手里的 然后赶紧回到位置上 拿起了放大镜 仔细观察了起来 这般激动的模样 就像一个科学家 发现了新的元素一般 萧贯男深吸一口气 搭不走来 用一种长辈教训晚辈的姿态 淡淡的说道 小凡啊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我还没工作 刚刚高考完 进了青江大学 宁小凡如实回答 青江大学 萧贯男眼中划过一丝不屑 他觉得宁小凡是在炫耀自己考进了青江大学 而在他们这种人的眼中 青江大学很普通 相当的普通 他继续问道 那你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房地产 开公司 还是做其他生意啊 都不是 我爸妈都是农民 准确来说是山民 农民 山民 萧贯男有点傻了 眼底最后一丝光芒 也暗淡了下去 仿佛失望透顶啊 随后他淡淡恩了一声 失去了任何和宁小凡交谈的兴趣 爸 你干嘛问这问那的 查户口啊 小允儿气得捶了萧贯男一拳 允儿啊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 咱家生意做得很大 你又这么漂亮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规规的人啊 萧贯男皱眉不悦说的 宁小凡嘴角掀起了一抹笑容 他算是听出了萧贯男的意思了 既然这样 他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呢 那不好意思叔叔 打扰了 说完 他直接走到萧老身前 对着正激动研究中的萧贯说道 萧贯 太晚了 我要走了 言下之意 就是人让他把东西还回来 啊 要走 小凡 这么晚了 你就留在这里过夜吧 我们家控房间多的是啊 萧贯突然支支吾吾的说道 不了 我突然想起 我家里还有点事呢 宁小凡语气 也是很平淡和谐 眼眸里却透着一丝不耐烦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零八章 整个萧家不抵我一颗珠子 萧富纳闷了 经过这几日的观察 他觉得宁小凡这个人 虽然看起来散漫不济 但实际深藏不露 待人处事也是很有礼貌 突然间他反应过来了 管男 你是不是又说了 什么不该说的话呀 萧富突然震怒 把正在教训萧允儿的 萧冠男吓了一大跳舞 爸 怎么了 我说什么了 萧冠男一脸纳闷 我问你 刚才你是不是对小凡 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没有 只是简单问了问他的情况 萧冠男面色平静的答道 萧冠男 我是真的有点事 要不明天我把这手链再给您送过来 您老慢慢研究 宁小凡不想在这地方再多待一秒钟 这 这 萧富面露尴尬 低头看了看手链满脸的不舍 仿佛宁小凡呀 是在向他索要几千万一样 爸呀 这不就是一条破手链吗 回头 我给您买个几百串 您在家里呀 慢慢研究 萧冠男说道 你 你给我闭嘴 萧富气得也脑门青筋之痛 差点没直接给他一耳瓜子 脸上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神色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跟我学了那么多年 出趟国就赶给我买回了个假的琉璃展 我真是白教你了 你看人家小凡 一眼就看出来了 什么 不可能 那个琉璃展是我花了一百多万美金 还专门有鉴定证书 我拿给你看 看你个头 你给我过来 萧富一把把他揪了过来 将那串手链放在他的眼前 你仔细看看这串佛珠 爸 看什么呀 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 哎 突然间 萧冠男愣住了 两只瞳孔突兀的放大 像是发现了什么西式珍毛一般 这 这是 密葬檀香 将那里若有若无的淡淡香气辨认出来后 萧冠男的心脏猛然一收松 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他再次小心翼翼的秀了一笑 这才确定心中所想啊 玄机又是一种谨慎的目光细细地观察了起来 是什么是密葬檀香啊 一旁 萧云儿小心翼翼的问道 萧父刚想解释 宁小凡却说了出来 所谓密葬檀香 是只有在佛教圣地才允许使用的一种特殊檀香 你就比如西藏的大昭寺 南海禅寺 印度的一些古老寺院 这种密葬檀香极为珍贵 传说有驱逐魔障的功效 属于佛教圣秘 从不外传 这些呀 都是他近几天看书知道的 毕竟他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只要一眼扫过便终生不忘 嗯 萧凡解释得很清楚 萧父点了点头 又对萧云儿说道 九年前 我曾经带你爸爸去过大昭寺朝圣 有幸进入寺院内部 见到了当世活佛 所难踪措 那个时候 密葬檀香那种令人心醉神怡的香气 真是永生难忘啊 说着萧老脸庞上露出了神网之色 这个时候萧冠男也直起了腰 目光极度复杂 充斥着巨大的震惊和不可思议 玄机他拿起那串活佛天珠 静止走到了宁小凡身前 也不说话 就是直愣愣地望着他 眼眸里似乎有一种极度的不甘 玄机他喉咙滚动了一下说道 这猪子我出三千万 啊 萧允儿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 雪白的小手青眼嘴唇眼眸里满是震撼的 显然他这是被吓一跳 但这么说来 他也算是变相承认了这串天珠手链是真货 承认了他的价值 哼 宁小凡眼中露出了一抹不屑之色 淡淡地说道 叔叔 天太晚了 我要走了 八千万 小怪男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 八千万 这对普通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宁小凡眉头一皱 刚要说话 萧贯男沉声说道 小凡呀 八千万已经足够让你一时无忧地过一辈子了 你不要不知足啊 要知道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的道理 你 你在威胁我 宁小凡眼中神色一变 顿时 一股霸道冰寒的气势 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 那双一直保持着平淡的毛子 此刻竟然是冷如深渊 这望一眼就让人遍体生寒 宁小凡真的是怒了 他这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他 渐渐的宁小凡收回了气场 谋内再度回归于平静 波澜不惊 云儿我走了 说完宁小凡头也不回 静止离去 小冠男惊出了一身冷汗的低头一看 手中那串天珠手链也不知何时消失了 他急猛转过身 对着宁小凡失控般的大吼道 我出一个亿 宁小凡没有回头 两个亿 小冠男死死咬牙喊道 宁小凡依然没有回头 五个亿 小冠男低吼一声 彻底爆出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数字 宁小凡停了下来 小冠男眼中划过一道喜色 还真以为你试金钱如粪土那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宁小凡转过了身 用一种可悲的目光看着他 语气平静地吐出了一句话 你就算拿整个肖甲来换 我也不会给你一颗珠子 下一秒 宁小凡的身影消失在门边 小冠男牙齿紧紧咬在一起 刚想追出去 却被肖父狠狠地拽住 他一张老脸已经气得变形了 抬起手直接就想给他一耳瓜子 但一想到 肖允儿也在这里 他便颤抖地放下手 怒火冲天地说道 小冠男 你真是无药可救 活佛天珠传承的手链 你竟然用金钱来衡量 你 你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话音刚露 肖父脸色突然一白 脑门上突然渗出了几颗 倒大的冷汗 捂着胸口一脸的痛苦啊 爸 爸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爷爷 肖允儿的翘脸也失去了血色 猛然将肖父扶起 然后急忙对着肖冠男哭喊 爸 爸 快叫救护车 爷爷心脏病犯了 好好好 小冠男面无人色 来不及擦掉脸上的冷汗 就多门而出 对着门外的庸人 大喊咆哮 快叫救护车 嗯 正走出大门的宁小凡 听到了这句话 不由眉头一皱 叫救护车干什么呀 看着小冠男又冲回了房门 宁小凡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便打开了火眼睛睛 静直望了过去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09章 神医出手 灵力疯狂涌动 突然的木板和石头 还有众多障碍物 全部都变得透明起来 宁小凡很快就看到了 自己想看到的地方 只见 小腹躺在地板上 五官痛苦地扭曲着 生命力在一点点的减少 毛子也开始褪色 不好 见此情景 宁小凡下意识地就遮返回去 小老曾经帮过他 他可不能见死不救 爷爷爷爷爷 你振作一点 救护车马上来了 小允儿下得花容失色 声音颤道 爸爸 您先把药吃了 爸 小冠男则是 乒零啪啪啪地 撞翻桌子 找到了心脏病的药 赶紧倒出了两颗 爷爷 爷爷 你别死啊 求求你 爷爷 小允儿此时 真的是慌了手脚 赶紧抱着地上的老人 想用力将他留住 从小到大 小冠男忙于工作 母亲早亡 只有小父是最宠爱他 把他当作公主般 百般呵护 最亲的人就要离去 小允儿甚至有一种 只要能救他爷爷 让他付出什么 他都愿意的念头 小父也是瞪远了眼睛 嗓子里发出嗑嗑的声音 眼看着就快死极了的样子 就在此时 一个漠然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想让小老死的话 就让开 小 小凡 小允儿抬起了布满精盈泪水的脸庞 不知道宁小凡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想干什么 滚开 小冠男抱和一声 都是这小子呀 才害得父亲成了这个样子 宁小凡呢 不愿意跟他过多废话 手上用力 直接将其摔了出去 小冠男 腾腾腾 后退三步 这才止住身形一脸的惊恐状啊 宁儿 把你爷爷平放在地上 快 宁小凡从身后虚晃一下 再拿出来时 指尖 依然多了一根散发着 冰蓝色的银针 这 这是 小冠男毛子瞬间瞪大 传说中的神医魏青山的冰魄银针 怎么会在这小子身上 小冠男此时满眼惊恐地看着宁小凡 眼前之人 仿佛跟之前认识那穷小子 大相亭敬 自信霸气 沉稳 推翻了他对宁小凡所有的认知 小腹呼吸粗重到了一个极点 脸色涨得通红 眼看就要嗝屁呀 然而 被宁小凡这么几针一叉 他的呼吸变得很快收缓了 变得没那么吓人了 一口长气吐出 小腹从鬼门关游走了一遭 最终还是回来了 他睁着惊恐的毛子 豆汗叶不断从额头低落 看向宁小凡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尊神佛呀 爷爷爷爷您好些了吗 小允儿见小腹似乎恢复了 袭击而起 抱着他哽咽了起来 小 小凡 您这是 小腹脸色苍白地挤出了一句话 眼底是深深的震撼 宁小凡一挥手 将冰破银针全部收回 翻手之间 已然不见了踪影 跟变魔术一样 见小腹活了过来 他也只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心脏病对自己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他对小腹还是有一些好感的 于是微微一笑 小老 我学过一些中医针灸 哦 小腹此刻有点懵圈呢 他从没听说过 针灸还能治疗心脏病呢 小老 有心脏病的人 别轻易动气 很容易一命呜呼 您要是想多活两年 最好放宽心态 宁小凡像个大夫一般诉说道 哦 好 好 小腹连连点头 苍白的脸庞上 挤出一丝笑容 一旁的小冠男咽了口唾沫 吞吞吐吐的问道 那个 小凡 恕我冒昧 刚才 你那是冰破银针吗 你认识我这针 宁小凡一扭头 颇为惊讶 但神情之中 依然距他千里之万 小冠男被他这么看着 竟然有一丝心虚和后悔 他尴尬一笑 我曾经在青山见过魏青山魏老 用这神物给人针灸 活生生将一个人的颈椎炎给治好了 当真神奇无比呀 难道 小凡你是魏老的关门弟子 想了想 小冠男做出了一个猜测 因为冰破银针这种绝世珍宝 世界上绝不可能有第二套 关门弟子啊 宁小凡冷哼一笑 魏老头做我的关门弟子还差不多呢 不是 我跟他有缘 他送我的 送你 小冠男脸色惊恶 魏青山不是把这宝贝看得比命都重要吗 竟然会送人 就在萧冠男半亲半仪的时候 宁小凡站起身 准备再次离去 萧凡 萧父被萧允儿扶着 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眉宇之间流露出了深深的歉意 缓缓说道 萧凡 对不起啊 今天晚上让你受委屈了 萧父这是在道歉 诺大一个萧家的家主 松山市名气极大 德高望重的老者 享誉华夏的大收藏家 竟然向一个穷小子道歉 这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会让多少人惊掉下巴 小老 一个突发性心脏病而已 小事一桩 我以前也救过 宁小凡淡淡一笑 在青江的时候 他的确也两次把江月从鬼门关给拉回来 萧父摇了摇头说道 不 小凡呐 我的意思是 你救了我的命 就是我萧父的恩人 我萧父从不会让恩人受委屈的 旋即他转身看向萧冠南 喉咙滚动了一下 逆子 给我 道歉 其实啊 他本来是想说逆子跪下 但一来 萧冠南毕竟是长辈 二来 萧允儿在场 日后见面太过尴尬 只好先让他道了歉再说 但即使这样 萧冠南的脸色还是一瞬间涨得通红 咬紧牙关 像是憋了一肚子气 爸 我 我还没死 你就要违抗我吗 萧父脸上青筋暴跳 极为恼火呀 这个儿子 各方面他都很满意 唯独今天晚上 让他失望透顶呀 最终 萧冠南紧握着双拳 还是松开了 他缓缓起身 对宁小凡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 小凡 请原谅我萧某人之前的无礼 请您原谅 萧冠南的声音很恭敬 很忐忑 像急了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萧允儿不由震撼了 一双惊叹的美眸 不可控制的看向宁小凡 充满了惊讶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章 暗夜绑架 父亲是什么人 萧家掌舵人 松山市商业的剧情 身家百亿 舵一舵脚 他松山市都要斗三斗的人 此刻竟然这样一副姿态 对一个出身 可以说是卑微的穷小子道歉 从表面上看 这简直不可理喻 然而 他偏偏发生在了眼前 令萧允儿不得不信 一瞬间 宁小凡在萧允儿心中的神秘 再添浓墨的一笔 行了 不必道歉 你问了远儿着想 自然要调查清楚 对方的底细和背景 这本无可厚非 只是你的口气有点问题 而且 关于我的一些事情 恐怕你的认识有偏差 应小凡的眼中 缓发自信之色 继续说道 我虽然出身贫困的山高 但一人生来 总有贫富贵贱 没得选择 就像你们萧家 最开始的时候 不也是白手起家 才在松山市站门脚跟的吗 的确 我出身卑微 但这并不代表 我这一辈子都会卑微 相反 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 说这些话的时候 宁小凡的眼眸如星辰璀璨 背脊挺直如枪 有着一股子溢于常人的气势 萧允儿看得有些吃了 宁先生 我正是为我之前的不敬 向您道歉 萧冠南服了 今天晚上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折服了 一番话让自己毛色顿开 出身卑微 不代表一辈子都会卑微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只要有能力 一飞冲天 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下 萧冠南便是羞愧难当啊 想起之前自己说话的态度和神情 自以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 他真想狠狠地抽自己鸡耳瓜子 好了 打扰了一晚上了 我也该回去了 宁小凡看了看萧冠南 又看了看萧允儿 最终准备离去 萧允儿那个 萧允儿突然上前一步 语言又止 怎么了 下周有一场拍卖会 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玩 可以吗 萧允儿的声音比蚊子还小 脸蛋夹杂着羞愧 事实上 经过今天晚上 他都不知道宁小凡是否还能再见他 毕竟是自己将他带进家门 受了这么多委屈 可以 出乎意料的 宁小凡点了点头 萧冠南和萧允儿将宁小凡 一路送出了萧家庄园 看着他开的那辆科尼赛格幽灵 消失在夜色中 不由得感叹 萧冠南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突然 萧允儿美眸狠狠地瞪了他老爸一眼 气得苏兄气福啊 今天晚上 他不仅侮辱了他的朋友 还差点让他最爱的爷爷撒手归西 若不是宁小凡及时出手相救 哭泣啊 他们家都要开始筹划葬礼了 云儿啊 对不起 老爸一时糊涂 你看 萧冠南脸色苦逼一样 一个劲地向萧允儿道歉 萧允儿呢 一边捂着耳朵 一边叫道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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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他大步走向车库 几分钟后开了辆法拉利出来 说要出去散心 而刚从鬼门关游走一遭的萧父 此时正躺在床上 接受私人医生的检查呢 能在二十四条街简陋一串活佛天出 一眼看出绝品纺制琉璃展的破绽 还拥有一手起死回生的医术 和一身强悍的武艺 最重要的是心性狠正 做人诚实 不错也不错 这么多年了 终于为允儿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小腹虚腹的脸庞上 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 宁小凡回到酒店之后 先在他们正堂的QQ聊天群里 发出了一条消息 说自个儿啊 明天不回去了 让他们先走 王茂这家伙立刻就跳出来了 凡哥老实交代 是不是留下来 要当肖家的金龟婿呀 叶子也说道 小凡师兄真厉害 连松山魔女之称的肖家大小姐 你都能降服 段红星则说道 加油 小凡 祝你辽美成功 嘿 宁小凡顿时哭笑不得呀 想不到段红星 平时这么严肃的一个人 也会说这种俏皮话 可能是打败秦也 心情大好吧 松山夜市 一辆法拉利缓缓停下 小允儿翘脸不悦地走下来 重重一推车门 白痴老爸 臭老爸 我讨厌死你了 小允儿拎着他的普拉达包包 来到一家露天烧烤摊 往油腻腻的凳子上移坐 老板 五十串羊肉串 一箱啤酒 他对里边吆喝了一声 老板笑着点点头 转身去店里拿货了 小允儿每次不开心 都会深夜撸串喝酒 反正他是瘦人体质 怎么吃都不胖啊 趴在桌子上玩着手机 脑子里却全是宁小凡 那张挂满了坏笑的脸庞 慢了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怎么办呀 小允儿捂着小脸 忽感身后有人接近 谁啊 小允儿刚转过头 一只拿着毛巾 戴着塑胶手套的大手 猛然朝他脸上捂来 一股辛辣刺鼻的味道 疯狂往鼻腔钻去 短短数秒 小允儿便昏了过去 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 嘴角勾起了一抹宁笑 迅速将小允儿拖走 小姐啊 羊肉串只剩四十 人呢 烧烤店老板走出来 只发现掉在地上的 一只普拉达包包 和掀翻的塑料凳 什么情况 黑幽幽的巷子里 刘大麻子和几个 彪形大汉会合了 刘哥 成了 一个板寸头壮汉 望着地上的小允儿 狂喜出声 小姑娘半夜十二点 一个人出来吃烧烤 潜直找死 刘大麻英狠一笑 跟踪了好几天了 今儿晚上 算是让他逮着机会了 妈 这小娘瓶长得也忒漂亮了 刘哥 让我摸脸一下呗 旁边 一个飞机头壮汉 看得心里痒痒的 搓着大手 就要上来席胸 滚错 刘大麻朝他屁股踹着一脚 神色狠利地说道 等我们拿到萧家的赎金 带你们去燕京的天上人间 那边的小公主 每个都嫩得掐出水来 到时候你们随便玩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玩几个算几个 但这几天 你们他娘的都给我老实点 谁要坏了老子的好事 老子弄死他 是 刘哥 我们都听您的 几个壮汉 纷纷复合点头 刘大麻子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这次的绑架行动 他是日夜筹划 关系到未来前途啊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事 说完 他从口袋掏出了一封信 交给了飞机头壮汉 我说阿宝啊 后天你去趟小贾的公司 把这封信 塞进小贯男车子的语刮器里 一定要注意隐蔽 好嘞 刘哥 你就放心吧 飞机头壮汉 呵呵一笑 接过了信封 刘大麻子 点点头 这封信 是他从好几本书里 剪下来的字体 拼凑而成 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 漆黑的巷子 他抬头望运 仿佛看到无数金钱 在向自己招手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一章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吊 第二天 整个松山市上流社会圈子 都炸了 萧家大小姐遭遇绑架 绑匪索要一个亿 称给萧家一天时间 将一个亿资金 全部兑换成英镑 一千多万的英镑 一天内凑齐 相当困难呀 但对于松江首富的萧家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棘手的问题 萧家此刻上下一片大乱 庄园大门全开 停满了警车 用人保镖们是人心惶惶 废物 翻头 快给我去找 都用我萧家一切势力 不管是白岛还是黑岛 只要他做了 不可能一点风声都透不出来 二楼书房内 萧冠南对着一群手下大声怒吼 随即一拳砸在桌上 脑门清金暴突啊 十几个手下 从来没见过萧冠南发这样大的火 一个个颤抖点头 逃出了书房 书房角落了 萧富一筹莫展地坐在那 也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出去 动用所有关系寻找萧云儿 萧叔叔 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走了进来 满脸着急 小瑞你怎么来了 萧冠南没意欲见 依旧是愁云遍布 秦瑞大步走了过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听朋友说 永儿被绑架了 一大早就从东海飞过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萧冠南只是摇了摇头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这群劫匪 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 放心吧 萧叔叔 我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 寻找永儿 将这群劫匪绳之以法 萧冠南点了点头 却不指望这货能多么的尽心尽力 又过了一会儿几个警察走了进来 再次向他们了解情况 萧先生 请问你女儿昨天晚上是几点出去的 一个四十多岁替着惊悍短发的警察说道 他是嵩山市警局的刑侦大队杨云 大概十二点二十分左右 小寡男想了想 旁边一个年轻雨警员迅速记响 杨云眉头紧锁地说道 那他这阵子有没有碰到什么特殊事件 比如与人发生口角争执啊 认识新朋友啊 新朋友 小寡男眉头一挑 倒是真有个 谁 杨云眯起了眼睛 秦瑞在旁边皱了皱眉头 心想 不会是那天碰到的那个小子吧 他叫宁小凡 是这届国武选马赛的冠军 清江人士 小寡男唯唯道来 咋 果然是他 秦瑞 气得咬牙切齿 转头对小寡男说道 小叔叔 你说的那小子我见过 那天在古董二十八条街 他和云儿当街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人 小寡男沉默了 他虽然很欣赏宁小凡 但毕竟是初次见面 知人知面 不知心哪 不可能 角落里的肖腹缓缓站起身 扫了秦瑞一眼说道 小凡的为人我了解 他是个好孩子 小爷爷 人心难测呀 秦瑞连忙凑上去一脸劝解 那个宁小凡 他就是个穷山恶水里走出来的刁民 为了钱 杀人放火绑架走私 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我觉得绑架云儿的肯定就是他 我小父生平识人无数 从未看错过一人 小父甩开他搭上来的手 一脸傲然的说道 我说他是好人 他就是好人 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哎呀 小爷爷 那都是他用来骗举您信任的 秦瑞一脸无语 又转过头 看向萧冠男和杨云 云儿和那小子 他刚认识没多久 就出这样的事 难道 你们不觉得太巧了吗 萧冠男低头不语了 杨云却对夜旁的小女警说道 小倩 马上找到这个宁小凡把他先控制起来 是 女警尽小倩一点头 厌恶的扫了一眼秦瑞后 走出了萧家书房 这都说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掉啊 宁小凡此刻呀 正在酒店房间里打坐呢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就在走廊里响了起来 他耳朵微动 打开火眼金睛一扫 发现呀 外面全是武警 一个个穿着防弹衣 手持M18满脸杀气 卧槽 什么情况 宁小凡愣住了 三二一 这 杨云先让侍者打开房间大门后 杨云一脚又踹开门 一队武警鱼管而入 不知道 把手举起来 傻时间 几个红点落在了宁小凡胸口脑门四肢上 后者一连懵逼的说道 你们想干啥呀 他仔细回想一圈 最近自己根很安分收起呀 没干什么坏事啊 宁小凡 一道重重的冷哼响起 秦瑞走进了房间 满脸戏虐之色 他环顾了总统套房一圈 阴阳怪气的说道 周济酒店的总统套房 八千人民币一万 宁小凡 你可真够奢侈的呀 老子有钱 关你屁事啊 宁小凡瞪了他一眼 旋即看向杨云 这位警官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了 你带人闯进我房间 你这属于侵犯隐私知道吗 侵犯隐私 杨云冷冷一笑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怀疑你与一宗绑架有重大联系 希望你能和我们走一趟 配合调查 绑架案 宁小凡嘴角抽出了两下 无语说道 我说警官 我这两天一直宅在酒店里 大门不说二门不卖的 我能绑架谁呀 不信你们查查监控 监控我们自然会查 但现在你要协助我们调查案件 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和受害者接触的人 杨云说道 等等 宁小凡瞳孔猛然一搜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到底谁被绑架了 萧家大小姐 萧云儿啊 你不知道啊 靳小倩眨了眨眼说道 什么 云儿被绑架了 宁小凡的脑袋轰的一响 像是要炸开了 他豁然起身说道 究竟怎么回事 云儿怎么被绑架 啪啪啪的 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掌声 自然是秦瑞拍的 他一边看着宁小凡 一边笑道 哈哈哈哈 宁小凡 你眼睛可真好啊 都能拿奥斯卡小金人了 宁小凡瞄都不瞄他 静止看向杨云说道 好 我跟你们回去 嗯 杨云凝视着宁小凡点点头 多年的行侦经验告诉他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应该是无罪的 他一摆手 两个武警走上来 给宁小凡铐上手铐 压着他往外走 另外两个武警在现场拍照取证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 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二章 宁小凡的气魄 宁小凡 你不是很猖狂吗 怎么现在不狂了 秦瑞得意洋洋 跟在队伍后面 他是大声嘲讽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农村出来的刁民 都是穷疯了的 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劝你早点交代 或许还能少盼几年 傲慢嘲讽的声音 在酒店走廊里 是来回回道 宁小凡的脚步 木然一指 卡堂 他双臂突然一用力 恐怖的劲力爆发 金属手铐就像豆腐一般 寸寸断裂 杨云瞳孔皱作 刚想回身大喊 宁小凡便化作一道黑影 在十几名武警中穿梭而过 一把掐住大笑中的秦瑞的喉咙 哈哈哈哈 秦瑞被单手拎了起来 面旁瞬间憋成了酱紫色 喉咙间响起了细微的鼓劣声 整个过程不足一秒 任何人都来不及反应 住手 住手 翻下他 不知道 足足两秒后 武警们才纷纷将枪口对准了宁小凡 脑门汗水狂流啊 杨云也拔出了手枪 对准宁小凡的脑袋 紧张呵斥道 宁小凡 你不要冲动 小心住成大错 而旁边的静小倩 愣愣的看着地上的断裂的两截手铐 整个人都傻了 怎 怎么可能 手铐居然被证断了 宁小凡没鸟中人 只是望着秦瑞静静地说道 信不信我像捏死一只臭虫一样 捏死你 我行 秦瑞点头如啄米 一张脸完全没了人色了 哼 废物 宁小凡随手一扔 像丢垃圾一样 将秦瑞甩到了十厘米外的地方 重重砸在墙上 转身便走 重武警的下巴是砸了一地呀 随手将人甩出十几米外 这得需要多大的臂力 更恐怖的是 这小子居然能睁开那猛钢制作而成的手铐 这尼玛是人是怪物呀 宁小凡 你给我站住 杨云双手持枪颤抖地对着宁小凡的脑袋 事实上 他从井二十多年来 也从未碰见过如此可怕的人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鼓舞者 宁小凡回眸一笑 杨警官 我劝你别浪费时间了 如果我是凶手 就凭你这一队人根本不够我杀的 一语落下 他大步离去 杨云放下手枪 尝出一口气 这个年轻人的气场 简直太可怕了 那对 现在怎么办 靳小倩望着宁小凡的背影 呆呆地问道 杨云将手枪收了起来 扫了一眼在地上哀嚎的秦润 不耐烦地说道 找几个人 把他送到医院去 随即 他又转头看向宁小凡 我们跟着他 是 靳小倩欣喜地点头 萧家书房 事情就是这样 小凡啊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帮匪已经联系我们了 让我们明天把钱 放在象山区杨柳街的 星巴克前的垃圾桶里 这 萧父把事情给宁小凡讲了一遍 满脸的担忧 一名贵妇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机屏幕上 萧允儿的照片双眼通红啊 她就是萧允儿的母亲 廖秦 萧贯男泽在书房外的走廊上 夺来夺去 不时狂猴怒骂 像一只暴怒的野兽 原来是这样 宁小凡稍稍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种绑架 他碰到的多了 随便召唤出一条搜寻灵犬 就能找到萧允儿的下路 一边想着 他一边掏出了手机 进入了三界淘宝店 点击雇佣业务 很抱歉 雇佣业务尚在维护中 三天内无法使用 宁小凡愣了一下 突然没忍住 破口大骂 我他妈日了 萧父和廖秦看了他一眼 厚着白白手示意自己没事 他转身飞快的给灵儿 发去了一条微信 灵儿 十万火炬 雇佣业务怎么不能用呢 没过几秒 小狐狸就回复道 小凡哥哥 最近天庭和域外邪魔爆发战争 相往受到了邪魔污染 出现了不少bug 不光是雇佣业务 很多区域都在维护呢 三五天内 可能都用不了了呢 域外邪魔是什么玩意儿啊 宁小凡满腹烦躁 干脆关掉了微信 既然无法凭借淘宝店 那么这次就靠自己的力量吧 宁小凡看了一眼窗外 已经是中午了 他转头对萧父说道 小老头 你把一千万银帮给我 我能救出小永儿 萧父 你有把握吗 萧父忧心忡忡 哀声叹气地说道 不是我舍不得这一千万 是我怕交了钱 他们不肯放人呢 说着 他起身来到书房角落的一个保险柜前 开锁后 从中提出了一个密码箱 钱早就准备好了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只能交钱保平安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 廖秦坐在沙发上是不停地抹着眼泪呀 就在宁小凡伸手接过密码箱时 萧冠男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喝一声 住手 他起步上前 从宁小凡手中夺过密码箱 目光复杂地说道 对不起 小凡 我现在还没法相信你 逆子 你 小复刚要开骂 却被宁小凡一百手指住 他紧盯着萧冠男 嘴角带起一抹微笑 紧接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将手腕上的天珠手链摘了下来 放到了萧冠男的手中 你这是 萧冠男面色一愣 这珠手链 你前几天出价五个亿我都没卖 如果去大型拍卖厂拍卖 七八个亿都不止吗 我只想救出允儿 宁小凡目光凛然地说道 说完 他从萧冠男手中接过密码箱 大步走出了书房 萧冠男愣愣地望着掌心的天珠手链 目光闪动不已 胸怀和气魄 连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都不如 萧冠男 你真是白活了四十年哪 萧冠一声长叹 摇头不已 萧冠男紧攥着手中的质宝 望着宁小凡远去的背影 他心中暗暗地说道 如果你真能救出我的女儿 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道歉 宁小凡提着一千万英镑 来到了松山警局内 杨队长 我需要你的人全部化妆成便衣 在杨柳街各个角落设服 发现可因人缘后 记住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由我来指挥 刑侦讨论室内 宁小凡站在众警官面前 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三章 购买侦查首位 妈的 这小子自己一身嫌疑还没洗清 还有脸在这儿吃手画脚 他以为他是谁呀 小屁孩 几个警员都是满腹不屑 看向宁小凡的目光 犹如在看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听完宁小凡的话 杨云深深皱眉说道 你大概有几成吧 只要你们配合 我有九成九的把握 抓到嫌疑人 宁小凡傲然出声了 小子 你话别说太满 小心风大了闪了舌头 一个三十多岁 身材魁梧 替着平头的警员冷哼说道 这几天我们排查了 全市大半的监控 都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可见绑匪具有一定的反追踪能力 只要他们说着不出来 我们根本无从下手 那就引他们出来呀 宁小凡淡淡的瞥了他一眼 在交易的时候将其绳之以法 天真 平头警员冷笑一声说道 你以为绑匪都是傻子 乖乖走过来让你抓 我敢说 这帮人绝对是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的 杨队 我觉得应该向警厅调派警力 加大人手 不需要 宁小凡 嘴角清气 语气带着一丝平静 你们只需要盯住 不 或许根本不需要你们 说着说着 他嘴角微高 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三界淘宝店如此神奇 那种东西应该也有的卖吧 宁小凡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需要我们 杨云神色凝重的说道 难道你准备单干 是的 就是单干 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目光如炬 宁小凡咧嘴一笑 说完他丢下众人 拎着密码箱 大步走出了行侦研讨师 杨队 你看看这小子 整个一字大狂啊 平头行员也是满脸恼火 咬牙切齿的说道 行侦破案 岂能如此而写 杨队 我觉得应该把这小子先关起来 不然他会捅出大篓子来 就是 王哥说的对 那小子怕是得了妄想症嘛 杨队 你快下命了 他就跑了 众警员们是纷纷抗议 谁也不爽宁小凡那种嚣张的态度 一个人单干救出肖家大小姐 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 柯南还是敌人杰呀 杨云思索片刻 便满脸严肃的说道 王伯 把那小子给我控制起来 千万别让他乱跑 是 王伯心中一笑 立马带着一帮人跑了出去 众人出去后 很快将宁小凡带了回来 出奇的是 后者很老实 很配合 杨云摆摆手 将宁小凡 关进了一间审讯室 他摇头一探 原本以为宁小凡是个什么厉害人物 现在看来 不过是一个虚妄之辈罢了 宁小凡被关押之后 装着整整一千万英镑的密码箱 也被警局保管了起来 进去 王伯打开审讯室的大门 狠狠一把将其推入其中 他瞪着眼睛说道 我警告你啊 给我老实点 小心老子回来收拾你 审讯室的大门重重一关 哎 无知的人类呀 宁小凡叹息一声 抬头看了一眼墙角处的摄像头 接着他靠墙而立 大手重重一拍 几缕灵气犹如蛇般游向摄像头 咔咔咔咔 灵气化为狂暴的野兽 瞬间将内部零件电路 撕扯成了碎片 成了 宁小凡嘴角一勾 飞快从那届中取出手机 进入了三届淘宝店 在搜索栏输入 眼 一大片选项跳了出来 天眼之谋 一万灵石每个 苍穹之眼 一千灵石 暗夜守卫 五万灵石每个 真室守卫 三千每个 透视守卫 六百每个 侦察守卫 十灵石 看着熟悉的图标 宁小凡嘴角勾勒起了一丝笑意 自己果然没有猜错 点开最便宜的侦察守卫 上面介绍是这样写的 侦察守卫 监扣方圆一百米范围内的事物 无法监测隐形单位 持续时间十个自然日 十块零石每个 很好 这就是我要的 宁小凡略微思索后 飞快扑快 购买了三十个侦察守卫 叮 恭喜您购买了侦察守卫三十个 已存入绑定纳戒 可提取使用 想了想后 他又点开了苍穹之眼 苍穹之眼 悬浮于无银苍穹之上 可监视一颗低阶星球 无视任何隐形 零体单位 持续时间八千年 窝了一个草 监控一颗星球 宁小凡差点没吓得鼻涕冒出炮来 还持续整整八千年 这尼玛也忒恐怖了吧 而且介绍上说的低阶星球 大概相当于十倍太阳的大小 也就是说 一个苍穹之眼能轻松监视一千三百万个地球 宁小凡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还有点想笑 本来还想看看天神之谋的 现在却没勇气看了 宁小凡耳朵一动 似乎听到了什么异象 转头用火眼金睛一扫 几个警察朝审讯室大步走来 他立马坐回原位 将手机收回到纳界内 大门被踹开 几个警察在里边望了一眼 发现没什么异样后 就开始修理监控了 妈的 怎么搞的 里边电路都破成这个调样了 见鬼了 快修吧 叫技术部 送几个摄像头过来 几个警察搭着凳子在修监控 宁小凡呢 就翘个二郎腿 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忙活了大半个钟头 监控终于修好了 几个警察让宁小凡老实点 又给他戴上了三道手铐 然后锁门走了出去 晾了他一夜 第二天 小女警金小倩 拿着笔录本走了进来 见没有 他坐在椅子上 满脸严肃的质问宁小凡 眼底却潜藏着一抹畏惧 宁小凡呢 在闭目养神 我问你问题呢 请你配合一些 金小倩不满的拍了拍审讯中 目光不露痕迹的 扫了一眼宁小凡的双手 心想就算是一头牛 也不可能挣脱三道手铐吧 宁小凡缓缓缓的 睁开了眼睛 少年冷冽如冰的气息吓到了 看来我算的还真没错 宁小凡微微一笑 自己从昨儿晚上开始 一直在心中默默计数 竟和金小倩说的分毫不差 接着他豁然起身 双手猛的一用力 三道手铐在金小倩惊恐的目光中 如豆腐一般寸寸断裂 拼人狂拦砸了一地呀 金小倩张口刚响喊 只感到一根手指在他后脖颈子一按 眼前画面便黑了下来 最后一眼 他只看见宁小凡 双目风锐如刀 大步掠过他朝外走去 仿佛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能拦住他一般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14章 局势失控 噼里啪啦 一阵骨头交错的声音响起 宁晓凡身材瞬间矮了一截 面部骨骼也发生了变化 胡须加速生长 气息逐渐萎缩了起来 他走出审讯室的时候 已经由一个清秀少年 变成了一个猥琐大叔了 宁晓凡卡的时间恰到好处 没有人注意到审讯室门口 他便大步走了出来 几个警员从监控里看到这一切 赶过来的时候 审讯室内早已没了宁晓凡的身影 只剩下昏迷不醒的晋晓倩 该死的 王伯五指握拳 狠狠砸在墙壁上 他咬牙怒喝道 给我找 瓦底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快快快快 绝对不能让他妨碍杨队的行动 警局上下此刻是一片大乱 一个犯罪嫌疑人 居然就这么从警局 堂而皇之地走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啊 然而 当王伯紧急调出监控时 却怎么找都找不到宁晓凡的身影 怎么可能 这他们 这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王伯死死盯着各个监控的画面 眼睛攀满了血丝 此时啊 宁晓凡已然来到了杨柳街 这里是松山市中心 比较繁荣的一条街道 人流量极大 用民众来做掩护 再好不过呢 这群绑匪很聪明啊 此刻 宁晓凡已经换上了一身 粗布麻衣 像个刚进城的民工 他目光扫尸一圈 开始沿街插眼 来到一家店面前 宁晓凡心意移动 那界内的侦察守卫 便召唤而出 附在了玻璃门上 一只绿色的眼镜 不停转着眼珠子 刹那间 宁晓凡眼前仿佛出了某种错觉 一幅清晰的画面 映在了脑子中 正是这侦察守卫 所侦察到的画面 有位 那么神奇 宁晓凡脸上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自己好像凭空多长出一只眼睛来 最后 他沿着街道插眼 将三十个侦察守卫 全部用完 整条杨柳街和其他几个街道 每个角落都被宁晓凡死死的监控着 他来到了星巴克前 点了一杯咖啡 静静坐下品尝 哪来的弄迷宫 真讨厌 这种人也喝得起星巴克 穿的什么呀这是 周围传来了一片鄙夷的声音 宁晓凡哪 实在穿的太邋遢了 一身粗糙布衣 外加一双破了洞的球鞋 宁晓凡也不去理会他们 只是翘着二郎腿坐着 静静观察着这三十幅画面 很快他找到了杨云等人 这帮个警察全部化妆成了便衣 隐藏在各个街角 用对讲机交流 他们已经将那装有一千万英镑的密码箱 扔进了垃圾头 坐等约上钩了 过了十点后 众人渐渐焦躁了起来 因为已经到了绑匪约定的时间了 杨队 你看 一个小警员眼露惊涩 指向星巴克门前 杨云凝神静观 一个穿着三叶草短袖 大学生模样的高个青年 走向了垃圾桶 掀开了桶 从中取出了密码箱 转身朝东边走去 对讲机内立马一片激愤 杨队杨队 叮嘱他 等我命令 几个警员护士一眼 立即跟着上去 但很快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那大学生走后不久 一个划着划板的嘻哈少年 也来到了垃圾桶旁 从中也取出了一个密码箱 一模一样的银色密码箱 怎么可能 一帮便衣警察眼珠子 差点没瞪出来 他们明明只放进去一个密码箱 怎么会突然出现两个 这还不算完呢 嘻哈少年划板划着离开后 又有一个穿着西装 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 来到了垃圾桶旁 又从里边取出了一个密码箱 几分钟后 又有一个女白领 重复了同样的行动 啥时间 大学生 嘻哈少年 西装男女白领 都拎着公文包 分别从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走去 中警察是一片大乱呀 杨队 杨队 这怎么办 杨队 四个都抓起来吧 杨队 杨队 他们又有人接头了 我们该怎么办 每个警察都是面露焦急 一个个如同按捺不住的野马 因为他们看见这四个人 再次与四个拎着密码箱的人接了头了 这样一来就有八个人了 目标太多 根本不知道这钱哪 究竟在哪个箱子里 该死的 杨队 怒目切齿 脑中一片大乱 写 写全部顶住 简机行事 说实话 绑匪反侦察意识如此强 派出大量傀儡 扰乱警方事情 这样难缠的对手 他杨队 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知道 自己不能犯错 一定要冷静 再冷静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 街头的人如同细胞分裂一般 每过几分钟就增加一波 最后到了二十多人 谁也分不清 庄前的密码箱在哪 杨云也不敢贸然出手啊 因为真正的绑匪 或许还没出现呢 有意思 好聪明的家伙呀 宁小凡翘着二郎腿 坐在星巴克门前 嘴角勾勒起一抹玩味的糊涂 他饶有兴趣的喃喃自语说道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 未免也太天真了 他把咖啡杯往桌上一砸 起身直追向东方 杨队杨队 他们要跑了 怎么办杨队 杨队 快下命令 这么多人 我们拎不住了 每个警员 焦急的催促着杨云 后者感觉都快崩溃了 玄机他猛然咬牙 切齿说道 把他们都抓起来 命令一惊下达 二十多个警员纷纷出动 将街头者当场制服 还有些上了出租车的 也被粗暴的拉了下来 摁在地上 喂喂 你们干什么 卧槽 这什么情况 我我我我 我就是拿了钱帮人做事的 警察大甘饶命啊 二十多个街头者 面露恐慌 显然都不知情 很快 四面传来讯息 截获的密码箱 都是空的 一亿人民币 不翼而飞了 哄 杨云如遭雷击呀 差点气得一口血喷出来 他感觉自己的警察生涯 就此结束了 大街上混乱一片 局势已然失控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五章 应小凡死 银泰商城的厕所里 刘大麻子撕下胡子 摘下了帽子 迅速脱衣换装 并且将密码箱里的英钞取出来 换进了另一个密码箱 他这是怕有追踪器呀 出了大楼后 他静止上了一辆白色大昼 朝北郊的方向开去 他忍不住在车上 发出了激动的大笑 一群蠢货 跟老子玩 我玩不死你们 自己可是著名的犯罪研究者 曾经在香港绑架过首富的女儿 虽然没拿到钱吧 但也成功逃脱了 这次他整整筹划了两年 终于拿到了这一亿人民币 这笔巨款 够他去国外逍遥自在好几年了 然而 当刘大麻子幻想着 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 他却没发现 一个人影 紧紧跟着他的车呢 四十多分钟后 白色大众来到了一座废弃工厂 刘大麻子拎着保险箱下来 打开门走了进去 大哥 你终于回来了 大哥 你拿到钱了 哇塞 大哥 你忒牛逼了 以后我们都跟着你混 三个小弟 一件刘大麻手中的密码箱 顿时眼露金光 一个个激动的要死呀 按照刘大麻来说 这一个亿 他们每人可以拿到两千万 剩下的四千万归刘大麻 老哥 快分钱吧 飞机头壮汉走了过来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密码箱 布满了炽热之色 两千万哪 有了这笔钱 他就可以到处花天酒地了 想想都刺激 别急啊 阿宝 刘大麻诡异一笑 目光掠过他 落在了绑在蒸汽炉脚上的萧允儿 后者搭露着脑袋 眼神空洞无神 整个人频临崩溃 大哥 大哥 飞机头壮汉刺着牙 在刘大麻眼前挥了挥手 大哥 快分钱吧 兄弟们都等不及了 分钱啊 刘大麻嘴角突然勾勒起一抹阴狠的笑容 下一刻 他掏出一把波浪凝手枪 贴在壮汉的胸口 突然抠动了扳机 一声枪响 飞机头壮汉笑容凝固在脸上 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大哥 剩余两个小弟一脸懵逼啊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又是一枪 又一个小弟倒下了 大哥 我不要钱了 求你放我一马 最后一个胖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疯狂地给刘大麻磕头 鼻涕眼泪哗啦啦的直流啊 不用 死人最保险 刘大麻嘴中吐出几个冰冷的字 再次抠动了扳机 枪响后 胖子脑门出现一个害人的血洞 软软倒在地上 一群傻逼一个亿本就不多 还够和你们分 做他们美梦去吧 刘大麻子冷笑一声将手枪收了起来 然后 缓步走向了萧云儿 别过来 别过来 萧云儿手脚背绑 一张精致俏美的小脸 吓得惨无人色 你已经拿到钱了 你该最守城都放了我 放了你 刘大麻走上前来 长满麻子戒窗的脸上 缓缓露出一个变态的宁笑 她用手指挑起了萧云儿的下巴 眼中露出了炽热之色 这么漂亮的小美人可不多见呢 事办完了 我当然要好好品尝一下 什么 你放开我 萧云儿娇屈一颤 美眸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填满 这几天 她虽然过得很苦很艰难 但这几个绑匪 却并未对她动手动脚 让她心底松了一口气 她原本以为 这群绑匪是有底线的 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大麻子计划好的 刘大麻之所以不让阿宝等人动的 是因为这个变态想独享自己 大小姐 你还是个畜吧 今天就让本大爷给你开开包 刘大麻发出了尖利的宁笑 伸出生红色的舌苔 舔了舔嘴唇子 拿到一个亿 又能品尝到萧家大小姐的美味 人生简直太美妙了 刘大麻子露出了陶醉一脸之色 不要不要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我只求你别碰我 萧云儿哭得梨花待雨 拼了命的挣扎 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 缩缩而落 玄机 她眼中涌现一抹绝绝 她宁可死 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玉体 被这种丑八怪糟的 就在她想咬舌自尽的时候 废旧工厂的上空 回荡起了一片声音 黑吃黑 刘大麻子 你可真够狠的呀你 刘大麻子面色一紧 猛然把枪转身 目光四处搜寻了起来 谁 你是谁 鬼鬼祟祟的 有种给老子站出来说话 她勾搂着腰 神情显得有点紧张 突然她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猛然转身 用枪口顶着萧云儿的脑袋 冷声说道 鬼孙子 给我出来 否则我一枪打死这小妞 枪口顶着太阳穴 萧云儿却没尖叫 只是一双扑闪的美眸内 流露出一丝激动的期待 别冲动 我这就出来 话音刚落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落到了地面上 是一个相貌清秀的青年 二十不到 脸上却带着淡淡的微笑 此人不是宁晓 凡是谁呀 是你 好小子呀 那么多警察都抓不到我 你竟然能找到 找到你并不是什么难事 宁晓凡往前走了一步 眯起了双眸 放开云儿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晓凡 晓云儿瞬间泪崩了 紧咬嘴唇 她说道 晓凡你快走 别管我 你快走啊 闭嘴 刘大麻子 翻手就给了 萧允儿一记耳光 让她闭嘴 然后掉转枪头 狠狠抵在萧允儿的下恶处 你 你吵死 宁晓凡 死死咬住牙关 眼中 寒气大声 嘿 小子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投 去死吧 刘大麻 面目猙獰 猛然松开 萧允儿 朝着宁晓凡就 开了一枪 火蛇喷吐 子弹 射进了宁晓凡的胸膛 后者 当场倒下 小小凡 萧允儿眼神呆滞 她不相信 宁晓凡就这样死了 萧凡 我对不起你 小妮子这会儿 哭得撕心裂肺呀 两行青泪 沿着脸颊顺流而下 妈的 小子 我让你装逼了吗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六章 萧家做上兵 年轻人 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 刘大麻得意洋洋的 将手枪揣回了兜里 朝宁小凡的尸体 唾了口唾沫 然后转身看向萧允儿 小美女啊 春宵一颗值千金 我们还是快点吧 似乎是怕夜长梦多 刘大麻的伸手去解裤腰带 脸上尽是兴奋之色 萧允儿啊 松山萧家的千金大小姐 有松山第一美女的名头 每个男人做梦 都想拥有的女人 即将在她胯下 婉转成欢 太吃鸡 太过瘾了 有没有啊 然而 她刚刚解开裤腰带 一只手 搭上了她的肩膀 这 刘大麻整个人都愣住了 僵硬的回过头 只见宁小凡 满脸正微笑的 看着她呢 她很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下一刻放声大叫了起来 鬼啊 咋死了 刘大麻吓得哇哇乱叫 想要掏枪 再给宁小凡补一枪 后者却迅速在她胸口点了两下 我 我怎么 我怎么动不了了 我 刘大麻保持着拔枪的动作 脑门冷汗 缩缩而落 但无论如何 她怎么挣扎 却连抠动扳机都做不到了 你 你 你到底是 是人是鬼啊 你 此刻的她十分的恐惧 她的枪法 在野战营受过特训 精准无比 刚才明明一枪射进了宁小凡的心脏了 怎么可能不死呢 这完全超脱了她的认知了 宁小凡没鸟她 而是快速将萧允儿解救了下来 平放在地上 月儿 月儿 你怎么样 她眼路焦急 爱抚着萧允儿白皙的俏脸 后者却只是看着她 眼眸渐渐发红 小凡 我 我还以为你死了 小妮子突然泪崩了 她在宁小凡胸口就失声痛哭 脚去一下一下的抽搐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呢吗 宁小凡拍了拍她那细小的相间 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 这个臂膀并不宽阔 却让萧允儿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安全 宁小凡紧紧抱着她 灵气悄然涌动 钻入了萧允儿的体内 修复着她受损的元气 宁儿 这样好点了吗 嗯 萧允儿扬起红彤彤的俏脸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被宁小凡抱了一会儿 感觉格外的舒服了 接着她转头看了看刘大麻子问道 萧允儿 她怎么不动了 我点了她的穴道 一个时辰之内 她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宁小凡随口说道 蹭 闻言 一股怒火从萧允儿心中生疼而起呀 该死的 她银牙紧咬 起身走到不远处 捡起了一块红砖头子 回过来 对着刘大麻的脑袋 就是一阵猛拍呀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咔嚓 萧允儿一边叫着一边板砖拍头 接着又是一记撩阴脚啊 差点没让刘大麻子把眼珠子瞪爆出来 她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倒在地上哼哼唧唧 脸旁都成了猪肝色 我去 好暴力的小妞啊 宁小凡眉头猛先 这一脚 足以让对方断子绝孙 她摇了摇头 转身掏出手机 给萧复打了一个电话 萧家呢 此刻已经乱成一团了 萧复廖秦和萧冠南听说 杨云不仅没有抓到凶手 还把钱丢了 当场是如坠深渊呢 廖秦昏厥倒地 送往了医院 萧复差点心脏病又发作 萧冠南暴跳如雷 大骂杨云是个废物 饭桶 就在这时 萧复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 她的声音透着绝望 萧老头啊 你赶紧给我派两车子过来 位置是 北郊的一家废弃化工厂 萧凡啊 我现在没心情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萧复摇头叹息 就要挂断电话 宁小凡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不是吧 萧龙头 你自己孙女 你都不管了 不管了 不管了 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想 啊 你 你刚才说什么 萧复蹭地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双老眼睛 瞪得如牛铃一般 众人都奇怪地看着她呀 萧冠南皱紧了眉毛说道 爸 你怎么了 萧复啊 太过激动 以至于攥着手机的右手都在颤抖 小凡 你刚才说 我 我孙女 我 我孙女 哎呀 是啊 袁儿现在就在我旁边 那 给你听听她的声音 宁小凡把手机一伸 啊 死流氓 我打死你 你去死吧 我造死你 啊 让你想碰我 你个臭八怪 本小姐 别是你当碰的 我打死你 下地狱去吧 一阵拳打脚 低外加七力的惨叫 正是老人这几天 魂牵猛绕的声音呢 云儿 云儿 是云儿 是云儿啊 萧复瞬间是劳累纵横 失声痛喊了几句 房间里也是轴然打针 爸 云儿 云儿 云儿找到了吗 他在哪里 萧真男满脸震惊 绕着萧复转了好几圈 恨不得把他手机抢过来 问 好好好 小小凡 你先站着别动 我马上就派人过来 萧复急匆匆挂掉电话 激动的对一旁的杨云说道 杨队长 快 云儿在北郊的一座飞气化工厂 你火速派人过去 要快 北郊 杨云愣了一下 旋即猛然点头 好好好 我立刻过去 说完 他带着靳小倩 王伯儿等人转身离去 下楼都是用跑的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谁把云儿救出来了 萧官男一脸错愕 莫非是绑匪放人了 放你个头 是小凡救了云儿 绑匪差点侮辱了他 你 你 你小凡 小寡男的瞳孔一阵猛缩 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我早就和你说过 小凡他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你就是不信 等他回来 我看你怎么面对人家 哼 萧父 佛秀一哼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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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冠男 哑然失笑 摇头不已啊 原本他以为 自己主持家族生意 这么多年 早已能够独挡一命 却没想到 自己的眼光 和父亲相比 还是差了太多太多呀 哎 算了 只要云儿能够平安归来 我就算丢尽脸面 又算得了什么 哈哈 几个小时后 萧家大小姐平安归来了 一家人 好家伙 相拥而弃啊 所有人 也都松了一口气 小凡啊 这次如果不是你 云儿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萧父是紧张的心情 攥着宁小凡的手 不肯松开 以后 你就是我们萧家的大恩人 做上宾 小老头 你这话说的 我跟云儿是朋友嘛 总不能看着他受难 不是 宁小凡笑了笑 使劲抽了一下手 妈蛋的 居然还抽不出来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七章 萧家晚宴 不 不不不不 意义不同啊 你救了云儿 等于救了我们整个萧家呀 萧挂南此时也走了上来 面色恭敬地 将天珠手链还给了宁小凡 宁先生 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小母绝对不皱一下眉头 不用了 真的不用 我什么都不缺 宁小凡连连摆手 突然又想起 纳界内的密码箱 哦 对了 那一千万英镑还在我这 我晚上给你拿来 别 宁先生 千万别这样 这一千万英镑 全当我们了表心意了 萧冠南神色严肃地说道 您要是不收下这一千万 我们可就真的寝食难安呢 外界的朋友也会笑话我们萧家 这 这 那好吧 宁小凡挠挠头 他感觉自己要不收这笔钱呢 萧冠南都要跟他急了 除此之外 宁先生 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 萧冠南似乎觉得一个亿还不够 继续问道 任何要求都可以 真的不用了 我什么都不缺 宁小凡哭笑不得呀 这萧家人 未免也太激动了 就在这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 宁小凡 事情处理完了 给我们回警局一趟吧 我们要调查一下你是怎么从审讯室逃走的 一个年轻小警员嚷嚷着说道 旁边的杨云和王伯面色一变 白痴 给我闭嘴 杨云咬牙暗喝 王伯直接冲上去 给了那小警员一脚 把他踹了个四扬八叉呀 然后满脸堆笑的看着宁小凡 不不好意思啊 宁先生 之前是误会 都是误会 萧父和萧冠男互看一眼 都发现了有点不对劲 哦 对了 你们不提 我差点都忘了 宁小凡一脸回想起来的表情 宁先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声 萧冠男的声音响了起来 没啥事 宁小凡随口一说 哦 杨云和王伯都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刚放下的心 宁小凡紧接着又笑道 就是昨天 他们把我关了起来 不让我去找萧允儿 今儿早上九点 我才偷偷跑出去的 也就是差点晚一步 找到允儿嘛 小事小事小事 宁小凡一边说 一边呵呵的摆手 眼底却藏着一缕阴色 慢慢逼的 你当老子这么好气话 文言 萧冠男和萧夫的脸色 彻底阴沉了下来 四道暴怒的目光 落在了杨云和王伯头上 哦 还有这位大哥 给我上了三道手铐 还说要弄死我 可吓死宝宝了 宁小凡指了指王伯 一脸细虐的笑意 王伯的脸色当场铁青啊 心中怒骂 你妈这小子也太狠了 杨队长 有这种事 萧冠男语气夹杂着恼怒 仿佛一座 贫邻爆发的火火山呢 萧先生 您听我们解释啊 我们也是有苦衷的啊 这 杨云连连白首 脑门上布满了豆大的汉珠啊 废物东西 萧冠男怒声呵斥 找不到绑匪 还差点丢掉我一个亿 你们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萧先生 这确实是我们的失误 对不起啊 杨云不断地低头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一帮饭头 我每年往你们局里头几千万 都是用来干嘛吃的 萧冠男痛骂着杨云王伯众人 后者满腔愤怒 却没有一个敢反驳的 须知 眼前这位 可是屹立在松山金字塔顶端的几位大佬之一啊 腰缠万贯是富可敌国 没有他的支持 警局每年经费少几千万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损失 萧冠男士足足骂了三五分钟啊 一帮平日里嚣张跋扈的警察 脸庞清一色的憋得通红 最后 宁晓凡慢悠悠地走上前来 走到王伯身前 哎呀 王警官 你不是要抓我吗 来吧 我保证不跑 宁晓凡满脸微笑地伸出双手 王伯一嘴的牙齿近乎都要咬碎了 小子 你别他妈太嚣张 不是我嚣张 是你们太没用了 连这么一个小绑匪都抓不到 还当什么警察 不如卖烧饼去吧 宁晓凡摇了摇头 见对方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王伯的肺都快记炸了 如果不是萧家替他撑腰 他早就把这小畜生拎起来一顿毒打呀 旁边十几个警察 他心里一片大骂呀 妈妈拨的 这也叫小绑匪 反侦察意识之强 心思之缜密 说是国际绑匪都不为过呀 他究竟是怎么跟踪上的 难道仅仅就是巧合吗 杨云气愤之鱼 心中也不免震惊 随后杨云带队离去 将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刘大麻 压上了行车 凭借萧家的财力和势力 把他弄得个终身监禁 应该不难 宁晓凡件事情处理完了 就想走来着 却被萧冠南极力挽留了下来 让他在萧家住下 住多久都可以 望见他那渴望的小眼神 宁晓凡也不好意思拒绝呀 干脆呀就把酒店给退了 晚上 萧冠南吩咐厨房 做了一桌子满汉全席 甚至呀 还取出了一瓶 珍藏了好多年的猴儿酒 请宁晓凡来喝 这猴儿酒 相传乃是山中诸猴才 白果鱼一树洞 珍藏过冬粮食 但若当即不缺粮 猴儿们便会忘记 自己曾经储藏过的一栋白果 然后这一栋白果 便逐渐发酵 而后酿成一栋白果酒 此类也酿 实属机缘巧合 真正的猴儿酒 价值千金不换 也不知道 萧冠南从哪搞来的 宁晓凡品尝了一口 宁先生 我这酒如何呀 萧冠南脸庞上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傲瑟 这瓶酒可是绝世珍藏 花了他大几千万拍下来 每年才舍得拿出来喝半杯 此等家娘真是喝一口少一口啊 还行吧 宁晓凡放下酒杯 脸色不温不火 萧冠南愣了 玄机以为宁晓凡不懂酒 也没放在心上 就招呼宁晓凡吃菜 宁晓凡却淡淡一笑 酒是好酒 但比起龙边酒 还是稍差一筹啊 哦 龙边酒 萧震南周身一阵 眼中露出亚异之色 萧富也很意外地 看向宁晓凡 显然没想到 宁晓凡居然听说过龙边酒 小凡 龙边酒是什么东西啊 小隐儿偏着小脑袋 不解地问道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一十八章 和我说 廖琴也是疑惑的摇摇头 也没听说过 小富淡小出生 妄想宁小凡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龙边酒应该就是流传在青江富豪圈中的一种佳样 听闻此酒犹如黄金之印 极富龙阳精华 品一口如吞下岩浆 阳气浩烈 但这龙边酒最重要的功效吗 是 顿了一顿 他老脸微红的说呢 能够增强或者治愈男性方面的能力和病症 不举之人 几杯下去就能恢复元气 金枪 小允儿母女在场啊 这小富就没敢继续往下说 但二女呢 已经听明白了 帘带上浮上一层笑红 是啊 我听说过这个龙边酒 一共只有七八瓶流传出来 每一瓶都价值连城 最贵的一瓶在拍卖会上 甚至拍出了数天万的天价 小凡啊 莫非你见过这种酒啊 小贯男惊讶地看向宁小凡 他曾经想花个几百万买一杯尝尝 却都被拒绝了 宁小凡这么年轻 结交的人脉层次 应该不够接近到龙边酒吧 他估计呀 只是偶尔听过 宁小凡淡淡一笑 不光见过 我还喝过 因为这座龙边酒的人 是我朋友 什么 萧夫和萧冠男齐齐大战 后者甚至坐不住 从位置上站得起来 宁先生 你没开玩笑吧 我听说这座龙边酒的人 来历异常神秘 除了马修营外 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死胖子也是守口如瓶 死都不说呀 跟大家提醒一下 马胖子的本名 其实叫马秀英 这种事情 我有必要骗你们吗 也不怕告诉你们 我和那人是生死兄弟 龙边酒 我平时都当可乐喝 喝了三十瓶都不止了 啊 三十瓶 还不止 萧震男嘴角一阵抽搐 萧夫看向宁小凡 满脸期待的说道 小凡 那你现在手上还有吗 我 我可以出高价买呀 你等着 我放车上了 我去给你们拿来 宁小凡转身走出了 萧家餐厅 到外面逛了一圈 从纳戒中 取出了一瓶龙边酒 各位请看 这 就是传说中的龙边酒 他将酒瓶哐当一声 放在桌上 萧夫和萧冠男 立马凑上前来 脸上尽是激动之色 其色如黄金之夜 果然如此 好酒 好酒啊 萧夫一声喝酒无数 仅凭颜色 就能判定出一瓶酒的好坏 旁边的萧冠男 都快按捺不住了 激动无比的说道 您先生 这瓶酒多少钱 随便你开价 不用了 我都拿了你们一个亿的报酬了 这酒啊 就送给你们 反正我那边多的是 这可不行啊 这一个亿 就算你救出允儿的报酬 那都远远不够呢 怎么还能抵得上 这瓶好酒呢 说着 他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您先生 两千万 我买下这瓶酒 您看如何呀 宁小凡彻底无语了 你一样钱也是太吐好了吧 张嘴几千万一个亿的 不知道以为你们家开银行的呢 翻了个白眼后 他无语的说道 我说送给你们就送给你们 咋这么磨叽呢 要不要 不要我拿走了啊 说着 宁小凡拿起了酒 转身就要离去 别别别别别 小凡 我们不出钱 不出钱了 小父赶忙叫住宁小凡 狠狠瞪了一眼 小冠男 似乎是在说 成货 你以为什么事 都是能用钱来解决的 小冠男只得挠头叹息 不好意思 宁先生 我这个人确实把钱 看得太重了 啥也别说了 喝酒吧 宁小凡大拇指 抵在瓶盖下面 轻松一掀 瓶盖就飞了出去 当时啊 一股浓烈的酒香 飘散而出 光是文件 就让人浑身早热 小父父子连忙倒了一杯 刚已入口 眼睛猛然抱睁 好好酒啊 太好喝了 这简直就是 绝世佳酿啊 小冠男一口饮尽 挥味无穷 再看自己那瓶猴二酒 简直和一瓶冰红茶 没什么区别了 几杯下肚后 宁小凡和肖家人之间的情意 渐渐增加了 晚上十二点 宁小凡正在房中打坐 缓缓睁开双眸 哎 明明半只脚踏入画镜了 却感觉 总是还差了那么一层隔膜 宁小凡摊开双手 掌心之上 有一团白色气玄 阴隐浮沈 内镜外方 乃是画镜宗师的招牌手段 宁小凡虽未踏入这个境界 但已经能够掌握这种手段 内镜乃真气 内可断骨炼金 外可释放而出 杀敌于十掌之外 内镜舞者与画镜宗师 虽然只差一个境界 但十个内镜巅峰的舞者 也不是一个宗师的对手啊 当然 这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差距 咚咚咚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谁啊 宁小凡随意打开了火眼金睛 扫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萧允儿 萧允儿 我有点害怕 能不能 萧允儿轻咬嘴唇 悠悠地说道 就是 就是能不能和你一起睡 啥 宁小凡神情一朗 这大半夜的小妮子要和她睡 小凡 我有一点害怕 眼睛一闭 就想起那个丑八怪 萧允儿抬起一双漂亮的毛子 眼睛里边泛起了晶莹的泪光 这 好吧 宁小凡也有点不忍心 打开门 望了望走廊四周 将萧允儿接了进来 宁小凡住的房间 是整个萧家庄园最豪华的一间 高大的落地窗 直面平胡秀丽的风光 此刻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萧允儿站在床边 翘脸羞涩地说道 小凡 你睡床 我睡地板 得了吧 我可是男人 怎么可能让女人睡地板 宁小凡弹了弹手指 我睡地板 你睡床 不要 萧允儿一把抓住宁小凡 见说的手臂 眼眸羞涩地说道 那 那我们 睡一起吧 好好好 宁小凡咽了口唾沫 感觉自己舌头 有点不听使唤 萧家大小姐 松山第一美女 主动要求睡一个床 诗问 天底心哪个人能拒绝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 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凯旋拍卖场 几分钟后 昏暗的房间内 两人躺在同一个被窝里 小允儿玉手拉着被子 扮遮住羞红的翘脸 心中是思绪万千呢 天哪 我竟然和一个男人 睡在了一起 而且还只认识 一个星期不到 他会不会摸我 我好害怕 万一他摸我的胸怎么办 我的胸是不是太小了 三十六地 应该不算小了吧 我该不该反抗呢 不反抗太放荡 但小凡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办 怎么办呀 好紧张 小允儿的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理智和情欲相互挣扎 说实话 小允儿自食金贵这么多年 没被一个男人碰过 但每次看那小黄片的时候 也会有那方面的想法和冲动 但身边的男人看一圈 不是太庸俗就是太丑 太帅的吧 又太娘 没有一个能让他满意的 直到宁小凡出现 他的长相只能算是清秀 脸上还总是带着令人又爱又恨的坏笑 身怀极品健保之术 武功又这么高 连陈郎川那种天骄啊 都为他挤脚KO了 最重要的是 他救了自己的命和真操 正在小允儿响入飞飞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一阵呼噜声 小妮子一愣飞快扭头 只见枕边的宁小凡睡得跟死猪一样 憨声如雷呀 你 你 亲手不如 小允儿气得直咬牙 轻声骂了一句 赌气般的转过身 强迫自己睡觉 结果 一整夜脑子里都是宁小凡 宁小凡抬起一条眼方 笑了笑后 再次闭上了双眼 一觉醒来 萧允儿发现宁小凡并不在身边 他揉了揉双眼 目光在房间内环绕一圈 也并未发现宁小凡的身影 小凡 小凡 萧允儿找了一圈 最终拉开了窗帘 发现宁小凡正在花园里练功呢 少年一身白衫 双眸半眯 手掌以一种奇异的姿势摆动 像极了太极 却又多了一分刚芒 一拳一肘 都能在空气中打出爆响之声 搭配上清秀俊朗的脸庞 一反常态的严肃 简直就是他想象中的完美男人呢 小允儿趴在窗台上 越看越是痴迷 直到用人来敲门 动动动 大小姐 您起来了吗 今天上午九点 凯旋拍卖会有一场竞拍 您不是说让我提醒您吗 啊 闻声 小允儿 敲脸一惊 他竟然把这茬给忘了 回头再看时 宁小凡已经从花园消失了 好的 我马上就来啊 小允儿急急忙忙 跑向了卫生间 凯旋拍卖场 嵩山市最大的拍卖场 经常拍卖一些古玩古董 和其他稀奇古怪的宝贝 邀请的人 也都是各界的名流富豪 宁小凡呢 本想等着萧允儿一起的 但这妮子一直在房间里不出来 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萧富在嵩山大学 有场讲座来不了了 于是啊 他就和萧冠南先行一步 宁小凡也没开他自己的幽灵跑车 而是坐着萧冠南家常版的 劳斯莱斯幻影 一同前往西城区 四十多分钟后 宁小凡看到一个燕京天坛般的建筑 宏大雄伟气势如山 凯旋拍卖场周围 也都是停满了豪车 宁小凡随便扫了一眼 嘿 兵力沐上 家常版林肯领航员 布加迪威龙 两人来得有点早啊 萧冠南便和他讲解起了凯旋拍卖场的信息 传说呀 凯旋拍卖场的主人 来自燕京望族 背景神秘无比 拍卖场这块地 每个月光是租金就高达一千多万 可见其财力之雄厚啊 开旋拍卖场 开旋拍卖场也是松山著名的一台赚钱机器 不少人都是胡适担担 聊着聊着 萧冠南突然眼睛一亮 对宁小凡说道 不好意思啊 宁先生 我看到一个朋友 先试陪一下啊 说完他歉意的点头 然后大步追上 哎 小凡 正无聊的时候 萧允儿那夹杂着一丝惊喜的声音 响了起来 宁小凡转头去看 眼睛不由绽放出亮光 今天的萧允儿 化了淡妆格外的漂亮 穿着一条淡蓝色的素腰连衣裙 下摆坠着优雅的流速 裙底露出两条白瓷般精美的小腿 五黑羞发垂着肩膀充满光泽 再搭配上两个月牙形的耳环 将他整个人啊 衬托得犹如仙女一般 一瞬之间 宁小凡几乎吃了 但幸好宁小凡身边是时常有美女 甚至见过灵儿那样真正的仙女 所以对美女啊 她有非常强的抵抗力 两人迎面走来 虽然宁小凡掩饰得很好 但萧允儿依旧从她眼中捕捉到了一丝代谢 仅仅半秒的停顿 足以让萧允儿心中窃喜呀 允儿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宁小凡笑着走上前去 就在这时 萧允儿身后不远处 紧紧追来一个男人 允儿 允儿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这位是 追来的那男人呢 身高大概一米七八 比宁小凡要矮一头啊 穿着一身名牌西装 打着深蓝色领带 一副社会精英的模样 眼内 时刻蕴含着一丝傲色 而且当她看到宁小凡时 还多了一些敌 年轻人飞速掩饰了起来 对着萧允儿笑道 营儿 这是你朋友吗 李少聪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别老跟着我吗 萧允儿一见到这个人 顿时跺了跺坟角 一脸的不耐烦 李少聪 露出一脸 无可奈何的苦涩 讧儿啊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当然要在一起了 萧叔叔上次 还让我们多 联络联络感情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瞥了瞥宁小凡 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她 萧允儿 是我的未婚妻 你啊 别想太多 这 听到未婚妻三个字 宁晓凡明显一愣啊 心中嘀咕 原来允儿已经订婚了吗 我还以为这小丫头一直喜欢我呢 卧槽 我真是自恋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二十章 好了伤疤忘了疼 黎少聪 小允儿彻底怒了 背齿紧咬 脸色又羞又怒地喊道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谁是你未婚妻 你要不要脸呢 嗯 允儿 哪里不对嘛 我们两家从小就只妇为婚 又是青梅竹马 这是理所应当的呀 黎少聪一脸的疑惑 那是长辈们说着玩的 你还真当真了 小允儿瞪大着眼睛 不时用余光撇一下宁小凡 心中恼火无比呀 黎少聪这个王八蛋 真是气煞本小姐了 我告诉你 我小允儿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绝不可能跟你结婚 简直荒谬 小允儿气得小脸发白 哎呀允儿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不听也得听啊 黎少聪笑了笑 露出那十二颗洁白的牙齿 不知道为什么 宁小凡看见这副笑容 心中突然有一种冲上去 狠扁他一顿的冲动 婴儿 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我给他点钱 把他打发走不就行了吗 黎少聪呵呵一笑 脸皮厚如城墙了 哼 就是我 突然 宁小凡面色漠然的开了口了 啊 黎少聪和萧允儿皆是一惊 显然都没有想到 宁小凡会说出这种话 当下 黎少聪眼中是阴毒之色 便浓郁了起来 他挺了挺几倍 脸上露出一丝 高高在上的神色 不用听啊 再挺你也没我高 宁小凡淡淡开口 扑吱一声 萧允儿笑喷了 哼 黎少聪脸上露出一抹怒字 颜色阴沉的说道 哥们儿 你在哪儿高救啊 宁小凡冷冷一笑 一上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问 就直接问工作 显然是想将他比下去 云儿 我们走吧 别理他了 宁小凡微微一笑 旋即牵起萧允儿的小手 静止走向凯旋拍卖会的大门 柔弱无骨的小手 丝滑无比啊 宁小凡还感觉 这丫头手心出了不少汗 萧允儿心跳加速 眼底流露出一抹喜色 这算是表白吗 该死 李少聪见萧允儿 根本没有反抗 气得狠狠踹了旁边花坛一脚 哪里来的穷逼 传来一时破烂 还好意思来追求允儿 哼 旋即 他怒气冲冲的追了上去 小凡 你千万千万别误会啊 我跟那李少聪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允儿可怜巴巴的解释 难道那个李少聪 是在湖边乱造吗 未婚妻 宁小凡笑着环氏周围一圈 各界名流来来往往 好不热闹 未婚妻 是真的 不过 我绝对不可能嫁给那个家伙 萧允儿相猜鼓起 十分气愤 怎么了 我看那人还不错呀 虽然没有我高 没有我帅 但长得还凑合 而且一看就是成功人士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 宁小凡打圈说道 宁小凡 你混蛋啊 小允儿娇沉怒骂 粉拳在他肩膀上打了一下 啥是可爱呀 行了行了别在意 开个玩笑而已 哼 那个李少聪 整天就想着跟我结婚啊 结婚结婚的 一天到晚 催死我了 烦死我了 讨厌死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他们李家 是想通过商业联姻 搭上我们萧家这条大船 赚更多的钱 这是恶心死了 宁小凡眼珠子一转 哎 那你们两家 是怎么制服为婚的 哎 说起这件事 我就窝火 其实几十年前 他们李家 也算是松山豪门 李爷爷 从一介平民 赤手打天下 和我爷爷 有过命的交情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 爷爷就和李爷爷 制服为婚了 那之后来 李爷爷生了个 不成器的儿子 短短几年就把李家家产 败掉了个七八成 导致家族一蹶不振 根本没办法 和我们萧家相提并论 李爷爷 也是活生生被气死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 萧允儿的翘脸上 明显有一股怒火 接着他又说道 现在李家那个败家子 拿着鸡毛当令箭 一天天往萧家跑 催着我赶快完婚 为了这事 我爸和爷爷 也是头疼得很的 哈哈哈哈 原来那个李少聪 是想娶了你 给李家创造发财的机会呀 倒是一响天开 宁小凡冷冷一笑 别说了小凡 拍卖会快要开始了 咱们进去吧 是前排亚座哦 小允儿嘿嘿一笑 旋即弯起了宁小凡的手臂 往里面走去 拍卖会场很大 有点像古罗马竞技场的风格 中间留着一大片空地 空地上有一个红布遮盖的小台子 用来摆放拍卖物品 就在宁小凡即将入座时 不远处又响起了一道 阴狠压抑的声音 宁小凡 又他妈是谁呀 宁小凡无语了 自己长得就这么帅 这么拉仇恨吗 怎么一张就能碰到两个找茬的呀 转头一看 嘿 是穿着一身紫色西装的秦润 活像个沙马特 身后跟着七八个壮汉毛镖 哎 不想装逼打脸都不行 人家送上门了 有什么办法 秦瑞站在不远处 一脸阴沉地看着宁小凡 眼底潜藏着一抹深深的忌惮和畏惧 而当他看到萧允儿和宁小凡 牵在一起的手时 那更是暴跳如雷 脑门倾金引现 狗男女竟敢在本少爷面前秀恩爱 他横其手 指着宁小凡的鼻子就大骂道 宁小凡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也敢来这种地方 真是不怕丢人呢 可能是身后有八个虎背熊腰的保镖撑腰吧 秦瑞显得底气十足 哟 这不是秦大少吗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宁小凡冷笑提醒 不就是拿了个破血麻塞的冠军吗 你狂什么狂你 秦瑞瞪了他一眼 心底却暗闹 妈的 上次丢了场子 今天一定要连本带笠的都给找回来 喂 秦瑞 我们来这里关你屁事啊 你关好你自己就行了 萧允儿忍不住骂了他一句 转头又对宁小凡说道 小凡 我们别理他 呵呵呵呵 秦瑞淡笑出声 云儿 我们秦家可是拍卖会的投资方 我作为秦家继承人 自然拥有管理拍卖场 维护秩序的责任了 宁小凡 你小子他妈的也不撒泡尿照着镜着 你自己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一个专门靠女人养活的小白脸 也有脸来凯旋庄上流社会人物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二十一章 宁小凡的身份 我说姓秦呢 请问你是白内障吗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软饭了 小白脸 你敢骂我 吃没吃软饭 你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咋的呀不服啊 不服来打我呀 来来来来呀 秦瑞突然很犯贱的伸出了脸 脸上露出细虐嚣张的表情 让旁边的人看到 都恨不得冲上去甩他两耳瓜子 其实啊 他早就跟那八个保镖交代好了 只要宁小凡敢卖一只脚 他们立马围上去就是一顿毒打呀 真是个找死的小子 竟敢和秦瑞接吵 找死 黎绍聪此时靠着门边 一脸戏虐的看着场中这一幕 宁小凡发誓 他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妖九 当即身影一闪穿过那八个大汉 白皙的手掌落在他那欠揍的脸上 后者嘴里那来呀来呀的声音戛然而止 然后整个身体直接摔进了座椅之间 发出了一声惨叫 满足你了吧 秦大少 宁小凡拍了拍手 冷冽一笑 少爷少爷秦少 八个壮汉愣了一下 当即一个去扶起秦瑞 另外七个磨牙匀齿的朝宁小凡扑来 一连串的闷响传来 七个壮汉胸口各挨一脚 朝着七个不同的地方飞出来 卧槽一挑戏 连秦瑞他都敢打 他不想活了吧 这不是那国武选拔赛的冠军 一脚抄人静小凡吗 我的偶像啊 抽得好抽得妙 秦瑞这孙子 贼他们欠收拾 这是你一级难 打得就是爽 不过等会秦瑞他老子来了 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好收场嘛 一旁围观的富豪名流们 不少人都认出了宁小凡 眼中纷纷并发出惊意 其他不知道的也是四处询问 了解一番后 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秦瑞这个傻叉 挑衅整个江南区国舞选拔赛的冠军 这你马不是厕所里打灯笼着使呢吗 这些个练武的 哪个脾气会好啊 稀稀缩缩的言语 落在宁小凡的耳中 让他眼底出现一丝笑意 呸 什么一级难 李少聪十分的不信 现在的社会 完全是一个看钱的社会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 就可以掌控任何力量 一个练武的你再厉害 还能上天了不成 一颗枪子过去 就足够娇丫做人了 这时 一个阔绰的人影 风风火火的闯了进来 身旁还跟着一个 西装革履的挥发男人 瑞儿 瑞儿 卧槽 这他妈谁干的 有种给老子站出来 秦大勇气得一两横肉都在抖动 怒气冲冲的目光扫尸四周 当下便让不少人退却一步啊 秦家是个大家族 在松山青江东海等诸多地区 都拥有产业 一般人也是根本不敢招惹的 是我 宁小凡淡淡开口了 你 秦大勇一乐 玄机用一种十分贤气的目光 打亮了宁小凡一圈 一声冷哼 也是个什么东西啊 穿着一身破烂 还好意思来凯旋 这年头还真是奇葩朵朵战缝啊 站在秦大勇身侧的挥发男人 冷冷的音效 宁小凡不去管他 扫了秦大勇一眼 不算什么东西 只是满足一下秦大勇的要求而已 这可是他自己要求的 可不能怪我 放你妈了个屁 我儿子又不是脑残 怎么可能提这种要求 秦大勇眼睛眯了起来 瞪着宁小凡说道 小子 我劝你最好放老实点 否则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哼 秦大勇 你好大的口气啊 话音刚落 萧冠南的浑厚的声音 便在会场里乍响了 众人心中一惊转头看去 只见萧冠南 缓步走来 旁边啊 跟着一个高大的胖子 一见这胖子 宁小凡顿时一愣 呦喂 马胖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宁先少了 马远显然也是见了宁小凡 一张原本还戴着淡淡傲色的脸庞 立刻全部转化为了谄媚的笑容 然后踏着小碎步 迎了上去 哎呀呀呀 宁小少 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他们之中 不少人都认识这个马胖子 是青江那边的大老板 各个行业都有涉猎 身价颇丰 人们也是非常恐怖 近几年喜欢上了玩古董 三天两头的往松山跑 听说呀 和宵贯男的关系很不错 而且他们还注意到 这马胖子对宁小凡说话时 用的是您这个字眼 当下 便有不少人对宁小凡 投去了一丝惊怡之色 纷纷猜测起 宁小凡的身份 小冠男也是没头紧锁呀 他搞不清楚呀 这马胖子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我还问你呢 胖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宁小凡略感惊讶 笑着问道 我来凯旋 自然是玩古董呢 宁先生 听说今天的货不错 我这不就过来看看 顺便拍两件回去玩吧 马胖子的眼睛 笑得都眯成一条缝呢 顺便拍两件 你真是土豪啊 宁小凡说道 宁先生 难道您也喜欢玩古玩 待会您看上哪件 告诉我 我直接拍下来送您得了 马胖子 马胖子豪气冲天的说道 听见此话 不少名流富豪都是倒一口凉气呀 这位宁先生 到底是何许人也 竟然让马胖子恭敬到这种程度 凯旋的一件拍品 那少说也得五六百万起步吧 花这么多钱 去讨好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 用脚趾头想想 就知道不会太简单 算了 我只是陪朋友过来随便玩玩 有喜欢的 我自己会拍 你玩你的吧 宁小凡随意说道 好行 您随意 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叫我 马胖子点了点头 脸上依旧是那副讨好的笑容 随即他目光一转 哑低声音说道 先生 那龙边酒公司的事 我这边都准备差不多了 您看 您那边 转来转去呀 还是离不开龙边酒 宁小凡摇了摇头 他知道 马胖子要他手上的原材料 他好开工 行 等回去再说 好嘞 马胖子笑咪咪的点点头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二十二章 乌通 操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 李绍通此时的额头啊 拧成了一个穿字了 心中无限后悔啊 自己是不是不该惹他 但和允儿结婚 是他离家唯一崛起的机会 他可不能放弃啊 要好好查查这小子的底细 李绍通眼中 闪过一丝阴沉和忌惮 随后他走到 那个灰发男人身边 叫了一声 打 然后俯身对着他 耳语几句 李俊眉头一皱 沉声问道 你确定 那 的确是这样 那小子是萧允儿的片头 该死 老子一天三趟往萧家跑 眼看都快成功了 这小子哪儿蹦出来的 不行 坚决不能让这小子 破坏老子的计划 否则李家崛起的希望 就破灭了 眼珠子一转 李俊对着一旁的 秦大勇音色的讲道 秦哥 这小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了小瑞 可不能救 他这不只是打着小瑞的脸 更是打您的脸呀 听到了这句话 秦大勇眼皮一跳 一股怒火从眼底涌了出来 现在这些社会上混的人最在乎什么 那当然是面子了 试想一下 一个人当众打了你 还用耳挂子的形式 一般人都会忍不住 更何况是秦大勇这种超级富豪啊 不把人往死里整才怪了 当下他便冷哼一声 看向宁小凡 小子 不管你是谁 你打了我儿子 就必须给个说法 否则刚刚那句话 依然适用 哟 秦哥 这句话说的霸气 黎俊 在一旁音效道 宁小凡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扫了那灰发男人黎俊一眼 冷笑问道 你是 黎俊不动声色的挺直腰本 整了一下忧郁的灰色发型 淡淡的说道 本人黎俊 黎家家主 哦 宁小凡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笑了一笑 想不到我的名气还挺大嘛 黎俊嘴角一脸 感觉脸上倍儿有光啊 原来 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级败家子啊 三年之内败尽数十亿家产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失敬了 失敬了 宁小凡连忙行了个礼 脸上露出一丝玩味 你 你 黎俊的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 牙关咬得紧紧的 双眼之中喷出了火了 众人是捂着嘴一阵怯笑啊 够了 够了 秦大勇一声冷喝 将这股骚动声声压下 谢宁的小子 你他妈没听到我说话吗 秦大勇 宁先生 那也是我们萧家的客人 你最好放尊重一些 萧贯男也站出来 被宁小凡撑腰了 众人再次惊恶 先是一个马胖子 现在又是萧家 这个宁小凡人脉还真是恐怖啊 小管男 你也要跟我作对吗 秦大勇狠狠咬牙 心中却骂道 该死的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实话告诉你 宁先生救了家父和女儿的命 是我们萧家的座赏兵 今天我必保他 萧贯男往前踏出一步 双眼坚毅地说道 那难道我儿子就让他白打了吗 秦大勇怒吼着 萧贯男眉头紧重 内心胶着无比啊 秦大勇在江南的市里也是不容小觑的 如果结了仇 以后恐怕很多生意都没法做了 但是呢 宁小凡又是父亲的救命恩人 而且背景神秘 自己都看不透啊 正在现场气氛紧张之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 缓缓地响了起来 都围在这里做什么呢 这今天的拍卖会 不用举行了吗 乌老 这不是古董界的态度乌通 他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今天拍卖是由乌老主持 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呼 宁小凡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七八十岁 精神硕硕的青山老者 背负着双手 缓缓从凯旋二楼走了下来 乌老 乌老 乌老旁边不少人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了他一声 胖子 这老头什么来了 宁小凡问向一旁的马胖子 宁先生 您可千万别直接喊他老头啊 乌老可是当今华夏古湾街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 无论什么孤屋头经过他长眼那都错不了 甚至传说中乌老有一手绝活 闭上眼睛随便就这么摸一摸就能鉴定出面前是真品还是艳品 幽威有这么厉害 宁小凡心里嘀咕着 但看着周围的神色 心中也是对着老者尊敬了起来 秦老板 小老板 今天呢 就卖我一份薄面 请入座吧 在这拍卖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无通淡淡的说道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啊 我没意见 乌老 萧冠男说道 哼 秦大勇紧握拳头 重重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了 秦瑞呢 捂着红肿的脸颊 用杀人一般的眼神 死死盯着宁小凡 他是极为不甘呢 望见这一幕 不少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当然 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家伙 探到一场好戏 没得看呢 宁先生 萧冠男恭敬的走上来 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刚才的事情 不用放在心上 有我萧某人在 秦大勇不敢动你 今天的拍卖会 东西还都不错啊 走 跟我上二楼哑坐吧 说完 他目光不动声色的 从宁小凡手腕 那串天珠手链上划过 行 谢了 小叔 宁小凡点头一笑 今天的事情 如果没有萧冠男 光靠马胖的一个人 可能还压不住秦大勇 自己也不是不识趣的人 前天的事情 他可以一笑敏之了 宁先生 您真是厉害啊 在青江混得那么好 松山也有这样的人脉 那萧家可是不简单的呢 马胖子心里嘀咕着 老老实实的跟在宁小凡的身后 萧允儿则是抱着宁小凡的手臂 内心是欢喜雀跃 宁小凡越厉害 他自然越高兴 上了二楼包厢 宁小凡左边坐着萧允儿 右边坐着马胖子 四周也都是超级富豪 而一楼就是普通富豪的座区 这样一来 财力地位的划分就相当明显了 一般来说 能上二楼的 那都是身份不简单的人物 比如秦大勇就是这样的人呢 黎俊也是因为沾了光 才能坐到他身边 否则以离家现在的势力 根本就不够资格上二楼的 好了各位 安静一点 怎么样 现在就开始拍卖 无通的声音从扩音器里说出 瞬间就令微微嘈杂的会场 安静了下来 不少大富便便的富豪都在搓着手 似乎要大展一番拳脚啊 这第一件藏品 古月青铜剑 其拍价三百万 无通淡淡地说道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维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维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23章 价值连城的手链 这时候啊 一个穿着青花花纹旗袍的漂亮女孩 手里端着一个托牌走了过来 放在台中间灯光照射的地方 这柄古代越国遗迹发掘出来的青铜古剑 经历了千年的岁月 剑锋依旧锋利无比 国具收藏价值啊 各位可以出价了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 伴随着巫通的声音响起 众人的目光也都落到了那剑上面 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热呀 三百五十万 三百八十万 四百万 一个个举起牌子来 价格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涨 很快超过了五百万了 朝着千万打官奔去 小熊 古月青铜剑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你家里摆的东西都太娘气 是时候拿紧厉害的回去占占宅子了 马胖子笑道 沾了不少死人的血 杀远太重 不吉利 小管男又说道 四胖子 你还是自己享用吗 我还要留着钱 我还要留着钱 等着后面的宝贝呢 听见二人的谈话 宁小凡便知道 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浅了 当下他打开了火眼金睛 扫了一眼那柄青铜骨剑 只见那柄有着斑斑秀迹的骨剑上 有着血光引线 看到一瞬间 宁小凡仿佛还听到了冤魂的思鸣 我靠 这么厚的怨气 简直就是花钱买死啊 还得祸害了一家人 关闭了火眼金睛 宁小凡不由惊讶地说了 不过他却不会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根本就不会有人心 还会被人当作神经病一样看待呢 很快呀 这瓦青铜骨剑被一个无名富商 以七百二十万的高价拍走了 无通苍尽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第二件拍屏一套酒劲唐三彩马 起拍价五百万 刚刚冷却下来的会场 立刻又热闹了起来 不断有人举牌 啊 早知道就晚点来了 前面都是些什么垃圾呀 马胖子一脸嫌弃摇了摇头 垃圾 宁小凡在一旁哑然失笑 这里的拍片随便拿出一件 那都是遭到外界哄抢的宝贝 但到了马胖子嘴里 就成了垃圾了 这时马胖子目光东飘西飘的 突然落到了宁小凡的手腕上 第一眼看上去有些可笑 但再看一眼 这马胖子却突然笑不出来了 那一颗颗看似古朴无华的圆润佛珠 仿佛由着魔力一般 将马胖子的目光深深吸引了过去 宁先生 您这串佛珠手腕挺好看的 哪儿买的 马胖子装作漠不关心的问了一句 这个地摊上淘的 宁小凡时刻关注厂中 随口答道 地摊啊 马胖子笑了一笑 随手端起了面前 红木楠桌上的一杯茶说道 我说宁先生 我出一万块钱 能不能把这手腕给我呀 我好像跟着东西挺有眼缘的 一万 宁小凡木然回头 用一种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盯着他 扑笑一声 懒得理会 开什么玩笑 一万块钱 顶多让你摸一下 这 马胖子见宁小凡不理他 不由奇怪呀 多看了那佛珠手链两眼 真是越看越喜欢 宁先生 你要是嫌少 那就十万 宁小凡依旧不鸟他 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样 马胖子心头不悦了 刚想再加价 一旁憋了半天的小挂男说话了 他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死胖子 你别做白日梦了 宁先生是不可能卖给你的 为什么 马胖子疑惑不解呀 难道这手链对他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是他哪个过世的亲人 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啊 小挂男露出了一抹不懈的笑容 实话告诉你吧 宁先生现在戴的 那是由十二颗活佛天珠穿成的手链 每一颗天珠单拆出去 都是价值连成 你更别说穿成一串的手链了 一旁的萧允儿也是嬉嬉一笑 胖叔 前天我爸开出五个亿 孝凡都不卖呢 马胖子听到这数字 眼睛一瞪 刚送进嘴里的茶呀 全部他妈喷了出来了 一张肥脸上 深深吐着难以置信呢 卧槽 这破手链只五个亿 这句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所以拍卖会场 所有人都将头转向了他 目光带着疑惑 什么手链能只五个亿 不好意思啊 吴老 您继续 您继续 马胖子见犯了 中怒了 立刻陪笑 梧桐望了他一眼 旋即 目光下意识地往萧冠男 宁小凡 挤人手腕上扫去 当他看到宁小凡 那手腕上戴的手链时 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目光 宁先生 还是把你的宝贝手链收起来吧 我怕 已经有人蹬上你了 小官男先是狠狠 瞪了马胖子一眼 旋即 有些担忧地对宁小凡说道 不用 谁有本事抢走 我就送给他了 宁小凡嘴角 掀起了一丝自信的糊涂 双臂抱着胸 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 这 这 小官男也无语了 不过想来 宁小凡武功职那么报表 应该也没什么人敢抢吧 排卖会继续进行 马胖子的脑门却是汗如雨下 他立即露出了讨好的脸色 压低声音说道 宁先生 真是对不住啊 对不住 刚才吓到了 行了 不用说了 这串手链对我有用 别说五个亿了 十个亿我都不会买 宁小凡面色平静如虎 丝毫不为所动 这串手链的神奇之处 自己还未查清 说不定对自己的修行有极大帮助呢 而且他暂时不缺钱 日后修为提升 一举荡平摆满山 开荒大面积种植鲜果 酿造龙边酒 到时候那钱还不是滚滚来呀 十亿啊 如果宁先生肯考虑一下 我倒是也无所谓 马胖子笑了一笑 目光却一直盯着宁小凡的手腕 显然呢 他也听说过活佛天诛是何等珍贵的宝物 宁小凡面色一惊 马胖子真的出得起十亿 我来个去 这些顶级富豪到底是多有钱呢 怎么花个十亿八亿的 跟十万一样轻松啊 想了想 宁小凡突然发现 他对于这些生豪的世界了解 还是太少了 不过 自己总有一天会踏进那个圈子 而这时已经到了第五件拍品了 这件拍品有些特殊啊 不是古董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 它更为珍贵 梧通卖了个关子 笑了一笑说道 第五件拍品 龙边酒 七拍价四百万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好为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24章 君子不多人所好 龙边酒 整个凯旋拍卖会场 直接像炸了锅了 变得异常的嘈杂呀 几乎所有人都在激烈的讨论 我靠 竟然是传说中的龙边酒 这瓶酒老子倾家荡产 也要买下来 哥们 别活梦里了 得主肯定是二楼的生好 就你那点钱 当炮灰都不够 有微 李老板 这龙边酒是个啥玩意儿 这么火呀 老张 你这都不知道 还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流人士 我告诉你 这龙边酒现在 那可是火得一塌糊涂啊 只要喝上一小杯 各种羞羞的话 落在宁小凡的耳朵里 让他惊讶之余 也是有了一份喜悦 余光一早 马胖子一脸尴尬呀 想要掩饰 却已经被自己抓这个正着了 可以呀老马 你这生意做的 转手就能赚个八百万吧 宁小凡扭过头 对着马园露出了一个冷笑 马胖子满头大汗 一脸苦逼的说道 宁先生我错了 我没想到你今天会出现在这里 要不拿到钱之后 咱俩五五分 宁小凡似乎陷入了思考了 马胖子全身一震 他还以为宁小凡 正在考虑要不要和他合作了呢 当机下的汪魂大帽啊 宁先生 这样派来的钱我分文不取 全都给你 你那么激动干嘛呀 宁小凡不由笑了一笑 想了想说的 就按你之前说的五五分 你有空的话回青江 把我那份钱分成两分 一份投资到一个叫 巨香园的饭店里 就在湘江区那边那个松山路上 一份呢 投资到镇堂武馆里 具体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饭店 无管 马胖子愣了一下 宁小凡子莫名其妙的跑偏了 奇怪归奇怪 但他也不敢多问 只是一个劲的答应 宁小凡嘴角扬了扬 刚刚仔细想了一下 和他关系不错的女人李苏若曦和汪婷婷的日子 算是过得比较清贫的了 小管男望着这一幕 心中更加疑惑 也很怀疑这龙边酒的来路了 厂商那瓶龙边酒的价格是飞速飙升啊 很快突破了八百万 而且 依旧成上涨趋势 看样子 打倒千万 已经不难 小凡 这个龙边酒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怎么那么多人眼红啊 这时 萧允儿转过头 疑惑的问道 他见几个大老板 抢的都快打起来了 这个啊 你来 我悄悄告诉你 宁小凡露出一丝淫荡的笑容 然后在萧允儿凑过来的耳边 轻轻说了一句话 嘿 一抹烟红 逐渐从萧允儿脸颊上浮现 将他那绝美的娇颜 印衬得更加诱人了 令人垂涎欲滴啊 今天的萧允儿 真的很美 此刻若不是萧冠男坐在旁边 他都忍不住一口亲上去 去了 去 流氓 小允儿声音细弱文盈 低着小脑袋不再说话了 马胖子在一旁笑得极度猥琐呀 一千六百万 突然 一道透着极度兴奋的声音 从宁小凡对面的哑坐上响了起来 嗯 是秦瑞 宁小凡扬了扬眉毛 秦瑞喊完之后 厂上陷入了安静 一楼不断有声音响起 一千多万一瓶酒真你妈有钱呀 太变态了这人 二龙惊险神吼啊 秦瑞激动的从位置上站起来 一张肿胀未消的脸是透着亢奋 他可早就听说过这龙边酒的神奇之处了 喝下一杯就能治愈多年的阳尾 只要持续不断的喝完一瓶 就能重唤男人雄风 夜夜声歌 金枪不倒也不是不可能的 他平时玩女人玩的太多了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什么金发碧眼的女郎 华裔美女 甚至花花公子的女模 和黑人美女 他都上过 那叫一个疯狂啊 一夜十几次 简直喂不饱 而这样狂轰滥炸的结果 就是年仅二十三 便已然扬尾了 老爹给他找了很多医生 各种聊了 但作用不大 这瓶龙边酒 谁敢跟我抢 老子就跟他玩命 秦瑞两只眼睛放出金光 死死盯着拍卖台上 精装升级版的龙边酒 不由伸出舌头 还舔了舔嘴唇子 一千六百万一次 一千六百万两次 等等 我出一千七百万 秦瑞眼看着乌通 就要一锤定音之时 对面雅作 传来一个懒懒散散的声音 差点没把他气得一口 溺血喷出来呀 一抬头 宁小凡正用一种 饶有趣味的目光 看着自己呢 他目姿欲裂 火得眼皮直跳 操你妈宁小凡 你个穷波拿得出一千七百万吗 宁小凡慵懒地坐在椅子上 打了个哈去 你管我 行 你跟老子玩 我看你有多少钱能玩 秦瑞一咬牙 一千八百万 一千九 宁小凡端起了一杯茶 两千 两千一 喝了口茶 宁小凡轻飘飘地说道 两千 一百五十万 秦瑞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数字 眼中的神色几乎阴沉到了一个起点 宁小凡喝完茶 将茶杯放在红楠木桌上 笑了一笑 既然秦大少势在必得 那我也不君子夺人所好呢 我记拳 宁小凡 秦瑞发誓 如果他现在手里拿着一把AK47的话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这狗日的东西打成筛子呀 不用太谢我哦 宁小凡笑了一笑 秦瑞的牙齿咬出了可怕的声音 目光恨不得要吃人呢 没人再出嫁的话 这瓶酒就被秦的公子所有了 梧桐环视一圈 最终将锤子敲下 秦瑞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了 瞬间向被抽空全身的力气 瘫软在椅子上 目光依然如毒蛇一般望着宁小凡 一楼数十位社会名流富豪们 议论纷纷的 君是窃笑不已 这位宁先生可真是有仇必报啊 原本一千六百万就能拿下的东西 硬是被他抬价抬到了两千一百万 白白多花了五百万的冤枉钱 宁先生 你这手可真他妈淫荡啊 马胖子笑得前仰后合连连竖起大妈疙瘩 肖冠男嘴角也有笑意 但依旧警告说道 宁先生 这几天你最好小心一下这秦家的人 不用了 一群杂鱼而已 我自己能解决 宁小凡淡淡一笑 轻松的说道 肖冠男点点头 想起宁小凡的强悍的武力 也就微微地放下心来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52章 兵种帝王绿项链 七仙女 第六件拍品 法郎踩瓷马 起拍价四百万 很快 第六件拍品 被李小姐拿了上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拍卖台上 嗯 法郎踩瓷马 宁小凡眼眸中 流出了一丝金光 牢牢地盯住了那件 造型漂亮 保存完整的精美古董 怎么 宁先生竟然对法郎感兴趣 马胖子眼珠一转 要不要我帮你拍下来呀 不用了 我先看看吧 宁小凡搓了搓手 似乎有点小激动的样子 四百万 四百二十万 四百五十万 五百万 价格不断上升 但比起前面龙鞭酒飞镖的价格 着实慢了不少 六百万 最终 一个秃顶中年 喊出了一个价格 没人再抢了 因为六百万 已经超过了这件 法郎踩瓷马的真实价值 再出价 那就亏了 这事啊 宁小凡嘴皮一鲜 六百二十万 众人皆是一惊 这位宁先生 为什么会出价 这件踩瓷马的竞拍 从始至终 二楼都没有一个客人出手 因为他们看不上 当机 不少人都把宁小凡雅 当成了台甲狂魔了 还有朝那可怜的秃顶中年人 偷去了询问的目光 似乎是在说 你怎么跟这尊大神结仇的 我 我 我不要了 秃顶中年喉咙滚动了几下 脸上的通红 最终选择放弃 宁小凡呈出一口气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似乎安下了心了 恭喜宁先生 这件法郎彩瓷马 还是很不错的 小管难淡淡开口 但实际上 他对这种东西 根本不屑一顾 同时对宁小凡的品位呢 也有了一丝怀疑 就在武通一锤敲下之际 秦瑞咧嘴一笑 迫不及待的喊道 等一下 我出六百五十万 说完 他直接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得意洋洋的朝宁小凡冷笑 让你他妈玩我 看老子这场不玩死你 哪知 宁小凡淡淡一笑 说出了一句 差点让秦瑞当场暴走的话呀 哦 那给你吧 我不要了 几个正在喝茶的客人 直接将口中的茶水喷了出来 目瞪口袋的看着宁小凡 我操 秦瑞当即胸口一闷 感觉一口气顺着没过来 一旁离家父子连忙上前 帮他垂胸吕亲 心情无比呀 他差点气抽过去呀 嘴皮子动了动 弱弱的说道 我 我也不要了 什么 梧桐眉头一皱 似乎听见了天底下最荒谬的事情了 喊完价不打算要了 你说这人搞笑吧 当下不少一楼的客人都发出了哄堂大笑 纷纷指着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秦瑞 好像听到了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这真是华天下之大吉呀 梧桐冷冷一哼 我 我 是他 是他故意整我的 他故意的 秦瑞支支吾吾的 六百五十万呢 就这么打水漂了 他的心都在滴血呀 废物 给我滚 秦大勇感觉无数个耳瓜子扇在自己脸上 当即看秦瑞的眼神是雷霆暴怒啊 哼 重重一个耳瓜子甩过去 秦瑞直接原地转了三个圈 脑袋都被打成一团浆糊 完全懵逼了 随后 另一边的脸也很快肿了起来 红红肿肿的 两边正好形成对称 秦瑞也是没脸在这待下去了 毒蛇般的弯了宁小凡一眼 快速下了二楼 去后台交钱了 两千八百万人民币 秦瑞大半年的辛勤成果 一招付诸东流 宁先生是吧 很好 很好啊 秦大勇脸色阴寒 眼睛像是一头压抑着暴怒的野兽 宁小凡却魅鸟他 哈哈哈哈 宁先生高啊 实在是高啊 哈哈哈哈 马胖子笑得快喘不过气了 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宁小凡 你好坏啊 小允儿言嘴倾笑 宁先生 你这言计可以去拍电影了 小冠男也是无奈摇头苦笑 不可否认 他们刚刚都被宁小凡的精湛演技给耍了 我就说嘛 宁先生那眼界之高 怎么可能对那些垃圾玩意产生兴趣呢 马胖子又说道 安静安静 武通出生了 深深望了宁小凡一眼 轻轻一叹 随后 他伸手掀开一块红布 里边露出了七条翡翠项链 大家请看 这七条一套的翡翠项链 名为七仙女 难是我一位老友近年的杰作 古老的朋友 难道是当今在全世界都享用盛名的 玉石雕刻圣手 古伯英古大师啊 你们看 这飞翠的橙子 应该是兵种的 雕刻的近乎完美呀 应该就是国内玉石雕刻界里的 康顶之人古伯英 我听说 他现在每年只出手一次 扫了一眼现场的反应 巫通满意的点了点头 大家猜的没错 这一套七仙女 正是出自古伯英之手 由于材料悬用的是兵种帝王律翡翠 所以棋牌价格定在七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百万 此话一说完 一楼的大多数社会精英和富商们都是狠狠地倒吸一口凉气呀 此话一说不少人就是望而却步了 宁小凡的目光 落在了那七条造型各异 却又有一种奇妙的默契和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翡翠项链 不由心动呢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表露出来 因为对面还有一个人对自己虎视眈眈的 为了给自己儿子报仇 这个人一定会不择手段地阻挠自己 当下他便拿出了手机 装作百无聊赖的样子 玩起了手机了 实则他是给萧云儿发出去了一条短信 萧云儿看完短信的内容以后 眼眸一亮 也不去看见小凡 只是悄悄来到了萧冠南身边 缠起了他了 爸 我想要那个 你帮我买吧 好爸爸 求求你了 什么 萧冠南一露 玄机脸上露出一抹古怪之色 云儿 上个月爸爸不是才给你买了一条碎钻的项链吗 再说 这七条你也带不过来呀 别闹了 那条早就带腻了 人家现在想要这个 你买吗 买吗 你帮我买吗 萧云儿直接使出了撒娇大法 嘟起了小嘴 这对任何男性都有着无敌的杀伤力 好吧 好吧 多大的人了还撒娇 也不嫌丢人 谢谢老爸 萧云儿一笑 宁小凡的嘴角也是跟着微微一翘 谢谢 他又给萧云儿发出去了一条短信 萧云儿也没回复 只是抿着小嘴 似乎在动什么歪脑筋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二十六章 书胜真迹 宁小凡大致算了一下 加上那一千万英镑 他手头的存款 还有一亿三千万左右 看似多 实则修炼一周就没了 他需要攒下三个亿 兑换三百块上品临时 作为冲击化镜的资本 再者 他想拍下这七条兵种 帝王绿的翡翠项链 最起码也要一千五百万左右 只能再出手几瓶龙鞭酒了 宁小凡摇了摇头 苦笑一声 肖冠男最终以一千四百万的价格 拿下了这套七仙女项链 还多亏人家给他肖家面子 否则呀 一千四百万根本不够看的 趁着肖允儿拉着肖冠男去付钱时 宁小凡对马胖子说道 老马 我刚刚又拿了一点龙鞭酒 你要吗 马胖子旋即一了 立即拍着大腿说道 哎呀 要啊 我当然有了 哎呦喂 宁先生 你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在我们圈子里有多活宝 就从你手里边流出来的那几瓶 谁要拿到一瓶 第二天 起码七八辆兵力堵在他家门前 要是不拿出来分享 就跟人家玩命 马胖子一脸激动啊 又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偷偷告诉你啊 其实我转手龙鞭酒这事儿吧 也不是我第一个干的 是老袁 你都不知道 袁宗明的王八蛋 偷偷带了一瓶跑去东海市拍卖 结果拍出了一千八百多万 比起那老鬼 我是不是算好点的 马胖子咧嘴一笑 这老狗日的 宁小凡眼睛一瞪 差点没气的骂娘啊 自己当初一百万出手 结果在拍卖会上 竟然拍出了一千八百万 这整整翻了十八倍啊 宁小凡突然有点后悔了 自己是不是应该提高出手价格呢 仔细想了想 还是算了 毕竟以后做生意 免不了和各种神级富豪来往 他说一瓶就卖几千万 绝对会遭人唾弃 宁先生 不知道这次 还是不是精装升级版的呀 马胖子眼睛一转说道 怎么可能 你想多了 升级版很难得 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一个月才能弄出一瓶 妈的 以后这精装版不卖了啊 全部拿出去拍卖 随后 他跟马胖子谈妥了价格 每瓶提到一百五十万 这次一次性出手十五瓶 抹去领头 就是整整两千二百万 付钱的时候 马胖子激动无比呀 根本没将那两千多万的钱放在眼里 他眼里只要龙边酒啊 二话不说 直接一个电话 痛痛快快的付了钱了 这倒是让宁晓帆有些感动啊 同时也觉得 马胖子会做人 自己现在关系网很复杂 根本不可能为了这区区两千万跑路 而马胖子的直接付款 也是赢得了宁晓帆的好感呢 晓帆 你看 萧允儿这时候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手里拎着一个保罗皮包 打开一看 七条翡翠项链 正躺在里面 发出令人心醉的帝王绿子 让人惊叹之余 也是不得不感慨 凯旋拍卖场的豪气 这个免费赠送的保罗皮包 就价值数十万呢 月儿 你挑一挑吧 结果皮泡 宁晓帆突然归时神差的 说了这么一句 话刚出口 他便感觉不妥了 他和萧允儿认识 还不到一个星期 这么快就送贵重的礼物 会让人觉得他有所图啊 宁晓帆挠了挠头 露出一脸歉意 这样 我收回刚刚的话 云儿 别当真啊 说完 他就要将皮包拉上拉链 拿着萧允儿 突然就将玉手伸了进去 脸上透着一丝温怒 哼 男人说话 一口唾沫一个钉道 怎么说收回就收回啊 我不管 我就要 小允儿 敲脸上露出一丝倔强 然后直接从里边 抢似的拿出了一条 这才满脸的欣喜呀 操 这小子又在演戏 秦大勇见到正打情骂俏的二人 将茶杯猛然往桌上一摔 气得浑身发抖啊 身后的黎绍聪 也是死死的咬牙 恨不得用眼神活瓜来宁小凡 云儿是我的 云儿是我的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抢 一丝丝怨毒的神色 从他眼底里流露出来 这时啊 拍卖场中传了一阵喧闹 因为拍卖会终于接近了尾声了 梧桐清了清嗓子 古板的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各位啊 本期最后一见拍屏 也是本年度压轴古董 殊胜王羲之当世仅存的真迹之一 朱月帖 哇 此言一出 整个会场都极度亢奋了起来 啊 殊胜王羲之 吴老 你不是开玩笑呢吧 现在哪儿还有王羲之的真迹 就是啊 吴老 你这牛皮吹得可太大了 就算真的是王羲之的真迹 那国家文物局肯定第一时间派人过来收回去了 然后当成国宝供起来 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堂而皇之的拍卖呢 不信不信 一楼的富豪们纷纷嗤之以鼻 根本不相信 就连二楼的一些收藏家也是交头接耳 眼里尽是震惊之色 我的个怪怪 王羲之的真迹 这你妈真的假的呀 马胖子目瞪口呆 老马 应该是真的 凯旋拍卖场在嵩山屹立数十年播放 办事一向谨慎了 小贯男重重的吐出一口气 萧允儿也是满眼小星星 我的天呐 凯旋的老板也太夸张了吧 连王羲之的真迹都能弄到 他真是手眼通天了 爸 你要拍下来吗 小贯男勉强一笑 我尽力吧 这时 巫通又拿出了三份证书 分别是华夏古玩协会 嵩山市古玩协会 和国际古董协会的鉴定证书 他们一致认定 这幅出月帖 的确是王羲之的真迹无疑 各位 相信看了这三份证书 现在相信了吧 好了 现在开始竞拍 齐拍价 一个亿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五百万 所有人都狠狠 道抽一口凉气 底价一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五百万 这尼玛还是拍卖吗 简直就是烧钱呀 而且 巫通说这句话的时候 目光直接就看向了二楼了 因为他知道 一楼的客人根本不可能出声 除非他们智障 两夜 淡淡的一句话 从秦大勇的嘴里吐出 听不出太多情绪的变化 却让一楼的富豪们 几乎个个都要吐出血来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27章 赝品 真是神豪啊 一开口一个亿 直接变成两个亿 直接翻了一倍啊 唏嘘之声是此起彼伏啊 而宁小凡此时心中 只有四个字 恐怖如斯 其实他对于这副 王羲之的出月帖 还是抱有一丝怀疑的 毕竟啊 从东晋到现在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殊胜的遗迹 那实在太少太少 以至于后世 许多优秀的临摹作品 都被视作真迹 宁小凡一边想着 一边睁开了 额头上的火眼金睛 淡淡仔细 一闪即逝 只见乌通身旁的 那幅出月帖 在火眼金睛的笼罩下 散发出了 淡淡的青色灵光 朦胧的 犹如镜花水月一般 这样看来 这幅书上一记 倒像是真的了 可是 宁小凡皱起了眉头 他突然发觉 这幅出月帖的灵光啊 不够浓郁 简单来说 就是灵光西部 与他的年代不符 东晋至今 已经1600多年的历史 按照来说 古董上笼罩的灵气 应该是浓郁深厚 偷着古朴和神秘 可惜啊 现在这幅出月帖 完全不符合 难道说 这是一幅宴品吗 宁小凡心中一惊 他知道 这句话代表着什么 凯旋拍卖场作假 不对 那些鉴定证书放在那里啊 凯旋的人应该也是被骗了 不得不说呀 这幅作品的造假水平 真是达到了巅峰 我如果不是借的火眼金睛 能够分辨灵气的强弱的能力 一定也会被蒙在鼓里啊 宁小凡内心震撼 不断用火眼金睛 观察着这幅一甲乱针的雁饼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二楼的客人们 纷纷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三亿两千万 三亿三千万 三亿三千八百万 三亿五千万 浑厚的声音 从消贯南口中缓缓吐出 使得拍卖场陷入了暂时的沉寂 三点五个夜 我的个神啊 疯了疯了都疯了 妈的 老子原本还以为自己挺有钱 现在才知道 我都没救一穷鬼呀 太可怕了 厂下四方想起了窃窃私语 不断有人面弄恐惧 朝消贯南 秦大勇等人 也都投去了战地的目光 宁小凡也是尴尬了 这种情况下 他该不该告诉消贯南 其实这是一副赢品的 不过就算自己说出来 估计也没人信吧 就在这时 旁边马胖子嘴皮一掀 三亿五千五百万 听到家家 旁边消贯南一乐 宣祭一道赤怒的目光就投射了过来 马胖子却黑黑一笑 脸上依旧是那副云胆风轻 老肖 这等宝贝能者居之吗 我可没那么打得气的 随随便便就让出去 小怪南脸上浮现了一丝不屑的笑容 想玩我就陪你玩 三亿六千万 三亿七千万 有一道淡然的声音响起 两人纷纷看向对面的秦大勇 他冷哼一睁 眼中透着金光 似乎对这副出月铁 那是志在必得呀 娘的这么嚣张 老肖 连手弄他 马胖子见他那副屌样 便窝火说道 各自出手 能者居之 小怪南说完想再次提价 却为宁小帆眼疾手快出声打断 等一下 宁小帆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 声音很响 全场都是安静了下来 将目光投向了他 怎么着 难道这位宁先生也想要输胜一计吗 行宁的 这种程度的寒假 你也想横插一脚 你有那个分量吗 秦大勇冷冷一笑 嘲讽着说道 就是 别以为自己耍个小聪明 就牛逼上了天了 在秦阁面前 你就是一拖屎 秦俊 秦俊也是出言污辱 以报之前被骂神级败家子的仇 宁小帆懒的去鸟他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拍卖台上 深吸一口气 淡然出口了 这幅出月帖是赝品 什么 此话一出 直接让全场所有人猛的一瞪眼 许多志一声 惊口叫出 紧接着 便是有一股肆无忌惮的窃笑 想了起来 他竟然怀疑凯旋拍卖场作假 这可笑 这抹黑的手段实在太可笑了 我说啊 这位宁先生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吗 华夏股安协会 松山股安协会和国际股安协会 三份重两级的证书排那儿呢 他竟然说是赝品 这小子脑子嗅到了吧 妈的智障 嘲讽之声一下子四起 然而 宁小凡脸上的表情 并没有多少起伏 依旧维持前撞 仿佛对之前的观点很有把握 不知为何呀 悟通看着那副黑色的毛子 心底里竟然有一丝发慌 如果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那么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排卖会上出现赝品 就如同一把尖刀插进了凯旋的心脏 凯旋很可能有此一蹶不振呢 不 绝对不可能 悟通老爷子摇摇头 死死地看了一眼那几张分量极重的证书 然后才冷声笑道 欢口小玩儿 你有何证据说凯旋拍卖场作假 如果你是在寻乐子 那我告诉你 你将被华夏所有拍卖场集体封杀 今后再也别想踏进任何一家重量级的拍卖场了 话语之间带着嘶嘶的震怒 所有人都能听出来 乌通乌老怒了 秦大勇此时脸上笑开了花儿 后方的黎骏和黎少聪也是一个劲的出言讽刺 讨好秦大勇 这傻屌 以为跟马胖子小怪男有点关系就能为所欲为了 凯旋的背景可比这两人恐怖多了 就连乌通在古玩界的地位也不是他们几个能够相提并论的 就是啊 我看这小子就是吃饱了没事干 找屎呢 马胖的这边也急了 脸上汗如雨下 随意磨了一把 有点无语的说道 颖先生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颖先生 你惹上大麻烦了 小怪男也是摇了摇头 好好的拍卖 这家伙出什么摇额子呀 怎么 你们都不相信我了吗 宁小凡缓缓说道 我 我相信你啊 小永儿轻轻开口 一双亮丽美眸 透着近乎盲目的信任 谢谢 微笑地说完这两个字 宁小凡站起了身 洪亮的声音 滚传全场 我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自然有办法证明 这就是一副赝品 哦 梧桐一皱眉 目光竟然出现了片刻的混乱 哈哈哈哈 吴老 我看这小子 就是存心捣乱 划装取宠而已 依我看 应该直接让保安把他赶出去 哈哈哈哈 秦大勇哈哈笑道 老朽 吸耳恭听 吴通淡淡哼了一声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28章 鄂州普其指 宁小凡嘴角掀起了一抹笑容 随即便将那微略阴沉的目光 投向了秦大勇了 秦老板 你敢打个赌吗 打赌 小子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秦大勇眼睛一眯 似乎有一丝忌惮 这小子鬼心思颇多呀 之前就坑了小瑞好几百万 宁小凡看着他那副怂怂的模样 嘴角一勾 轻飘飘的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笑和不信 他随即一笑说道 不敢就算了 小子 你别太嚣张 我秦大勇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 还会怕你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秦大勇猛的一拍桌子 火气立马就上来了 上当了 宁小凡满意一笑 伸出手指指着指台下 那副出月帖 我说是赝品 你不信 所以就赌这个了 如果我能证明它是赝品 你就必须以刚才你喊的价格买下来 这人这么狠哪 不少人都暗暗心机 如果他真能证明赝品 还要人花冤枉钱买下来 这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吗 那可是整整三点五个亿呀 兑换成纸钞 那兑一屋子呢 秦大勇咬了咬牙 如果你输了呢 那我就倾家荡产买下来呀 宁小凡说道 脸上闪过一丝脸色 买 你有那么多钱吗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变卖家产也好 借钱也好 总之 这么多人在场作证 我根本不可能抵赖 一般来说 进入社会上流圈子的人 都极好面子 宁可吃亏 也不肯丢面子 拍卖厂里 若拍下藏品后 想要反悔 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那么做的后果 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名声搞成 今后啊 没有人会看得起你 并且跟你合作生意 社会地位跌至深渊 秦大勇微微低头 突然目光又并发出了一丝狠色 宁笑着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要你跪地磕头 想我认错 还得留下一只手 怎么样啊 宁先生 你还敢赌吗 宁笑凡心中冷笑 他知道 秦大勇已经慌了 他怕宁笑凡真的拿出证据了 三亿五千万可是伤筋动骨的数目啊 就连他也不愿意轻易涉险 但画已经放出去了 他此时收回 且不颜面尽失呢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宁笑凡提前认输 但宁笑凡怎能让他如愿呢 哼 堵了 一语落地 令秦大勇眼角狠狠抽动了一下 小凡 一旁的萧允儿扯了扯他的衣服 心急如焚呢 没有理他 宁笑凡则是对着秦大勇咧嘴一笑 又说道 那公平起见 秦老板 如果你输了 买下这副出越铁后 必须再答应我一个正当合理的要求 刚才你可是加了三个条件 我只加一个 不过分吧 操 赌就赌 谁怕谁啊 秦大勇狠狠地吼道 他当年就是赌徒出身 孤注一掷的事 又不是没做过 好气量 宁笑凡终于放下了心来 淡淡一笑 又在心里添了一句 可惜呀 脑子不太好使 这时候 吴通见两人谈妥 便有些迫不及待的开口说道 那这样 宁先生 那就请您大线神通吧 吴老头的这句话 明显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 我的天哪 宁先生上头了我这是 马胖子脸上不断冒着虚汗 萧管男也是眉头紧锁 目光看似沉静 实则如坐针毡 扫了一眼全场后 宁笑凡直接一开护栏 从二楼静止跳出 稳稳落到展台旁 神清如燕 接着他又扫了一眼那副出月铁 这才在众人期待已久的目光中 缓缓开口了 正所周知 书圣王羲之日出身东晋末年 狼牙人 也就是现在山东林一人 其书法 兼善 利 草 凯 行个体 经验体势 心魔手锥 广彩众长 背经朱体 野鱼一炉 摆脱了汉魏笔风 自称一家 音响深远 风格嘛 平和自然 笔式 委婉含蓄 他的代表作 兰庭序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在书法史上 他与其子王献之 合称为二王 操 避避什么 就你读过书是吗 给老子挑重点强 秦大勇听得不耐烦了 直接怒骂道 他最听不得别人在他面前摆弄学识 因为他出来混的时候 连小学都没毕业呢 唉 行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 各位请看 宁小凡用手指 粘起了出月帖的边角 将这副绝世的出月帖 从台上提起了一分 这个动作令梧桐大为恼火呀 但他亮应小凡 也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人 东晋之年嘛 华夏的造纸技术并不高明 那时候的文人默克 大多使用的是蝉碱纸 写字作画 这些想必懂一点 字画的朋友们都知道 包括王羲之那副绝世家座 蓝亭絮 都是用的蝉碱纸 随着宁小凡的话 众人都是点了点头 这些东西啊 是有趣可考的 这时候 宁小凡淡然一笑 似乎是在说 重点来了 蓝亭絮是用蝉碱纸 而这副出月帖 却是用的鄂州普奇纸 宁小凡 音量猛然拔高 令得许多人心中一颤啊 然后便纳闷了 这什么鄂州普奇纸 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难道是这小子 瞎编乱造出来的吗 正在这时 一旁的乌通 却是全身一阵 浑浊的瞳孔猛然放大 似乎发现了什么 极度惊恐的事啊 口中还在默念 恶州普奇纸 恶州普奇 秦大勇这时候呢 已经坐立不安了 随着宁小凡不断的讲述 他的心底防线 正在一点一点的崩溃 脑门上的汗珠子 更是犹如雨下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呢 宁小凡淡淡的 瞥了他一眼 继续讲道 恶州普奇纸 使用石灰漂白 植物胶固定 韧而能润 洁白稠密 纹理纯净 莫运天然于纸上 写字则古神兼备 作画则身材飞扬 正所谓莫分五色 胶浓重 淡轻 恶州普奇纸啊 能够完美的 体现出这些特点 说了这么多 其实总结起来 就一句话 各位面前的 这幅出月帖 使用的 正是这恶州普奇纸 与王羲之 一贯使用的禅间纸 完全不同 光 话音落地 像是一柄重锤 砸在了众人心头 无论听懂的 还是似懂非懂的 都是鲜声震撼了 俩眼珠子 瞪得老大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二十九章 火烧出越铁 这个时候 秦大勇终于坐不住了 上下两排牙齿开始打架了 于是他豁然起身 外强中干的吼道 小子 你呀放屁 拼两张纸 就想把这幅字帖 说成赝品 你他妈是在做梦 你当那三幅证书 摆在那是吃干饭的 啊 说不定 说不定王熙之他老人家 那天写这幅字的时候 心情不好 不想用产检纸 该用那什么什么 铺锡纸了 难道这也不行吗 说完 秦大勇得意洋洋的 朝宁小凡挑了挑眉吗 小崽子 你还是忒嫩了 只要我死抓住这点不放 你就不能完全证明这是赝品 准备倾家荡产 然后留下一只手吧 跟我秦大勇作对 从来都没有好相差 哪知 宁小凡听到这句话 差点笑喷了出来 我说秦大老板 我劝你回去 多读点书吧 我刚才说了 这鄂州普其纸记忆高超 远远超出了东晋时期 所能掌握的造纸技术 在当时 缠浅纸 那已经是极为难得的 纸中真品了 王熙之他老人家 心情再不好 还能坐着时光机 穿越到几百年之后 拿一张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纸回来 写下这幅出跃地啊 我说秦老板 你压着是都市艺能穿越 看多了吧 宁小凡的声音 带着淡淡讥讽的异味 目光嫌弃 嘴角上扬 仿佛浑身 每个毛孔都透出了浓浓的笔 再加上他那幽默讽刺的言语 立马逗乐了一群人啊 都是捂着嘴在下面偷笑呢 耍 秦大勇的脸 立即红成了猴屁股 读书少 正是他的硬伤啊 我 我 秦大勇红了滚动两下 却连半个字都挤不出来 宁小凡环顾全场 见依旧存在一些半信半疑的目光 便洒然一笑 我猜 肯定还有一些朋友 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可以理解 毕竟啊 鄂州普其指这种东西 知晓的人极少 那这样 我们不妨做个实验吧 说着 宁小凡朝二楼的马胖子 抬了抬眉毛 老马 扔个打火机给我 马胖子此时还处于震惊中呢 根本没听到宁小凡的话 后方不抽烟的萧冠男 直接踹了他一脚 哦 哦 打 打什么 打火机 哦 好好好 你等一下 马胖子一个机灵回过神 手忙脚乱 从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打火机 直接抛给了宁小凡 宁小凡看也不看 随手一接 就仿佛从空气里拿出一个打火机呀 扫了一眼 都跑 世界顶级火机呢 掀杆 打火 七彩绚烂的冲烟 缓缓靠近那副出月铁的边角 混蛋 你在做什么 给老子停下 无老 无老 赶快叫保安把这小子轰出去 他就是来捣乱的 秦大勇眼睛暴睁 双拳猛砸栏杆 恨不得将宁小凡 直接从这扔出去一样 无通呢 没有理会他 一双浑浊的毛子此刻精光彼露 目不转睛地盯着宁小凡的动作 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 当七彩火光与边角纸接触的瞬间 那纸张黑化了开来 犹如漠然 一秒钟过后 宁小凡将盖子盖上 然后就很随意地丢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无老 还有各位请看 纸张紧紧叹化 并没有被点燃 可如果这是缠剪纸 就会一触即燃 凭借这一点 就能完全证明 这副出月帖使用的并非是缠剪纸 而是另有其纸啊 带着一丝丝调侃的意味 宁小凡又看了一眼秦大勇 这家伙目姿欲裂 两个眼珠子几乎都要爆出眼眶 直至此时 武通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他略带感叹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 恶周扑其指 我们竟然忘了这个 说着他抬起苍老的眸子 眸内目光完全由轻视 转化为了深深的敬佩和惊悍 你 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宁小凡笑了一笑说的 近几天正好读了几本古董方面的书 偶尔看到 纯说走了狗屎运了 后生可畏呀 武通常常一探 嘴角带着笑意 不过 宁小凡的那句鬼话 他打死也不会相信 随便看点书就能说出 刚才那番滴水不漏 缓缓相扣的话来 打死他都不信 碰 压垮罗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梧桐口中说出 让秦大勇整个就瘫倒在座椅上 目如死灰 脸色惨白如指 啪啪啪啪 不知道谁带头 拍卖会场中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毫无疑问 宁小凡鉴定出 这一副赝品出月帖 惊心动魄的过程 折服了所有人 无论是他的眼光 魄力还是胆量 也或者是渊博的学识 都让人扶得不行了 马胖子激动的 两红脖子粗子 一个劲的鼓掌 嘴里还咕弄着 哎呦妈呀 太帅了 宁先生实在太帅了 你妈 老子老是个女的 一定要嫁给他呀 好嘛 这句话 把萧冠男狠狠地核心了一把呀 就你那张脸 长得跟屁股似的 就算变成女的 那也是口龙啊 马胖子的耳朵 自带坏话过滤功能 直接扭过头 扫了一眼萧允儿 然后笑呵呵地 对着萧冠男说道 老孝 听我一句 赶紧把萧允儿 嫁给宁先生 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去你党 说什么呢 萧允儿娇沉一声 目光却忍不住 又瞥了一眼宁小凡 刚才的他的确很迷人呢 场中 吴老上下仔细地 打量了宁小凡一圈 满意的一笑 你姓宁是吗 不错不错 有机会 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老人家 小子哪敢呀 其实我也就是懂一些皮毛 今天刚好用上而已 宁小凡苦笑一声 哈哈哈哈 年轻人谦虚是好事 但谦虚过了 就有装逼的嫌疑了 哈哈哈哈 吴老笑了一笑 宁小凡一头黑线呢 他没想到 这老家伙还挺懂装逼 这种时髦的词语呢 回到位置上 拍卖会继续进行 吴同拿起小锤 一锤定音呢 硬朗的声音响彻会场 恭喜秦老板 以三亿五千万 拿下王熙之赝品遗迹出月铁一副 请付后台交钱吧 咕咚咕咚的 听到这一句 不少人都咽了口唾沫 心中发寒呢 哈哈哈哈 三点五个亿呀 就买了这一副赝品 简直就是糟的钱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章 巧头豪夺 等等等等 秦大勇被咬得发污的嘴唇 颤颤巍巍地出声 我 我 我今天没带够钱 听到这句话 梧桐的目光一灵 语气不善了起来 秦老板 难道想反悔不成吗 当下 便有不少鄙夷的目光 朝他头去 不 不 不是 秦大勇哆哆嗦嗦地说道 拿出艳僻 是你们凯旋的责任 怎么能让我化这个冤枉钱 这 这太不合理了 话音刚落 会场立马就炸了 卧槽 世上还有人如此的厚颜无耻啊 阿福利欧 世界之道 无奇不有啊 我在拍卖场混了这么多年 还头一次听说 喊了架后 还能反悔的 哼 想不到 天启集团的董事长 是这样无耻小人 哎 算我看错了 喂 林秘书 那笔两个亿的投资 暂时撤回来 我们汇丰集团也决定撤资 还有红星集团 天胜财团也是 一瞬间 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了秦大勇 将他逼到了风口浪尖上 进 则损失三点五个亿 退 今后将不会有一个公司和财团 跟他们天启集团合作 因为没人敢跟这样一个无耻小人成为生意伙伴呢 再 再等等 再等等 秦大勇又抹了把粗汗 随即 苍白的脸庞上堆起了讨好的笑容 妄想宁小凡 宁先生啊 先前的事 是我不对 我秦大勇有眼无珠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秦大勇甘愿认错 秦瑞那小王八蛋的 我回去就打断他一条腿 然后上门来 给您磕头认错 再付上五千万的赔金 以后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看这样行不 秦大勇啊 像条哈巴狗一般 笑颜谄媚是语气恭敬 但双眼深不见底的地方 却潜藏着一抹恶毒的阴狠 宁小凡忘了他一眼 便心中了然 这是一条不知悔改的疯狗啊 对待疯狗就应该乱棍打死 不好意思啊 我拒绝 渐经小凡话语之间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显然呢 不准备给秦大勇留条活路了 这是要把他往死里整啊 狠 太狠了 断然悲剧 秦大勇一脸讨好的笑容 跟变戏粉似的瞬间转化为争吟 他失控咆哮 宁小凡 你他妈别不吃好歹 我秦大勇在松山混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怕过谁 你就不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人割掉脑袋吗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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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勇彻底的疯了 他竟然敢在这种地方 顶着无数矛头口箭 威胁宁小凡 疯似 秦大勇 你这是在调性整个凯旋拍卖会 巫通也怒了 苍老的声音如炸雷一般 宁小凡只是抬了抬手 示意自己可以解决 望着瓶临崩溃的秦大勇 宁小凡眯起了双眸 有种你就来吧 不过在此之前 你是不是该把钱付了 三个多亿而已 算个屁 秦大勇狠狠咬牙 随后拿起了电话 通知财务部转账过去 还冲着那边咆哮一声 操你妈 你董事长我董事长啊 让你转就转 再废话一句老子抄牛鱼 空缺了资金 我会想办法填谱的 过了一会儿 我老收到了通知 三点五亿已经一分不少的到账了 他一笑 那么秦老板 这副出月帖 就是你的了 妈的 三点五个亿买了这么一个破玩意儿 秦大勇气的脑袋执胀 感觉全身气血都不通畅了 等等啊 宁小凡又开口了 操你妈了个坡的宁小凡 你还想怎么样 别激动啊 秦老板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立赌约的时候还加了注呢 你说要我一只手 我说要你答应我一个正当合理的条件 宁小凡笑着提醒道 对 怎么了 你又想搞我钱 妈的 穷鬼就是穷鬼 要多少开价吧 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对这副出月帖感兴趣 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但是临摹水平也很高啊 也挺具有收藏价值的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 把这副赝品的出月帖送给我 这是一百块钱 一丝一瞎 宁小凡露齿一笑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然后扭着头对马胖子问道 老马 帮个忙呗 把这一百块钱送给秦大老板呗 啊 为啥要我 马胖子愣了一愣 很快便发现宁小凡眼底那抹淫荡的笑容 好好好 小事一桩啊 马胖子哼哼一笑 立刻拿着一百块钱跑了一圈 递到了秦大勇的手上 马屁的 这小子搞毛啊 不是赝品吗 他要这批玩意儿有啥鸟用 秦大勇拿着那张粉红的毛爷爷 坐在椅子上是一头雾水呀 随后 拍卖场的工作人员 就把那幅出月帖送到了宁小凡手中 好东西呀 宁小凡拿在手里 在薄薄的纸上细细摩索 眼露金光连连点头 似乎颇为满意 小允儿扭过头就问道 小凡 这不是赝品吗 你要他干嘛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 宁小凡故意提高音量 好让整个会场的人都能听清楚 这副字贴呢 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但却是出自北宋大书法家米福 轰 宁小凡的话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入会场 所有人都是一脸死忌呀 上时间死周静得可怕 真诺可闻啊 众人都在等待着宁小凡的下文 宁小凡饶有趣味的盯着这副赝品字帖 缓缓说道 这个世界上的确已经不存在王羲之的真迹了 所以后世的一些魔本 现在就被视作王羲之的真迹 就比如说这个 刚刚讲过 这副字帖使用的是鄂州普吉纸 按时间来算 正好诞生在北宋年间 那时候四大书法家文明于世 分别是菜香 苏氏 黄亭坚和米福 这四位中 米福恰好喜欢用鄂州普吉纸 临摹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巧偷豪夺这个词啊 没错 正是苏东坡用来讽刺米福这个人的 米福此人既在书法上享誉盛名 又在临摹方面登风造极 他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向豪门王府借书法大家的作品来临摹 王后将真记留下 把临摹本还回去 由于他记忆实在高超啊 所以主人根本无法发现 宁小凡淡淡一笑 目光落在字帖上 如果我没有计算错时间 当时真正的出月帖 应该存于蔡经儿子蔡幽的府中 米福听说后就想尽一切办法 最终用自己的摩本偷梁换柱 成功将王羲之的真迹偷了出来 这也就是巧偷豪夺一词的来源 而我手上这幅出月帖 应该就是当时存于蔡幽服中的那幅 米福的摩本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第三百三十一章 气吐血的秦大勇 一时激起千层了 每个人都是抱睁双眼 用一种看怪物般的眼神 死死盯着宁小凡 他们想不到 一副赝品字体 竟然能牵扯出如此多的门道和历史来 秦大勇坐在椅子上 听宁小凡讲述 整个人都傻掉了 这时宁小凡又是悠悠一叹 虽然这不完全是王羲之的真迹 但米福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书法家 而且临摹的又是王羲之的作品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手上这副就是王羲之的真迹 如果拿出去拍卖的话 起码也能拍两三个亿吧 一听到这句话 秦大勇脸色突然铁青 然后一股腥浓的溺血 从喉间喷了出来 扑的一声将脚下地面染得兴红一片 宁小凡 我跟你不死不消 说完这句话 秦大勇一翻白眼 竟然直接昏死了过去 手中还紧紧攥着那一张百元大钞呢 望见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狠狠地从胸腔倒抽一口冷气出来 惊恐万分地望着宁小凡 那一抹始终悬在嘴角的微笑 在此刻犹如恶魔一般可怖啊 连一旁的马胖子和肖冠男都是背脊发寒心中打颤啊 用一百块 坑着秦大勇三点五个亿 还将一副价值同等的王羲之真迹收入囊中 转得盆满钵满啊 此等计谋如何不让人遍体生寒啊 小凡 你真是个天才 萧允儿惊喜一觉 伸出雪碧抱住了宁小凡 然后一对柔软的双唇印在了他的脸上 萧允儿你 宁小凡哑然失笑 我 我什么都没做呀 萧允儿羞红着脸 恶手低下 你当我瞎子呀 望着打情骂俏的二人 梧桐常常输了一口气 无奈苦笑啊 竟然连自己都被这小的接二连三的骗过 罢了 能骗过这么多双眼睛 也算他有本事了 一番腥风血雨后 拍卖会结束 秦大勇被台上担架 送往医院急救 宁小凡站在拍卖会门前 两旁跟着萧冠男 马胖子和萧允儿 汹涌而出的人流 直接被他们分开 所有人都是朝两边离去 经过他身边时 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 生怕惹到这尊吃人不吐骨头的大神啊 宁儿 你说我是不是太狠了 宁小凡仰仰眉毛问道 扫了一眼正被戴上氧气罩 抬上救护车的秦大勇 萧允儿打了个冷战 有点 谁让他威胁我呢 我这人吧 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谋划着捅我刀子 他活该呀 宁小凡缓缓说道 然后下意识地瞟了一眼 他手中的出月帖 宁先生 没事 秦大勇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前靠黑社会敛财 经常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 累积的第一桶金就开始做生意 近几年混得好了 才开公司想起白 马胖子笑道 老马 那你的意思 宁先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小怪男开了个玩笑 没没没没 绝对没有啊 马胖子连连摆手啊 瞪了小怪男一眼 然后又说道 我对宁先生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呀 其实你说的没错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有时候啊 当个坏人还挺自在的 宁小凡露齿一笑 随即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将那出月铁收进了纳迹 中年黑暗死寂的空间内 悬浮着大堆稀奇古怪的宝物 出月铁虽然价值数亿 但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者真迹 那幅从原从手中坑来的八十七神仙卷呢 才是画上吴道子亲手所作 堪称绝世孤本呢 这一幅字铁 一幅画作 加起来怎么着也得超过二十亿人民币吧 令人惊叹的财富 但宁小凡并不打算把他们卖掉 随后宁小凡本来打算和马胖子一起回青江的 但在萧允儿和萧冠南的百般邀请之下 宁小凡胜情难缺 就答应在萧家住几天再和马胖子一起回去 晚上 萧家庄园 天台 明月星夕 宁小凡躺在沙发上吹着夜风 品尝着一杯 美国木桶酒庄的家酿 什么破酒 还没我的龙边酒好喝呢 下次小爷出手 随便酿一壶葡萄酒 都能玩爆这种 喝完一杯 宁小凡已经难以下宴了 原本读书的时候 他是烟酒不沾 后来认识的人多了 就免不了喝几杯 有时候晚上没事啊 就去摆满山 灌一瓶回来喝着玩 久而久之 舌头也就刁钻了起来 像这种木桶 他现在喝起来 就跟喝麻尿一样 这时 一道倩力的身影 走了过来 是萧允儿 小凡 好看吗 萧允儿 换上了一袭 淡紫色的晚礼服 将那条冰种 帝王绿的翡翠项链戴上了 优雅而迷人 像极了这座城堡的公主一般 这么晚还穿礼服 晚上有舞会吗 宁小凡目光 在他那婀娜的身段上 打了个转 笑着问道 没有啊 唱给你看看嘛 萧允儿应唇一绝 快说 好不好看 美不美 不然宝宝要生气了 美 没死你了 宁小凡笑着调侃道 然后站起身 一把搂过他的千千迎腰 四目相对 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 小允儿望着 那双散发着淡淡笑意的黑眸 心如露状 脸色飞红了起来 印着月色 显得妩媚动人 宁小凡 勤不自尽的 俯下身来 就想吻上去 那个 小凡 你今天好厉害啊 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小允儿突然轻轻撇开了脑袋 小手推丧着宁小凡的胸口 别想跑 过来 宁小凡霸道一哼 拦着他的千腰 手更紧了一分 小允儿轻呼 两人浑身火热了起来 紧接着 他那粉嫩欲滴的英唇 便被宁小凡封了起来 伴随着男人粗重的呼吸声 萧云儿仿佛陷入了这个纹里 郊区整个瘫软了下来 被宁小凡拖着 一双大手 也是上下其游 不远处 一处窗前 萧冠难看着这一幕 面露笑意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二章 唐紫渊的邀请函 一番长长的法式诗文过后 萧云儿身体贪软如泥 全身基本都被宁小凡摸了个干净 小凡 你好坏 躺在男人的怀里 萧云儿娇柔一声 萧云儿 我早就说过了 我是个坏人 让我吃了你 不要 七仙女七条冰种翡翠项链 虽然算不上顶尖 但也价值不菲了 宁小凡拍下来 准备送给七个女人 嗯 掰开手指算了一下 柳嫣然一条 楚西炎一条 苏洛西一条 汪婷婷一条 萧云儿已经送过了 这样的话 还剩下两条 先存着 以后说不定 还那个啥呢 亲爱的 你在想什么呢 唐一声 萧云儿依偎在她的怀里 神情慵懒 一些声音伤的声 宁小凡笑了一笑 萧云儿看了她一眼 眼神顿时有些忧怨 你不会很快就要走了吧 走是肯定要走的 不过 我可以留下来多玩几天 反正现在也暑假嘛 宁小凡双手震在头后 又问道 哎 对了 这松山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好玩的地方 萧云儿应唇一敏 正想着呢 两人身后啊 传来一声咳嗽 嗯 啊 爸 你怎么上来也不敲门呢 萧云儿从宁小凡身上 窜了起来 脸色羞红一片呀 哈哈 怎么 在自己家里还要敲门呢 小怪难哭笑不得呀 哎呀 我跟你说了 萧云儿羞愤跺脚 一路小跑离开了 自从他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被男人牵过手 抱过甚至接吻呢 光是做这些就已经够丢人了 再被自己的父亲发现 那他岂不是要羞死了 哎 小说 宁小凡站起来恭敬地喊道 别 千万别这么叫我啊 我可受不起你这个书字啊 宁先生 小怪难对白天的一幕还是心有余悸 连连摆手 哎呀 叫什么宁先生啊 小说 您直接叫我小凡得了 宁小凡笑了一笑 你要是不这么叫 我明天可就收拾收拾东西啊 回青江了啊 这 好吧 在宁小凡的威胁之下 萧冠男只能尴尬地接受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小凡的 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愉快 我这个人很现实 就是不希望允儿误入歧途 白白浪费他好青春 允儿他妈妈取舍得早 我就想更好地讨厚他 哦 宁小凡 一点小事 我早就忘了 宁小凡有点无语 他没想到 萧冠男还惦记着那件事呢 哈哈 好 那就结果 再也不提了 萧冠男笑了一笑 哎 对了 萧叔 我打给你的一千四百万 你收到了吧 之前他借萧冠男的手 拍下那七条项链 从卖龙边酒拿到的两千万里去除 现在他的存款抹去零头 应该是一千五百万 小凡啊 其实你不用这样 一千多万而已 萧冠男豪气地笑了一笑 我是不太愿意欠人人情 哈哈哈哈 说起来 小凡你今天倒是大发神威呀 用一百块收了一副王羲之的真迹 手段真是厉害呀 哎 你不知道 现在你这件事 已经在我们圈子里传开了 啊 萧冠男眼露精光 显然还是对白天的事情 挤油心 我那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运气 小冠男 小冠男听见这两个字 突然 瞟了一眼 他手上戴着的那串 天珠手链 缓缓地说道 小凡啊 我曾经听人说过 这世上 某些神奇的力量 具有篡改气晕 逆转阴阳的莫大神通 你这串活佛天珠手链 我看也悬哪 宁小凡微微一愣 不以为然地笑道 小叔 这种东西你也信哪 哎 小凡 你还真别不信 这个世上 其实有很多事情 都是没法用科学来解释的 告诉你个事 我小时候 见过一个山中修士 他能飞 宁小凡笑喷了出来 白白手说道 好了 小叔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哎 我说的是真的呀 小怪男是一脸的无语 当晚 宁小凡想了很多 地球上的修士 大多不会抛头露面 因为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思想 不允许他们留恋 凡尘俗士 修得长生 才是最大的诱惑 这种诱惑 显然比金钱权力和女人 要高级的多呀 小怪男说的 那个会飞的修士 应该只是意外撞见 但他应该庆幸 对方没有杀人灭口 接下来的几天 宁小凡在萧家庄园 被好吃好喝的供着 像个老太爷一样 萧富呢 不时向他请教一些古董方面的问题 但其实 宁小凡懂的也不是太多 那天搬到秦大勇 纯粹是火眼金睛 加上一通狗屎运的效果 正好借这个机会 也能让他增长见识 萧富可是古董界 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 而宁小凡 则是有一双 辨别万千古董的火眼金睛 而人和力 倒是鉴别出了不少高级的艳品 米浮临摹的王须之真迹 被宁小凡小心翼翼的收尽纳箭 和神仙卷保留在一个角落里 还有那个锅锅葫芦 萧云儿替自己找到了买家 对方花了二十万买走了 五百块换二十万 那也是小赚一笔呀 这就是简陋的魅力所在 周六晚上 宁小凡和萧云儿 正在床上打王者荣耀呢 一封邀请函送上门来 宁小凡双手飞速舞动 正在打字图上 就让佣人将邀请函放在了茶几上 一阵奇异的心香 扑鼻而来 文件熟悉又陌生的气味 宁小凡围之一愣啊 宁神一看 那是一封紫色邀请函 精致无比啊 小凡你干嘛呢 团战了 小允儿撅起了小嘴 宁小凡放下手机 拿起了邀请函 轻轻一嗅 没错 就是那天在渐行体育馆外 碰到的紫衣美女身上的气味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小允儿眨了眨眸 和宁小凡一起拆开了信封 宁先生 您好 我是紫园集团董事长 唐紫园 一周前观看了你在国务选拔赛上的比赛 甚是精彩 特此邀请你参加我的私人晚宴 地点 洛菲勒庄园 时间 明晚下午六点三十分 期待你的到来哦 唐紫园 宁小凡眉头一条 原来是那个紫衣美女啊 有个这么好听的名字吗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维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三章 纪公子 紫园集团呀 天呐 不会是燕京 那个紫园集团吧 萧韵儿美目一惊 那可是个超大型的跨国集团 财力和人脉 比他们萧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以前他听廖秦讲过 紫园集团是华夏百强企业 有中央扶持 在生物基因领域 足以排进国内前三 而且董事长啊 貌似还是个超级大美女呢 一日晚上 秦家庄园 一辆劳斯莱斯魅影 缓缓驶入 大门敞开 灰蒙蒙的天空下着小雨 黑一丝鸡酸出来 撑开雨伞 将一位身材矮小的青年 迎接了出来 青年啊 一身古朴华服 眉骨邪傲 整张脸 透着一抹极致的骄傲和冷漠 虽然瘦骨林寻脸色苍白 但身上 隐隐有一种压迫性的气场 旁边 魁梧挺拔的司机握着雨伞的手啊 都在不住的颤抖 很快 门内两个人 慌慌张张的迎接了出来 呼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秦氏之族秦瑞 恭迎纪公子 秦氏之族秦也 恭迎纪公子 庄园内的仆人们 一个个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的 看着眼前这一幕 平日高高在上的两位少爷 此时竟然不顾脏水 浸透衣服 全身贵服在了雨地里 瑟瑟发道 足足过了两三秒钟 名为纪公子的华服青年 才淡淡恩了一声 垂某扫了两人一眼 又打量了一会儿 气势宏大的秦家庄园 纪公子开口冷哼道 卑微的知足 这世俗界倒是混得不错 你们父亲秦大勇呢 为何不出来见见本公子 家父身患重疾 卧床不起 请纪公子见谅 秦也连头都不敢抬 小声说道 身患重疾 纪公子神色一灵 凌厉的语气 如刀锋一般 在两人肉体上切割 什么样的重疾 敢让他一个卑贱的知足 都不出来迎接本公子 莫非还要我寄灭 去看望他不成吗 不敢不敢 秦瑞脸色惶恐 在寄灭强大的气势压迫下 背脊压像是压着一块千斤重石 浑身冷汗淋漓 玄机他一咬牙 想出了一条妙境 请公子移步庄内 小人有钥匙禀报 哦 寄灭半迷双眸 背负双手 走进了秦家庄园 身后仆人是紧跟而上 此刻若是陈玄级霍战国的舞者在场 必定能认出这名黑衣仆人 他就是武道界赫赫有名的红拳修炼者 铁手无标 内进大成舞者 一个内进大成舞者 竟然甘愿做这纪公子的仆人 可见后者实力是高深莫测 哥 这家伙太太伺候了 我们怎么办 秦爷起身 拍了拍满身脏水咬牙说道 神人自有妙计 秦瑞嘴角勾勒起一抹笑意 很快进庄换衣服去了 几分钟后 二人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来到了大厅内 依旧是跪在地上 因为在秦氏一族内 知足犹如蝼蚁般卑微 必须跪在地上 和宗族子弟说话 哪怕知足足掌 也不例外 秦瑞 你说有事要禀报 是怎么回事啊 鸡灭坐在手座 淡淡的品尝明茶 公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出月铁 秦瑞小心翼翼的说道 出月铁 莫非是西年书圣 王羲之的著作 鸡灭的眼睛内 绽放精光 嘴角上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 难得你有这份心意 好 乘上来我看看吧 公子 宝贝不在我这里 秦瑞满身大汗的说道 什么 鸡灭目光一灵 大手猛拍 红木桌 以立马四分五裂 大厅内的空气 都震荡不安了 贱东西 你敢耍本公子 不不不 公子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家父听说一场拍卖会 有殊胜真迹拍卖 准备了数亿资金前去 想要讨公子欢心 但哪想 但哪想 秦瑞脸色坦白 支支吾吾的 将前几天凯旋拍卖场 发生的事 讲述了一遍 还添油加醋的说道 那个宁小凡 实在贪目中无人了 家父甚至爆出了 您的名讳 秦氏宗族弟子 华锦宗师 兼武神山使者 还亮出了您的照片 这 却被他一通嘲讽 说您是 说我什么 姬面眯起了双眸 问道 小人不敢 我让你说你就说 否则我杀了你 他说 秦瑞咬紧牙关说道 他 他骂您是个 死矮子 我靠 旁边跪着的秦也 满脸震惊地盯着他大哥 心到这秦瑞 你疯了吧 这种话也敢说 话音刚录 一股可怕的气息席卷大厅 仿佛一头恶魔 从深渊里爬出 积灭眼中的音域 积聚到了极点 呲牙欲力 他平生啊 最忌讳之事 便是有人拿他身高开玩笑 因为一米六的身高 确实他们太矮了 宁小凡 你很好 寄灭恨不得将这三个字 嚼碎在嘴里 五指一抓 一团白色气流 举在掌心处 寒暄着 旁边的仆人无标 目光一震 既羡慕 有畏惧 轰隆 寄灭单手一致 白色气旋化作一道皮链 狠狠砸在地上 大理石地砖如豆腐一般 寸寸碎裂 地面赫然出现了几条 手臂粗壮的裂缝 扑次 秦瑞和秦也 只是被白色皮链 波及到了一丝丝 便鲜血狂奔地倒飞了出去 秦也呢 常言习武 倒还好点 秦瑞身体盈弱 刚场就去了半条命了 内进外发 化尽宗师 秦也狠狠咽下喉咙里的一丝心田 神色颤抖啊 化尽宗师 他以前一直听秦大勇讲 身扛子弹是全裂盘石 内进外放于十丈外杀人斩敌 他一直以为那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传说 怎么可能有人仅凭肉体能抵挡子弹呢 但眼前一山飞舞的寄灭 如果给他一把枪 他连抠板击的勇气都没有啊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 马上把那人带来见我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秦瑞咬牙切齿 公子 此人也是武者 势力强大 刚刚拿下了国务选拔赛 江南区的冠军 我们为师不是对手啊 秦瑞哭诉的 好 那本公子就去亲自见他 寄灭于其杀意凛然 这么多年 他还是头一次 这么想弄死一个人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四章 最近犯了桃花运了吗 几十分钟后 萧家庄园外 秦也冒着雨 跑来车边 敲了敲车窗户 公子 宁小凡不带萧家 好像是去了一个私人酒会 在洛菲勒庄园 车内的寄灭脸色阴沉 肺都快气炸了 这该死的蝼蚁 居然敢让他铺了个空 待会儿找到他 必须要用最残忍的手段 杀死他 走 去洛菲勒庄园 寄灭冷冷地对吴彪说道 老斯莱斯银昧 穿破雨幕 消失不见了 撇下秦家两兄弟 您小凡 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秦瑞满眼阴笑 他可是知道秦氏宗族的子弟 一辈子待在深山老林里 是国家法律如武 杀人越火 稀松平常 晚上八点 诺菲勒庄园 灯火通明 权贵名流们来来往往 男人清一色的阿玛尼迪奥 既饭新 名媛们穿着露背 路肩长裙 打扮得优雅迷人 端着香槟的逝者来来往往 一切都充斥着上流社会的奢侈信息 但大厅之中 有一个人 却极为扎眼了 穿着杂牌的休闲装 惹来不少笑声 哎呀 小凡 你瞧瞧 你穿的都是什么呀 小允儿一袭香奈儿露背长裙 如玫瑰一般娇艳欲滴呀 但身旁的宁小凡 也太可疹了 他用央求的语气说道 小凡 你快跟我回家 换套衣服去吧 对面街上有一家犯死者 要不我们去买一套吧 不要 太贵了 买不起 你 哎呀 小允儿彻底无语了 这货 几天前 才刚从爸爸手里赚了一个多亿 两三件衣服 两三千块 万把块 他买不起 扣门啊 小妮子翻了个大白眼 也懒得管他呢 大厅内 布鲁斯音乐缓缓流淌 宁小凡从旁边经过适者手中 接过一杯鸡尾酒 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适者撇了一眼他的穿着 有点忍俊不禁呢 倒是宁小凡觉得无所谓 他们这些修仙者 讲究的就是一个逍遥自在 不拘泥于世俗红尘 不用在乎他人的看法 就在这时 一道夜音般动听的声音从身后响了起来 叶先生 你好啊 转过身 一道优雅鲜静的身影映入眼帘 让宁小凡目光一致 唐紫渊 眼神幽深 身姿款款 腰脂千细如浮柳 大概有一米七左右 比肖允儿还高出半个头呢 他一袭 茶红短款上衣 下身穿着镂空包店裙 搭配一双红色高跟鞋 将他整个人 衬托得宛如欧洲贵族名媛 优雅不是妩媚 庄重而不是性感 深随的妙谋 故盼琉璃间 皆是勾魂夺破 在场所有男士 无论多么优秀修养多好 见到唐紫渊的刹那 都会陷入短暂的失神呢 就连他宁小凡都不例外 除此之外 他身后还跟着两名白人保镖 黑黑裤黑墨镜 一言不发 好美啊 短短一秒不到 宁小凡飞快回神 礼貌微笑道 你好 唐小姐 唐紫渊点点头 似乎对宁小凡 多了一番欣赏 宁先生 我想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他抱着学偶般的柔软长臂笑道 唐小姐记忆力真好啊 宁小凡有点意外 那次 他们在践行体育馆门前匆匆一撇 这小牛居然记得 过奖了 只是没想到 当时并不被我看好的小子 这段时间 在松山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啊 哪有啊 宁小凡露齿一笑 宁先生看起来年纪好轻的 不知道今年多大呀 我十七 刚考上青江大学 十七岁 唐紫渊神情威之 他没想到宁小凡不过二十 当即惊艳笑道 那你可得叫我一声姐姐了 我可比你大不少呢 说完 他端起一杯香槟 轻轻抿了一口 美眸尽是笑意 是啊 宁小凡有点尴尬 心想 我非哥们最近犯了桃花孕 美女都跑过来倒贴了 臊狐狸 身边的萧云儿小嘴觉得老高了 因为唐紫渊无论是相貌或者身材 都不比他差 端庄优雅的气质 更是稳稳压过他 真是年轻有为呢 在我的圈子里 白手起家 能拥有数亿身家的人 宁先生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呢 唐小姐过奖了 宁小凡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都是实话罢了 唐紫渊鸣嘴一笑 接着不动声色的抛出一句话来 嗯 其实呢 我今天邀请宁先生过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妈蛋 宁小凡嘴角抽搐两下 一个陌生的大美女贸然接近 果然是找他帮忙啊 唐小姐有古董要鉴定 不 我对古董没有兴趣 唐紫渊美眸微眯 优雅地说道 宁先生 请跟我来 说完 他转身连不轻移 朝后院走去 宁小凡皱了皱眉头 想要追上去 却被萧运儿狠狠掐了一把腰间软肉啊 宁儿 你干什么呢 宁小凡扭头瞪他一眼 哼 你是不是被那个骚虎狠给迷住了 小凡儿香腮鼓起 气得质问道 哎呦 说什么呢你 我有那么肤浅吗 我 有 小凡儿斩钉截铁 小凡翻了个白眼 玄机 牵起他的手 你要是不放心 那咱们就一起去 三人一路来到了后院 这里呀 人比较少 也很安静 一个幽静的小亭子里 坐着三位老者 宁小凡走近后 发现居然其中一人是陈玄吉 那位行义拳的大师 三位师傅 久等了 唐紫园来到亭中 施了个礼 唐小姐啊 你太客气了 陈玄吉起身抚恤 目光转向宁小凡 这位就是你说的 是你 他眼睛一瞪 怎么也没想到 唐紫园口中的贵客 竟然是宁小凡 陈爷爷 霍爷爷 林爷爷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呀 萧允儿也很惊讶 林玄端着茶杯笑道 哈哈哈哈 是唐小姐请我们来的 是啊 外面的聚会都是些年轻人 不是和我们三个老家伙 我们呢 干脆就躲在这儿 喝喝茶 聊聊天 也挺快活 霍战国依旧是豪放的性子 他扭头看向宁小凡 你就是选拔赛的冠军宁小凡是吧 那天我看你比赛了 不错 不错啊 您好 宁小凡随意点点头 心里却有点不爽啊 你压一个内进小城的舞者 居然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微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微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35章 再闻极限兼兵 好了各位 唐紫园清了清嗓子说道 其实啊 今天举办这个聚会 主要是邀请你们四个 帮我一个忙 当然不是免费 事成之后 每人都会拿到 两千万的酬金 还有我紫园集团的紫金卡 如何呀 文言 陈玄吉眼皮一跳 对他来说 两千万酬金不算什么 但是这紫金卡 可是好东西呀 紫金VIP卡 紫园集团每年献发 三到五张 相当于天雄霸业的 黑龙至尊卡 唐小军 那你倒是说说 究竟是帮什么忙啊 霍战国急着问道 终于问道 正题上来了 唐紫园 闭嘴一笑 哼 众所周知 我紫园集团 主营生物基因工程 近些年来 研制出了不少基因药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极限尖兵啊 极限尖兵 这是何物啊 林玄皱了皱眉头 宁小凡眼中露出了几分讶异 却没左生 环师一眼后 唐紫园心中大概有了点数 他就说道 既然四位都没听说过 那便算了 我只需要你们帮我测试一组数据 包括力量 速度 神经反应 还有实战 过程可能有点辛苦 没问题 霍战国大手一挥 我们舞者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唐小姐你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 林玄和陈玄吉也都点点头 紫园集团可是燕京排名前五十的大集团 多少人霸解都还来不及呢 况且 面对这种美女的盛情邀请 很少有男人会拒绝吧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宁小凡摇摇头 随意扫了唐紫园身旁的两个白人保镖 宁先生 你什么意思 唐紫园猝了猝眉头 萧允儿深情的望着宁小凡 心中很感动 小凡果然还是爱我的 谁知宁小凡洒然一笑 唐小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这两个保镖 应该就是极限兼兵吧 哦 你竟然能看出来 唐紫园柳梅一仙 俏脸惊讶的说道 是的 我不光能看出来 我还和他们交过手 而且还干掉两个呢 宁小凡神色凛然 语气变得越来越不愿 说实话啊 我对这种要紧 没什么好感 失陪了 说完这句话 他拉着萧允儿的手 打不离去 宁先生 唐紫园回过神来 高喊一句 可惜宁小凡已经走远了 哎 算了 唐小姐 这小子年少清凰 拿了个冠军 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陈玄吉不屑摇头 语气轻密 小崽子 一点也不知李树 也不知道是谁的徒弟 小战国冷哼一声 如果是他的晚辈 早就一巴掌扇过去 让他道歉 太极大师林玄 似乎感觉不对劲 他皱着眉头问道 唐小姐 这个极限尖兵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呀 唐紫园叹了一口气 哎 其实啊 这种药剂在武道界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 它是基因工程领域中划时代的创举 能够使普通人一夜之间拥有内进武者的实力 什么 三位大师满脸惊恐 就连一向沉稳的林玄都震惊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唐小姐 你没开玩笑吧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药剂 陈玄吉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八岁练武 四十三岁才踏入内进 三十五年的光阴居然能够一夜之间弥补 这是事实 但是这种药剂有着极高的致死率 就算侥幸活了下来也只有三年寿命 除非他注射的是更高级的血清 原来如此啊 三位大师这才好受一些 这时既然想起宁小凡刚刚的话 不光见过还交过手 而且还干掉了两个 年轻人车晃到有一套 陈玄吉词笑出声 据唐紫园所说 一个极限兼兵的战力可媲美内进五者 难不成你想说你斩杀了两个内进五者吗 除了他 霍战国林玄和唐紫园也都觉得挺好笑的 估计呀 这小子和他们三个高手一起测试压力太大 这才找了个理由讨着夭夭了 三位请一步二楼 我们需要签订一个协议 唐紫园美眸含笑 大厅走廊上 小允儿不断地追问 小凡 那个女人说的极限兼兵到底是什么呀 陈爷爷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哎呀 小凡 你倒是说话呀 宁小凡指珠脚步 无奈叹了一口气 这种东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可惜 这个小允儿就是个好奇宝宝 什么事不追问清楚 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小凡 你就告诉我吧 好不好吗 我求你了 你能疼我了 小允儿正拉着宁小凡的手左摇右摆呢 可后者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突然用力 转得他疼死了 牛头一看 宁小凡眼中锋芒毙落 一脸如临大敌的表情 他还从没见过宁小凡这么严肃 这么紧张过呢 小凡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小允儿的神色也跟着惶恐的起来 月儿 你靠后 宁小凡眯起双眸 手臂护住了小允儿 把他往后推了一分 他的目光直顿打听门板 一个华服青年缓缓踏上阶梯 露出一张夹杂着怒艳的桀骜脸旁了 身旁跟着吴彪 秦瑞和秦也 两兄弟都是一脸的宁肖 宁小凡 你给我滚出来 秦也一只脚刚迈进客厅就大吼了起来 我知道你在这儿 快点麻溜的滚出来受死 众兵客们纷纷转头盯住了到访的四人 只见寄灭 一身古朴的锦端华服 腰间还别着块玉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玩cosplaying 这不是秦家两位少爷吗 唐小姐貌似没邀请他们 他们来干嘛呀 你看这中间那矮子穿得好搞笑啊 我说哥们 你们走错片场了吧 这里是酒会 不是拍电影的地方 离得近的两个顽固青年 穿着整洁的阿什玛西装 戴着名表手持香槟 一脸调笑的望着寄灭 死 寄灭一对鹰眼中并发出几缕寒气 手掌虚空一阵 大片白色皮链朝二人轰去 速度之快 足以媲美刚出堂的子弹 碰得一声闷响 两个顽固 直接被轰出了三十几米开外 公众砸出窗外 他们是狂喷鲜血药 浑身发出骨骼断裂的爆响 像是被一辆高速狂奔的重型卡车 正面撞上一般 一秒钟之后 四处响起了尖叫声 啊 杀人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六章 强敌来袭 大庭广众之下 杀死两个顽固 寂灭的表情 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仿佛啊 是随手拈死了两只蝼蚁一般 宗师强者 从来都是生杀与夺顺逆游心 是一种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超凡存在 人们尖叫着向四方逃离 很快大厅里只剩下两个人 眉头微皱的宁小凡 和目瞪口袋的萧允儿 不过数十位宾客 并没有一路逃离着洛菲勒庄园 而是远远的观望着 宁小凡 你果然在这里 秦瑞看见了宁小凡 眼中立即喷涌出怒火 该死的东西 坑了他们秦家三个多亿 今天不搞死你 我秦瑞两个字倒过来写 公子 你看 那小子就是宁小凡 秦也 一脸兴奋地指着宁小凡 阴笑着说道 就是他侮辱您 还抢了您的宝贝 宁小凡是一脸懵逼啊 他仔细看了一眼这矮子 好像从来没见过 自己什么时候侮辱了他了 还抢了他的宝贝 神经病吧 你就是宁小凡 季公子上下 打亮了他一眼 语气极度不屑地说道 区区一个内进武者 竟敢侮辱本公子 你可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 我说这位仁兄 咱俩素不相识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毕竟我的名字 还挺大众化的 宁小凡挠了挠头 你手里是不是有一副 王羞之的真迹出月帖 季公子问道 是啊 那不就结了 季公子下巴一抬 神色冷傲地说道 出月帖乃是本公子的宝贝 速速交出来 还可以留你个全尸 啥 宁小凡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出月帖不是凯旋拍卖场的拍品吗 被小爷空手套白狼 花了一百块大洋 好不容易从秦大勇手中搞来的 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宝贝了 我说矮子 你是不是弄错了 你放肆 宁小凡一句话还没说完呢 寂灭波然大怒 那两个字几乎就是他的逆临了 处者即死 吴彪给我废了他的双手 他几乎是用尖利的声音吼出 是公子 虎背熊腰的无标上前 双目冷漠地盯着宁小凡 仿佛在看一具尸体一般 小凡 我们快走吧 小隐儿用力拉着宁小凡的袖子 他偷偷瞥了纪面一眼 即便隔着十几米 但对方身上那种杀气凛然的气息 依旧令他感到心机 放心吧 我能对方 宁小凡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对方虽然是一个宗师 但以他内进巅峰的实力来说 并不虚的 住手 就在无标即将动手前 一道爆喝声从二楼传了过来 紧接着众人齐刷刷地扭头去看 只见陈玄吉怒目切齿 大手一拍栏杆 身子脊坠而下 随即犹如一片清雨一般 落在了地上 这般高超的轻功 博得了满堂贺菜 是行一门的陈玄吉 太好了 陈师傅武功盖世 一定能治住这矮子 不光有陈师傅 八级门的霍师傅 和太级门的林师傅也在 这矮子今天死定了 数十位宾客围在别墅周边 胆战心惊地看着里边的情况 他们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陈玄吉他们身上 毕竟后者在松山市名气极大 人员极广 你是何人敢在此处捣乱 找此不成 陈玄吉怒视着吴彪 目光从寄灭身上扫过时 丝毫不在意 在他眼里 吴彪才是真正的敌人 内进小城 吴彪嘴角不屑一扯 冷哼说道 哼 楼椅办的实力也敢挡我少爷的路 我看你是在找死吗 见对方如此嚣张 陈玄吉撸起袖的就要上去教训他 却被宁小凡一把拦住 哎哎哎哎 陈老头 你别冲动啊 放开 陈玄吉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与其尽是比 哼 贪生怕死的东西 你也配西武 宁小凡的心头 瞬间一万头草泥马 狂奔而过 他翻翻白眼说道 哎 我说陈老头 人家可是内进大城的物质 别说你了 就算上面那两个老头架起来 你们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内进大城 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 陈玄吉笑了 内进大城物质 岂是那么容易碰见的 滚开 他振臂甩开了宁小凡 一招猛虎出洞上前 狠狠地朝无标拨颈子抓去 哼 不知死活的老东西 寂灭冷烈一笑 就在陈玄吉一对呼爪伸到无标身前时 后者嘴角一勾 抬起一脚踹在了对方胸口上 喀巴一声催响 陈玄吉胸前发出三四根骨头断裂的声音 大口鲜血从嘴里喷出 身子犹如炮弹一般横射而出 坚硬的墙壁都被生生地撞出四五条裂缝 石血纷飞呀 老陈 老陈 二楼上的霍战国林玄和唐紫渊 无不瞪大眼睛 看着眼前这一幕 老子跟你拼了 老友重伤 霍战国火爆的脾气当场猎炸了 想要冲下去给陈玄吉报仇 林玄却死死抓住他 低声喝道 老霍 对方实力远生于我们 你上去找死吗 那也不能看着老陈被打死呀 霍战国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身子一跃 砸落大厅中间 林玄叹息一声了 也是轻轻一拍栏杆跟随而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唐紫渊柳没紧促 怎么好端端的 他的庄园闯进来一名内进大城的舞者呢 玄机他目光一转 看见了秦也和秦瑞俩兄弟 心中瞬间明白了什么 好漂亮的美人啊 当唐紫渊审视众人时 寄灭也发现了他的存在 眼中瞬间流露出一股极致的痴热 毫无疑问 唐紫渊是他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人 甚至连秦氏宗族的那位大师姐 都被压了一头啊 而更令他兴奋的是 唐紫渊只是个世俗界的女人 顶多有点钱和人脉 但这些东西在他们修炼者眼中分文不值 他可以随意抓走唐紫渊 带回族内当作女奴狠狠 狠狠柔烈 这一趟也算是没白跑 收获一个极贫小女奴 寄灭伸出了兴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在他看来 唐紫渊已经是他的私人女奴了 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七章 唐紫渊的底牌 场中宁小凡望了一眼 半死不活的陈玄吉 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哎 这老头啊 我说你打不过人家 你还不信 现在爽了吧 臭小子 你 你给我闭嘴 霍战国回头猛然瞪了他一眼 如果不是大敌当前 他会带宁小凡的师父 好好教训他一番呢 臭爷爷 臭爷爷你别死啊 萧允儿贵福在陈玄吉身旁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呢 宁先生 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唐紫渊带着两个保镖走了下来 脸色不悦的向宁小凡问道 他们应该是冲你来的吧 哎 这个 我也很迷茫啊 宁小凡叹了叹双手 这真是躺着也中枪 他根本没见过那个矮子呀 什么 他是你引来的 霍战国的眼睛瞪如牛铃 恨不得当场把宁小凡给撕拔了 小初上 你真当自己拿了个选拔赛的冠军 就天下无敌了是吗 你知不知道对方可是内奸大成的武者 一根手指头就能撵死你呀 糊涂糊涂啊 林璇也是哀声叹气的说道 哎 年纪轻轻 不要锋芒毕露 果刚一折呀 我说你们俩憋憋什么呢 宁小凡掏了掏耳朵 一个内奸大成的菜鸟 至于这么激动吗 我要可救了 霍战国和林璇相视一眼 都是摇了摇头啊 阁下 既然你是冲这小子来的 那就请动手吗 我们绝不插手 霍战国对着吴彪一拱手 林璇嘴巴动了动 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啊 内进大成的舞者 的确不是他们能插手的 更何况 这个吴彪年纪不过五十 正当雄壮之年 他们两个老家伙 就算搭上老命 都不是对手啊 哼 你们敢插手吗 吴彪暴毕冷哼 你 你 霍战国死死咬牙 却没有胆量说什么 不要 不要 霍爷爷 车爷爷 你们救救小凡呢 小允儿大步跑了过来 抱着霍战国和林璇的手臂 苦苦哀求 这次霍战国没再宠着他 而是怒声喝道 哼 做梦 算了 云儿 我自己解决 宁小凡将小允儿拉了回来 脸上依旧保持着风轻云淡的笑容 但 在这两个老者来看呀 他已经与死人无异了 看见被宁小凡抱着的 萧允儿 寄灭再次舔了舔嘴角 又是一个小美女 看来今天本公子的艳福不浅呢 等等 就在吴彪想动手时 唐紫渊冷喝出声 玉手一摆 两个白人保镖走上前来 今天就让柯林和尤金 测试一下 伽玛形极限金兵的实战能力 他默默地眯起了双眼 哎呀 唐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霍战国眉头紧锁 他想不出 唐紫渊为什么要救 这个惹是生非的小畜生 唐小姐 恕老夫直言 你这两名手下 绝对不是此人的对手 林璇严肃沉声地说道 那一件大城的可怕 远超你的想象 两位不用说了 唐紫渊傲然出声 美眸荧光闪烁 既然是我邀请宁先生 来参加晚会的 我就要负起责任 更何况 我唐紫渊的地盘 还轮不到无名无姓之辈 随意撒咽 话刚说完 宁小凡感动得一塌糊涂啊 心中暖暖的 无名无姓之辈 吴彪表情一紧 冷冷地说道 女人 你听好了 老子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福建武夷山铁手无标事业 铁 铁手无标 你 你就是松西铁沙掌 第三十二代传人 无 无标 林璇眼珠子一瞪 惊骇出声 两年前 武夷山有一头伤了十几人的黑老虎 难道就是你一掌拍死的 不错 无标脸上露出笑意 看来我在南方还有点小名气嘛 淡淡的笑声中 别墅外的重兵客一个个呆若木鸡 一掌拍死老虎 你嘛 真的假的呀 这什么内静武者呀 真的能牛逼到这种程度吗 只有宁小凡 抠了抠鼻屎 那些大臣武者 杀死一头老虎 很稀松平常的好不好啊 怎么样 女人 你还敢拦本大爷的路吗 无标抱起了粗壮的手臂 面露戏虐之色 唐紫渊 红唇微购 花起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然后冷冷的吐出了一个字 上 两个白人保镖好像不会说话呀 直接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黑色短刀 一前一后 朝无标冲去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无标不懈的摇了摇头 他手上干掉的外国雇佣兵 没一摆也有八十 下一刻 他探出双掌 掌上布满了黑文厚简呢 这是常年用松西山的黑沙缠手的结果 在服一药酒浸泡 能让双掌丧尸之举 威力倍增 他运起了内劲 双掌猛然排出 仿佛要将周遭空气排进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两名雇佣兵速度极快 一左一右闪开致命双掌 反握短刀 朝他泪下刺来 好小子 无标大师一惊 赶紧急速撤退 两名雇佣兵却如同复古之军 两柄短刀 刁钻如毒蛇 让他怒吼连连呢 见此一幕 唐紫渊红唇微壳 瓜子脸蛋上露出了一丝得意 唐乔剑 你这两名手下 好厉害呀 霍战国算是看出来了 这俩雇佣兵 虽然个体实力不强 但以数量取长补短 两人间的配合 显然经过长时间的磨练 几乎天衣无缝 柯林和尤金是我最厉害的手下 曾经在罗夫汉重创过一名内进大城的黑人武士呢 唐紫渊说道 怪不得唐小姐如此有信心 原来有这两张底牌呀 林玄一脸是然 此外 他们二人使用的武器 由最新研制的克鲁合金制成 每饼价值高达数千万美元 别说是内进大城 便是化尽宗师的皮肤都能刺破 杭紫渊鸣嘴一笑 他毕生的梦想 就是用科技打造出一批超级强者 甚至匹敌宗师 几十个回合过后 两个雇佣兵抓到破绽 一刀刺进了无标类下 将其重创 他怒吼一声 大手拼尽全力排出 重重打在油筋的肩膀上 恐怖的禁地下 后者尖骨当场粉碎 倒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哼哼唧唧半天 爬不起来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八章 宗师驾到 击败无标 乃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两人也是身受重伤 但是他们一声不吭 依旧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 宁晓凡眼睛微眯 他明白了 不就是极限兼兵的恐怖之术 没有痛苦 没有疲劳 没有情感 随时随地地保持着 巅峰战力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哪 给他一把刀 他就是一台屠杀机器 怪不得 那么多公司和杀手组织 甚至国家 都在倾尽全力地研究 这东西就像核弹呀 一旦掌握 就等于在国际舞台上 掌握了话语权 如何 吴师傅 你还要继续来吗 唐紫渊踩着红色高跟鞋 直接缓缓走了上去 居高临下地扫视着他 羽人 你别太得意 小心乐极生悲 吴彪捂着不断流血的泪下 他手臂背部和大腿有四五道伤口 狼狈至极呀 唐紫渊扫了一眼 他不断肾血的指缝 抿嘴说道 吴师傅 克鲁合金短刀造成的伤口 会不停地流血 技术再高超的外科医生 都无法缝合 我劝你呀 赶紧找个地方 好好疗伤吧 哈哈哈哈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哈哈哈哈 唐紫渊画音刚录 一道阴邪笑声 从大门处响了起来 那里 寂灭 正饶有兴趣地 看着唐紫渊 那种眼神 仿佛在看一块美味的蛋糕 令唐紫渊很不爽 你又是谁 唐紫渊红唇清起 我是谁 哈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寂灭背负着双手 一步步走来 脸上带着绝对的自信 和狂傲 我的身份 你这种世俗界的卑贱蝼蚁 怕是还不够资格知道啊 一声落下 他站在唐紫渊面前五米处 静看之下 唐紫渊简直美若天仙 脸蛋和身材 都完美到了极致 瞬间点燃了 寂灭眼中的邪火了 今天晚上 就要把这个女人 压在身下 狠狠地蹂躏一番 唐紫渊很讨厌这种眼神 他瞥了一眼无标 冷横说道 我师父 这是你的晚辈吧 我劝你还是让他 快点让开 否则 我手下的刀锋 可是不让人的 百斥女人 无标心中暗骂一声 玄机对着寂灭一拱手 公子 属下无能 还请责罚 废物东西 闭嘴 寂灭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连两个外国佬都打不过 真他娘的丢人呢 公子 唐紫渊 唐紫渊 唯唯错恶 难道这个矮子 不是他的晚辈或者徒弟 正当众人疑惑之际 冀灭身影一动 化作大片黑影 朝唐紫渊 袭来 碰碰 两声门响后 唐紫渊身边的两个雇佣兵 像是皮球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 被踹飞了出去 甚至砸穿了墙壁 整个别墅都是抖动不已呀 落地时 一个胸口恐怖的凹陷下去 另一个脑袋都被踢爆了 白色江叶撒了满地呀 离得近的宾客们 惶恐逃离 不少都捂着嘴和肚子 弯腰呕吐啊 一直生活在幸福安康社会的他们 哪里见识过这么暴力血腥的场面呢 哎呦 果然是宗师 宁小凡眼睛微眯 若非宗师 没可能让两个内进小城的极限兼兵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啊 便被瞬间秒杀 你 你 你是 唐紫渊回过神来 眸光瑟瑟发抖 脚步不住的往后退 我是什么 寂灭一脸邪恶的笑意 他背负双手 仿佛从来没离开过原地一般 接着他大手伸出 一道白色皮链爆出 缠上了唐紫渊雪白的脖颈子 将他生生的从地面拎了起来 唐紫渊死命巴了这白色皮链 但这玩意儿却如同粘稠的钢丝 任凭他拼尽全力都撕扯不开呀 而后方的霍战国和林璇 差点没把眼珠子瞪爆出来 内进外方 华竟宗师 扑通 扑通 两人吓得双腿发软 竟然当场跪了下来 脸色瞬间惨白一片 宗师驾倒 我二人不知 我往往恕罪 霍战国翻身跪在地上 庞大的身躯色色发抖 如同老鼠见了猫 众人一脸懵逼呀 这他妈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那矮子一出来 两位武学宗师都给跪了 还吓成了这个死样子 画竟宗师究竟是什么样的超凡存在呢 寄灭并没有理会这两人 在他眼中 内进小城的武者实在是太弱太弱了 弱到和路边一直随手可拈死的臭虫 没什么区别 唐小姐是吧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做本公子的女奴 你可愿意呀 寄灭邪笑道 女奴 众兵客们一勒 旋即不少男人气得咬牙切齿是拳头紧钻呢 他们心目中高贵的女神 居然被人威胁当女奴 这实在是 哎呀 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都快气疯了 他们多想冲出了英雄救美呀 只可惜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那个矮子几乎深深脚指甲都能碾死他们 做做梦 唐紫园从嗓子里挤出了两个字 一张精致妩媚的瓜子脸蛋长得通红了 哼 你找死 寄灭眼中并是韩光 却不太敢用力 他怕稍微一用力 就将若不经风的美人给掐死了 女人 你可知道本公子的身份 我乃群世宗族二长老之子 也是五神山三十六护法之一铁护法的大弟子 至高无上的神使啊 你一个世俗界的普通女子 竟敢违抗本公子的命令 信不信我屠灭你全族啊 五 五神山 霍战国和林玄听到这仨字 当场吓得瘫坐在地上 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 五神山上的使者 怪不得 怪不得呀 林玄的眼中被巨大的恐惧填满 有一种放弃挣扎的模样 五神山 五神山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宁小凡眉头一皱 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呢 尽管听起来很屌的样子 但他没有时间去细想 因为唐紫苑快被掐死了 喂 放开他 你要找的人是我 宁小凡上前几步 神色凛然的顶在众人面前 嗯 寂灭的目光转过来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吃笑说道 哼 小子 你想英雄救美 你有那个实力吗 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你过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宁小凡淡淡出声 死话一出 是全场哗然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三十九章 宗师又如何 众人都觉得 宁小凡是想英雄救美想疯 对方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却是一尊如假包换的宗师 何为宗师 一宗之师 可开宗立派之人物 画镜乃是华夏武道界 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踏入画镜 身扛子弹 手撕虎报 已经成为另一种超然的存在 一种凌驾于国家 和律法之上的存在 这小子死定了 霍战国和林玄心中摇筒 一个还在内进边缘徘徊的小崽子 竟然敢挑衅宗师 除了死 他们想不出第二个结果 好小子 既然你这么想死 我就成全你 鸡灭手臂一挥 把唐紫渊扔在地上 让后者有了喘息之机 刚准备一巴掌拍死这小子 他却眼睛一转 玩味的笑道 小子 要不这样吧 你若能接下本公子一招 我就准许你把他带走 如何呀 一招 这 宁小凡不屑一笑 妈的真以为是个画镜 就他妈天下无敌了 他冷冷一笑 不用一招 直接出手吧 什么 季灭以为自个儿听错了 这小子竟然想和他直接交手 哈哈哈哈 这真是本公子此生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哈哈哈哈 好笑是吧 待会儿老子让你笑不出来 宁小凡眼神透着阴狠 扭了扭脖子 发出咔咔的骨骼浇鸣之声 宗石又如何 老子今天 叫他们要试试 画景宗石究竟有多强 他是活腻了吗 唐紫园瘫倒在地上 不住的咳嗽 却又惊奇又感动的 看着宁小凡 秦瑞和秦爷两兄弟 也靠着门边 细虐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正在此时 宁小凡如同一头猛虎一般抱起 他右脚猛踏地面 打了石板当场炸裂 带起一道白衣闪电 朝着寂灭就掠去 好快的速度 寂灭愣神十分之一秒 宁小凡便到了他的面前 一记披山腿 斜卷着狂风怒辣 重重朝他肩膀砍去 这一击 亲近了他全身之力 速度更是快到了巅峰 寂灭只来得及抬起双腿 愣得一声闷响 仿佛一柄重锤 砸在了众人心头 体质差的兵客们 当场被朕的胃力翻江倒海 起于呕吐啊 腾腾腾 寂灭连退了七八步 浑身血气翻滚 无比震惊地看着宁小凡 你 你 宁小凡落在原地 嘴里勾勒起一抹张狂的笑意 噼里啪啦的 他掰了掰拳头 发出一阵恐怖的暴鸣声 眼中战意生疼 然而这个动作对寂灭来说 无疑是一种挑衅 好小子 给本公子玩伴猪吃老虎是吧 寂灭眯起了双眸 打量了宁小凡一会儿 却冷笑说道 哼 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 太天真了 我告诉你吧 画镜之下 接楼椅 喂 你他们废话怎么这么多 不打快滚 浪费老子时间 宁小凡翻了个白眼吼道 很好小子 不管你是谁 你成功激起了我的怒火了 寂灭咬牙切齿 心中沉寂多年的战火 汹涌地燃烧了起来 希望你能陪我多玩一会儿 话音刚落 寂灭双手交绕 一缕高度凝聚的白色气劲 化作一杆长枪 朝宁小凡次了 这小凡快闪开 唐紫渊见此一幕 不顾嗓子的痛楚尖叫出声 他曾经见识过这招 将内境高度凝聚于一点 其威力不亚于一颗巴雷特的重拘子弹 面对唐紫渊的警告 宁小凡仿佛没听见 只是镇定抬起双手 死吧 蠢货 寂灭眼中闪过一丝轻蔑 在他看来宁小凡已然是个死人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宁小凡抬起手臂后虚空一握 一柄造型夸张的血色扩建 便被他握在了手里 这 这是 唐紫渊美眸大瞪 埃德曼合金 几乎是一刹那 宁小凡双手实践 将大脑每个神经细胞 调动到了极底 一剑披向的白色气旋长枪 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个画镜宗师 强过他整整一个大境界 宁小凡也不敢过于拖大 呲拉一声撕裂般的长音 飘雪剑触及气旋长枪的瞬间 稍稍一阻就斩了进去 什么 寂灭猛然瞪他双眼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宁小凡能凭空变出一把武器来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两个念头刚刚生起 宁小凡已然举剑 高高跃起 抱贺一声 剑势如山是疾风戈灭 饶势踏入画镜的寂灭 都在这一剑下 感觉到了恐惧 一个内进巅峰的小子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寂灭死死咬牙却不愿避开 只能怒吼着拼尽全力顶了上去 我是宗师 无敌的宗师 我绝不可能败 他发出一声长长的怒吼 浑身上下喷勃出大片白丝气劲 犹如火山爆发呀 不远处的无标 眼珠子都快蹬出来了 寂灭竟然调动全身内进 拼死一击 他心目中无敌的主人 居然被逼到了这种程度 满天气劲 犹如万千的钢丝 每一根都足以切斤断鱼 雪色剑锋和漫天气劲相撞 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整座别墅都摇摇欲坠 仿佛发生了九级地震 怎么样了 他们俩谁赢了 所有人慌张逃离后 忍不住再度靠近 想要看看谁胜谁负 漫天灰尘渐渐散去 两个人交错而过 都站在原地一言不发 整座大厅几乎都被拆了 石灰和水泥全部剥离 只剩下一层坚固的 钢筋混凝土苦架了 一个人率先支撑不住了 半跪在地上 从嘴里吐出了几口鲜血 香红的剑锋处在地上 是宁小凡 你没事吧 你别死啊 唐紫园愣愣地看着 挡在他身前的男人 几乎忘了哭泣了 暂时还死不了 宁小凡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笑容 然后咬牙切齿 再次站起身来 在他转身的瞬间 唐紫园忍不住的泪崩了 宁小凡明明可以躲开这些攻击 匕首重伤 但是他却选择保护自己 就在这时 忍耐多时的寄灭 也终于支撑不住 一大口鲜血 吐在了废墟之中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章 壮士干了这坨泥巴 寄灭披头散发 脸色惨白 面旁猙獰如魔鬼一般 您小凡 很好 很好 你很好啊 内进巅峰舞者 居然能和我拼到这一步 实在是天下罕见 寄灭深深凝望着宁小凡 他下山以来 游历过五湖七上 内进巅峰的舞者 碰到过好几个 凡有挑衅者 都被他三招解决 但是今天 他似乎踢到了一块铁板呢 如果不是亲身体会 既灭死都不敢相信 内进舞者竟然可以和华镜宗师 刚正面 因为山巅那位武神说过 华镜之下绝无可能越阶作战 这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啊 没人可以跨越 总是不过如此 宁小凡淡淡一笑 眼中透着些许的不幸 总是不过如此 早已逃到别墅外的霍战国和林玄 护士一眼都是发自内心的震撼 怕是普天之下 只有这小子敢说这样狂妄的话了 想不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走了眼 霍战国摇头不已 心中满是懊悔 谁又能想到 他居然能以内进之力 平白宗师啊 林玄也是连声叹气 他习武一辈子 今日一战 算是打破了他对武道的认知了 小子 你确实很厉害 在我见过的内进舞者里 无出其有 寂灭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猙獰怒目道 不过今天本公子没准备好 若再战一次 我三招之内就能取你性命 搞笑 真正的战斗就是尔虞我诈 你死我活 谁他们还给你准备好啊 宁小凡瞥了他一眼 犹如看一个智障一般 寂灭脸色一紧 刚想上去再和宁小凡 打仗个八百回合 但身体却消耗过度 再打下去 怕是小命都要丢这里了 我可是五神山的神使 一只世俗界的杂种 怎么能和我相提并论 最终他一扶绣袍 留下一句话后 大步离去 宁小凡 你给我等着 寂灭走了很久之后 现场都没有一点响声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那 屹立在满地狼藉中的少年 十分钟之前 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得到 那个在高端晚宴上 穿着杂盆休闲装的白痴 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化精 果然还是很强啊 宁小凡咳嗽了几声 嘴角溢出了鲜血 毫无疑问 这是他出道以来最艰难的一战 原本以为修炼天庭修仙宝典 熟知天下武学的他 完全能够匹敌宗师 但结果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啊 武道高手交战瞬息万变 差之毫里谬之千里 不过这个矮子 好像还欠缺了一些东西 宁小凡皱了皱眉头 他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却又说不上来 宁小凡 你没事吧 这时候 唐紫渊颤颤巍巍地走过来 轻声问道 我还好 唐小姐吓坏了吧 宁小凡随手取出了一把回灵弹 丢进了嘴里 大口咀嚼了起来 我没受什么伤 就是腿有点发软 小心 唐紫渊一个不小心 踩到地面上翻起的钢筋水泥 差点被绊了一跤啊 幸好宁小凡及时扶住他 入手一片柔软 千细 令宁小凡心神微微一大 都说这英雄难过美人观 宁小凡算是真正体验到了 唐紫渊那如若柳般的郊区 绝美的脸蛋 和清澈如水的双眸 给了他心头一计重击啊 他非快将唐紫渊扶起来 红着老脸说道 不好意思啊 唐小姐 把你家里弄得一团糟 你说什么呢 一栋别墅而已 比起今日的所见所闻 简直太不值一提了 倒是宁先生 今天你可真是让紫渊 大开眼界呀 唐小姐过奖了 宁小凡摸了摸脑袋 玄机又说道 那啥 我去看看我朋友啊 好 唐紫渊微微一笑 随即看着宁小凡走到 萧颖儿身边 问东问西的满脸焦急呀 如果我先遇到这个男人 不仅可以和他谈恋爱 还可以从他身上 得到不少珍贵的数据 这该多好呢 唐紫渊摇了摇头 然后打了个电话 让人过来收拾残局 小凡 你快救救陈爷爷吧 他快不行了 小允儿都哭成个泪人了 不断央求着宁小凡 陈玄机躺在别墅 外的草地上一张老脸成了猪肝子 身体越发冰凉 这眼看着就快不行了 之前没有任何防备的对战无标 被人家一掌结结实实的轰在胸口啊 没当场挂掉 已经算走运了 凭死之陈玄机轻眼目睹了舞蹈界的一个奇迹 这也算能含笑九泉了吧 正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一道充满生命力的灵气 猛然注入他的体内 他整张面旁 仿佛求目逢春 双眼一下子亮了起来 陆陈 陆陈 你怎么样啊 你千万别死呀 货战国狂奔过来 猛然跪在陈玄机身旁 脸色惨白呀 林玄也是急不走来 对宁小凡颤颤巍巍的说道 对不起呀 对不起呀宁先生 之前我们三个老家伙有眼无珠 想不到您是世外高人哪 顿了顿后 他厚着脸皮说道 还望您看在云儿的份上 求老臣一命啊 宁先生 货战国转过身 一下子给宁小凡跪了下来 央求着说道 宁先生 只要您能救救我这老兄弟 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呀 哦 是吗 来壮士 干了这坨泥巴 宁小凡随手从旁边草地 挖了一大坨泥巴 笑眯眯的递到了货战国的眼前 后者他们立马傻眼了 但片刻之后 他死死咬牙 好 我吃 接着 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之下 八级门的武道大师货战国 硬生生把一大坨泥巴 吃了个干净 林玄风过来抢他还不让呢 宁玄少 哎呦 再吃 宁小凡又挖了更大的一坨地了过去 两人面面相聚 他们心里都清楚 宁小凡这是在发泄怒火呢 刚才面对寄灭的时候 他们毫不犹豫的将宁小凡交了出去 是个人心里都会不爽啊 我来 林玄咬了咬牙 强忍着恶心 三下五除二将的泥巴也生吞了进去 当下魏里是翻江倒海呀 郑先生 求您救救老臣吧 他不能再拖了呀 货战国都恨不得给宁小凡磕头了 哭丧着脸说道 只要能救货他 您别说一拖泥巴 十拖我都吃啊 看了他们一会儿 宁小凡冷哼一声 哼 若不是看在允儿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管你嘛 说完他手臂一阵 最后一缕精纯灵气注入其体中 陈玄机猛然倒抽一口冷气 从地上啊 坐了起来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一章 何为舞者 陈爷爷 你 你没事了吧 小养儿 小养儿呆滞地望着陈玄机 后者脸色恢复如常 眼神也恢复了神残 他愣愣地盯着宁小凡 嘴唇哆哆嗦嗦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老陈 老陈 你好了 霍战国赶忙跑过去 大为惊喜地说道 神了 这真是神了 林玄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想不到 宁小凡除了实力强悍外 还有一手七死回生的医术 方才 陈玄机分明胸口都凹陷了下去 胸骨断裂 刺破心肺 即便靠着一身强大的内劲 也撑不过五分钟啊 而宁小凡不过就是随意摸了几下 竟然就能让他痊愈了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谢谢你 宁先生 最终 陈玄机长叹出声 起身便要给宁小凡跪一下 行了 陈老头 你赶快回家 调养调养吧 宁小凡扫了他一眼 我刚刚用灵力修复了你受损的内脏 替你止了血 此番回去啊 至少半年内不可动用内力 否则 你就准备好棺材吧 是 老朽紧急在心 陈玄机深深地垂下头 彻底对宁小凡扶 他突然想起之前在后院 宁小凡说他曾经斩杀过两名极限兼兵 他当时还以为是吹牛逼呢 现在看来你别说两个了 就算十个也不在话下呀 嗯 这时宁小凡余光一撇 嘴角勾勒起一抹冷笑 他右手成鹰爪 嘎嘣一声 从草地旁的鹅卵石小路上 抠出了两颗鹅卵石 颠了颠后猛然智出 半秒后不远处传来两声惨叫 秦瑞秦爷两兄弟刚刚跑到庄园大门边 便被鹅卵石击中后背 各自喷出一口鲜血摔倒在地上 宁小凡背负着双手悠闲着走了过来 跑啊继续跑啊 怎么不跑了 宁小凡你别太得意 季公子那不是好惹的 他可是秦始宗族 是五神山上的神石 秦瑞满嘴是血 却怒吼着放出一句狠话 秦氏宗族 五神山 很屌吗 宁小凡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自从获得三界淘宝殿 他便知道地球外 还有多么精彩绝伦的宇宙大世界 万族林立鲜魔隐现 相比而言 他们的这颗蔚蓝星球 只存在于宇宙间一个偏僻的角落 连弹丸小弟都算不上了 五指的家伙 秦爷也是呲牙咧嘴 脸色苍白的说道 我秦始家族 可是五大隐世世家之一 地院身后宗师如云 弄死你 那就跟玩似的 哇 这么恐怖啊 宁小凡故意露出一脸惊憾 哼 怕了吧 秦爷冷哼一声 挺了挺胸膛说道 跪下来 本少爷现在给你一个任我闻主的机会 否则我一个电话打过去 召集他三五个宗师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沙波 周围众人无不用看白痴一般的眼神 看着他 宁小凡懒得跟这种智障废话 抬起脚对准他胸口 狠狠地踩下 咔咔咔咔 一连串骨头崩裂碎响声音 不绝于耳啊 伴随而起的还有秦爷那凄厉的惨叫 众兵客们是头皮发麻呀 他们几乎是看着一个一米九几的大活人 被宁小凡碾成碎片的 突刺宁小凡一脚踩碎秦爷的心脏 鲜血狂飙啊 后者眼中的神光也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随后宁小凡将目光转向了秦爷 你你你敢杀我弟弟 宁小凡 我秦家与你不死不休 秦瑞双目冲雪 死死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不死不休 你们还不配 宁小凡语音落下 一脚踹出 秦瑞脑门被踢了个正着 当场是脑体溃散 脑僵肆意而死啊 咕咚一声 往前这血腥一幕 不少人都咽了口唾沫 这哪是人呢 简直就是恶魔跪着手啊 生杀雨夺顺你由心 莫非这就是无者 是你们自己找死 千万别怪我 宁小凡眼神聋目 转过了身 带着萧允儿 陈全吉等人离去之际 唐紫渊追了上来 宁先生 唐小姐还有事 宁小凡微笑回头 面前的绝美人 衣衫破烂 胸前和两腿间 撕开了不少缝隙 诱人的春光若隐若现 看他宁小凡是口干舌燥 有点收不住眼睛了 直到腰间软肉 传来一阵剧痛 一转身 笑蕴儿秀谋怒的 迎牙紧咬呢 宁小凡赶紧陪笑几声 实际上 以他半不化镜的变态肉躯 刀剑都刺不破 指尖又有何用啊 见此一幕 唐紫渊御守青台 咽嘴一笑 放心吧 允儿小姐 我只是邀请宁先生 做一些数据测试 纯属商业合作 哦 是吗 小允儿一脸狐疑 他总感觉哪怪怪的 当然了 事成之后 我出这个价 唐紫渊抿嘴一笑 缓缓伸出两根葱龙玉纸 两页 宁小凡抬了抬眉毛 这可是比以前的价位高出了十倍 你指这个价 唐紫渊目光如炬 内境五折万里挑一 画景宗师 十万人中都不一定诞生一个 这种强者可遇不可求啊 一份宗师的测试数据 对紫渊集团发展 那有着非凡的意义 没问题 不过今天太累了 过两天吧 这里的事情 你要帮我处理一下 没有问题 唐紫渊微笑点头 一副善解人意 贤其良母的模样 玄机朝后方摆了摆手 这个还请您收下 一个身材较好的女孩 将一张紫金色的信用卡 双手乘上 宁小凡扫了一眼 紫色的卡面 镶嵌着黄金和钻石 可谓奢华到了极点呀 正好可以和我的黑龙至尊卡 凑一顿 谢了 宁小凡笑着伸手接过 唐紫渊微笑点头 玄机 唐紫渊让人开了一辆 家常版的宾利欧路 送宁小凡几人回宵家 车上 宁小凡长书一口气 抓紧时间恢复灵力 经此一意 他明白了实力的重要性 华锦宗师可以无视国家和法律 大庭广众之下肆意杀人 毫无畏惧 我必须尽早突破华锦 解释实力必将增长数倍 宁小凡紧钻着双拳 掩放金光 今日若踏足宗师 那寄灭 他有信心一招斩杀呀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二章 天下四节的传说 宁 宁先生 有句话 老朽不知道 当说不当说呀 一旁的真皮沙发上 陈玄吉眉头紧索 那就别说了呗 宁小凡伸了个懒腰 陈玄吉知道 宁小凡心里还是很不爽 想了想 他叹口气说道 哎 宁先生 我觉得 你还是快点去逃命吧 完了就来不及了 逃命 为什么 宁小凡用看神经命 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 你触怒了五神山呢 陈玄吉的脸色十分严肃 甚至眼底涌动着一丝恐惧 旁边的林玄和肖战国 神色也是不满忧愁 无神山的弟子 素来嚣张成绝 杀人灭门都是经常发生的事 连国家和法律都无法约束他们 以他们雅兹必报的性格 必定会卷土冲来 找你报仇啊 什么 宁小凡眼皮一抬 杀人灭门经常发生 这 这 这还你们五神山 不如改名土匪山算了 哎 此时说来话长啊 我也是听几个武道老辈 讲述过 陈玄吉露出一脸唏嘘 宁先生 你听说过天下四节吗 听到这四个字 林玄和霍战国脸色 也明显发生一丝变化 宁小凡却摇了摇头 所谓天下四节 乃是武神秦踏天 刀神李流水 力王洪玄龙和剑仙飞鱼 陈玄吉的眼中 露出了无限憧憬之色 此四人 乃是华夏大地 最强大的四位武者 传闻 他们早已打破生命的桎梏 年逾百岁 武功更是深不可测呀 秦踏天 李流水 宁小凡默默念叨着这四个名字 将他们牢牢记在心中 中阴边界 茫茫万里的喜马拉雅山脉中 隐藏着一座武神山 那便是武神居所 刀神啊 中年守护着北方的大雪山 没二十年才下山一次 立王呢 创建了世界势力最大的黑帮 鸿门 乃是鸿门之祖啊 剑仙飞玉 则是四劫之中 唯一一名女子 传闻 她美貌如九天玄女下凡 却心系天下 常年神楼见首不见尾呀 陈玄吉悠悠道来 我去 怎么长得这么玄乱 宁小凡撇了她一眼 满脸古怪的说道 陈老头 陈老头 你给我讲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吧 呃呃 这这个啊 我确实是道听图书 不过也有史可考的 陈玄吉略显尴尬的说道 那你倒是说说 这四个人中 谁的武功最厉害呢 宁小凡问道 那自然是武神秦塔天 陈玄吉毫不迟疑的说道 四年前 武神为了天下第一的称号 邀请其他三杰比武 以一举之力 利错见仙和利王 诶 那当神里流水呢 萧云尔好奇的眨了眨眼睛 呃 不知道 听说当时武神山下发邀请书 三杰却无人理会 武神打怒之下 屠杀鸿门弟子 引利王和剑仙上山 但那位刀神 却始终没有现身呢 应该是清楚武神的实力 不敢上山应战呢 霍战国笃定说道 是啊 自此一役 武神算是坐实了天下第一的名头 就连四大圣地都俯首称臣 可谓是群龙俯首风光无良啊 林玄淡淡淡抚须说道 从那以后 武神山也成为无可争议的武道第一实力了 不仅如此 武神山首弟子有三条准则 非天才不收 非妖孽之才不收 非二十岁下的妖孽之才不收啊 每年九月初九 古武界会举办一场隐门大会 在数百个舞者中 决出四个名额 获得武神山的锦修资格 听起来好像挺牛逼的 宁小凡暗暗点头 看来这武神也是一个装逼精啊 不过人家有实力 装逼也无可厚非呀 那后来呢 萧允儿竟然是越听越入神呢 就跟小时候听神话故事一样 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了 武神山门人陆续下山 连二十二位人自卫护法都出动了不少 似乎他们在寻找什么东西 起乡还好 但是后来武神山门人 越来越残暴自负 杀人越祸 灭人满门的事情 时有发生啊 连国外都遭到了他们的毒手 因为缺乏管束 宁小凡目光微宁 任何东西缺乏监管 都会变得很可怕 是啊 现在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前他们只在隐世宗门 和隐世家族内开杀戒 现在连世俗界的人也都不放过了 所以啊 宁先生你还是快逃命吧 那寄灭必会再来找你 是啊 小凡 你听 陈爷爷他们说的对 你就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我们一起逃去国外吧 小凡儿很紧张地攥住宁小凡的手 他确实被陈玄吉的话吓着了 云儿 你放心 嗯 宁小凡话刚说一半 声音戛然而止 突然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停车 停车 他打喝两声 前面自己吓一跳啊 宁先生 怎么了 宁儿 你和三个老头先走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要回去处理一下 宁小凡沉着声 用命令般的口气说道 啊 什么事情啊 我陪你一起回去 小允儿说着就想跟着下车 不用 你们立刻回去 马上 宁小凡于其前所未有的严肃 打开车门后迅速朝后方跑去 果然啊 那两刀杀气稍稍移了 便转折了方向 紧追了上来 竟然 竟然这么快吗 陈玄吉吓得浑身直哆嗦 他觉得宁小凡这趟 怕是回不来了 黑幽幽的荒野里 宁小凡踩着碎石和枯枝 来到一大片空地上 针针幽风浮过 渗着毛骨悚然的味道 啊 两只老鼠 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现身了吧 淡漠的声音在空旷的草地上盘旋着 数秒后 一道狂笑声 爆发而出 哈哈哈哈 吉敏 你真是越练越回去了 连一个内劲小子都打不过 花音落下 一道黑影从远处掠掠 狂笑之声 随之而至 人影徐徐落下 那是一个带着黑斗笠 神匹香红斗篷的男子 长将俊美妖艺 嘴角勾勒着一抹不信 夏侯爷 你狂妄什么 论单打独斗 我就不信你胜得过这小子 是寂寞 他从不远处的黑幕中走了出来 脸色依旧苍白 却透着一抹阴狠和恼火 宁小凡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两名画景宗师 毛巳有点笑麻烦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围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43章 顺渺宗师 侯是吗 夏侯爷迎风而立 咸红斗篷是张牙舞爪 他目光落在了宁小凡身上 亲切一声 我倒没看出 这小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说纪命 打扮年没见 你实力没有长进 给自己开拓的本事 倒是越来越厉害了 若是你师父 铁护法在此处 看他不打断你的腿 夏侯爷 逾气极度轻密 这小子 看着不过弱贯之灵 再强能强到哪去 对于他们五神山弟子来说 纵然那些所谓的隐门天才 其实都不过是一坨狗屎 更何况 一个世俗界的小子了 白痴 寄灭都懒得骂他 只是看向宁小凡冷笑着说道 小子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遗言想说吗 遗言 宁小凡眼珠子转着转 立刻露出一副紧张无比的表情 纪公子 你我本无怨无仇 只是损了些面子而已 何必拼了个你死我活呢 不 今天只有你死 没有我活 寄灭英狠地摇了摇手指 宁小凡一脸惊恐 忍不住后退几步 站着惊惊说道 不 不不不 纪公子 你不能杀我 我背后 有大势力 你们会惹上麻烦的 哈哈哈哈 夏侯爷像是听到了 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眼泪都快跳出来了 背后有大势力 什么势力 再大还能大过五神山不成吗 三十六计 走为上 宁小凡狠狠咬牙 转身拼令朝后方跑去 他逃的位置十分有讲究 靠近夏侯爷 把后背露给了他 能够激起他狩猎的欲望 想走 本少让你走了吗 给我回来 果然 夏侯爷面色一怒 抽身就追了上去 夏侯爷 回来 寂灭本能的就感觉到了 不对 大喝一声 夏侯爷却不鸟的 在他眼中 宁小凡就是一只 被吓破胆的蝼蚁 随时可以捏死 但就在他伸手 抓下宁小凡后警时 后者却猛然回头 夏侯爷瞳孔微松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宁小凡嘴里咬着一块 黑红色金属碎片 眼中杀鸡毙露 不好 夏侯爷当场脸色大变 刚想抽身后退 但宁小凡全力爆发之下 巅峰啊 刺打一声 一道极黑的黑红流光闪过 带起一盆鲜血标剑 时间仿佛静止了 宁小凡直起身子 喘着粗气 无需转头 身后便传来一阵 磕磕磕的催死挣扎声 接着是轰然倒地 人体表面最脆弱的部分 除了胯下就是喉咙 即便强如宗师 也不可能将喉咙 修炼到坚硬如铁呀 更何况 这金属碎片锋利如丝 阴人片刻 不费吹灰之力 便斩杀一尊宗师 宁小凡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狼一般的目光 紧盯着不远处的寂寞 寂灭是整个人都吓傻掉了 他死都想不通 自己花了大代价 请来的帮手 一尊化境宗师 就这么被干掉了 而干掉他的 只是一个内境武者 错愕之间 宁小凡咬着金属碎片 飞速朝他奔来 一股死亡的危机 潮水般的蔓延而来 让寂灭全身颤抖 逃 逃 即便对方实力低于自己 但寂灭没有丝毫迟疑 转身便逃 该死 该死 夏侯叶这个窗户 该死的废物 寂灭在心底怒骂 原本两尊宗师 围剿一个内境 无者是必杀之局 但此刻 自己却如同一条丧甲之拳 正想着呢 一道攒风之声传来 尖笑刺耳 死拉一声 他的小腿 被一道黑红流光划骨 鲜血顿时标剑了出来 伤口之身 甚至可见森森白骨啊 寂灭发出一声惨叫 哀嚎一般的倒在地上 宁小凡呢 却如风而至 没有给他丝毫挣扎的机会 手握飘雪 踩着他肩膀 一剑刺下 节节贯穿 喉管鲜血如泉涌一般 寂灭甚至连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 便瞪抱着双眼 横死当场呢 两个宗师 外界惊呼无敌的存在 居然在短短两分钟内 先后陨落 这要是传出去 没有人会相信的 哎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应小凡将飙雪抽出 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 正面刚的话 他绝对不是两个人的对手 所以只能用计谋 用脑子 来对付这两个二傻宗师 那个鲜红斗篷男子太过轻敌 而寂灭完全是被吓破胆了 而且恢复速度远远不如自己 所以才接二连三的被自己斩杀 将飘雪收入纳界后 宁小凡蹲下身子 在寂灭身上摸索了一阵 我靠 这家伙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眼儿也太穷了吧 哎 宁小凡眉头微挑 突然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是一枚玄铁置地的令牌 正面钻刻着八个曾经有力的大字 五神山下万道皆计 反面呢 则是一片栩栩如生的浮雕 一个身披战甲 威风凛凛的男人 屹立于天地之间 仿佛一尊永恒的战神一般 想必此人就是那五神秦塔天了 宁小凡手指在令牌上摸索了一下 五神山下万道皆计 世上竟然有如此狂妄无边之人 从五神山弟子傲慢猖獗 到领牌上刻的字 再到这夸张的浮雕 宁小凡大致能猜出 这个五神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狂傲 自负 以自我为至尊 估计呀 连秦塔天这名字 都是杜撰出来的 宁小凡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知为何 他觉得总有一天 他会直面这个五神 而且还是站在队里面上 算了 不管了 先提升实力才是王道啊 宁小凡将五神令牌 丢进了纳戒中 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具冰冷冷的尸体 本以为这五神山弟子出门 除了一块破牌子 什么也不带 但在夏侯叶的尸体上 宁小凡有了意外收获呀 一本剑谱和两株灵药 七叶银新草 宁小凡将两株灵药 翻看了一下 七片翠绿叶子 银色根须 和玄壶纪事篇中 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种七叶银新草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灵气 一般呢 勇于炼丹 估计是夏侯叶 从哪儿搜罗过来的 想拿回五神山炼丹呢 对于凡人来说 这是不可多得的神药 但在宁小凡眼里 还不如一块上品临时里 蕴含着灵气精纯呢 将银新草收入纳戒后 宁小凡把那本剑谱 拿了出来 一行锋锐小字 出现在眼前 天系十三剑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四章 天系十三剑 稍微翻了几页 宁小凡发现 这是五神山的一本剑谱 先带回去再说吧 新年一动 将剑谱收入纳戒中 宁小凡扫了几眼 很快便离去了 夜风刮来 青石临寻 荒草摇曳 两具宗师的尸骨 就这样乱葬在荒野之中 也算是报应啊 萧家大听 小凡 你吓死我了 小允儿八爪鱼般的趴在宁小凡身上 那哭得呀 梨花带雨的 扯都扯不下来呀 哎呀 吓死什么呀 莫名其妙的 宁小凡哭笑不得呀 右手一遍遍在后背安抚着他 和小逆子初次见面时 刁蛮任性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一恋他了 陈爷爷说 说你回不来了 小允儿哽咽地说道 一对秀气清水的毛子 含满了水屋 看得让人心疼不已呀 宁小凡撇了撇嘴 这老头竟瞎扯淡 你别听他的 小允儿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陈玄机倒是挺尴尬的 老脸微红地说道 这个 可能啊 可能是我搞错了 走 别想这些了 带你大王者荣耀去 宁小凡搂着 萧云儿的牵腰 大大咧咧地 朝二楼走去了 陈玄机三个老头 面面相觑呀 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 回来就打游戏 你妈 这心未免也太大了吧 三人相视一眼 只能摇头苦笑啊 宁小凡 却丝毫不在意 老实说 今儿晚上 他只是感觉到了一丝棘手 怕还是真一点都不怕 为什么呢 还记得太上老君送他的那尊金甲神将吗 嘿嘿嘿 对了 这便是宁小凡目前最强大的一张底牌 虽然没有测试过金甲神将的威力 但宁小凡有理由相信 这玩意儿一旦放出来 威力必将是回天灭地的 黑小镊子打了一晚上的王者荣耀 总算将他的心安定了下来 小允儿睡着后 宁小凡跑到隔壁房间 来到了百蛮山中开始研究那本天系十三剑 盘坐在一棵潘桃树旁 宁小凡仔细翻阅了一下 剑谱如鸣 共有十三招剑法 前九招没什么名堂 倒是后四招略有几分精妙 分别名为分水 荡雁 斩月 和天系流光 若是一口气使出来 当真是连绵不绝 剑光滚滚 威力无穷啊 只可惜 根据记载 迄今为止 还没人能将这套剑法练拳 因为最后一招天系流光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随后宁小凡来到了龙湖旁 闭上双眼 他心无旁误 按照脑海中的剑招人影 一剑一剑的连贯刺出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他居然很快就进入到了一种 极为神气的状态 步伐动作飘逸潇洒至极 剑法颇有几分出尘的气息 尤其是到了那最为精妙的后四剑 招式之间 衔接紧密 无息可寻 一剑 快死一剑 到了最后啊 那飘雪剑 划为一团红光 在他身边滚来滚去 凌厉至极啊 剑破虚空之声传来 宁小凡收剑而立 他俊朗的脸上 浮现出了几分惊讶之次 不错呀 这天系十三剑果然厉害 分水主攻 荡剑主防 斩阅是群体攻击 若能将最后一招天系流光学会 十个寂灭都是一剑秒杀的货色 思量一番 宁小凡从那界取出了青色大葫芦 灌了一口灵露继续演练 一天的时间是匆匆而过 夜幕降临 宁小凡差不多将前九招 练得纯熟无比 后面四招 分水 雁荡 展阅和天系流光 实在是玄傲难懂啊 宁小凡钻研了半天 也只是学会了分水的一半招式 难以发挥呀 太晚了 今天就到这吧 叹了一口气 身在俗世 果然无法修仙 在仙界 那些修士闭关练剑 一闭关就是大半年的 除了吃喝拉萨 整日便是钻研剑术 拿向他呀 练个一天就有俗世缠身 不得不中断 走出房间 萧允儿正好经过走廊 见他出来 立即撅起了小嘴说道 喂 你在那边干嘛呢 一天一夜也不出来 练功呢 宁小凡笑了一笑 没发生什么事吧 发生了 萧允儿御手插腰 香腮高高的鼓起 俏皮可爱的说道 人家唐小姐 今天都打了十八通变化 问你出没出来 中午的时候 还亲自跑了一趟 我看呀 他是对你很关心吗 灿 宁小凡脸色一变 练剑练得有点忘我了 玄机他苦笑一声 上前搂住萧允儿 不好意思啊允儿 我答应唐小姐 帮他测试数据 作为男人 总不能失言吗 不是 傻瓜 我给你开玩笑呢 本小姐 哪有那么小度鸡肠啊 快去了 不然他又要来烦我了 萧允儿翻了个大白眼 刚说完 手机又响了起来 萧允儿无语的掏出手机 对着宁小凡晃了一晃 只见屏幕上有四个字 唐湖妹子 看到这个备注 宁小凡瞬间哭笑不得呀 一个多小时后 宁小凡根据唐紫园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位于松山市中心的科技创业园 唐小姐 这里这么多写字楼 搞得我很迷茫啊 宁小凡从出自车上下来 望着面前这钢筋丛林挠了挠头 宁先生这样您找找一个底部宽 尚不窄 总体呐成螺旋状的建筑 那就是我的紫园大厦 变化那头传来了唐紫园温柔的声音 底部宽 尚不窄 宁小凡放眼望远 眼睛很快就亮了 哦哦哦 唐小姐我找到了 是不是像一个飞机杯一样的大厦呀 飞飞机杯 唐紫园正在喝咖啡呢 差点一口吐桌上 当即嘴角抽动说道 大概是吧 OK我马上过来啊 宁小凡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一会儿 唐紫园亲自出来迎接宁小凡 身后啊还跟着一票秘书助理 那排场空前盛大 一些在大厅谈生意的人都是满脸惊奇啊 愣愣地望着宁小凡 哎 这小子是谁啊 竟然让紫园董事长亲自迎接 不认识 估计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子弟吧 唐紫园 我女神 真是太漂亮了 美绝人寰呢 私下响起了稀稀缩缩的声音 宁小凡都习惯了 也没去理会 两个人坐电梯 一路下降 来到了地下四层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尾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五章 银杆落枪头 卧槽 宁小凡走出电梯那一刹那 猛的瞪大了双眼 他仿佛来到了一个银色的国度 脚底 头顶和身旁的墙壁 清一色的 由厚厚银色钢铁构成 连绵的荧光 令人目选神韵呢 哎呦去 我说唐小姐 您这手笔也忒大了 光是这些刚才就不少钱吧 宁小凡一脸夸张的表情 他环顾四周 仿佛只身某科幻电影中一般 唐紫源只是抿嘴一笑 轻声细语的说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一个被一百厘米厚钢铁 包裹着的房间 大概有一千平米 什么玩意儿 一米厚的钢铁 一千平的房间 宁小凡咽了口唾沫 他粗略的算计一下 这个钢铁球龙的造价 至少也有十亿 宁先生 请到这边来 唐紫源抬手示意 领着宁小凡 来到了一排高端计算机面前 几个带着厚厚眼镜片的男子 抬头看了宁小凡一眼后 继续埋头工作 宁先生 我们二十分钟后开始测试 包括体能 力量 韧性 神经反应速度和实战 可以吗 没问题 宁小凡拍了盘胸腾 一口答应 他正显着无聊呢 就当拍法解闷了 唐紫源对他点头一笑 然后转而和工作人员们 攀谈了起来 宁小凡呢 闲来无事啊 就晃悠到了一排武器价钱 嘿 刀枪剑机 拂跃勾叉 十八般武器是样样齐全呢 小子 你练什么的呀 突然 一个嚣张的声音 从身后响了起来 宁小凡转过头 看到一个又高又壮 脑门绑着黑带的鸡肉男 正冲他抬他下巴呢 不远处 七八个人围在一起聊天 男多女少啊 从体格气质上来看 大家似乎都是练武的 嘿 小哥 爷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啊 鸡肉男见宁小凡没鸟 他当即走上来 在他面前呀 还打了个响指 怎么了 宁小凡皱眉头说道 我问你 您练什么呢 三打拳击 跆拳道 还是空手道 还是柔术啊 鸡肉男的表情 有点不自然 三打拳击跆拳道 宁小凡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 唐紫渊为什么邀请这些人和他一起测试呢 这 这他喵的是对他的侮辱好吗 哎呀 行了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说的也是 不过我觉得啊 这小子的气质比较适合跳广播体操啊 哈哈哈哈 洛霞也是眼嘴轻笑 看向宁小凡的目光啊 充满调侃之意 不得不说 宁小凡那张清秀的脸庞 还没有完全摆脱质嫩之色 谁都看得出他还是个学生啊 银杆拉枪头 洛霞打亮了宁小凡一眼 他最讨厌这种小鲜肉 瘦不拉击的 跟个竹竿似的 床上根本不能满足他 除非像他强哥这样的 是三打冠军 一夜七次他才喜欢呢 白痴 宁小凡淡淡扫了他们一眼 小子 你他妈找死啊 强哥脸色一将撸起袖子 就准备上去教训宁小凡 家强 你想干什么 唐紫渊那夹杂着怒火的焦鹤响起 焦强吓得浑身一哆嗦 赶紧行李说道 唐 唐左 滚下去 唐紫渊横了他一眼 眼中尽是厌恶之色 是 焦强心中纵然有百般不爽 也不敢跟钱过不去 随便测试个数据 足足二十万佣金 玄机 在唐紫渊转身刹那 他狠狠弯了一眼 那两座高庭北岸的风鸾 血白诱人的高峰 让他牙齿一阵发酸 如果能把这个极品油扔到船上 肆意揉灵一番 可有多爽啊 但是这种东西 他呀 也只敢在脑子里一言一笑 不好意思啊 宁先生 他们也是测试数据的 唐紫渊一脸歉意 刚才交代工作 把他给忘了 没事 宁小凡很大度的摆摆手 故意抬高音量 唐小姐 我只是有点好奇啊 你不是邀请我测试数据了吗 为什么还要请这对废柴呀 什么 废柴 这小笔崽子找死呢是吧 不远处 几个三打冠军 拳击教练 跆拳道九段舞者 那时炸开了锅了 纷纷咬牙切齿 恨不得冲上去 把宁小凡在地上摩擦摩擦 再摩擦呀 唐紫渊 委婉一笑 是这样的宁先生 我们需要测试两组数据 一组高级 一组低级 作为分析参照呢 哦 行了 我懂了懂了 没等唐紫渊说完 宁小凡差不多就懂了 心想 生产个极限尖兵雪青 还真挺麻烦 唐紫渊礼貌一笑 随即转过身 看向焦强等人 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直接开始吧 好 焦强精神大振 冲唐紫渊一笑 唐总 我今天就让您看一看 什么才叫男人 说完 他狠装逼地扭了扭脖子 大步向前走去 蠢货 唐紫渊看见他的一身肌肉 就这么合心呢 来到测试把前 萧强怒吓一声 一记高鞭腿甩出 狠狠地抽在把上 把头左摇用话 后方一个工作人员喊道 213公斤 没发挥好 焦强摇头晃脑 故作懊恼惋惜之色 我去 213公斤的鞭腿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还没发挥好呢 不愧是强哥 强哥太牛逼了 下回教教我们呗 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叹声 若霞那满眼崇拜的小猩猩 还有人吹起了口哨了 焦强却摆摆手 都别起哄啊 我这腿力很一般的 宁小凡连白眼都懒得翻了 这货怎么跟个智障似的呢 随后的半小时里 焦强分别测着神经反应速度 任性实战等项目 成绩都非常不错 至少在那七八个人眼里是这样的 听到了众人的夸赞声 焦强一脸傲涩 还不动神色的撇了撇唐紫渊 如果这位性感有物能看上他 他焦强后半辈子可就爽翻了天了 紫渊集团哪 可是出了名的有钱 而且余董事长又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焦强甚至都想好 他们晚上有什么姿势了 就在这一时 一道恐怖的爆裂声传来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围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46章 强哥吓尿了 阵龙发魁 焦强赶忙回头 却见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那个测试把 居然他们被踢断了 由克鲁合金制成的测试把 最高承重达2000公斤 居然被踢断了 银灰色的克鲁合金 被生生从中间撕裂开 电火花噼里啪啦乱窜 整个钢铁球龙一片死寂 连一根真落地都听得清清楚楚啊 我 我 我这妈呀 焦强一屁股摊坐地上 满脸懵逼啊 洛霞的嘴巴大大张大 都能塞下好几只高尔夫球了 接下来是速度测试 几把伯雷塔手枪对准了宁小凡 吓得焦强几人脸色瞬间惨白 他们测试速度全部都是投掷垒球 这货呀竟然直接用枪 开 开玩笑呢吧 洛霞姗姗一笑 人的速度再怎么快 也不可能快过子弹吧 说着呢 由机械操控的四把伯雷塔手枪 同时抠斗了扳机 子弹出唐 伴随着三百毫秒的恐怖速度 撕裂空气地朝着宁小凡就射去 宁小凡眯起了双眼 子弹速度变得有迹可循 他连续偏头 抬臂 扭身 神乎奇迹地将其都躲开了 看来我的实力离华静近在咫尺啊 宁小凡哈哈一笑 内进巅峰舞者的神经反应力 的确能够避开子弹 但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而他却十分轻松了 一排高清计算机后 工作人员们基本上都傻掉了 看向宁小凡的目光 犹如在看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一般 人的神经反应竟然快过子弹 这不是怪物是什么呀 牛顿的棺材板估计都快按不住了吧 随后力量和速度测试完 是韧性和防御和实战 一个个震撼无比的数据 疯狂刷新着焦墙等人的世界观呢 并且让他们怀疑自己个人是不是在集体梦游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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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你你你笑我一下 焦墙呆滞的说道 阿 阿 焦霞伸出手 在他手臂上用力拧了一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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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焦墙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不是在梦游 这 这他妈是真的呀 众人一脸恍然呆若目击的看着宁小凡 这家伙他妈 他到底是人还是妖怪呀 最后一向实战 唐紫渊升起了阻隔杆 直接命人放了三头非洲狮子出来 上演了一出人寿囚斗 不 准确的说 应该说是一边倒的狂越 宁小凡几乎是一拳一个呀 打得两头狮子是脑僵并裂而死 最后一头竟然还发出了小狗嗷的声音 拼命用爪子挠那铁栏杆呀 给我过来 宁小凡一把拽住他的尾巴 将整头大半吨的狮子抡了起来 狠狠砸在金属地面上 一米厚的钢板地面 竟然砸出一大片凹坑 狮子身上全身骨头碎裂 横尸毙命 周围传了一片倒戏凉气的声音呢 这泥马也太惨暴了吧 啪啪啪 唐紫渊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呢 眉毛布满的惊喜 宁先生不愧是华镜宗师 竟然强悍至私啊 唐姐过奖了 我呀还并未踏入华镜呢 宁小凡拍了拍手 弄死了三头非洲野狮 对他来说跟玩似的 不是宗师 却能和宗师打成平手 宁先生 您未来的潜力真是不可限量啊 唐紫渊一对妙谋绽放惊喜 不断在宁小凡身上打着转 说实话 如此强大的男人 他都心动了 甚至有一种 把他从萧韵儿手里抢过来的冲动 这么厉害的男人 如果能和他上一次闯 减收十年我都愿意了 若霞满脸崇拜地看着宁小凡 心里暗暗地幻想着 趁唐紫渊统计数据的时候 他悄悄溜到了宁小凡身边 抛了个媚眼 小帅哥 能不能留个电话呀 不留 滚 宁小凡看都没看他一眼 静止朝外走去 这个若霞的脸色呀 顿时像是吃了一坨响一般难堪 唐紫渊数据统计完毕后 也跟着出来了 先生 答应你的酬金已经打到您的支付通账上了 您可以查收一下 公司门前 唐紫渊对宁小凡说道 不用了 我信得过唐小姐 宁小凡撒然一笑 正准备抽身离去时 唐紫渊突然用慌乱的声音说道 宁先生 怎么了 还有事 宁小凡扭过头 奇怪的看着他 没 就是 就是想约您晚上一起吃顿饭 行吗 唐紫渊精致绝美的俏脸上 浮现了一朵红韵 美艳无双啊 说出这句话 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 他贵为紫渊集团最高持股董事长 身价数百亿 主动邀请一位异性共进晚餐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要惊掉多少人的下巴呢 算了吧 唐小姐 有缘再见 啊 宁小凡露齿一笑 想都没怎么仔细想 就婉拒掉了 啊 对了 这个宋女 经常佩戴 能百病不生 强身健体呢 说着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玉石掉坠 破破烂烂的 卖相 还不如淘宝上九块九包有的呢 接着 在唐紫渊呆滞的目光中 宁小凡将玉佩呀 塞到他的手里 然后转身离去 他 他竟然拒绝我 唐紫渊拿着玉佩一脸惊恶 甚至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 天底下 想和他共进晚餐的男人 都能绕江南省排好几圈了 宁小凡却偏偏拒绝了他 气死我了 他竟然拒绝我 唐紫渊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牵手死死抓着玉佩 不就是一个宗师吗 神奇什么 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他踩着高跟鞋 跺了跺脚 然后狠狠地将玉佩扔在地上 但过了几分钟 唐紫渊又登登登地 从公司跑了出来 将玉佩捡起擦镜 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 他神色突然一惊 长得太帅 实力太强 也是一种烦恼 出租车上 宁小凡摇头不已 看来以后 真得低调一些了 又在萧家住了几天 将萧运儿彻底安抚好 也将萧父的心脏病治愈完全后 宁小凡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青江 送别时 萧运儿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说以后绝对要去青江找他 萧冠男和萧父老爷子也是一脸叹息啊 他们如果能将宁小凡留下来 必然能在十年内将萧家的势力拔高树位 可惜呀 宁小凡并非池中之物 终究某日 鲤鱼画龙是一飞冲天啊 开着自己的幽灵跑车 宁小凡和马胖子 当天晚上就回到了青江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74章 矿泉水嘛 哪里都有卖 回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柳燕燃打了个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宁小凡眉头一皱 心想燕燃姐 可能有什么事吧 也就没太在意 逃出钥匙 宁小凡进到别墅内 朝里面喊了几声 依旧没人回答 洗了个澡出来 本想再给柳燕燃打个电话的 他隐隐觉得 出了什么事呢 但刚拿起电话 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楚西岩的 小妮子 两个星期没见 是不是很想我呀 宁小凡一拿电话 就没正经啊 宁小凡 你总算回来了 楚西岩 长出一口气 似乎接下来 要告诉他一件重大的事情 难道是燕燃姐出事了 宁小凡心中一惊 小凡 你快来我家吧 我表姐要见你 她都快急疯了 你不知道 她这一天要问我几十遍 你在哪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公司里忙 她肯定直接去松山找你了都 表姐 宁小凡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自己神经过敏 想多了 不是 你大表姐找我干嘛呀 宁小凡很奇怪 楚兵有过几次接触 但是都不是很愉快 因为这个女人太高冷 太骄傲了 而且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呀 她要你上次给我的那瓶矿泉水 小凡 你快点带几瓶过来吧 她都快要烦死了 楚兵炎声音透着一丝苦恼 对了 我表姐是做化妆品技术开发的 也开了个化妆品公司 楚兵炎想了想 补充说道 行了 我懂了 马上就来 宁小凡先是一愣 玄计听到楚兵是做化妆品研究的 心中瞄懂啊 等着我啊 我从松山给你们带了礼物 你们 口误是你是你 宁小凡惊出一身冷汗呢 连忙改口 然后挂了电话 心想女人在某些方面也太敏感了吧 十分钟之后 楚家大宅客厅 宁小凡面前坐着两个绝代风姿的美女呀 一个清纯如水 一个冷傲如冰 东西带来了没 楚兵用一种炽热又略带憔悴的目光看着自己 宁小凡故意装了 啊 什么东西啊 楚兵炎连忙小声问道 哎呀 就是上次你过的矿泉水啊 还说很好喝的那种 我刚刚不是在电话里跟你讲了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楚兵炎用一种称愿的目光看着他 心想表姐这下肯定要发飙了 哦 那瓶矿泉水啊 我就是在小卖部买的呀 怎么了 好喝的话 我下次给你搬几箱回来 宁小凡露齿一笑 小卖部 楚兵眼露惊疑 你说这瓶矿泉水 原来你是在小卖部买的 说着 楚兵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瓶矿泉水瓶子 里边自然是空的了 对嘛 矿泉水嘛 哪都有卖呀 宁小凡目光从他玉手上一扫而过 并未露出破绽 怎么可能 楚兵诧异无比 两条纤细的柳梅紧紧的拧在一起 美人疑惑 宁小凡转了转眼珠子 呵呵一笑 大表姐啊 你要是对矿泉水情有独钟的话 对面不远不就有一个超市吗 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两瓶 楚兵眼面无表情的告诉他 方圆五里内 所有的超市和小卖部的矿泉水 都被我表姐买个精光了 宁小凡无语呀 真恐怖啊 这女人为了她的雪莲水 竟然将方圆五里内的矿泉水全部残害了 这简直令人发指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楚兵突然惊叫出声 皱了皱眉 神情严苛的说道 宁小凡 难道你对这里面的水丝毫不知情 宁小凡装出一脸懵逼一下 什么不知情啊 大表姐 我智商有限 麻烦您说清楚了行吗 算了 你直接告诉我 那家小卖部在哪 我亲自过去 楚兵叹了一口气 一脸的温色 额 宁小凡心中一愣 旋即打开了手机高德地图 给楚兵指明了方向 趁楚兵还在观察时 宁小凡神秘兮兮的望向了楚西岩 然后从旁边拿出了一个纸袋子里 取出了一个精致的手势盒 西岩 这次我去松山给你买了礼物 一条项链 你看 说着 宁小凡就想打开盒子 舅舅前段时间入手了珠宝生意 家里戒着项链首饰 戴都戴不完 你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楚兵手指滑动着手机 目不转睛地说道 你要是真心喜欢西岩 就不应该动这些小心思 老老实实做人 他的实时学本事 将来像我舅舅一样做一番事业 男人没有事业 就是废柴一堆 妈的 这个女人活该没有男朋友 宁小凡气得咬牙切齿啊 这么好的气氛 被他两句话就给破坏了 哼 我就知道他会是这样的态度 先磨他一阵子 等老子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再告诉他 宁小凡扫了他一眼 心中打定了主意 哎呀 表姐啊 楚西岩称怪的瞪了他一眼 满脸的不悦 表姐什么都好 就是对一些他看不惯的男人呐 冷言相相 行吧 你想看就看 不过等下失望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楚兵依然目不转睛 你妈 老子跟你什么仇 什么怨仰 就知道黑我 小凡 你给我看看吧 是什么样的项链 说实话 楚西岩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送给他过项链啊 首饰什么的 前提这个男人呢 是他自己喜欢的 宁小凡深呼吸几口气 努力保持着微笑 然后轻轻打开了盒子 黑色的盒子里 静静躺立着一条翡翠项链 一共五颗翡翠 翠绿一片 纯净无瑕 明亮动人细腻 而不失韵味 旁边镶着的碎钻 宛如众星拱月一般 将那翡翠 衬托得华贵无双 如同夜空灿青一般 当宁小凡从黑河中 拿出这条项链时 楚西岩的毛子 也跟着亮的起来 哇 好漂亮的项链啊 楚西岩是满心欢喜 两只眼眸堆满了小星星 任何出场恋爱果实的女孩 都会对漂亮的首饰 和香花动心 所以呀 一些顽苦公子哥 才会在大雪里 泡妹泡得如鱼得水呀 宁小凡将项链递了过去 楚西岩捧在手里 心中乐开了花了 这还是小凡 第一次送自己 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八章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西岩 带上试试吧 宁晓凡见他高兴 自己心情也是大好啊 还没等楚西岩 一个恩字出口呢 楚兵的略显 诧异的目光转了过来 兵种帝王绿的翡翠 他紧紧盯着楚西岩 手上的项链 毛子里流露出一丝惊恶 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原本以为 以宁小凡的穿着打扮来衡量 最多送个豆种翡翠 甚至还有可能是在淘宝上 随便买条几百块钱的项链 糊弄西岩的 哪知竟然是兵种 还是帝王绿的橙色 楚兵微微吃惊啊 他虽然不太关注古党 但从小受到家族的培养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嘛 所以什么种 什么橙色的翡翠 他一眼就能辨认出 啊 表姐 什么是兵种帝王绿啊 楚西岩愣了一下 没有第一时间带上去 他从小到大被出海商 呵护得很好 除了读书 也就旅旅游 吃吃东西 并没有接触过生意上的事 对一些奢侈品 那更是一窍不通啊 楚兵解释的说道 翡翠之中 品种最好的称为玻璃种 其次就是兵种 淡青种 乳种 豆种 干青 白底青等等 而帝王绿 正是翡翠中 乘策最好的一种 总体来说吧 兵种帝王绿的翡翠 价值颇高 这条项链 除了翡翠之外 还镶嵌有大量的净水碎钻 据我推测 价值应该在500万左右 说着 楚兵不动声色的 瞥了一眼宁小凡 清冷的毛子里 带着一丝亚意 宁小凡心中 感动流泪了呀 难得呀 大表姐没有黑我 还隐隐有夸赞的意思 搞得我好爽啊 啊 五百万 楚西言可是下了一大跳 她虽然是贵为 山海集团的大小姐 但楚海山从小就有意 培养她啊 对金钱的观念 平时呢 吃的穿的都很好 但零花钱方面 就和普通小康家庭无二了 小小凡 这也太贵重了 我不要 楚西言面露尴尬 将项链啊 想给推回来 说实话 她也清楚宁小凡的经济情况 原本呢 她还以为宁小凡 最多送她个几百块钱的礼物 可没想到 一出手 就是价值五百万的珠宝手势 这家伙 到底是从哪搞到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她不会是为了送我项链 去犯罪了吧 仿佛是看出了楚西言的内心世界 宁小凡苦笑一声 我说西言 你别误会了啊 这次我去松山市 半路碰到一个老头心脏病发作 我呢 就是闲着无聊 顺手给她救了一命 她一激动啊 说什么都要送我一条项链 还嚷嚷着要把她孙女嫁给我的 那啥 我寻思着这么漂亮的东西 送给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不正好吗 真的假的 楚西言心里虽然甜蜜蜜的 但还是狐疑的看了她一眼 哪那么多老头给你救啊 而且还都让你碰到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西言 我对大表姐发誓 这条项链 我绝必是通过正常手段得来的 如若不然 你就让我 好了好了 我相信你了 楚西言看着她那指着楚兵发誓的滑稽模样 楚兵只给了她一个大白眼啊 不由奄然一笑 突然 她又想了想 牵强的笑了一笑 小凡 可是五百万也太贵了 要不 你把项链卖了 请我吃一顿大餐吧 哎呀 你别听你大表姐瞎说 这项链哪有那么贵 也就一百来万吧 算不得什么好东西 宁小凡笑了笑 她说的可都是实话 上次她在三界淘宝店里 看到一条由仙灵紫玉制成的项链 那才叫一个惊艳无双 就算把地球所有的名贵珠宝对起来 都集不上那条项链的万分之一啊 地球啊 只不过是一处一气之地 能和灵气充沛的仙界相提并论吗 只不过呀 这一串仙灵紫玉的价格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贵 十万零食相当于十个亿的人民币呀 这个小贵头还挺能装的 储兵斜了她一眼 认为呀 她不过就是在装逼罢了 兵种帝王绿的翡翠 已经相当不错了 哎呀 西眼 你不收下 难道看不起我吗 好吧 谢谢你啊 小梵 楚西眼脸色浮现一抹红月 心中是幸福又甜蜜啊 你是我老 女朋友嘛 送点小礼物不是很正常吗 西眼 带上去 给我看看啊 嗯 楚西眼嘴唇清敏 眼眸里也涌起了一抹期待之色 事实上 哪个女孩不喜欢这么漂亮的首饰啊 哇 西眼 你太美了 简直就像仙女啊 看着楚西眼戴上项链 那从小培养的优雅气质 令整个过程都是一种享受啊 雪白精致的脖颈 搭配上优雅出尘的翡翠项链 荧光熠熠的落在那性感的锁骨上 给人视觉上巨大的冲击感 楚西眼恶手微低 方面翘红 一平一笑 都美得惊心动魄 如果不是大表姐坐在那里 宁小凡很可能会压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冲上去亲她一口了 宁小凡夸赞一番 毫不吝啬赞美的辞早 最后啊 最后啊更是来了句 我真为你有我这么好的男朋友而感到自豪啊 我该走了 楚兵冷冷出声了 目光在那条雍柔滑贵的项链上 不由自主的咬了咬嘴唇 那小凡 你这家伙故意气我吗 真是讨厌死了 楚兵转身离去 心里气氛无比啊 一抹飞红从脸颊红到了耳根 一丝若有若无的忧怨期许之色 从他牟底扶了上来 但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 男人都是一丘之鹤 没一个好东西 表姐你怎么了 楚兵有些发愣 他刚刚还想给楚兵看看呢 谁知道的 可能是太久没恋爱 饥渴了呗 嫉妒了呗 宁小凡耸了耸肩膀 别乱说 楚兵瞪了他一眼 忽然又伤感了起来 你别看表姐外表光鲜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啊 宁小凡眼中一亮 听起来有料啊 他呵呵一笑 喜眼 要不然你给我讲讲你表姐吧 哼 你想干嘛 楚兵言娇沉一声 露出了警惕的眼神 你是不是见我表姐长得漂亮 就蠢蠢欲动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尾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四十九章 月圆之夜九华山顶 哎哟喂 冤枉啊 我的大小姐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不是谁是啊 楚兵言妙目横了他一眼 你和花锦的女总裁的关系 给我解释解释吧 我 宁小凡无语了 他没想到 楚兵言竟然还记得 这女孩记起仇来 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 看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 那件事情就结过了 楚兵言嘿嘿一笑 哎呲 你高兴就行呗 楚兵言站起身来 对着镜子 修修的照了叶帆 颇为满意啊 突然 他又转过头来 小凡 表姐问你那瓶矿泉水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看他挺着急的 每天往我家泡十几趟 这两星期都瘦了 瘦点好 就当他减肥了 宁小凡笑了一笑 这个女人太嚣张了 必须得整一整啊 楚兵言没好气的撇了他一眼 这家伙 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下午 宁小凡打算去一趟苏家 把七仙女项链给苏洛西送一条 刚坐上他的幽灵跑车 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第一反应就是柳燕燃 然而啊 是个陌生的号码 喂 诈骗电话吗 他拿起手机 大大咧咧地问道 电话那头呢 沉寂了半天 这才艰难地传来了一个 低哑的男人声音 不是 宁小凡一皱眉 感觉有点不对劲 你 你是哪位 月圆之夜 到九华山顶来一趟 这里 神经病吧 还没到那边说完呢 宁小凡直接把电话挂了 系好安全带 把车倒了出去 顺路啊 去了花锦大厦 从陈兰兰口中得知 柳燕燃已经连续一周没来上班了 宁小凡感到一丝焦虑啊 回到家里 空荡荡的一片 宁小凡也没心思吃午饭 坐在沙发上 他清点了一下 这次松山之行的收获 首先是纯粹的金钱啊 萧家和唐紫渊给的 加起来有三亿之据 相当于三万颗零食啊 其次 在古董二十八条街 淘到的天珠手链 那乃是无价之宝 再者就是花了一百块钱 从秦大勇那里空手套歪廊 坑来的书胜真迹 出月帖 两件古董加起来的价值 超过二十亿啊 最后便是一本见谱了 价值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宁小凡嘴角 舒缓出一抹笑容 松山之行 赚得还是钵满盆满呢 小凡哥哥 淘宝店里有活动 你快去看看吧 一条微信跳了出来 是小狐狸的 什么 活动 宁小凡眼睛一亮 立马来了精神了 上次大胜福袋的抽奖活动 让他获得了火眼金睛 和救命毫毛这等逆天的宝物 嘿嘿 小凡儿 凡哥 我太爱你了 一只玫瑰 迅速回复后 宁小凡赶忙点进了三届淘宝店 只见首页横幅之上写着 雷公寿臣 四个大字 十分醒目啊 点了进去 宁小凡双眼飞速浏览 雷公寿臣 宴请九九八十一位道友 至雷泽小几 此外 雷泽众多宝物 灵物 吐血大甩卖呀 子殿神霄锤 先王五阶法宝 六千四百八十八灵金 玉天眷 先王一品功法 四千九百九十八灵金 太乙神雷雷种 先王级灵物 一千二百灵金 九阶雷鑫 先王级灵物 一千一百六十九灵金 正天法眼 两千一百灵石 雷池一千八百灵石 妖魔雷斧 一千三百九十九灵石 数以百计的宝贝 呈现在眼前 看得宁小凡是眼花缭乱呢 此殿神霄锤 乃雷公殿母夫妇 亲手炼制 加持阵法 威力无穷啊 玉天眷 先王五阶的雷系功法 是雷则世代传承的无上功法 九雷玉天路的第一次 炼制大成 反手间回天灭地 万魔不清啊 还有高阶神雷的雷种 雷兴和雷亭五计 看得宁小凡是口水直流啊 嘿嘿嘿嘿 只可惜他一个都买不起 逛了大半天后 宁小凡花了一千八百零石 购买了一本雷池 这并非是一门功法武器啊 雷池是一种类似于超级熔炉般的东西 能炼化万物 镇压猪鞋 它可用于炼丹 炼气 镇压鞋物和淬炼肉体 甚至呢 可以作为一艘仙舟的能源系统 乃是天地间不可多得的质保啊 丁 恭喜您 您购买了雷池衣 已存入绑定纳戒 可提取使用 丁 你达到了满一千就送的活动要求 获得招雷服役 已存入绑定纳戒 可提取使用 呦 还赠送了一张福录 宁小凡眼皮一跳 没想到这活动还挺良心的 刚准备翻越雷池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白天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卧槽 宁小凡愤怒的拿起电话 开口就骂呀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再敢骚扰我 信不信我报警啊 小子 你别太嚣张了 低哑声音咆哮了出来 携带着怒火 随即 这个声音冷笑说道 你要是敢再挂电话 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柳燕燃了 燕燃姐 宁小凡的脑子懵的一下 下一刻 一股净乎狂暴的怒火 从胸腔内涌了上来 他咬紧牙关 嘎嘣作响 你敢伤他一根毫毛 老子灭你六足 原来是真的 自己的感觉并没有出错 原本柳燕燃和他的关系如交似习 一天不见是如隔三秋 他一回家 柳燕燃不说来接他 也肯定会在家里做一顿丰盛的菜饭给他 然而 回家都快一整天了 连个电话都打不通 你 你说话 宁小凡又是一声吼 目光阴沉的可怕 他发誓 如果这个砸嘴现在在自己面前 他一定会让对方求着自己杀了他 放了他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 有何 小子 你刚才不是挺正狂的吗 那声音笑了一笑 带着一抹嘲讽的戏女 宁小凡咽了一口怒火 咬牙说道 只说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好好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那声音顿了一顿就问道 刘老二是你杀的吧 刘老二 宁小凡微微一愣 旋即飞速在脑中搜索 你是说 那个剑客 小子 你以为拿把剑就能叫做剑客吗 刘老二不过是黎少爷的一条狗而已 不足挂齿 那你问什么 只是确定 一响人 那声音笑了一笑又说道 下一个月圆之夜 我在九花山顶 等你 说完这句话 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章 炼气竟强者 喂喂喂 宁小凡恼火一咬牙 眼睛突然射出两道森然的寒芒 不管你是谁 感同燕燃节 老子有生之年 必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沉静下来之后 宁小凡仔细思考了一番 对方啊 应该是柳家的人 但为什么要约在九华山顶见面 还强调月圆之夜 九华山是位于青江市青江区的一处景点 海拔不过千米 对方约在那里见面 有何企图呢 难道柳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等着他赴这场鸿门宴吗 没理由啊 自己只不过干掉了一个刘老二 在隐世世家老一般的人物 对方根本没必要搞这种牌照 不行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燕燃姐待在他们手里 宁小凡的目光静得可怕 月圆之夜 每个月的十五号 可现在距离下个月十五号 还有足足小万个月的时间 如果就这么把燕燃姐留在他们手里 自己这半个月都别想安稳睡觉了 自己的女人被绑架 她哪还有心情去干别的事啊 对了 过庸区的维护时间应该已经过了 宁小凡飞速掏出了手机 进入了三届淘宝店 飞快翻出了收藏夹里的搜寻灵犬 初级搜寻灵犬 一百零食每天 宁小凡毫不犹豫的买价 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 面前呀出现了一条小白狗 给你 宁小凡翻出了一件刘燕燃的衣物 扔给了灵犬 灵犬用力秀了一秀 还一脸陶醉呢 灵犬发出了一声悲鸣 摇了摇头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什么意思啊 找不到 宁小凡眼睛瞪大 他要抓狂了 这你妈什么情况啊 介绍上不是说专业饲养精心培训的灵犬吗 嗅觉异常灵敏的吗 你妈坑爹呢 宁小凡气愤不已 将这废物召回 然后往上一翻 终极灵犬 一千零食 操 黑店 早晚倒闭 宁小凡骂了两声 很快召唤出了一头体型略大一些的搜寻灵犬 轻轻一嗅 这头灵犬立即发出了兴奋的叫声 哇哇哇 宁小凡眼睛一亮 找到了 跟随着终极搜寻灵犬 宁小凡夺门而出 向着满是霓虹灯光的街道 跑了出去 旁边路人是看不到灵犬的 朝他投来一束束怪异的目光 嘴里还骂道 操 逃这么快 赶着投胎呀 半个小时后 夜幕出林 宁小凡赶到了一处老旧民宅前 环顾四周 这片路段是黑悠悠一片 行人稀少 旁边的电线杆子上贴满了小广告 显然属于贫民区呀 哇哇哇 搜寻灵犬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 仔细在空气中 辨认着柳燕燃的味道 糠当 飘雪见珠 宁小凡收敛气息 环步跟在林犬身后 感官全开眼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在没弄清楚对方的实力之前 还是小心为妙 该死他 这鬼地方半点灵气都没有 待在这里 简直度年如日 老子都快发疯了 一处老宅中 响起了一个压抑的怒吼声 行了 阿葵 你就忍忍吧 谁让你修为太低呢 你若是能有黎少的实力 自然不会在这世俗界受到影响 另一个低哑的声音 则是显得懒懒散散 妈的 飞行 你就不难受吗 这个叫柳逵的 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的 眉头紧锁 难道你 已经达到炼气境了 难道你 已经达到炼气境 这句话落在不远处 宁小凡的耳中 无异于等于雷霆披落呀 让他心神大汗 对方 竟然是炼气境的高手 卧槽 那还打个屁呀 炼气境 相当于鼓舞中的神经 比宗师还高出两个大境界 深深嚼指甲都能碾死他呀 正在他想着的时候 院子里传来了飞行嘶哑的笑声 就像是嗓子被割开了一般 哈哈哈哈 刘逵 你脑子都被二氧化碳账昏了吧 我要是炼气成功 还会跟你一起出来出任务 炼气境的绝顶强者 早就被家族供奉起来 当做老祖宗供着了 柳飞星顿了一顿 咬牙说道 其实 我也快难受死了 世俗界之中 没有一丝灵气存在 对我们这种修炼者来说 简直痛不欲生啊 好吧 柳逵珊珊一笑 他没想到柳飞星 只是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实际上是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他又问道 对了 飞翘 你刚才说 二氧化碳是个什么东西啊 二氧化碳 是世俗界空气中的一种气体 这是自然科学 你这种只知道修炼的大老祖 自然不会懂的 这不就是从小在世俗界里的私塾 潜伏过一段时间吗 你牛逼什么呀 柳逵冷横 说你傻你还不信 世俗界那不叫私塾 叫学校 柳飞星笑了几声 突然之间 脸上笑容凝固住了 然后快速转头 向着院外一声抱吼 谁 嗯 柳逵眉头一挑 立刻从院子一棵老槐树旁 拿起了一对双板斧 柳飞星身子一跃而起 轻松越过两米多高的墙头 身轻如燕地落在巷子里 飞速张望一圈 没人 他眉头一紧 目光在黑悠悠的巷子里搜寻了起来 刚才明明听到有人的脚步声 难道是我隔绝灵气太久 出现了幻听了 我说 飞星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手持双斧的柳逵 从院子里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满脸不在乎地说道 就凭咱们的实力 足以横扫这世俗界 谁能救走柳燕燃呢 也是 刘飞星摇头一笑 他们可是内进巅峰的屋子 虽然在家族内不值一提 但对于世俗界的这些麻瓜们来说 那简直就是神灵一般的存在 接着他目光一瞥 发现了一道持剑身影 鬼魅般的出现在柳逵身后 小心后面 迟疑了一秒钟 他饱喝出声 却为时太晚了 啥 突刺 柳逵刚问了一个傻子 身体骤然是紧绷僵直 眼珠子几遇暴突出眼眶了 低头一看 一柄星红色长剑 从他心脏处刺出 鲜血不断滴落 我 我 草 说完最后一句话 柳逵直接断了气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51章 分水剑 心脏乃是人体的致命药汉 受到任何一点损伤 都会即刻殒灭 阿葵 柳飞星完全傻了 他没想到 仅仅一个照面 柳葵就被干掉了 阁下究竟是谁 为何取我同伴性命 柳飞星显得很生气 咬牙切齿 我们可是隐氏柳家的人 阁下最好拿出解释 否则 否则我会让你尝到 比死更难受百倍的刑法 突然 他手臂一挥 一柄卵气的长剑 赫然弹出 被他握在手中 一股浓烈阴森的气息波动 从柳飞星身上 弥漫了出来 宁晓凡将柳葵向前一推 拔出了飘雪 淡淡说道 你打电话给我 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三小姐的小青郎 柳飞星一了 玄机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啊 废话少说 受死吧 宁晓凡懒得再跟他们浪费口舌 目光阴沉 把剑直上 杀气凛然 哼 以为偷袭干掉了阿葵 你能是我的对手吗 柳飞星不屑地笑了一声 玄机 向细软长剑中 灌输了一道灵气 顿时手中之剑紧绷如钢铁一般 哼的一声 黑漆漆的巷子里 一点火星并射出了 紧接着 二人交手数十招 两柄剑激烈相撞 传出了大片飞剑的火星 和清脆的撞击声 该死 这小子一定也是银尸家族的人 竟然掌握如此精湛的剑术 不行 待会儿弄残堂 一定要盘分出来才行 柳飞星一下心一沉 写书了 宁小凡嘴角扬起了一抹不懈的糊涂 内劲巅峰 现在在他眼中 与蝼蚁无异 没一剑砍下他的头 只是宁小凡刚学了天系十三剑 想找个人试试剑而已 尽快制服这小子 柳飞星目光一沉 刚准备使出杀招 只敢眼前人影一晃 然后挥剑的速度突然增快数倍 怎么可能 难道他还隐藏了实力 柳飞星心神大乱 就在片刻之间 飘雪剑在他身上 写出了十几道伤口 快如闪电了 他倒吸一口凉气 但这痛楚 却更加刺激了他 就算是死 也要拉他一起下地狱 剑其波澜 神吸一口气 手中细软长剑 木然发出一声悲鸣 紧接着一股强悍的波动 从上面传出 终于要使用杀招了吗 宁小凡冷冷一笑 分水剑 惊鸿长剑 我挟着披浪分水之势 离之斩下 剑峰上并发出一道冷冽的血蒙 柳飞星使出剑起波澜后 手中长剑 朝着宁小凡的心脏 猛然刺去 但随后 他就见到了 令他肝胆欲裂的恐怖一幕 只见他那把飘雪剑 周身散发着磅礴的血蒙 与他的剑一接触啊 竟生生地从他剑尖斩了进去 细软长剑 发出一丝金属撕裂般的乌叶声 随即被飘雪剑一路展开 如同披木头一般 一分为二 被生生劈开的半面剑身 掉落在地上 在漆黑的巷子里 发出清脆的响声 显得恐怖啊 你输了 宁小凡持剑 搭在柳飞星的脖子上 只要他再敢妄动分毫 自己便会毫不犹豫地 割下他的脑袋 要杀要剐 喜听尊敬 柳飞星失去的剑 脸色惨白 一双怒眸 死死地盯着宁小凡 他没想到 被逐出柳家的柳燕燃 找了一拼头 竟然厉害到如此地步 刚才一记直批的剑招 威力太过恐怖啊 比起黎少的一剑决先 怕也不成多让啊 燕燃姐在里面吗 宁小凡对着老宅望了一眼 哼 柳飞星扭过头 对他的问题根本不屑一顾 怎么 宁小凡目光一寒 飘雪随意朝旁边一挥 他的左肩膀便被削去了一小半 鲜血喷涌啊 柳飞星发出了凄厉的残叫 身子一个猎气差点摔倒 疼得他倒吸冷气浑身发抖啊 再问你一遍 还是刚刚的问题 宁小凡重新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居高临下地问道 柳飞星目中英满仇恨 咬牙说道 没 没错 他在里面 小子 我劝你不要太嚣张 我们隐识刘家 高手如云 若是惹恼了我们 一万条命都不够你死的 刘飞星又咬牙威胁道 听完这句话 宁小凡冷冽一笑 旋即翻转剑背 狠狠地抽在他脸上 扑噬一声 几颗碎裂的牙齿飞了出去 柳飞星吐了几口血 墨子半边脸飞速地肿了起来 我再问你 为什么要抓柳燕燃 还要约在月圆之夜 九华山顶见面 好 我也不怕告诉你 月圆之夜 柳黎少爷大驾清江 秦子上山 拥见燕燃小姐 劝他归降 小子 相信我 胆敢三番五次挑衅黎少 死对于你来说 都会是一种享受 倒转剑锋又是一剑 直接将他的一只脚 定在了地上 柳飞星面目越发 他争吟 柳黎 出山就出山嘛 还非要约在月圆之夜 九华山顶 这他妈能装逼 比我还能装 宁小凡撇了撇嘴 这下他算是完全明白了 这个柳黎啊 就是一个爱装逼的主 为什么要逼一个 已经被你们逐出家族的女人 宁小凡拔起剑 一刀血剑 标剑了伤了 剑锋 抵到了柳飞星的下颚 据说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会杀了我吧 既然如此 我凭什么告诉你 刘飞星冷笑说道 没错 从你们打算绑架我的女人开始 你们就已经是死人了 不过死也分很多种死法 我的剑够快 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我也可以慢慢地将你争我致死 你选哪一种 柳飞星浑身气地发道 愁愁半天后 他终于服软了 缓缓说出了原因 近些年 天地灵气大肆枯竭 导致修炼者们 不得不改变了修炼习惯 许多隐士家族 也开始在人间寻找代言人 也就是所谓的敛财机器 给家族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而我们柳家要找的人 就是二十年前 被逐出家族的废物 柳燕燃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52章 逆冤 你们隐氏家族 实力超绝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直接派几个修炼者 抢劫一家银行 能省去很多麻烦吧 宁小凡皱了皱眉头 疑惑不解 你想的太简单了 柳飞星 催了一口血沫子 不动声色的 将手伸进了后腰 嘴上 却是没有停顿呢 以斯大圣为首 成立了一个 维持凡尘秩序的 强大组织 名为柴爵 专门用于监控凡事 防止隐氏家族 下山的人 扰乱秩序 屠杀贫民 甚至将 隐藏世界的秘密 说出去 裁爵 由四大圣地掌控 五个最强大的 隐氏家族支持 任何人越雷石半步 即便跑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裁爵抓住 受尽折磨后杀死 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看来你并不是 什么隐氏家族的人 柳飞星用一种 鄙夷的目光 看着宁小凡 后者却是一脸古怪 疑惑地说道 那五神山的门人呢 裁爵也敢管 你 你竟然知道五神山 柳飞星惊骇出声 废话 老子知道的东西多着呢 宁小凡翻了个白眼 继续说道 五神山门人 清一色的画景宗师 裁爵的人 管得过来吗 近些年 五神闭关 冲击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已经四年未出关 所有人都说他陨落了 所以四大圣地 才联合五大隐氏家族 一起反抗五神山 原来如此 宁小凡恍然点头又问道 你刚才说的 四大圣地和五大隐氏家族 又是什么 四大圣地嘛 分别是昆仑剑派 灵剑山 去死吧 柳飞星刚爆出两个名字 目中寒光一闪 一把匕首笔直朝宁小凡的心脏处 刺了过来 找死 宁小凡手起刀落 扑刺一声 柳飞星的头颅便滚落在地上 鲜血犹如泉涌啊 可惜 没有问出另外两大圣地 和五个隐氏家族的名字 宁小凡隐隐叹息 不过能知道这么多也足够了 扫了一眼手中的飘雪剑 常发现剑锋已经有些破裂了 这把剑由爱德曼合金制成 偶然所得 使用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刚才自己灌入大量灵力 一剑将柳飞星的剑给劈开 使其寿终正寝了 等会儿回家 得去淘宝店里买一把好的剑了 宁小凡想了想 将飘雪扔进了那间 然后走到了那柳葵身边 将那两柄斧头也收了进去 这些个武器呀 可都是神兵力气 说不定以后还能用到 做完这一切后 宁小凡迫不及待冲进了院子 在一间破旧的柴房里 宁小凡见到被捆成了麻花的柳燕燃 脸色苍白瞧错 似乎是睡着了 见他衣衫完整 没有丝毫凌乱的迹象 宁小凡也总算是放下心了 燕燃姐 燕燃姐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宁小凡走过去 用飘雪剑一挥 绳子寸寸斩断 接着他手掌运起一团温和的灵气 缓缓从柳燕燃的太阳 从血输入进去 后者紧促的柳眉 这才缓缓地舒展开了 最后 宁小凡轻轻地将他抱起来 出了老宅 半个多小时后 宁小凡将柳燕燃 轻轻放到了柔软的大床上 从那对精致雪白的双足上 脱下了高跟鞋 然后取了热毛巾 替他擦了擦脸 最后 关上了卧室门 来到了客厅里 月圆之夜 九华山殿 宁小凡双拳紧握 周身爆发出一股极致的杀意 柳梨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 看动我燕燃起 我也必杀你泄愤 随后 他上网查了查九华山的位置 准备在月圆之夜好好布置一场鸿门宴 等他的到来 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柳奎和柳飞星 柳梨应该还蒙在鼓里 到时候老子教他做人 冷亨一声后 宁小凡打开了三界淘宝殿 在搜索栏中输入了剑字 瞬间呢 搜索叶上挑出了数以万计的宝贝 盘古混沌剑 一万紫精灵 三皇生灵剑 八千紫精灵 山河罗玉剑 三千紫精灵 大天威夷剑 一千紫精灵 破法仙剑 六万灵石 斩筹 五千灵石 修罗 一千灵石 逆冤 三百灵石 宁小凡眼皮跳动几下 他估摸着 剑类法宝 应该是最多的宝贝之一吧 一个劣质灵石的差价 中间就有着数亿把剑 实在太恐怖了 而且 这紫灵精又是个什么鬼呀 宁小凡虽然不知道 但大师也能猜出来 绝必是比灵石更高级的货币呀 找了一会儿 宁小凡思索半天 究竟是花十几灵石 买一柄普通的破剑呢 还是花几百灵石 买一柄仙人打造的仙剑 要买就买好点 反正都要用的 越强越好 打定主意后 宁小凡看中一柄 名为逆渊的 智势仙剑 价格三百零十 幸好这段时间赚了不少钱呢 不然还真吃不消这样花钱 悠悠一探 买完这个再也买不了别的了 再下单 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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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小凡一边暗暗发誓 一边在那戒内查看了起来 宁渊 采用宁龙深渊下的玄寒铁 经九十九道工序精炼提纯 融合一丝龙之精气炼制而成 响 逆渊出界 竟隐隐夹杂着一丝龙眼 宁小凡将这柄黑剑握在手里 顿时一股异常沉淀的感觉传来 逼得宁小凡不得不拿出九成的力量 才能完全掌控 这剑一入手啊 手当其冲的 是一种冰寒入随的冷冽 黑气涂抹的一般的剑身 肉眼可见 弥漫着浓烈的寒气 逆渊剑比飘雪剑稍长 稍宽一些 剑柄上刻着一条翻腾的黑龙 张牙舞爪 威势十足啊 这瓶逆渊比飘雪强上何止十倍 宁小凡沿路惊光 飘雪不过是地球上隐士家族 凡人工匠打造而成的剑 哪能和仙人的比啊 无论是材料还是锻造技法 都被弯爆了好几百条打劫呀 但飘雪毕竟是自己人生的第一把剑 所以宁小凡对他 还是有一些特殊感情的 也没丢了 只是收藏进了那剑 但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再动用他呢 宁小凡握紧一员 只敢一股冰森的寒气 缭绕右臂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冰封天下的威力 他相信 凭借着这把剑 能够轻松地斩杀一名宗师啊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三章 布满二十岁的练气精 随后他快步来到了别墅后院 在草地上练起了天系十三剑 剑光飞舞兵雾翻腾 宁晓凡哪 似乎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感悟剑身且和天地 差人间 逆渊剑笔直斩下 一道肉眼可见 黑寒色剑气爆发而出 直接在草地上留下了 一道深不见底的勾气 恐怖的威力令人扎舌呀 我的分时间终于登堂入室了 第二天一大早 刘嫣然猛的从噩梦中惊醒 憔悴的娇言上 布满了冷汗 不要不要不要 他从床上坐起来 紧抱着身体 脸色苍白 眸内充斥着惊口 但当他看清这里是他的卧室的时候 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呆着 王湖之间分不清梦幻现实 难道柳逵和柳飞星 这只是一场梦吗 还是我现在在做梦呢 高耸的御风剧烈地上下起伏一阵 刘嫣然逐渐平静了下来 然后他捏手捏脚地走出卧室 来到了客厅 小凡 突然那双眉毛中 大颗滚烫的泪水多筐而出 他知道是宁小凡救了他 小凡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怕 宁小凡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呢 柳燕燃一个猛子扑进他怀里 将他狠狠地抱了起来 捂在胸口 那是哭得梨花带雨呀 卧槽 哪个刁民要害这 宁小凡猛然从梦中惊醒 嘴里蹦出这么一句胡话来 旋即看清是柳燕燃是 艰难地呼出了两口气呀 艳难姐 你要谋杀亲夫啊 宁小凡只感觉自己这整张脸呀 都快埋进他的怀中了 虽然爽得要死 但也差点给他弄叉气了 对不起 小凡 我太激动了 柳燕燃连忙松开他 一脸的羞红啊 宁小凡咳嗽几声白白手 没事没事 宁小凡姐 你怎么被柳黎的手下追走的 恢复平静后 宁小凡问道 随后 柳燕燃就告诉了他 当天晚上他处理完生意上的事 开车回家的时候 被拦了下来 然后就被带走了 柳燕燃虽然是外境巅峰 但面对两个高处 他整整一个大境界的舞者 显然还是不够看的 小凡是你救了我吗 那那他们人呢 柳燕燃担忧的说道 他怕对方还会来找麻烦 放心吧 他们都死了 宁小凡嘴唇掀起了温柔的糊涂 死了 柳燕燃有点发了 柳奎和柳飞星 可都是柳梨手下的厉害人物 内进巅峰 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的被杀了 小凡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 宁小凡姐 两条杂鱼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宁小凡笑了一声 他要是告诉柳燕燃 前几天他还双杀了一对宗师呢 不知道后者会有多震惊啊 想起了某事 他皱着眉头问道 燕燃姐 你知道柳梨是什么实力吗 柳梨 听到自家大哥的名字 柳燕燃背齿紧咬 显然极为痛恨啊 不知道 我和他差不多有二十多年没见了 柳燕燃摇了摇头 好吧 宁小凡撇嘴呀 反正他有一张王牌在手 就算神经强者来了 也不怕呀 小凡 柳燕燃一对秋水眸子里闪着一惨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你亲我一口 我就告诉你啊 宁小凡邪笑说道 小色鬼 柳燕燃娇沉怒吗 抿了抿红唇 轻轻点水般的在他脸上轻轻一点 你 打发叫花子呢 宁小凡冷哼一声 旋即 抱着柳燕燃的脑袋 双唇狠狠狠狠的贴了上去 一分钟过后 柳燕燃才一脸羞愤的推开了他 宁小凡舔了舔嘴唇子 这才说道 哎 我的修为 我自己具体也不清楚 不过短则半年 长则两年 绝对能达到炼气境 什么 两年内达到炼气境 柳燕燃惊呼一声 无比诧异的望着自己的男人 满脸的难以置信 炼气境也被称之为神境 那是凌驾于化境宗师和武道密宗之上 登风造极的境界 每一个炼气境强者 都是一个隐世家族最珍贵的财富 也就是家族的底蕴 最关键的是 宁小凡如今才十七岁 两年之后 也不过就是十九岁 不满二十岁的炼气境强者 柳燕燃的脑袋有点发懵 从小父亲就告诉过他 地球灵气西部 想要踏入炼气境 难如登天 一些资质普通之辈 灵脉低下 就算从娘胎里生出来 就开始不吃不喝 不拉不撒的修炼 终其一生 想要炼气成功 那都得看运气 而资质上家的修炼者 一天到晚 三年如一日的玩命修炼 能在七十岁之前炼气成功 就已经是天纵其才了 所以小时候 自己见到那些户族长老 青一色的木发苍苍的老者 根本不可能有年轻人 小凡 你不是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柳燕燃本能的有些不相信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都说了 宁小凡探了探手 天哪 如果这是真的 小凡 他岂不是万年不出的修炼天才 柳燕燃眉眸 露出了一丝惊喜 但很快的 飞速的黯淡了下去 修炼天才 柳亲不认 自私自利 唯我独尊 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修炼 不停的修炼 小凡 他会变成那样的人吗 柳燕燃喃喃说道 对了 燕燃姐 我有几件东西要送给你 宁小凡一拍脑袋 突然想起了什么 随后 他从客厅的茶几上 拿起了一个黑盒 打开后 里面是一条七仙女系列的翡翠项链 明亮夺目 光彩照人 柳燕燃望了一眼 略微吃惊的说道 呀 这是 这是兵种帝王绿的翡翠 嘿嘿 燕燃姐果然是慧眼如炬 一眼就看出来了 宁小凡 皎洁一笑 随即拿起项链 给柳燕燃带了上去 完后 站远一看 还忍不住的夸赞道 嘿 完美 燕燃姐 这条项链 跟你是绝配啊 简直完美 原本宁小凡以为 自己夸完他之后 柳燕燃会像楚西炎一样 欣喜若狂 找个镜子是使劲抽眉一番 拿着 柳燕燃却饶有趣味的撇了他一眼 目光细虐的说道 哼 你对别的女孩 也是这样说的吧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四章 严格意义上的除 啊 宁小凡心中意紧 燕燃姐这话什么意思呀 难道她知道 我昨天给楚西言也送了这项链 她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燕燃姐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 刘燕燃深深的望了她一眼 用玉纸 粘起胸前这翡翠项链 她说道 这条项链 是雕刻界大师古博英的作品 名为七仙女 这是一套七条 兵种帝王绿的翡翠项链 绝不单独出售 剩下的话 还用我说吗 撒 宁小凡顿时汗颜呢 姗姗一笑 严然姐果然冰雪聪明 你不是生气了吧 我要跟你生气 早被你气死八百回了 刘燕燃冷哼一声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目光也是缓缓沉寂 突然她叹了一口气 红唇掀起一抹自嘲般的笑容 小凡 我知道你太过优秀 我不可能一人独占你 这样太自私了 我甚至没有想过要一个正式的名分 只想你能一直陪着我 那就够了 望着黯然神伤的刘燕燃 宁小凡有一丝心疼 严然姐 我对不起你 你不必道歉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 刘燕燃叹息 又抬起毛子 带着一丝好奇的忧愿说道 小凡 你能告诉我 你究竟有几个女人吗 至少让我心里有个底 放心 我绝对不生气 这个嘛 宁小凡很为难 他没想到 刘燕燃会问这么敏感的问题 但看见刘燕燃那双可怜兮兮的大眼睛 他又不忍心隐瞒 我想想 那个算上你的话 有四个 四个 刘燕燃刚才还忧愿惆怅的神色 立马就变了 一抹红韵的温怒浮现了上来 好啊你 真是个小色鬼 竟然在外面 已经有四个女人了 刘燕燃气愤的说道 不是说好了吗 燕燃姐 绝不生气的吗 宁小凡有点无语了 这女人翻脸哪 简直比翻书还快 那你再告诉我 有没有 做过 柳燕燃抱着手臂 翘美的脸颊 又羞又怒 做过什么呀 宁小凡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别装了 就是你有没有跟他们上过床 做那种事情 柳燕燃脸色通红 哦 宁小凡 呼之一声 柳燕燃竟然笑了出来 心中一颗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了 邪了他一眼说道 你说这话 是在暗示我吗 没有 你想多了啊 我实话实说而已 宁小凡 宁小凡翻了个白眼 随即又从茶几上拿起来另一个东西 是一个手镯 哎 燕燃姐 这是我要送你的第二件宝贝 它的价值 要远远抽出 那个七仙女的翡翠项链 什么呀 好丑啊 柳燕燃从宁小凡手中 接过一个黑乎乎的镯子 一脸嫌弃的看着 嘿嘿嘿 燕燃姐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 这镯子 也不能光看外表 你得看它内涵呢 装神弄鬼的 一个镯子而已 能有什么内涵 老师说 又想打我什么坏主意了 柳燕燃娇声冷哼道 反正你带上去就是了 这玩意儿 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 宁小凡懒得多解释 这个守护镯呀 是他昨天晚上熬夜翻出来的 花了数百个零食买下的 在主人遇到危险时 他会被激发出一个能力护照 保护主人不受伤害 这个灵力护照的坚韧度 可以抵挡三次炼气镜强者的权力一击 如果宁小凡放出话去 自己拥有这等宝贝 恐怕明天早上就会有无数炼气镜的老怪物 下山追杀他呀 匹夫无罪 怀必欺罪的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他并不打算告诉柳燕燃 让他带着就行 燕燃姐 你听我的话 先带上试试嘛 这次柳燕燃出奇的顺服啊 点了点头 就把这个看似丑陋无比 吐得吊炸的镯子 带了上去 宁小凡看了他一会儿 喉咙滚动了几下 却没有说出柳燕约他月圆之夜九华山顶见面的事 若是他知道了 肯定不会允许自己去的 毕竟啊 柳燕从小修炼 修为境界应该高于自己 不过自己提前知道了他的计划 说不定啊 可以搏上一搏 又在沙发上缠绵了一会儿 柳燕燃也太过劳累 回屋补个回龙教去了 宁小凡也来到了二楼的房间 取出了远古罗生门 来到了百蛮山中 盘腿坐在龙湖之盘 宁小凡从纳戒中取出了雷池 雷池以无上阵法汇聚雷霆之力 炼丹炼气 翠体 镇压 封印 无所不能 无所不炼 铸造雷池 最少需要针先后期修为 九件纯阳法宝 去潜入无尽雷海中 寻觅强大雷霆 宁小凡扫了几眼 顿时就蒙逼了 最少需要针先后期的修为 还什么九件纯阳法宝 还要潜入无尽雷海中 这你嘛 他虽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啥子都能感觉到啊 其中的困难重重啊 我他妈真倒霉 又他妈花了冤枉钱了 宁小凡垂胸顿足 一千八百万大洋啊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 气氛之后 他只能暂时搁置 等日后实力强大了再说吧 夜晚时分 刘燕燃从卧室起来 舒展了一下身体 穿上衣服走到庭院 发现宁小凡正在练剑呢 他手持一柄黑色长剑 寒气肆虐 眼战锋芒 与平时完事不公的宁小凡 判若两人 那灵力的眼神 专注的神态 一下子就迷住了刘燕燃 刷刷刷 不动如山 动若雷霆 逆风剑 急速挥动 在一秒内 便画出了十几个剑招 快到几乎看不清影子 院中是落叶纷飞 剑笑风鸣 令人心驰神往啊 不多时 宁小凡收剑而立 抬头望云 眼眸间凝聚着刀锋般的锋芒 打有一种风起云涌 皆在一剑之间的意味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355章 出尝禁果 这是我的男人吗 刘嫣然轻咬英唇 双手扣在一起 眉毛塞满了小星星 就像迷妹们看见韩国欧巴 愣神剑宁小樊朝他走来 手中那把剑不知何时消失了 杨嫣然姐 睡得怎么样 宁小樊来到柳嫣然身旁 轻轻拦住他的细腰 睡得挺香的 柳嫣然翘脸微红 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 他脸红是因为宁小樊 练剑的时候实在太帅了 怎么了 宁小樊侧脸看了看他 很快便明白了过来 当即他一甩头发 极度自恋的感叹一声 我真是没救了 刘嫣然诧异的看着他 什么没救了 自然是摔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宁小樊摇摇头 不要脸 刘嫣然没好气的笑骂一声 他活了二十多年了 宁小樊无疑是他见过 脸皮最厚的家伙了 但确实不可否认呢 方才宁小樊持剑时的 煞爽英姿令人神忙了 宁小樊笑了一笑 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对了 嫣然姐 我还有一样礼物要给你 什么礼物啊 刘嫣然言录惊喜 告诉你 你不要太激动了 来 先坐 宁小樊招呼刘嫣然 在庭院里的长椅上坐下 然后一脸神秘的说道 嫣然姐 你不是一直想修炼来着吗 是啊 我身怀些火灵体 是万中无一的修炼体质 可惜活属性的功法 太过珍贵难得 有钱也没地儿买呀 哎 刘嫣然悠悠一探 看着他那副绝望的样子 宁小樊不禁笑了一笑 随即从身后偷偷摸摸地摸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古书 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这是一本火属性功法 名为火皇宫 啊 小樊 刘嫣然待着片刻后 美眸瞬间寒起了一团水屋 看向宁小樊的眼神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感激 恨不得立刻退光衣衫将自己献给他 杨嫣然姐 好了 盘膝坐地 我将这门火皇宫传给你 好 刘嫣然飞快地擦了擦眼泪 直接盘膝坐下 并出杂念 放空心神 待会儿 无论发生任何状况 都不要去排斥 宁小樊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刘嫣然一点头 很好 宁小樊一语落下 眼中突然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他运足灵气 翻开了火皇宫的秘籍 卷起了一套功法的传承 猛然送进了刘嫣然的脑中 由于所有的修炼秘籍 都是修炼者大能用精神力书写 简单来说 就是将一段记忆传承附在纸上 普通人用肉眼根本无法看见 修炼者用灵力一早 就能轻易地观看这段记忆传承 柳嫣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阴牙死咬 柳眉紧锁 白气的额头上很快是香焊密布 嫣然姐 我们去房间里 宁小凡抱起近乎虚脱的柳嫣然 快速走进了房间 脚一勾重重关上门 接着在宁小凡的指导下 柳嫣然开始初次尝试修炼火皇宫 他清晰地感觉到房间里的温度微微上升了一些 这是因为空气里稀薄的火属性灵气活跃了起来 由于火皇宫的传承 过了一遍宁小凡的大脑 所以他也记得修炼过程 柳嫣然耳边不断传来宁小凡传音入密的声音 犹如木骨沉重不断提笛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柳嫣然郊区上猛然爆发出一股磅礴的灵气热浪 伴随而来的还有柳嫣然 那分不清是痛苦还是舒爽的身影 嫣然姐 你怎么样 宁小凡赶忙到柳嫣然身前 双手抓住他的肩膀 好烫啊 宁小凡眉头一皱 柳嫣然的皮肤变得肥红一片 胶曲苏软 媚眼荡波 就跟以前发病的情况无二啊 但下一刻他竟然欣喜地发现 柳嫣然突破了 从外进巅峰跨入了内进的门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实力至少数倍提升 欣喜之余宁小凡也是猛然皱眉 不好 嫣然姐压制十几年之久的邪火一朝释放 冲溃全身 如果不及时卸掉 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损伤 一边想着 一边就要从那界中取出兵破银针 不 不要 哪知 柳嫣然一把攥住了他的手 媚眼如丝 欲望喷勃地看着他 嫣然姐 你 小凡 你要了我吗 柳嫣然突气如来 身子贴了上来 小凡 我早就已经是你的人了 一瞬间 宁小凡心脏突然跳动 望着眼前绝世游 他敢打赌啊 就算是上人也会彻底疯掉的 柳嫣然焦躯微颤 一咬薄薄的红唇 要了我好吗 就当姐姐求你了 怀中美人 双目喷射出滚烫的情火 这一刻 宁小凡的心脏都快要炸了 他能够感受到 刘嫣然对自己全无保留的爱 这不仅仅是性 更有一种情感与精神层面的爱 此啦 三下五出二 刘嫣然身上最昂贵的真丝睡衣 被撕得粉碎呀 宁小凡就像一头发了狂的狮子 耳边传来男人粗重的喘息 刘嫣然相吻奉杀 安柴烈焰一点即燃 夜幕出江 窗纱轻轻落下 往日清冷寂寞的别墅内 响起了一声声与人的轻吟 若隐若现 就像个提群害羞的少女 不敢大声讲话 伴随着某人出壮的呼吸声 轻吟转为交喘 频率也渐渐变得急速 半个多小时后 女人受不了了 索性似乎忌惮地放开了嗓子嚎 将对冲入她体内的男人的爱疯狂地表达出来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根坏的地 这句话或许可以在宁小凡这儿冲结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 她从床上爬起来 看着瘫软如泥一般的刘嫣然 以及床上的一抹英红 嘴角勾勒起一丝笑意 乖 休息吧 宁小凡服下身 亲了她一下 走出门口 宁小凡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只感觉神清气爽 灵气和肉体的结合仿佛更精进了一分 略一查看 嘿 她发现自己的修为竟也稍有提升了 有威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修吗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 订阅支持 第三百五十六章 凶宅 宁小凡心中一笑 不过 燕燃姐的实力还是太弱 双修效果并不明显 她的躯体几乎是玄阶大圆满 又经过青木铸鸡丹的改造 早已强悍如斯 再加上她没事就喝几瓶龙边酒 那方面的能力早已经是登风造极了 整整整一夜的纵马欢愚 其他男人估计要被掏了个干干净净了 但宁小凡却是一副龙惊猛的样子 着实令人羡慕啊 下午宁小凡在院里练功 顺便指导柳燕燃稳固境界 一个久违的电话打了过来 是江月 这位九龙会长告诉自己 上次宁小凡让找的灵物 就是修炼资源 有眉目了 在象山区的南郊 有一座古宅 相传是明朝留下来的 距今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古宅经常发生灵异事件 死了不少主人啊 不是上吊就是暴毙 甚至还载过一个看风水的老师傅 渐渐的没人再敢住进去了 他的最后一任主人叫方德满 他知道这片古宅风水不好 就决定采用拍卖的形式 将这块地方啊尽快出手了 江月呢上次去过一趟 还带了个风水师傅 师傅说里边有不少老古董 老物件都有灵气 啊 明朝留下来的古宅 不 凶宅 这有意思啊 宁小凡若有所思 傍晚 一辆家常满兵力停在门前 这是江月专程来接宁小凡的 宁先生啊 这次参加拍卖的人 除了我们青江的几位大佬 还有东海松山和鹰坛那边的人 哈哈 路上江月给宁小凡介绍道 他和这位宗师说话时 语气也是小心翼翼啊 因为上次在地下拳坛 宁小凡一巴掌拍死了梁彪的情景 实在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啊 薛征呢 就坐在一旁 那表情更是恭敬 今天我们带足了资金 待会宁先生看上什么物件 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啊 行 宁小凡看着窗外 点了点头 算是应了声 车子一路开向南郊 遇到泥地开不进去吧 几人就下车不行 很快就见到一座 坐落在深山里的古宅了 此时啊 已经是傍晚六点多 远远的望去 宁小凡不用火眼金睛 都能看见古宅上空 笼罩着一股阴郁之气 清丽灰黑的色彩 将天空映照得十分的惨淡 如此浓郁的阴气 积聚在一起 飞摇避斜呀 穿过林阴遮蔽的山间小路 几人来到了古宅门前 已经有十几个人聚在这了 一个身穿道袍 年过半寻的老者 见到江月后 面露淡淡笑意 江老来了 七寻老者穿着一身七星道袍 须着长长的白须 手持扶尘 气质出尘 俨然是一老道士 哦 周道长 江月见到此人 略施小礼 然后跟他介绍起了宁小凡 周道长啊 这位就是宁先生 你就是宁小凡呐 周道长上下打量了宁小凡一圈 很快露出私笑 这哪像什么画镜忠师啊 这分明就是一个小屁孩吗 昨天呀 江月跟他说什么什么少年宗师 一巴掌拍死 劈山手梁镖 他根本不信 真是一件果然如此嘛 江老头 你搞什么飞机 怎么带了个小猫孩子来了 又有一道彪悍的声音响起 人群中走出一个光头男人 看模样四十多岁 浑身透着一股子鹰狠霸道 这光头网 带着一条脏鞋都扯不断的粗筋链子 身穿各种名牌 甚至还镶了一颗金门牙 长着一超级爆发户啊 放肆 罗刚 你敢对宁先生不见 薛征愤怒出声 行了行了行了啊 光头大老白白手 呵呵笑道 别装枪做事的了 我可见过真正的宗师强者 柳州孙家的大长老孙天阳 人家那叫一个气势如龙啊 瞪你一眼你都受不了 这小子嘛 我说江老啊 这位罗刚说的对 这小子估计的就是一江湖骗子 周道长直摇头啊 我听说过最年轻的宗师 也有三十多岁 那已经是绝代天才了 您看这小子样子不满二十吧 不满若冠之灵的宗师 老夫可是闻所未闻啊 你们 江老刚要辩解 却被宁小凡拉住了 算了江老头 我到这来是买东西 又不是打架杀人 江月只能点头作罢 小屁孩 装什么老练深沉 光头大老罗刚不屑一横 转身走入了古宅中 英先生 那个光头叫罗刚 还少会出身 手里掌握着一个海茂集团 恩师那边能呼风唤雨 薛征凑过来介绍道 这位周道长呢 是我们请来的贺明冠的道士 精通清乌之术 今天冲撞了您 真是不好意思呀 无妨 宁小凡毫不在意 他只是开启火眼金睛 仔细观察起这古宅周围 还是宁先生 狂洪大亮啊 江月微微一笑 带着九龙会众人 跨入了古宅大门 前院里围坐了一圈 中间放着一张供桌 临时充当了拍卖台 富豪大佬们陆续到场 身后都跟着成群的保镖 江月领着他 来到了靠前的座位 宁小凡眼睛一斜 便看到两位老者正在交谈 一个七十多岁 身穿堂装和蔼可亲 一个六十多岁 穿着黑白挂衫 枯瘦如竹 宁先生 那是东海有名的于二爷 学征又介绍道 于家是东海第一大家族 产业涉及方方面面 什么酒店建筑 医院运输交通连锁超市等等 于二爷是东海首富 首富有什么用 活不了两年了 光头罗刚轻飘飘的声音传来 光头老 你找死啊 于家一位青年护卫听到这话 顿时面露杀意 哦 你动一个试试 罗刚瞪了他一眼 一白手 身后几个魁梧保镖纷纷上前 个个仰寒兄弟 显然都是狠人呢 这个罗刚真是没大没小 二爷德高望重 岂是他一个饱发户能比的 学征冷横不已啊 罗刚这两年 在鹰潭发展迅猛 短短五年 就一跃成为鹰潭市最具权势的大佬之一 年轻人 总归有点锐气 江月摇了摇头 这时啊 从古宅里面 走出了一个眼泡浓重的男人 穿着复古的中山装 大约四十岁的模样 他就是这间古宅的主人 方德满 方德满对着四方大佬们 行了个礼笑道 哈哈哈哈 诸位 稍微再等等啊 再等一个人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拍卖了 罗刚呢 本就不耐烦了 一听这话更加恼喝 他直接开骂 妈的 哪个调货面子这么大 让老子等了半个小时 美国总统都没这待遇 刚骂门 古宅大门 吱压一声 被人推开了 一股子诡异的阴风 刮了进来 让所有人都打了个哆嗦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七章 古佛长生符 好冷啊 几个离得近的大佬 被冻得瑟瑟发抖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着 宁小凡却没头轻挑 有趣 这人是谁啊 他身上的气息好可怕呀 几个大佬瞳孔齐齐一说 今天能来参加拍卖会的人 非富即贵 身价最少也是十数亿 能赚到这个数的 岂止是怂货呀 黄大师 房德满见到来人 脸上露出了一抹 狂喜和恭敬之色 这是一个六十上下的老者 穿着白色蜈蚣扣扇 满头银法掀气盎然 浑身寒气逼人 任何人接近他三米之内 都能感到一种刺骨的寒冷 这人一进场 就连那个先前叫嚣的罗刚 也是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出声了 于二爷也是眼皮微弹 眉头皱起 显然呢 对这个人很是忌惮 坐在江岳身旁的周道长 瞳孔一缩 俯身快速对江岳说道 江老 这是一名修法高人 哦 江岳轻移一声 心中微动 这个周醒 是江南省大名鼎鼎 贺民贯的道长 他今天花重金聘请过来掌眼 就是怕被骗呢 想不到 风德满自己也请了一名修法高人 江岳眉头猥琐 周道长 依你所见 此人比你倒行如何呀 嗯 这个嘛 不好说 周道长弹辅长絮 不过看他气息阴冷 眼若冰霜 想必是灵难鬼煞一脉的修法者 道行 应该不在我之下 待那银发老者坐下后 方德满露出了微笑 环视一周后他说道 好了 人都到齐了 我们这就开始吧 说完后他招了招手 一个小弟将一个铜底托盘 小心翼翼的放在了拍卖台上 上面乘着一张古朴的黄符纸 符纸边角泛黄 看来是年代久远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一张破符纸有什么好拍卖的 就是啊 方德满 你压的到底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玩我们呢 几个没眼力见的大佬 扫了一眼 就不满的发起了牢骚 方德满冲着四处一拱手 笑道 哈哈哈哈 诸位都是江南各市巨倾级人物 光方德满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把诸位大佬聚在一起耍着玩 这张符纸呢 名为古佛长生符 乃是明清年间 一位神僧所知 几经周转呢 到了方某手里 这长生符的功效呢 只有一个 那就是延年益寿 延年益寿 罗刚在座位上一愣 玄机指着他破口大骂 我去你妈的 一张破符纸 能延年益寿 当老子是幼儿园毕业呀 方德满知道 这位是松山手续医指的大佬 赶紧赔罪笑道 哈哈哈哈 罗哥别慌了 江老不是请了个掌眼的道长吗 让他施法辨别一番 大家就知道真假了 大家伙呀 齐看江玉 后者却苦笑一声 只好对身旁的周醒一拱手 周道长 扬张您掌眼了 好说 周醒点点头 扫了一眼方德满身旁那位修法者之后 才慢吞吞的蹭着步子走了过去 他从道袍的袖子里掏出了一面玉盘 上面刻着一圈圈道家的八卦法文 悬傲难懂啊 他绕着那张黄福纸转起了圈来 嘴里还念念叨叨的 在场大佬也都是摒弃凝神 不敢打断这位掌眼的道长 古佛长生符 这个时候宁小凡也在观察那张黄福纸 据他所知 符禄道法早在一百年前呀 就已经失传了 即便现在还有懂会画符的人 那也只是会一点皮毛而已 古佛长生符 其实啊 就是一张画有聚灵阵的普通符禄 原理很简单 就是通过聚灵阵吸引天地灵气 改善主人躯体使其长寿 这张长生符倒是真的 宁小凡一眼就看见 应刻在黄福中间的聚灵阵 只不过他年代久远 应该发挥不了多久的功效了 不多时啊 对这张长生符比较在意的余二爷 站起身来高声问道 这位道长看得如何了 周醒收回了玉盘摇了摇头 贫道法力低微 暂时还认不出这福祉 但见其中零力波动 想必不是凡物啊 江老 你哪儿请来的道士 也退他妈垃圾了吧 罗刚丝毫不留情地讽刺道 周醒听到这话 立马不乐意了 他怒发冲冠地说道 小子 你懂什么 老夫无岁随贺民贯 辽臣道长学道 三十年来不知灭过多少妖邪 除掉多少怨力 你竟敢辱我 得了吧 连张破福指都看不出真假 还学道的呢 吃屎去吧你 罗刚发出了哄堂大叫 手下也随之复合 一个个捧腹大叫 要我说呀 还不如让这位黄大师来看看 罗刚画风一转 引向了那个穿着白色 蜈蚣寇衫的老者 周醒冷哼一声 不懈地撇了撇黄大师 好 是我法力敌微 确实看不出什么 不知这位黄大师有什么本事啊 闻言 黄大师这才睁开一直眯着的双眼 满脸的傲气 看都不看周醒一眼 把后者气得个半死呀 也罢 你道行实在太浅 能看出这张俘虏的一点端倚 已经实属不易了 说着 他起身走向拍卖台 缓缓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撞神愣乖 周醒满脸不信 他身怀半甲子的道行 刚还用祖传的九宫玉盘 推演了半天 才勉强确定 这是一张灵物 他可不信这姓黄的本事 能比他高到哪儿去 这 突然 黄大师口中一喝 如同炸了一般出声 将在场众人都吓了一跳 随后 七八位大佬就纷纷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只见那黄大师 衣袍无风自舞 满头银发飘散 犹如电视剧里演的那些老神仙 就像身子里藏了个古风翼一样 这 这是辱道 周醒一下子傻了眼了 整个人呆入目击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傻傻傻傻的 一阵细微的卷指声音响起 那刚才还安安静静的黄福指 此刻呀 却不停的颤动 上面鸣刻着的聚灵阵图腾 也是亮起了淡淡金光 隐约间 还有一段段佛家经文 飘散了出来 顿时啊 空气里袭来一股疑人的暖流 降临在众人身上 让人如暮春风 浑身暖洋洋的 舒服极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浩伟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八章 看你搞什么鬼 好暖和呀 这福禄难道是真的 神迹呀 在场所有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前院的温度确实上升了不少 一个个瞠目结舌 谁都没见识过这新鲜玩意儿呢 于白梅和江月更是眼露精光 到了他们这个年纪 能多活两年 那比什么都重要 黄大师 黄大师 可以了可以了 方德满 满脸笑意地把黄大师请了回来 他袖袍一挥 收了法力 院子里的温度 骤然下降一大劲 众大佬们心情 瞬间也回归底落 心里空空的 像缺了什么字 黄大师呢 背着双手 路过周醒身边时 瞥了他一眼说道 如何 原来 大师是入了道的高人 是我唐突了 好嘛 周醒语气带着歉意 脸色涨得通红啊 入道 是术法界的一个分水岭 达到这个境界的术法大师 本领可谓是厉害至极啊 可惜他年轻古西 却依旧在窥探这个境界 直到入道 看来你这半辈子还没白活 黄大师冷冷一笑 便掠过他 坐到自己位置上 方德满满脸笑意的说道 各位各位 可以出价了 我出两千万 我出三千万 五千万 我出八千万 老的要了 谁跟我抢 我跟他急 去你妈的 我出一个亿 价格是飞速飙升 很快突破两亿大关 把主人方德满笑得是喝不拢嘴呀 好东西呀 江老两只眼睛是冒着金光 一个劲的喊家 只有旁边的宁小凡 苦笑摇头啊 他就说道 江老道 这玩意儿没什么用的 你还是别买了 浪费钱 宁先生 这话可不能乱说 刚才那张服务者的威力 你又不是没看到 再说了 刚才那黄大师 不是也鉴定过了吗 黄大师可是入道高人 发力深不可测 小子 你什么都不懂 就别跟着添乱了 周醒不屑地看了宁小凡一眼 他刚才在黄大师那边 可是吃了瘪了 一肚子的火 就想发泄到宁小凡头上 误知啊 宁小凡摇头不已 这番话让薛征 于二爷和罗刚等大佬都听到了 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谁都没把一个小孩子的话当回事 罗刚喊出一个四意后 满脸嘲讽的扫了宁小凡一眼 笑道 江老 你哪找来那么一小屁孩啊 年轻人 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呀 于二爷也是摇摇头 随口把价格抬到了五个亿 江月苦笑地给宁小凡使了个神色 让他赶紧别给自己添乱了 宁小凡耸了 我总监说道 算了 你们想买就买呗 到时候后悔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妈的 臭小子 闭上你的嘴 罗刚的爆脾气立马来了 狠狠地瞪了宁小凡一眼 后者也懒得鸟腿 最终啊 这张古佛长生符 被于二爷 以六亿四千万的天价拿下 肉都疼死了 一件件拍卖品被端上来 玉佩呀 古董呀 佛像呀 疯狂搜刮着诸位大佬的钱包 方德满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 夜色渐深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拍卖会总算结束了 宁小凡拍 拍到了几株珍贵的灵药 可以用来炼丹 也没算白来一趟 不少大佬都是起身告辞 罗刚却站起身 朝着四方笑道 哈哈哈哈 天色那么晚了 要么大家就别走了 在我这宅子里住一晚 没错 他刚代表自己的海茂集团 以八十亿 拿下了这间古宅的地皮 虽然手续还没有交接 但名义上 罗刚啊 已经是这古宅的主人了 这听说这宅子里边闹鬼呀 能住人吗 是啊 听说这古宅死过不少人呢 几位大老师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有点犹豫不决 一来 天色确实很晚了 二来 山路崎岖 趁黑下山 也太危险了 罗刚扑施一笑说道 什么鬼呀 神呐 那都是骗人呐 你们还真信呐 方德满也是笑道 大家不用担心 这间宅子不是凶宅 只是山下村民 道听途说罢了 我其实呀 是公司资金周转不开 所以才急于出手啊 见大家都还犹豫不决 罗刚不悦地嚷嚷道 哎呀 怕什么怕 都几十岁的大老爷们 是不是站着尿的呀 再说了 今儿咱们黄大师 是不是也在这里吗 就算真有鬼 他敢来吗 黄大师眼中 闪过一丝异色 微微笑道 不瞒大家 老夫子龙虎山上学道 已有二十余年 斩过的冤魂厉鬼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呀 这间古宅风水极佳 乃是乾坤俱秀之所 一般的鬼物 根本不敢靠近 原来如此呀 见这位黄大师开口 大家这才放心 宁先生 要不我们就在这里 住一晚上 明早再回家 江月转头问宁小凡 好啊 宁小凡点头答应 言中却闪过一丝冷笑 什么乾坤俱秀的 分明是七兄所扬 我倒要看看 你们想搞什么鬼 这古宅的面积很大 相当于市区一座小型私人庄园 里面的房屋 警铃和走廊 依旧保持着明清的古朴风格 处处透着沧桑的历史感 房德满给美人都单独安排了一间房子 打扫得一尘不染啊 点着油灯 也别有一番风味 宁小凡将拍卖所得的两株紫叶兰花放在床上 这紫叶兰花呀是比较常见的灵药 虽然比不得厌兰花 但却胜过什么灵芝人参冬虫下草几百倍 延兰姐刚刚突破内进不久 急需要稳固修为 打好根基 这两株紫叶兰花 可以炼制出十几枚高级灵丹 足够了 宁小凡微微一笑 正准备睡一下 房门被敲响了 打开门 外面站着一个小弟 聂先生 罗哥刚才在山里打到了一只野猪和两只山跳 邀请大家到院子里吃烧烤呢 啊 这么晚 吃烧烤 宁小凡眼珠子一转说道 好 我马上过去 小弟应了一声 马上跑向下一个房间 宁小凡穿好衣服走向院子 越往里走 他越感觉不对劲了 走廊和花坛边 被人用血绘制了一道道的纹路 在夜光里闪烁着诡异的鸿芒 这是什么阵法 宁小凡眉头紧锁 旋气 关闭了火眼金睛 大步朝院子里走去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五十九章 极阴极煞 红衣女鬼 呀 宁先生来了 江老迎上来笑道 他今晚呀 拍卖到了一个养生的风水螺盘 所以心情很不错 不是说吃烧烤吗 烧烤呢 宁小凡目光在院子里转了两圈 纳闷地说道 这个 不知道啊 可能还在厨房准备着的吗 学生笑了一笑 你说这罗刚也真是 大晚上还出去打猎 正在宁小凡眯眼思考时 罗刚摸着大光头 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 鸟气屁 大晚上吃什么烧烤 有病吗 罗刚 你打的山珠和山跳呢 一个虎面纹身的黑道大佬 见他走出来 嚷嚷着问道 他叫正好 天河式的顶级大佬 什么 老畅 你他妈搞错了吧 不是鱼二爷手下打的野味吗 鱼二爷 大家目光齐齐转向鱼白眉 后者也是一脸懵逼呀 我一直在休息呀 好嘛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两人脸色恶然 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啊 杀时间 一阵阵彻骨的寒意 攀上众人的后脖颈子了 让他们起了一身的鸡皮嘎的 也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阴风挂进了院子里 众人齐齐转头 朝走廊上望去 瞬间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一个披头散发的红衣女人 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他们 女人抬起头 露出了一张惨白的死人脸 白得发青啊 跟那殡仪馆那些清明调子的颜色一样 她眼睛像两个撕开的血洞 嘴唇干得开裂 喉咙里发出老太太般 个个个的喘息声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卧槽 这这这 这是人是鬼呀 我们不会真碰到鬼了吧 园子里的大佬们是奇奇色变 不过他们这么多人在这里 还有十多个精英保镖 手里甚至都有枪 倒也不是非常害怕 但下一刻 红衣女鬼飘了过来 她双脚离地 身子轻得呀 就像纸扎的一样 顷刻间 一股刺骨的寒冷 扑面而来 让人如嘴冰窖啊 隐隐约约的 众人耳畔还传来了很多人 意气哭丧的声音 熙熙丽丽 简直能把人胆子吓破呀 所有人心脏 猛然一抽搐 这 这是真的撞鬼了 干 干 干 杀了他 罗刚用颤抖的声音大吼道 身旁几个小弟 纷纷颤抖着手拔枪 臭女鬼就口痛扳击了 十几发子弹打出去 不负重望 果然无效 子弹打在女鬼身上就不见了 丝毫不起作用了 女鬼的喉咙滚动了一下 朝里的最近的一个小弟猛然就扑去 张嘴就向他的脖子上摇去 喀叭一声 小弟的脖子被摇断 鲜血疯狂颈喷 在幽静的院子里发出凄厉的惨嚎 快跑 快跑啊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大家都跟疯了似的朝外边跑过去 但第一个跑到院子边的郑豪 发出了一声碰呼 他的身子竟然倒飞了回来 脑门上鼓起一个红彤彤的大刀 骂逼的 鬼打墙啊 鬼打墙 周醒心头意裂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鬼术 能困住活人 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打转 怎么都走不出去 周导长 黄大师 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于二爷 罗刚和江月等大佬 一个个儿下得面无人色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两个身怀绝技的 大师傅们身上呢 黄大师面色极其凝重 麻烦了 这是一只红衣女鬼 用童话说 就是极音极煞的鬼物 很难对付啊 宁小凡暗自点头 穿红衣的鬼物 在术法界确实配得上极音极煞 这种冤魂厉鬼 一般拥有千年道行 绝非普通术法大师能对付的 那 那怎么办 我才四十五岁 我还不想死呢 平日里霸道嚣张的罗刚 此刻呢也吓得脸上没一丝血色 他转头望去 只见那红衣女鬼 已经咬死了三个保镖了 他们全身鲜血被吸得干干净净 扁得像一具干尸一样 周导长 你想想办法吧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江月紧紧攥住了周醒的手 不肯松开 周醒呢 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他法力威莫 对付普通的鬼物还差不多 这种极英极煞的红衣女鬼 便是十个他也不是对手啊 宁先生 你有没有法子呀 您可是武道宗师啊 江月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了宁小凡身上 宁小凡刚想说话呢 却被郑豪训斥了一顿 江老 到这个时候了 你问个小屁孩有什么用啊 他能救我们吗 糊涂 真是糊涂 周道长也是皱眉出声 江老啊 就算这小子练过几年武功 能拿过来对付鬼吗 对付冤魂立鬼 还得靠我们十五法界 华碧他满脸严肃的起身 从道袍袖子里取出了一张火红色的符纸 周醒露出了一丝肉汤之色呀 这张扬言符能灭伤世间所有的阴魂鬼邪 但它可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 我师父传给我 我至今都没怎么动用过 于二爷闻言立即喊道 道长请放心 事后大家必定重重补偿啊 二爷说的对 周道长 你快出手吧 罗刚也大喊着 好 周醒这才松了一口气 唯独宁小凡满脸无语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这货还不忘捞钱呢 大胆孽畜 周醒钻紧纸服 口中发出爆雷一般的爆喝 再不速速退去 就别怪平道将你灰飞烟灭 哎呀 周道长 你一样就别跟他废话了 快出手吧 嘿 罗刚此刻哭的心都有了 红衣女鬼刚吸干一个壮汉的鲜血 抬起头 钉牢了周醒 喉咙里发出阴瑟瑟的惨笑 旋即 他抬起胳膊挥动沙袍 一团带着地窖里没味的烟雾扑面而来 急切如律令 燃 周醒猛然将阳言符置出 念出了一道咒语 只见那张火红色的纸服啊 在半空中发生爆炸 火光冲天 滚滚热浪扑面而来 红衣女鬼身陷熊熊火焰 发出阵阵凄烈的惨叫 仿佛要将人耳膜刺穿一般 行不辱命啊 周醒松了一口气 露出了笑容 这成功了 众大佬们满脸懵逼啊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红衣女鬼挣脱了火焰 带着半残边的身子 扑到了离他最近的一个大汉身上 几下就把他的鲜血吸得个干干净净啊 随后 红衣女鬼的身体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了起来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 朋友们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六十章 招雷福之位 周导长 不能让他回复 快快杀了他 正好躲在周醒身后 急得呀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周醒也是日了狗了 这尼玛什么鬼呀 中了他一记杨延符还不死 出手 他倒是想出手 但这杨延符 他手里就这么一张 诸位 我也是没法子了 你们不如问问黄大师吗 周醒叹了一口气 这黄大师乃是入道高人 手中必有对付这女鬼之法宝 黄大师啊 众人将期待的目光 向他投去 黄大师死死一咬牙 最终憋出一句话 我的确有个法子 江月和于二爷眼睛一亮 我阴煞宗一脉 有一门世代传承的禁术 能够灭杀所有冤魂厉鬼 可一旦施展 施法者会折寿五年呢 黄大师面色焦着 哎呀 大师啊 这都什么时候呢 你 你这样吧 只要您能让我们出去 我愿意给您一千万 罗刚伸出一根手指头 黄大师却冷冷一笑 没人五千万 我就施展尽数 否则免谈 这 好吧 江月和于二爷思考了几秒钟 就妥协了 钱再好那也没命重要啊 众大佬们纷纷同意 没人敢赖一位法术大师的账啊 好 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窃笑 但飞速遮掩了起来 黄大师 黄大师 他来了 正好嘴唇颤颤巍巍地说道 众人一转头 只见那红衣女鬼吸干了三个壮男的鲜血 伤势恢复了大半 呲牙咧嘴地冲过来寻仇了 你也说 我黄木白在此 还不快快滚过来收 一只小鬼而已 屁话真多 黄大师还没说完呢 只见旁边的宁小凡起身抬手 将一张蓝色符露捏碎 煞时间是虚空声电霹雳乍响啊 埋怨白昼 在众人惊恶万分的目光中 只见宁小凡 手托雷电宛如天神一番 不好快逃 黄大师心急如焚 饱和出声 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宁小凡挡在众人面前 目光细虐地看着红衣女鬼 后者吓得魂飞魄散啊 想要逃跑 却被宁小凡一记招雷术 轰杀得干干净净 空气里呀 传来了女鬼刺耳的哀嚎 她满身红衣点点消容 最终化为沉烟飘散 院子里死寂一片 除了宁小凡手中的残余的雷电 还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再无一丝响声啊 所有人都傻了 呆愣愣地看着这 掌托雷霆的少年 犹如在瞻仰一尊下凡的神灵呢 宁先生 板上之后 江月试探性地喊了一句 宁小凡没鸟他 而是静止来到了黄木白身边 蕴含恐怖能量的雷电 在掌心翻滚 映照出他那张惨白的脸颊 原来阁下师龙虎山一脉的仙师 弟子失敬了 黄木白赶忙俯身跪拜 心悦臣服啊 术法界中 龙虎山已掌控雷火法术 威震华下大地 每一位龙虎山弟子出山 都是响当当的大法师 他阴煞中只不过是个下三流 哪能跟宁小凡相比啊 什么龙虎山 老子去都没去过 宁小凡掏了掏耳朵 戏虐性地看了他一眼 我说你别岔开话题啊 我问你 那只女鬼是你饲养的吧 什么 此话一出 院子里所有人都震惊无比了 黄木白浑身如糟雷皮啊 脸色白无血色 现实 何出此言啊 这女鬼可 可是极音极杀的鬼物 弟子哪有能力饲养啊 所有人都是愣愣地看着这俩人 半天反应不过来呀 是吗 宁小凡不屑冷哼 他也懒得耍什么心眼 直接威逼利赫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说实话 老子现在就灭了你 噼里啪啦的 那掌心雷啊 在手里发出令人心悸的恐怖声音 仿佛下一刻就要扑到黄木白身上 将它烧成灰烬啊 他本来还想狡辩来着 但看见宁小凡眼中 那明晃晃的杀意之后 他只能咬牙说道 确实 确实是我滋养的鬼物 黄大使 鱼二爷和江月经恶地出生 完全弄不清楚状况呢 黄木白跪在地上 在宁小凡的淫威下瑟瑟发抖啊 只能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这段过往 三年前 我和同门师兄在陵南一处古墓倒倒时 发现了一具鬼观 里面封着一只拥有千年道行的女鬼 我和五个师兄师姐 与之打赞三天三夜 最终师兄师姐全部牺牲 将女鬼重创 然后你就趁机控制了这只女鬼 带着她走南闯北 把她当成摇钱树了 宁小凡脸色不悦地补充说道 是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畜生 骂了个逼的 大晚上出来吃烧烤 我真信了你的邪了 大佬们纷纷唾沫出口 罗刚还冲上去猛踹了黄木白一脚 把她踹了个狗吃屎啊 后者满连森寒和暴怒 但忌惮宁小凡在这里 不敢有丝毫动作呀 这只女鬼衣服的颜色已经像血一样红了 想必她杀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吧 你用这种方法来赚钱 真是该死 现实 现实息怒 弟子知错了 黄木白脸色一变 赶忙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求饶 弟子愿供奉所有家产 换我一条老命 宁先生 别听他的 宁大师 杀了他 这猪狗不如的畜生 就该下十八成地狱 众人是愤愤难平啊 现实 弟子已经没有这鬼物了 再也不会作恶 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黄木白把脑门都磕出血了 我在瑞士银行 有五个亿的存款 全部 在地狱里 慢慢花你的钱吧 宁小凡嘴唇惊起 没等他说完 便一招掌心雷 轰了出去 轰 宛如平地起惊雷一般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黄木白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浑身焦黑如炭 冒着滚滚的黑烟 他胸前 赫然有一个 触目惊心的大黑洞 那是被雷电炸出来的 足有两个成人拳头大小 看着人头皮发麻呀 宁大师 收了神通吧 正好苦涩地喊了一声 这雷电真他妈太吓人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六十一章 宁大师 哎呀呀 这才是真正的书法呀 周醒失魂落魄地摇了摇头 有声之年 能见识到龙虎山的雷法 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哪 走吧江老头 回屋睡觉了 宁小凡打了个哈欠 转身就朝远外走去 江月和薛征快步跟上 脸上搂出最谦卑谄默的笑容 宁先生 想不到 你除了是一位舞蹈宗师外 还是一位数法大师呀 太厉害了 宁先生 今天要不是您在这儿 打献神威 我们每个人 都要被这黄木白 给坑走几个亿呀 薛征满脸崇拜 行了行了 少拍马屁 回去睡觉 宁小凡摆摆手 江月却苦笑一声 宁先生 出了这么大的事 要不我们连夜下山吧 对对对 薛征点头赞同 谁知道后半夜 会不会再冒出一个青衣女鬼 黄衣女鬼呀 放心吧 我看过了 这宅子里只有这一只鬼物 再说了 这种小鬼 我来一个杀一个 宁小凡满脸傲嗣 玄技打了个哈去 不行了不行了 困死我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啊 你们谁都不准打扰我 其实说实话 这只红衣女鬼很厉害 毕竟啊 千年道行不是说着玩的 不过 毕竟修行是野路子 威胁不大 恰巧雷霆是天下 治阳治刚之物 对冤魂一切的妖魔鬼道 杀伤力极强 幸好之前搞到了一张招雷斧 否则今儿啊 还真拿这只女鬼没办法 看来 以后得多备几张俘虏 对付灵体生物了 院子里 于白梅罗刚正好等大佬 面面相聚 特别是罗刚 他先前还骂过宁小凡呢 此时想起来吧 真恨不得 狠狠抽自己几个耳瓜子 宁小凡可是一位数法大师啊 还是传说中龙虎山的传人 随手就能干掉一只千年道行的女鬼 对了 听江老说 他貌似还是一位武道宗师 书法大师 再加上武道宗师 若想杀我 且不比杀一只鸡还简单 罗刚脸色惨白 脑门渗出痘大的汗珠了 不行 明日一早 我必须亲自给宁大师赔礼道歉 古宅后院 众富豪们贪软着双腿渐恢复的知觉 一个接一个的往古宅外逃去 除了这么吓人的事 谁还敢住这鬼地方 不出十分钟 富豪们就走了九成了 只剩下罗刚 余白梅 江月 五六个人在夜风中凌乱 一日早晨 宁小凡刚推开房门 就被十几个大佬围了起来 端脸盆的端脸盆 搭毛巾的搭毛巾 拿早餐的拿早餐 地银行卡的地银行卡呀 宁大师 洗发脸吧 这是我刚从山里跑着过去打的井水 可干净了 宁大师 瞎饺吃不吃 我早上五点钟从市中心带来的 还有蟹黄包和抹牛奶 六大师 这是我六千万 感谢您昨晚的救命之恩 宁大师 我做点小生意 这是我那辆保时捷卡宴的钥匙 不成敬意 宁大师 这是海景花园的一栋别墅 价值八千万 宁大师 你别走啊 平日里 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的富豪们 此刻就跟采访的记者一样 一窝蜂地挤在宁小凡面前 脸上无不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素不可难 宁小凡眼神高冷莫测 扫射着众人一眼 背手离去 江岳带着薛征和九龙会的一帮保镖 惶恐地跟上 宁大师 又有两道声音从院门外响起 罗刚 余白梅和黑道大佬正豪三个人争相恐后地走来 大师请留步 余白梅首先上来 姿态放得很低说道 宁大师啊 昨天太晚了 怕打扰到您休息 这张古服 还请您务必要收下 他颤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黄色古服 满脸肉疼之色呀 这正是昨天拍卖会上那张古佛长生服 窝里个去 这么大法 宁小凡抬了抬眼皮子 有点意外 他记得当时余白梅是花了六点四个亿才抢到的呀 摇头一笑后 他伸手推了回去 宁大师 余白梅脸色一惊 莫非您觉得不够吗 不 是对我没用 我昨天说过了这张福禄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聚灵服 龙聚天地灵气调和六脉 养身健体 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而且 顿了一顿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好笑的表情 而且什么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这张福禄年代久远 上面聚灵阵的名文都破裂了不少 不仅效果大打折扣 使用寿命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月了 什么 我 我操 余白梅脸色瞬间铁青 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他迅速转头 咬牙切齿地对手下说 马上 把方德曼给我找出来 几个保镖慌忙点头 转身大不离去 二爷六亿四千万买了一张肺服 怕是你这辈子做得最亏本的一次生意了吧 罗刚在旁边戏虐地笑了几声 死狂头 你 罗刚并未理会余白梅的怒骂 而是上前一步 将一块黄色玉佩乘到了宁晓凡面前 他脸上呆着一抹邪笑 与其很恭敬地说道 宁大师 这是我昨天花了五个亿拍下的龙羊宝玉 至于功效吗 您懂的 龙羊宝玉 在北方一座火火山上 采集龙精玉制作而成 常年佩戴呀 不仅能强劲剑骨 更能大幅度增强男人内方面的能力 一夜七次 金枪不倒不是梦啊 这是昨天拍卖会上 房德满讲的 然而宁晓凡只扫了一眼 冷哼说道 什么龙精玉 这种鬼话你也信啊 这分明就是一块火山盐玉 长时间佩戴会打乱你身体激素分泌 不仅做不了一夜七次郎 还有可能会让你减受折命呢 你将它送给我 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 不不不 罗刚山笑白首 脑门上渗出了痘大的冷汗呀 心中却在阴狠怒骂 你妈的方德满 等老子空出来 看我不弄死你 见着死光头一副吞了屎的表情 于白眉也是出了一口气呀 这自己的福啊 至少还是个真家伙 黑道大佬正豪呢 捧着一副女娲图 咽了口唾沫 吓得都不敢上前送礼了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六十二章 倒霉的大表姐 一群人傻钱多的蠢货 宁小凡摇了摇头 离开了院子 朝山下走去 罗刚鞠躬 罗刚鱼白 没几个大佬脸色铁青 纷纷将怒火 撒向了方德满 触怒如此多的江南大佬 后者的结果 可想而知了 下山后 宁小凡坐着江岳的兵力车 朝市中心返程 一路上 江岳对宁小凡的敬佩之情 简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 华景宗师数法大师 二者中 任何一个称号 都足以惊世骇俗 更何况急于一身呢 前面再加上 一个十七岁的年龄 江岳估计 绝逼没人相信呢 宁先生 您看这个时辰 马上到中午了 要不要去吃顿午饭 我在江南府 订了一个地皇包奸 不用了 停车吧 没等江岳说完 宁小凡就淡淡出声 啊 在这里停车 江岳扫了扫周围 脏乱破旧的街道 这不是贫民区吗 让你停你就停 哪那么多废话呀 宁小凡翻了个白眼 他还要忙着去看看苏洛西小老婆呢 好好好 江岳连忙招呼司机停车 满脸笑容的把宁小凡送下的车 走了一段路后 宁小凡来到了苏家 看着眼前破漏漏水的屋棚 他有点于心不忍呢 等开学了 在清大附近买套房子 让苏西搬过去住吧 想着这些呢 宁小凡从纳界中取出了七仙女项链 卖步走了过去 门没锁 小妮子呀 正趴在客桌上做功课呢 见到宁小凡进来后 他美眸瞬间绽放出一抹喜悦 小凡哥 苏苏西激动无比呀 立马扑过去抱住了宁小凡 喜极而泣呀 小凡哥 你去哪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傻妮子 你这么善良可爱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宁小凡在他绣发上爱抚一阵 有些哭笑不得呀 玄机 他轻轻将小妮子推开 拿出了精致的手势盒 苏西 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一打开 七仙女项链一条 静静躺在里边 出乎意料的是 苏若西并没有多么激动喜悦 他只是轻轻抱紧的宁小凡 声音有些委屈 我不要什么珠宝首饰 我只要小凡哥你 宁小凡拿着首饰和神情一致 嘴角勾勒起一抹无可奈何的宠溺笑容 随后啊 宁小凡陪苏苏西做完功课 下午呢就去逛街了 问了问巨香炎的经营情况 小妮子告诉他 父亲苏宽去学习管理了 他对那些不感兴趣 只想好好读书 考个大学 这样也不错 宁小凡点点头 他的女人 未来必定有更高更远的发展 怎可拘泥于一家饭店呢 一直逛到西洋西下 宁小凡才将小妮子送回了家 二人依依不舍的分开了 毫无疑问 和苏若西待在一起是最轻松的 后者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 没有丝毫心机成功 宁小凡觉得 如果自己不陪在他身边 他要是自己在大街上待一会儿 就很可能会被人拐进窑子 晚上九点多 宁小凡在外边吃完烧烤 悠哉悠哉的往家走去 哎 感觉好久没有吃 这天水这边的烧烤了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打了个宝阁后 一些细细碎碎的声音 从不远处的巷子传来 似乎是一个女人 和两个男人在争吵 而且这个女人的声音 好像还很熟悉 貌似是大表姐 臭流氓滚看 我说过了 我不买你们的烟 不买 美女 那你今儿晚上就留下来 陪我们哥俩吧 也不亏 我们两个龙精狐猛 保准弄得你叫翻天呢 你 臭流氓 滚 滚开 别呀 你们这是抢劫 我会报警的 你可别乱说 抢劫指的是暴力掠夺 我们顶多算是强买强卖 被逮到大不了 关个七八天 罚几百块钱 你敢报警 等这几个出来 不弄死你丫头呢 凶狠的声音响了起来 令储兵的翘脸一片惨白 他怎么都没想到 现在的抢劫犯都开始研究法律了 一个染着绿毛的混混嘴角勾起 炽热的目光在储兵那傲人的霜风上 扫来扫去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呀 这小牛身材 真是心猫啊 该吐吐 该翘的翘 要是能弄上床 坏坏一晚 老子这辈子也就值了 绿毛男暗自嘀咕 随即咳了咳嗓嗓子 叫嚣道 喂 小牛 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咱不把钱拿出来 信不信老子撕了你的衣服 啪啪啪 拍几张裸照 穿胃膊上去 让你活一把呀 你 你无耻 储兵高耸的胸脯 狠狠地起伏了一下 咬着嘴唇 美眸里很快含了一团水乌 他只是出来逛一逛 看看能不能找到宁晓凡说的 那种神奇的矿泉水 一旦找到一瓶 将会对他的化妆品技术研究 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啊 但刚走了两圈 就被俩臭流氓给堵了进来 非要自己买他们的烟 八千一条 说白了 这就是抢劫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他哭的心都有了 绿毛男旁边站着一个 剃着阴阳头的精寿青年 两只尖尖的眼睛 上下扫了除兵一眼 吟笑着说道 美女 你要是不舍得钱 我们两个也不为难你嘛 这样吧 你跪下来 用嘴给哥儿两个爽一爽 要是伺候舒服了 我今儿就放你一马 怎么样啊 放级 保证说话算话 绿毛男也猥琐的大笑道 听到这么下流龌龊的话 楚兵顿时气的焦虚发倒 眼泪很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夹杂着淡淡怒气的声音 从巷子里边响了起来 两个没卵蛋的东西 喝起来欺负一个女孩子 还真是有本事啊 绿毛男淫荡的笑声 假然而止 显然呢 他是没想到 这种鬼地方 还会有人过来 经手青年骂了一句脏话 掏出了一把弹簧刀 一按就冲了过去 不过他倒不敢真捅啊 只是露出一副 残暴嗜血的狠样 吓唬吓唬对方 小子 你他妈找死啊 信不信老子在你身上 捅起个骷髅 宁小凡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从嘴里却吐出了两个字 不信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好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浩伟为您播讲的 三届淘宝店 本书作者宁逍遥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订阅本书 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 第三百六十三章 说漏嘴了 我操你骂了个不儿的 经兽青年一下子火了 一拳头朝宁小凡脸上奏去 宁小凡笑了一声 对现在的他来说 这种程度的攻击 实在可笑又可怜呢 他一脚就踹了出去 直接踹到了 经兽男子的胃部 嗷的一声 经兽男子当场眼球暴吐 身体啊 弓成了虾米状 哼哼唧唧地倒了下去 这时 绿毛男又冲了过来 宁小凡扭了扭脖子 一见耳光就抽飞了他 小 小子 你有种 妈的待在这儿别走 俩混混放了句狠话 从地上哀嚎着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逃跑了 不去管那两个垃圾 宁小凡静止走向 那吓得浑身颤抖的女人身边 喂 没事吧 定睛一看 果然是大表姐楚冰啊 楚冰看见他之后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玄机从嘴里吞吞吐吐地 说出了两个字 谢谢 宁小凡笑了一笑 我说大表姐啊 你不知道这青江的平民区有多乱吗 像你这样的大美女也敢独自过来 还不是因为你 楚冰突然气愤地喊了一句 翘脸布满了温色 我 宁小凡指了指自己 一脸的纳闷啊 这泥马跟我有毛关系啊 楚冰咬着牙 越想越气愤 我就是为了你上次说的那种 那种神奇的矿泉水 所以才会到处跑 不然我来到这鬼地方干嘛呀 我去 你这小妞真是屹立地啊 宁小凡汗颜 他没想到 楚冰竟然会对那雪莲水 重视到如此的地步 他眼珠子一转问道 大表姐 那瓶水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当然了 楚冰迟疑了一下 不管怎么说 人家宁小凡今天算是救了他一命啊 你不知道 当今世界化妆品行业有多么火爆 相比较二十年前 现在华夏人的生活质量大大的提高 暧昧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其中 不光包括女人 更包括了男人 为了提升他们的颜值 砸再多的钱 他们也愿意 宁小凡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果然是个看脸的时代呀 楚冰美眸里满是复杂的神色 他轻轻一摇嘴唇 继续说道 你说的没错 现在就是看脸 看钱的时代 我致力于高端化妆品的开发 已经好几年了 曾经在雅诗兰带总公司 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总监 所以呀 对高端化妆品的技术 我有很深的了解 这几年 我也创变了冰宁化妆品公司 推出了几款广受好评的产品 但是 我自己又不太满意 说着 他叹了一口气 像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学者一般 叶小凡 我知道 你手里可能还有那种神奇的矿泉水 至少掌握一丝线索 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楚冰眼里竟然带上了一丝祈求 玄机 他又咬了咬牙 我 我可以给你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 大表姐 你毕业总把我想的那么穷盈吧 其实 我根本 不缺钱 那 那你究竟要怎样 才能告诉我呢 以身相许呗 宁小凡脱口而出 但下一刻 他就发觉不对劲了 自己这欠嘴呀 真一码欠仇啊 什么 楚冰以为听错了 瞪大了美眸 别 别误会 大表姐 我刚才说着玩的 千万别当真 宁小凡立马改口 脑门上渗出了一层白毛汗呀 我里可去 大表姐要是把刚刚那句话告诉了楚西言 自己可就惨了 你 你 我果然没看错你啊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 楚冰的苏兄 恨恨的起伏一下 显然气得不轻啊 我劝你 你还是离楚西言远点 他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 心里 白的就像一张纸 你可别把它带坏了 大表姐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有那么坏吗 至少 我对西言是真心的 这一点 天地可见 哼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事 告诉西言 让他知道你的真面目 楚冰气氛一跺脚 脸蛋烟红 转身便想走 宁小梵立即抛出了大杀招 冲着他喊道 哎哎哎 大表姐 那种矿泉水我还有啊 果不其然 楚冰的步伐木然直住 整个人像是石化在原地 再也迈不动半步了 要知道 他为了找这神奇的矿泉水 那可是刨断了腿呀 两个星期都没睡好了 脸色焦脆无比 而现在 宁小梵竟然说 他那边就有一瓶 这可是自己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他背斥紧咬 艰难地转过身 望着宁小梵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宁小梵总算松了一口气 微微一笑 其实啊 他不是什么矿泉水 而是叫雪莲水 雪莲水 楚冰痴痴地在嘴中呢喃 一双眉毛缓发出激动的光芒 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 给我 快 快给我 楚冰呼吸急促 一个剑步窜到了宁小梵跟前 眸子闪烁着期待之色 宁小梵一愣 然后很可耻地误了一下 很明显他想歪了 而楚冰也觉得不妥 当即脸色羞红气愤着 他心里连连怒骂自己 大表姐 我可以给你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刚才那话 不不不不不 今天晚上 就当我们没相遇过 可以吗 这一下楚冰却犹豫了 宁小梵眉头一掀 这女人在犹豫 他竟然还要犹豫一下 你 你真的 你真的喜欢楚西言 愁愁半晌 楚冰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宁小梵连忙病龙双指 对天发誓 我 我从第一次面见到西言 就深深地爱上了他 我宁小梵这辈子 就算死 也绝不负他 话言巧语倒是挺多 楚冰冷哼一声 玄机用一种 很认真的神色看着他 西言是我唐妹 从小就被舅舅保护得很好 心思单纯 什么都不懂 我不知道你是死缠烂打 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 打动了他 我只希望 你别让他伤心 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宁小梵翻了个白眼 无语说道 放心吧 嗯 楚冰点了点头 玄机 毛子里压抑不住一丝喜悦 那么 血连水呢 本集就为您播放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您多多参与评论 更多内容 欢迎您搜索新浪微博 号为有声故事 好了朋友们 不要走开 下一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